带着丧尸打丧尸是懂什么体验? 这个男主叫林默,此刻的他正在操控尸偶攻击丧尸 没错这是一个末日时代,男主一觉醒来 发现整个城市90%的人都沦为了指挥杀戮的怪物 他在慌忙逃窜下,发现自己能用一念感知丧尸的灵体 从而建立一丝联系,就像控制一个没有灵魂的提线末偶 一开始尝试,林默也是几经波折 甚至有好几次由于尸偶的突然脱控,差点将他给杀了 随着尝试的次数增多,他也掌握了一些诀窍 不仅能够一直维持对撕偶的控制,还能远距离操控他们 此刻的男主正操控着他的撕偶去洗劫一家小卖部 看到熟练的推开门,取下肩上的背包 目光扫射了一圈,熟练的拿起货架上的货物,然后装包走人 就在准备出门的那一刻,林默感知旁边有一罐酒为的饮料 这熟练的动作,很显然已经不是第一次洗劫小卖部了 接过饮料的林默急忙的打开 没错,他刚刚拿的是肥宅快乐书,在这末日时代 这种东西已经是稀缺玩意儿了,懂懂懂的喝下几口后 凭我现在的能力,应该可以穿过这片区域了 看了看手上的照片,等着我,我马上就能找到你了 就在今晚,他还梦到末日发生前的画面 画面中的林默,此时正在睡觉 一旁的手机铃声,吵得他很烦,也只能骂骂咧咧的拿起手机 在他拿起手机打开免提的那一刻 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温润的声音,正是他爱慕已久的女孩 此时的女孩给他打电话,是为了叫他起房 表示自己买了些排骨,晚上要给他做好吃的 听到这一幕的宁默脸上挂起了90度的笑容 下一刻便脸角泛红,小声说道 夜恋,我有一件事想对你说已经很久了 那个,你能不能做我,话还没说完 便听到妹子说我愿意,搞得他一脸猛低 盯着电话出生了很久,就在他准备说出那句准备已久的话时 电话那头传来了轻声尖叫 声音比较嘈杂,还夹杂着嘶吼 宁默大声呼喊起来夜恋 夜恋,过了一会儿,电话那头传来了微弱的声音 林哥,快跑,有吃人的怪物 他忽然从床上坐起身 原来又是灾难发生前的场景 这个男的貌似做了一场噩梦 看他全身是汗,眼神还泛着胶着的光芒 就在他打开门的瞬间 一个黑色的身影出现在他前方 嘴里不停地嘶吼着 突然一个亮枪就冲到了林默面前 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被锁链套着的丧尸 林默感慨道,该死,我竟然睡得这么沉 一放松警惕,狮偶就会慢慢脱离掌控 幸好昨天睡前把他锁起来 不然这还得了 而一旁的狮偶还在不断嘶吼 双手也不停地挠着 仿佛看到这世间最美味的佳肴 就连嘴里那不蒸汽的口水都不自觉地流了出来 而林默侧身看去 这一幕他早已习以为常 不知有多少次地与死神擦肩而过 他都挺过来 说吧,便缓缓地闭上了眼眸 就在他闭眼的瞬间 丧尸的眼眸从白色的凶力状态 慢慢变成了呆萌呆萌的二轮子 林默也呼出一口火气 OK了 随手把钥匙丢给狮偶 打开 该出发了 看到飞过来的钥匙 狮偶也默契地举起双手 画面一转 来到一条充满丧尸的街道 一旁的林默小声惬语 过了这条街 应该就到了夜恋家的附近 不过,放眼整条街道 入目街市丧尸 那场面人山人海 宛如线下明星海险现场 忽然一旁传来了呼救声 林默与附近的丧尸 同一时间侧身往一个地方看去 别说有多默契了 这可是久违的人生 在这样的默契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而丧尸就不会这样感慨 他们则是迅速地冲了过去 就好比食堂开饭时 你拿着盆冲去的画面 而林默和他的狮偶 躲在轿车后 勉强逃过一劫 心想 这不是我不救你们了 这么多丧尸 我也干不过呀 怕隔壁的名人 你身身都没有那么多心 看着丧尸离去 林默急忙叫上自己的狮偶 快走 离开这儿 这个男子居然和丧尸 一起躲在车旁 这是什么鬼 原来这男子叫林默 是个拥有精神力的家伙 他能操控精神力 控制丧尸 在这末日世界 拥有这等逆天技能 完全堪称龙傲天 在丧尸群路过这里的一时间 林默小声告诉一旁狮偶 这数量实在太多 绝对干不过 快走 冲进一栋楼里 上楼时 林默转身看去 这两蠢蠢 这样的情况下 呼救只会引来更多的丧尸 而呼救的这两个小卡拉咪 显然就没那么好运 因为丧尸过多围栏 不堪重 他差一声直接锻炼 这下好了 二人主动送一血 丧尸 吃得五宝六宝 看到这一幕的林默眼神冷冽 等等 为啥看到这两蠢货被丧尸围攻 我的内心居然没有一丝怜悯 甚至 还有些异样的感觉 这感觉是快感吗 难道和丧尸保持精神 联系会影响到 我的心性 哟 怕不是要变成冷血动物 算了 不管怎么样 这能力我还得用 没有尸偶 光凭我可找不到业链 话音刚落 只见林默手指末端 出现一条蓝色丝线 这条丝线控制着尸偶的脖子处 随机对着尸偶说道 去看看旁边那条街 业链家就在附近 他一个人走路 随机尸偶便走入了尸群中 突然 尸偶抬头 发现一辆公共汽车 上面满是血字 林默因为跟尸偶建立了精神连接 所以视线和感官共享 看到面前 这辆大巴车上出现了画面 宁默不禁得探 随机就吩咐 尸偶 走吧 继续向前 只是他刚说完 惊讶发现公交车的站牌号 等等 夜链每次都会坐这辆618路 该不会 想到这儿他一脸阴沉 随机便吩咐尸偶前去查探 只是尸偶刚踏入车厢内的画面 就把林默惊呆了 这个男人在漠视世界 拥有一项逆天技能 他可以通过精神力控制丧尸 这吊炸天的能力 在漠视完全堪称龙傲天 此刻的他操控着自己的尸偶 去寻找自己的女友 在路过一辆公交车前 看到那满是血迹的画面 不禁感慨 就在他感慨的瞬间 从尸偶的眼眸中传回了画面 公交车的号牌赫然写着618路 这辆公交车不就是夜链 每次都会坐的那辆吗 该不会 不 一定不会的 随机便分速尸偶前去查探 在尸偶翻入公交车后 眼前出现一绝美女子身影 那凹凸有志的身材 如果不是他手里还提着一个丧尸 你绝对会把他看成柔弱女子 凌莫大惊 这是夜链 刹那间夜链一个回眸 眼神中全是杀意 两眼冒着血红色的光芒 瞬间整个车厢内 充斥着一股伶俐的寒意 就在此刻夜链一个闪身 就冲向了眼睛的尸偶 一道光芒过后 尸偶直接背来了个透心量 被冻穿的尸偶 直接倒飞了出去 通过感官视觉 看到这一幕的凌莫 也是吓得够呛 夜链怎么会变成这样 不对 这种感觉夜链也被感染了 就在凌莫震惊时 失去反抗的尸偶 被夜链掐着脖子 强行来了个举高高 凌莫才反应过来 不好 如果尸偶被杀 夜链搞不好会跑掉 好不容易才找到他 绝对不能前功尽弃 忽然他想到了 可以先控制住夜链 接着 凌莫便释放了精神感知 只见一个白色的帅气少年 漂浮着飞向空中 来到夜链的精神世界 他愣住了 夜链的精神体 居然是一个赤裸的娇羞模样 看到眼前的这一幕 让他陷入了呆滞 脑海中浮现出 诸多不该有的画面 血压也不自觉地飙升了起来 这个男人在末日世界 释放精神感觉 看到自己的娇羞 脑海中浮现出 人家学士是有力气 看不良画面 久久无法散去 血压也不自觉地飙升了起来 眼前的这一幕 让他陷入了呆滞 不知该如何是好 林默缓缓释放出一条精神连接线 就在丝线即将触碰到夜链时 他猛然睁开了血红色的双眼 那股灵力的杀意 直接将丝线斩断 就连林默的精神体 都倒飞了出去 与此同时 夜链的实体 也感到了来自灵魂深处的恐惧 他的一生 直接将尸偶一拳砸翻在地 而林默的精神世界中 夜链这是在反抗 这种情况 我还是第一次遇见 夜链一定是产生了变异 有了自我意识 有意识 就还有恢复神志的可能 只要有一丝机会 都不能放弃 如果不是为了来找我 他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说吧 便释放出了全身的精神力 无数条丝线 从林默手指末端 混水而出 在即将触碰到夜链那一刻 一条条丝线 如同玻璃碎裂般断开 就在所有丝线即将全部断裂时 有一条丝线 却与夜链产生了精神共鸣 而林默已经泪瘫在地 擦了擦额头的汗 呼出一口火气 总算成功了 夜链 回来吧 夜链 不管林默如何呼喊 夜链的眼神 始终盯着尸偶的后脑勺 难道 夜链在渴望丧失后脑勺里的东西 那就试试吧 话音刚落 夜链就把手伸向了尸偶的后脑勺 从里面掏出了一个红色的凝胶 可怜的尸偶已经死过一次了 没想到 在死一次的时候 还要被这家小两口无情的蹂躏 感叹到老天不公啊 秀恩爱死得快 看着这颗红色的凝胶 夜链两眼发光 那不争气的哈辣子 直接流了出来 林默惊讶道 不会 想吃吧 愣了一下 咽了咽口水 想吃的话 吃吧 听到此话 夜链拿起凝胶 往那娇羞的小嘴送去 只是这姿势 怎么感觉不对呢 有点善而不已的感觉 不过这小嘴长得 是真的好看 爱了 这个男子在末日世界 带着丧尸寻女友 只是他刚找到女友的那一刻 他惊呆了 他的女友俨然已经变成了一只丧尸 不过他并没有放弃 因为他靠着精神感知 感知到女友有着微弱的情绪波动 看着女友一直盯着眼前的丧尸尸体 他猛然发现 女友貌似渴望着丧尸后脑勺里的东西 如果你想试一下就试试吧 话音刚落 女友就从丧尸后脑勺取出一个红色的凝胶 看着眼前的这颗红色的凝胶 哈辣子不停地流出来 林默看到这一颗 咽了一口口水 想吃就吃吧 就在夜恋缓缓将凝胶送入嘴中时 这个画面也太娇羞可爱了 爱了 整个凝胶完全吞没时 通过精神感知 感知到的林默 也觉得这种感觉好奇怪 一股暖流在体内缓缓展开 仿佛遨遥在清晨的阳光中 夜恋也在缓缓恢复体力 不过这动作和这表情 完了 我又爱了 恢复完体力的夜恋 缓缓地走向了林默 两人对视一眼后 林默看着眼前的夜恋 摸了摸脸 让你受苦 我一定会让你恢复过来 就在两人额头触碰的瞬间 那根连接着夜恋的精神丝线 有着明显的松动 刚才还呆着的目光 现在也充满了鲨鱼 他的一声 夜恋直接将林默拍倒在地 看着袭来的夜恋 林默惊马 难道是刚才的触碰 让精神连接松动了 他咬紧牙关 艰难地将精神丝线重新吻固 就在手指里眼睛 不足一米时 停了下来 好险 片刻过后 林默准备带着夜恋去梳洗一番 二人缓步来到了新型服装店门头 躲在一旁侧身看去的林默发现 竟有四只丧尸 突然夜恋四周散发出了浓烈的杀意 难道夜恋是想要丧尸后呢 林雕 那东西好像对他有好处 那就一起上吧 话音未落 夜恋已经冲了出去 瞬间就将一只小卡拉咪贯穿 身后的林默看得瑟瑟发抖 一眼看 好墙 如果不几块 也许不准 也许不准后 夜恋就会脱离了 更别说帮他恢复 随机也冲了上去 一脚踢克一只卡拉咪 三下五 两人一个默契闪身 结束战斗 夜恋此时则在那不停的巴拉 然后一颗颗 将凝胶全部塞入他那娇羞的小组 林默感叹了 吸收这些凝胶 连我的身体素质都在增长 房间内 林默正在为夜恋挑选合适的裙子 看他那认真的表情 还挺正人均 不过下一眼 他就翻到了一条胖刺 邪美一笑 嘿嘿嘿 还有换起的内衣 这个男人在末日世界养丧尸 不对 是美女丧尸 看到丧尸 净化他还一脸激动 原来这只美女丧尸 是他的女友夜恋 这应该也是人之场情吧 不过他也没多想 转身为自己的丧尸女友 擦拭起了身子 这画面 这 这 我只能直呼好家伙 一边为女友擦拭身体 还一边感叹 现在这样出去 应该不会被别人怀疑 你是丧尸了 本来打算带夜恋去山间避灾的 看来只有丧尸众多的城市 才能让夜恋和我不断进化了 说吧 便掏出了身上所有的物品 看了看 就这样还打丧尸 还是要先准备挺装备了 毕竟这种家用装备耐久太低 很快就没得用了 忽然 他想到了 王领家就是做手工刀的 他家应该就在这促进 说话间转头 看了看夜恋 说干就干 去刀店找把衬手的武器 画面一转 出现一男一女 男子拿着忘记 不知道在看个啥 女子则一脸惬意 双手抱头 脚还搭在桌子上 就像这不是末日世界一样 男子忽然说道 王领快起来 来人了 王领一个转身 夺过望女进 谁来了 男子回应 不认识 应该是其他的幸存者 王室刀店这边 林墨和夜恋缓缓走来 而王领 觉得那个男的看起来好眼熟 一旁男子 我们要不要提示一下 他们 里面有 话还没说完 王领开口打断 怎么提示 难道大吼吗 那样引来的丧失你解决吗 男子慌忙挥手 就像做错事的你一样 他们把你的短刀 拿走了怎么办 王领不以为然 一个普通人 能懂个屁的刀 再说了 我的短刀藏得那么深 找得到才怪 男子也附和着说道 也对 能活着出来就不错了 此时的王领 眼神冷漠 听天由目的 这种事碰上了 也只能自认倒霉 林墨这边 进入店内 入目皆是破碎 来到一处门前 门上赫然写的 闲人免禁 好刀 估计就在里面了 缓缓将手伸向门把手 任凭林墨如何扭动 就是打不开 应该是上锁了 忽然里面传来了声响 林墨侧身将耳朵贴上去 咛的一声将它弹飞 下一时间 将手挡到女友身前 小心 只听喷的一声 门上赫然出现 一只丧尸的手 吓得林墨惊声尖叫 反应过来的林墨 拿起水果刀 刷的一刀 直接将丧尸的手 踢得一脚踢在门上 门后的丧尸 直接被捕下来的门压了下去 就在林墨准备捕刀时 丧尸发出一声磨 直接把门踢飞 倒飞出去的林墨 捂着自己的手 靠在墙上感叹 这力量 好强 就在丧尸准备啃死林墨时 后方突然出现 一冷利目光女子 由于速度过快 眼眸的光芒 直接拉出了一条弧线 丧尸撇头看去 发现是同类并没理会 下一门说的一声 一只爪子 直接贯穿了她的胸膛 在末日世界 带着女友打丧尸 是总什么体验 林墨发现 门上突然出现一只丧尸爪子 先是一惊 下意识间附住女友 然后手挤刀落 咔嚓一声 丧尸的爪子就掉了一只 蹦着一脚 直接将丧尸踢倒在门后 倒下的丧尸也不惯着她 直接连着门一起 将林墨踢飞了出去 倒飞出去的林墨感叹 好家伙 这力量真强 不愧是变异丧尸 女友却不以为然 缓步走到丧尸身后 丧尸发现是瓶泪并没理会 下一秒就来了个透心凉 就连丧尸也没想到 我把你当朋友 你却把我当二傻 转身一拳 变向业面砸去 叶恋一个闪身 轻松堵掉 林墨见状 也参与了其中 就这样小两口的日常 虐丧尸生活又开始 只见林墨跳至空中 双手举刀 口中大喊 相交你的巴纳 由于丧尸疲于应对业面 突然发现林墨的举动 已经来不及了 只听咔嚓一刀 现在不仅是透心凉 就连脑瓜子都嗡嗡的 就这样丧尸 足 泪趴下来的林墨 坐在地上 擦了擦额头的汗 感叹 好险啊 忽然 他的手摸到了冰凉的东西 定睛看去 好家伙 又被吓了一跳 日目皆是尸体 看来 在末日世界 不仅要身体素质好 心理素质也不能差 不然不是被丧尸杀 就是被自己吓死 这只变异丧尸杀了这么多人 就在他感叹之际 艳练从身后缓缓走开 直接将手伸向了丧尸的后脑勺 咔嚓声响后 从丧尸脑后 拿出一颗绿墨色的凝胶 如果不是前面有介绍 我还以为这是颗祖母绿 艳练想都没想 就准备干掉这颗凝胶 凝没一把将手抓住 等等 先给我看看 这颗凝胶的色泽 比之前那些鲜艳多了 里面的毒素浓度 应该更高 要是在这种时候晕倒 就完蛋了 还是先找个落脚点吧 说吧 便没收了凝胶 缓缓将其放入身前口袋 还是先找武器吧 看着满无量黄红的武器 林墨随手拿了一把 看了看 这些东西都不错 真想全带走 王室刀店果然名不虚传 这些放到市面上 至少都得卖好几千一把吧 就在挑选刀具之际 脚下突然传来了声响 俯身用手敲了敲 这是暗格 先开地板砖 里面出现三把更刺眼的刀 居然是短刀 电视剧里面都是这样演的 特地藏起来一定是好东西 就他了 便把所有的刀具收了起来 感慨 今天真是大丰收啊 回家的夜念 随机便带着夜念 走出了刀店大门 王林这边 用望远镜看到这一幕的他呆了 那是我的刀 一旁的二逼 看到王林这举动 连忙问他怎么了 王林依旧还保持着那发带的神色 那只变异丧尸 居然被他干掉了 还带走了我的短刀 我最喜欢的那把 那可是我亲手打造的 要不是为了那把刀 我也不会特地跑回来受罪 随机便起身 要冲出去找林默干架 边走还边骂 这小理睬 我花了大半年时间才做好的 居然被他拿走了 现在我就要搞死他 一旁的二逼懵了呀 连忙阻止 已经被拿走了 要不就算了吧 人家能干掉变异丧尸 应该不是普通人 咱俩冲出去孤寂 这个女孩上一秒 还一脸羞涩 下一秒就凶光乍现 晚起袖子 就准备找林默干架 原因竟然是 林默拿了他的短刀 一旁二逼 连忙阻止 能干掉变异丧尸 应该不是普通人 咱俩冲出去 估计也是送人头 还是双杀 既然已经被拿走了 要不咱们去你表姐家看看吧 顺便看看 还有没有幸存者 王领却将双手抱在胸前 娇羞地说道 哼 发布的他们 丢死了 才好 好家伙 这是有啥深仇大恨吗 随后也只能认在 算了 他们也得到了外公的真传 做的刀 应该也不差 去看看吧 原来这家族上 都是做刀的呀 随即转头 对着林默的方向 竖起了一个 国际友好手势 刚才抢我刀的那个 我祝你早死早超生 林默突然打了个喷嚏 揉了揉鼻子 不科学呀 以我现在的身体素质 根本不可能感冒 他也没多想 随即便走出了房间 将一瓶消毒液 打在门前 还是用消毒液 掩盖一下气味 免得引起丧失注意 撒完消毒水 连忙进屋 那感觉 那速度 像急了半夜 起床上厕所的你一样 关上门的林默感叹 这种手段 在丧失不密集的区域 还能有一点效果 要是遍地丧失 估计法会引起注意吧 随即看了看叶烈 接下来可以吃这个 只见 他手中拿着凝胶 脸上还露出了一米羞涩 叶烈也很乖巧地张开了 他那小子 不过这画面 这 好家伙 这谁顶得住啊 完了 我快要窒息了 谁替我打个120 随着凝胶 缓缓服下 林默胸口一阵 突然 叶烈从他身旁走过 林默连忙呼喊 叶烈 叶烈 不一会儿便晕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林默缓缓醒了 瞟了一眼 惊讶发现自己 居然睡着了 起身揉了揉眼眸 下一时间环顾了四周 他突然发现 叶烈不见了 难道是拖空吗 林默缓缓将手抬起 感知精神连接 这感觉 和他的联系还没短 随着精神丝线不断向前 他感觉到好清晰 我的精神力 难道又变强了 眼前的画面如同清零 顺着丝线往前 原来如此 他跑到楼下去了 除了战斗的时候 他很少会自己行动 今天怎么突然 当林默来到叶烈旁边 他惊呆了 我也惊呆了 眼前这句话 如同仙女下饭 往途间 他看到叶烈眼上 似我似无的情绪波动 林默惊讶 叶烈 你 回复了 连忙跑向叶烈身后 一把肩子搂住 叶烈 太好了 喂喂喂 我说 你俩别这样 碰见了一个绝美的女子 站在窗前 他惊讶 下一时间 竟不自觉地 冲上去抱住了他 原来 这绝美的女子 是他的女友业力 好家伙 这给我羡慕 哪怕是丧尸 我也想要以为 也不知道 是不是国家发放的 就在他抱住女友之际 感叹女友恢复了神志 然而回应他的 只有微风吹过的声音 不禁有些失落 哎 我还以为 不过刚刚那样子 应该是恢复了一些神志 也好 至少有了些情绪的表现 也能自如行动 女友出门打丧尸 大街上 三只丧尸 在那 也不知道抢个啥 手舞足蹈 口中还发出一阵阵怪叫 就在三只丧尸争抢日记 忽然三道光束闪过 全部game over 现在好了吧 好好的抢什么抢 躲起来不就没事了吗 而一旁的林默 看到这一幕 看来叶念的进化 不仅仅是自我行动 更多的是 本能的放大化 在他眼里 丧尸就像不起眼的 低能生物 杀戮的时候 手法干净利落 没有丝毫情绪 而叶念则咔嚓咔嚓几爪子 就把眼前的 所有小卡拉咪全部解决 看着缓缓走来的叶恋 林默显然有些慌张 不知道叶恋对人类 会是什么反应 不过也没多想 拿起一块毛巾 为女友擦拭脸上的灰尘 敢看 以我现在的能力 应该可以阻止叶恋不攻击吧 突然远方传来了呼喊声 林默一惊 侧身探许 画面另一边 只见一男一女 被丧尸团团围住 就在丧尸即将扑倒二人时 妹子邪魅一笑 缓缓拔刀 刷的一声 直接将丧尸变为两节 那落地的姿势 帅呆了 没翻了 随机回头喝斥 退回去 男子见状应声答应 房间内 二人已被逼至一个角落 丧尸还在不断靠近 妹子刷刷刷几刀 直接结果了几只小卡拉咪 奈何丧尸众多 双拳难敌四手啊 而林默这边 因为感知力升级 被看到很远的画面 听到很远的声音 这女孩 有点本事啊 回忆起 刚才妹子 看丧尸的画面 看不仅身手不翻 面对丧尸 也没有丝毫惧怕 反而显露出一种 自信的气质 换了普通妹子 怕是早就吓得浑身发狗了 随机侧身看向夜恋 搞不好也是异能狗 我带着夜恋不方便 转身就准备带着夜恋溜 还是别管闲事的 不然 后方团来一男子声音 兄弟 帮帮忙 兄弟 在这儿呢 这可把林默给搞懵了呀 一脸黑线 转身望去 你去 坑爹呀 由于林默的情绪波动 也间接待定了夜恋 就在夜恋准备出手之际 林默挥手连忙阻止 别出手 交给我 缓缓将身后短刀抽出 如果这妹子真是一能者 搞不好会察觉夜恋的特殊 好家伙 这不会是要杀人灭口吧 我第一个乖乖呢 这个男子正在为丧尸女友 他是脸上的灰尘 这画面就算是弄脏了 我也觉得很美 不然 后方传来了大声呼救 兄弟帮帮忙 林默转身看去 一看就知道 这妹子不简单 应该是个异能者吧 搞不好会发现夜恋的特殊 随即嘱咐夜恋别出手 缓缓将短刀拔出 这不会是要杀人灭口吧 这一仗必须我自己搞定 刚把短刀抽出 四肢丧尸 点围了过来 妹子一见将丧尸捅藏后 也转身看向男子喝马道 你喊什么喊 这样会引来更多丧尸 男子拿着一根棒球棒 边跑边打边喊 多一个人 多一份力量啊 妹子一脸质疑 转身看向林默 你喊这家伙过来 不会是为了多送个人头发 好好的双杀 非要被你搞成三杀 还说的是吧 是怕这群丧尸吃不饱吗 而林默也不喊 直接一刀将丧尸来了个透心凉 一旁的女丧尸 看到自己老公被打了 伸着手就向林默袭去 忽然 女丧尸脖子被一股蓝色的能量缠绕 就在她感觉很爽 愣神之际 刷的一刀 直接将她脖子滚穿 还没爽够就凉凉了 林默则跳起身 一个飞踢将女丧尸踢倒 在踢倒的同时 还释放出两条精神丝线 又缠绕住两枚丧尸 被缠住的丧尸都感觉很爽 在原地呆若木鸡 只是还没爽够 还没反应过来 刷的一刀又结果了一只 而且刀刀毙拟 刀刀直入要害 她还有心思给她 一边控制一边斩杀 只要数量不是太多 丧尸简直就是自己送上门的菜 好家伙 有bug就是不一样 看到这一幕的绿毛 嘴巴张得老大了 那大小刚好能筛下一颗灯泡 别问我 我知道的 我拿灯泡凉过了 我去 夏娜 你看见没 那个人好凶残 话还没说完 她又见到林默一刀 将丧尸脑门贯穿 夏娜却不以为然 关我鸟事啊 绿毛则挥起双手 不管怎么样 我们有救了 这模样 宛如受了气的小媳妇 随即便叫上夏娜冲了出去 冲出来的夏娜 正好看到 林默正贯穿一枚丧尸的脖子 他也愣到了 这打法确实凶残 绿毛则高兴地挥舞起双手 兄弟 这 林默回头看去 他瞬间就后悔了刚才的想法 这哪里是送上门的菜 我们才是送上门的菜好吧 林默愣神之际 绿毛一把将他拽住 兄弟跟我走 跑了一会儿 来到一处墙边 四人早已累得够呛 夏娜测室看去 呼出一口夺气 好险 应该暂时甩开了 地旁的绿毛像没事人一样 看到一旁的夜恋 你好厉害 还有你的女朋友也好厉害 跑这么快 都没事 跟我们家夏娜有的一拼呢 夏娜听到此话 突然就炸毛了 指着绿毛骂道 刘宇豪你烦不烦 谁他妈是你家的 这个男子 只是看着男主的女友说了一句 你的女友 好厉害 跟我们家夏娜有的一拼呢 听到此话的夏娜 突然就炸毛了 指着刘宇豪的鼻子喝骂道 你烦不烦 谁他妈是你家的 别这样啊 刘宇豪则尴尬的挥起双手 这打情骂俏的画面 不是看错漫画了吗 这不是丧失漫画吗 下一秒 刘宇豪就面带笑容 耸了耸背上的包 今天真是多亏了你们 去我们那做做吧 有啤酒哦 看样子应该是经常被虐 已经养成了受虐体质 果然是小两口 林莫则挥手表示 不用了 我们还有事 心想 夜恋的外貌 虽然跟常人无异 但还是少跟 他们接触的好 免得被人瞧出来 一样 刘宇豪则一把 抓住林莫的肩膀 能有什么事 但莫时也不用工作 果然是受虐体质 妹子则靠在墙上冷漠地说道 既然人家不愿意 你就别勉强了 只是他话还没说完 突然就向林莫习去 原来是看到了林莫的短刀 林莫一个回眸 下意识就嘴开了 而落空的妹子 则趴在地上 屁股翘起 有点猛逼 绿毛急忙问道 夏娜 你这是干嘛 话音未落 夏娜起身大声问道 这短刀哪里的 林莫撇了撇手 跟你没关系吧 见林莫态度强烈 夏娜呼出一口啄气 放低姿态 这短刀 你从哪得到的 能不能告诉我 早这样不就好了吗 非要硬抢 到头来 还不是要放低姿态 林莫回应 在一家刀店里 捡到的 夏娜先是一惊 随后开口问道 你去的是王家刀店吧 林莫点头回应 夏娜却唉声叹气 蹲下身 目光一直盯着那把短刀 也就是说 店里的人都死光了吧 林莫却表示有点尴尬 毕竟当着他的女友 既然没事 你能不能别一直盯着我 夏娜听到此话都惊讶了 我盯着的是刀 又不是你 再说了 你女友不是一点都不介意吗 说话间便冲向叶恋 一把将他抱住 两个球还来了个细微的碰撞 而叶恋却眼神泛着胸光 即将动手之际 林莫急忙通过精神感知 嘱咐叶念 叶出手 下一时间 叶恋微颤抖 胸光退去 刚刚那一幕 可把林莫吓到了 连忙说道 那个不好意思 她不会说话 夏娜一脸惊讶 这么漂亮的姐姐 居然不能说话 对不起啊 姐姐 你别介意啊 姐姐 我看你脸色不太好 来我们家里休息会儿吧 说话间便握起叶腻的手 随即转身看向林莫 算你有点疼心 上去坐会儿吧 我请你喝酒 说话间便拉上叶恋缓缓的去 而绿毛也推着林莫往前走 就这样 这小两口半推半做的误入了狼窝 下一集 林莫通过精神共享做起了坏事 在末日世界到底有多爽 房子随便住 车子随便开 东西随便拿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就连女丧尸都可以玩 只要你胆子大 就在刚刚 林莫跟叶恋 被两人半推半就来到了这栋公寓楼下 看着眼前的画面 如果不是在末世 我肯定买不起 而绿毛则为两人介绍起了他们所做的房子 地方虽然小了点 不过房间都挺干净的 夏娜却蓬通蓬的在一旁敲门 俨然一副女汉子怎么样 忽然一阵脚步声传来 一个更大的妹子开了门 你们终于回来了 看着眼前的陌生人 大妹子懵了 又带回来两人 下那硬生点头 而此时的房间中 有趴在沙发上的妹子 有坐在沙发上的 也有站着 男的咱们就略呼 不提也罢 站着的妹子问道 今天收获怎么样 绿毛笑盈盈的回应 还行 刚把男姐的大超市洗劫了 还有很多东西没拿回来 试完再去取 林莫在一旁听到这话有点尴尬 就你这憋三样还回去取 怕是回去送菜的 看到这群男的躺得横七竖八的 林莫更无语了 绿毛突然走到一旁 对了 忘了跟大家介绍 这位是 只是他突然愣了 一把薅住林莫的脖子 兄弟 认识半天了 忘了问你叫啥 林莫却不以为然 我叫林莫 这是我女人 叶恋 绿毛附和道 原来是林哥呀 随即便转身面向大伙 大家注意了呀 今天林哥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所以我们决定起他吃饭喝酒 话音未落 突然有人质疑 林哥 随后又传来了 有夏娜在 哪轮得到他帮忙 一妹子呵斥道 陆星 反正只是吃顿饭 用不着这样吧 沙发上的黄毛 却不以为然 哼 蹭饭就蹭饭 还逞着借口 绿毛健壮连忙解释 你们不知道就别瞎说 林哥可厉害 要不是他 话音未落 就被一黄发男子打断 刘宇豪 你也太烂好人了 本来我们都不够吃 还拖个外人进来 绿毛也无语了 看了一眼夏娜 你倒是说句话呀 夏娜缓缓睁开眼睛 跟林默对视一眼后 林默心想 这妹子果然记仇 不过我也没兴趣 跟这种只知道 做小气成的蛀虫叫针 也说道 抱歉 我完全没有蹭饭的打算 你们慢用 看他转身就要走 黄毛不干了 装了逼就想走吗 你这种人还带着你呢 养得活吗 真是给你脸发 只是他话音未落 林默一个极其冷力的目光 挑了过去 随即便冲了上去 夏娜都惊了 冲到黄毛面前的林默 一把将他举起 他的一耳光闪到他脸上 指着他的嘴巴说道 这叫长嘴 再敢说一句让我不熟的话 下去见阎王马 即便没有做棋 子龙亦能七进七出 能做到这样的布置赵云 还有咱们的男主林默 就在刚刚 一黄毛 因为说了几句不好听的话 侮辱到了女主 林默一个闪身来到黄毛面前 瞬间将他举高高 他的一耳光 就扇到他脸上 随后用手指着他的嘴巴 你腾磨在说句不好听的话 老子现在就让你下去见阎王 这可把黄毛吓得够呛 连忙向夏娜似眼神 一旁的夏娜 尴尬地望了望林默 把他放下来了 而林默则用极其恐怖的话 道歉 妹子则表示 你已经打了 话还没说完林默打断 这是两码事 道歉 黄毛咬牙切齿艰难的 说出了凭什么 话因为落趴的一耳光 又扇了出去 本来只是一边脸受伤 现在好了 两只脸一模一样 夏娜没办法也表示 道歉吧 谁让你嘴臭 黄毛表情瞬间凝固 我还不是为了大家能多吃你 看我挨打 居然没人站起来 你他呀是傻逼吧 就男主这实力 谁他呀敢站起来 没办法 还是说出了对不起 随着林默松手 重重摔落至地面 地旁的绿毛 连忙从背包里 牙出吃的喝的 林哥等等 不好意思 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林默回头看了看屋内的所有人 这些都是什么人 就靠你跟夏娜去找食物 黄毛一脸尴尬 都是同学 我们是同一所学校的寄宿生 刚刚那个陆星家里有钱平时恨惯了 别跟他一般见识 我们这群人里就夏娜厉害 本来还希望你也能加入的 话还没说完 林默带着叶叶回头摆了白水 不用了 我可没精力养住虫 夏娜连忙叫住 即将出门的二人 马上就天黑了 住一晚吧 就算你行得住 姐姐也受不了了 林默表示 不用了 城里总能找到住的地方 忽然 一直牵牵御手把林默抓住 林默撇头看去 还有是 那语气极其不温柔 妹子有点娇羞地说道 对 我看你挺厉害的 也不怕事 想请你帮个忙 林默想都没想 直接表示拒绝 果然是直男 夏娜都猛逼了 你这人怎么这样 我都还没说话呢 就这样出现了这尴尬的场面 一个要走 一个不让 不知道的 还以为小两口闹别扭了 突然 夏娜哀求道 大家都是幸存者 为什么不愿意帮帮我 林默得挥手将夏娜的水弹开 这么说吧 跟那些蛀虫有关的事 我不会帮忙的 你要养这些蛀虫 那不可能 妹子一连学校 跟他们没关系 你就愿意帮忙吗 林默急忙挥手 妹子也不听他解释 我们是某某三中的学生 逃出来的时候 有一些学生留在了学校 本来说好找到落脚点 就去接他们 但我们回去过一次 根本没法靠近那里 你只需要帮我进入学校就可以了 听到此话 林默伸手索要报仇 二人都惊呆了 那嘴巴一个比一个张得大 下一集 林默利用精神感知 把夏娜欺负了 绿毛真成绿毛了 千万不要带陌生男性回家 不然后果就会像这个妹子一样 被欺负了 还一脸猛逼 就在刚刚 夏娜请求林默帮他潜入学校 林默和伸手 向二人索要报仇 搞得二人一脸猛逼 那嘴巴一个比一个张得大 抬头扣了扣后脑勺 你们该不会以为 我是免费劳动力吧 绿毛都哭了 究竟是谁告诉我 灾难发生后 人都会互相互利的 我突然觉得 这个世界好黑暗啊 林默却出言打断 那也要看是什么灾难 你认为现在还有秩序和道德可言吗 妹子邪魅一笑 用手指了指灵诺的赌刀 我懂吗 你的要求很合理 不过 你不是已经拿了报仇了吗 这把刀是我表妹王领做的 林默缓缓将刀拿起看了看 王领竟然会打造刀剑 手艺还这么好 妹子将手缓缓放到胸前 我们都继承了外空的制作手艺 她的手艺虽然比我差一点 但这把刀有价值部分 你也算提前预知了报仇 好家伙 这种时候 都不忘记花自己 林默也无语 直接待在了原地 夏娜见状直接暴度叶猎 就这么说的 如果你担心姐姐的安全 可以让她在这里等我 而林默将叶猎一把拽入怀中 不用 她跟着我就行了 心想 开什么玩笑 叶念可是变异丧失 离开我 回来看到的恐怕就只剩一堆肉渣和骸骨了 夏娜看着林默坚定的表情 你这个人虽然有点讨厌 但这方面还不错 姐姐长得这么漂亮 你好好珍惜吧 此时的林默压根就没听进去 她满脑子都是 校园这种地方 丧失多得要命 里面的人恐怕凶多吉少 夏娜应该也知道 却没放弃 看着夏娜那表情 该说是执着 还是傻缺呢 随即将短刀收起 绿毛则开心的手舞足蹈 那些还留在学校的老师和同学有救了 黄发妹子举手表示 那里丧失那么多 我们话还没说完 夏娜呵斥倒 之前说过 我要回去找他们了 不是他们断后 你们早已变成丧失的菜了 妹子吓得默不作声 眼镜难表示 夏娜说得对 不能一斗鸟之 那样太自私了 随即便要求夏娜戴上自己 林默呵斥 不行 你们根本没有战斗力 人太多 目标大 夏娜却表示 他们死活不用你 只需要在危机时候帮我一碗就行 剩下众人一脸猛逼 就在林默准备去睡觉时 夏娜叫住了他 姐姐今天跟我睡 睡你那不方便 林默撇了一眼 也行 那你们好好休息 转身脸上 就露出一米邪笑 妹子都惊了 这家伙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说话了 房间内 让夜念跟你们单独待在一起 我哪里放心 还是要看看才行 夜念这边 突然精神一震 视线共享联机成功 夏娜拉着夜恋 我们进去吧 今天就和我睡一起 房间内 夏娜看着夜恋 姐姐不脱衣服睡觉吗 下一秒邪笑了起来 难道说 姐姐害羞了 来嘛我帮你脱 突然夜恋一把 将夏娜抓住 此时的夏娜 还没察觉威胁 还主动拉着夜恋的手 要不姐姐帮我脱 好家伙 这是玩出了什么样的高度 才能这样玩 如果你一觉醒来 发现外面已是末日世界 遍地丧尸横行 你该做出如何选择 接下来认真看 认真学 记笔记 画重点 要考 首先你需要找一枚 看得过去的女丧尸做搭档 然后再去找一帮小屁孩 一起打怪兽 就在刚刚 林默带着一群小屁孩 出发去学校打变异怪兽 看着这群小屁孩 手里的管制刀具 我都无疑了 这确定 不是去给丧尸加餐 而来到学校这边 夏娜手起刀落刷刷两下 就干掉小几只 再一个飞踢踢飞一小只 不过 喂喂喂 注意保护好隐私啊 出来打丧尸 咱就不能多穿点了 绿毛见媳妇那么萌 也跟着有样学样起来 看到这一幕的林默 配合还不错 如果不是带着这群脱油屁 这小两口应该过得挺滋润的 喂 你就没有一点羞耻心吗 昨晚才把人家夏娜那样了 说归说 还是缓缓将手抬起 凝聚精神丝线 他忽然感应到 叶念没有任何反应 应该是因为上次 吞噬了变异凝胶 对普通丧尸的凝胶不感兴趣 想要叶炼继续进化 恐怕需要更多的叶异凝胶了 公交车 刀电隔间 出现叶异丧尸 都在比较封闭 又有一定人数的地方 医院 学校 商场这样的地方 应该有很多 随即拉起叶念的手 到了学校就跟他们分开行动 说不定 学校就有叶异丧尸 就在他愣神之际 一只爪子出现在一男子身后 将他抱了进去 等众人反应过来 看到的 只有一个帅气的身影 冲进来的林默 看到刚才那男子 已然被小丧尸解决了 便使用精神控制 再使出祖传的一刀两断 轻松愉快结束战斗 反应过来的夏娜 也冲了进来 出什么事了 人呢 话音未落 寂静的大楼里回荡气 不用看了 他已经死了 而大楼外 一群人围着刚去世的男子 就像在看猴戏 只有林默与夜恋眼神 满腔怒骨 呵斥继续前进 这画面看着多少还有点帅 而林默也感叹 这小丫头 虽然浑身冒着傻气 关键时刻 该有的决断力 却一点也不少 拉着夜念缓缓跟上 房间内看戏的众人 眼前的这一幕 让他们不敢继续向前 眼睛一把拉起黄毛 快走 快跟上 黄毛一脸不愿 别拉我 都是你提议让我们出来的 不然怎么会死 眼睛不以为然 抬手比划 夏娜他们都走了 没了夏娜和刘雨豪 我们怎么活下去 而且你不觉得 消失的人越多 对我们越有利吗 好好哄着夏娜吧 现在他可是你的衣食父母 我要是你就收起那点小心思 以前没追到 现在更不可能搞得到手 至于那个林默 你更惹不起 在默示人性究竟有多明面 这个眼睛看到有同伴被丧失吃了 还一正言辞 你不觉得 消失的人越多 对我们越有利吗 快跟上吧 至于那个林默 你更惹不起 看着远去的眼睛 黄毛在心中问候了 他祖宗十八代一百次 随着离学校越来越近 周围出现的丧失也越来越多 一个个就像刚出网吧的精神小伙 都无精打采 一旁观察的夏娜都猛了 不好办 随即转头看向众人 没想办法以开这些丧失啊 看到众人的表情 夏娜叹了口气 唉 我先想办法以开丧失的注意 林默你带着他们 话还没说完 不 我来吸引这些丧失的注意 你们找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 路上的丧失朝我的方向聚集 立刻就跑 夏娜还没问出声 林默就丢给他一个帅气的背影 快走吧 绿毛一巴掌拍在林默肩上哭着说 太特么有种了 林哥 你是个真男人 我替大家谢谢你 林默无语 安安心想 我只是不想留下来当保姆 一个侧身对着众人 五分钟 你们只有五分钟找地方 之后丧失就会填满阵 一转眼 林默带着夜恋来到联动通讯 刚推开门 就出现三小只 三只精神小伙发现二人后 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激动的向林默扑去 谁知林默不讲武德 抬手释放精神丝线 直接将三小只控制住 会台前 林默正在挑选手机 下一秒 三小只手里 脖子上全部都挂满了手机 妥妥的土豪啊 林默满意一笑 推开门 带着三小只就出发了 三 二 一 上 随着林默喝出 三小只就冲了出去 果然精神小伙都需要搭配音乐 三只靓仔伴随着音乐 在大路上不停的晃动 就这样加入的精神小伙越来越多 三小只宛如就像重心鼓越 这场面妥妥的偶像追星现场 而夏娜这边 突然听到音乐声传 走向窗边看到那一幕 这家伙 简直不要太乱来 出发 绿毛也在一旁有序疏散人群 不一会儿 三小只就被大量的精神小伙 围堵在大楼门口 夏娜看到这一幕 一脸担忧 突然后方出现二人 快走 活到极限了 而三小只这边 由于粉丝太多 出现踩踏事故 一小只 直接把玻璃干破 飞了出去 光当一声掉在地上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所有精神小伙 转头看去 由于掉下来是躺着的 视线平整看去 刚好无视他 所有精神小伙的目光 看向逃跑的三人 精神小伙一愣 压倒 这不比明星香 就冲了出去 三人后方顿时出现 黑压压一片 夏娜转头问 一磨 怎么办 找掩体 不能再开阔地段 跟精神小伙打架 有损形象 去那 快 来到屋内 刚进门 所有精神小伙 就涌得过来 这画面看着 多少有点甚 在末日世界 被成群精神小伙 丧尸追 该怎么办 接下来是实地教学 好好看 好好学 首先你要找到 一栋大楼 必须要拥有 旋转门的那种 然后转动旋转门 来一个干一个 就这样 在几人亲密无间的配合下 所有丧尸 在一个个不停瓦解 探戏的众人瑟瑟发抖 忽然后方出现脚步声 众人转头看去 缓缓出现 两只精神小迷妹 眼睛不讲武德 一把将蓝毛推了出去 蓝毛就这样领了和饭 另一只小迷妹 看向一旁 瑟瑟发抖的黄发妹子 你抖啥抖 随即便冲了过去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林默操控夜恋 将小迷妹斩杀 果然 男的他都不救 不一会儿 所有精神小伙 基本都被挖住 在林默使出最后一击时 他也入境 周深瞬间出现虚异 不能再使用精神力 到极限了 就在此时 大楼内传来了嘶吼声 只见夜恋手起刀 洛咔咔两刀 一楼的丧尸 就全部被干掉了 绿毛瘫软在地狱 好险 他以为今天就要送菜了 夏娜发现少了两人 绿毛回应刚刚杀丧尸时 他看到有两人 跑到楼上去了 夏娜随即就要冲上去救人 林默立刻出言阻止 不用去了 他们死定了 一楼大厅里有丧尸 二楼肯定有 跑上去必死不已 话音未落 就传来了熟悉的凄惨声 噔得众人瑟瑟发抖 就连夏娜都不自觉抖了起来 可恶 出来到现在 已经死了四个 如果当时 看着夏娜在那自责 林默安慰道 不怪你 把他们留在那 说不定下场比现在更糟糕 说完便转身离开 看着二人离去的背影 夏娜心想 这家伙厉害就算了 连姐姐都这么厉害 来到丽华连锁超市入口 夏娜表示 我们去门口舍着 你们去里面先搜索一下 林默应声答应 风头行动 等会儿到门口集合 随着二人缓缓走向超市深处 林默感叹 经过刚才的战斗 精神力又有提高的迹象 不仅如此 敏锐度也提升了 许多一扫过的细节 都能挤得清晰 也正是如此 总觉得这里 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自从来到这超市 就开始有一种被窥视的感觉 突然夜恋一个回眸 眼神瞬间泛起火光 林默看到这一幕 不禁咽了咽口水 这种感觉是渴望 能让夜恋渴望的东西 是变异丧尸吗 在他愣神之际 一声淒厉的惨叫传来 随即带着夜恋冲了进去 黄毛这边 看着同伴被丧尸撕 他居然能做到面无表情 丧尸也很人情化的 跟着蓝毛的眼神 看向了黄毛 此时的黄毛一个哆嗦 全身都抖了起来 看着冲进来的林默 仿佛看到了救星 林默 救我 快救我 而林默鸟都没鸟踏 夜念 对手是变异丧尸 必须全力以赴 随着黄毛趴击一场被拍飞 看着飞出去的黄毛 林默正在愣神 而丧尸的巴掌 也到了跟前 在末日世界 带着丧尸女友打丧尸 是总的体验 就在林默 带着女友和大家 分开行动之际 二人缓缓进入丽华 连锁超市深处 林默总感觉 有双眼睛盯着他们一样 突然一声淒厉的叹叫 随即带着女友冲了进去 黄毛看到冲进来的林默 仿佛看到救星 正在呼救之时 黄毛鼓着拍飞 林默正在愣神 和之前那些变异丧尸天壤之别 一旁的黄毛直呼 救命 好疼 林默拿起手中的滚刀说道 必须在下纳他们赶过来之前 干掉一只丧尸 林默缓缓抬起手 用精神丝线控制身后的女友 一旁和叶恋紧闭霜 仿佛在等待主人使唤一样 林默大声呵斥了 叶恋去 突然紧闭双眼的叶恋目入光 整个人横空而起 刹那间叶恋 一绕到叶异丧尸后方 双眼泛的红光 丧尸眼神呆滞 只听到刷的一声 丧尸发出剧烈的嗷嗷响惊 林默微微一笑感叹 解开束缺的夜链 全部本灵风入场 话音内落 林默也随机加入战斗 前后加击丧尸 只听到咔嚓一声 丧尸发出了愤怒的哭笑 丧尸重重的一拳砸向林默 林默用刀挡住了丧尸的攻击 这只变异丧尸 皮操弱后 必须要找到他的弱点攻击才行 突然 林默想起 可以用精神丝线 先控制丧尸 丧尸 无数条精神丝线 开始缠绕着变异丧尸 此时林默感受到 从未有过的压力 同时控制两只变异丧尸 直呼太难了 就在丝线缠绕丧尸时 林默感受身体不受控制 鼻血都流出来 在这重要时刻我 我可以倒下 林默强忍着压迫力 大声说到跺迫 此时丝线变粗 犹如麻绳一般 紧紧缠绕着丧尸的脖子 丧尸动弹不得之时 林默向夜恋发出指令 夜恋就是现在 只见夜恋腾空而起 一道光影闪过 刷着一声 变异丧尸应声倒地 夜恋也从丧尸 后脑取出了绿色凝胶 战斗结束 听见打斗声 夏娜和绿毛也打过 夏娜看到眼前倒下的 变异丧尸 惊讶地问道 出了什么事 林默只是抹了抹笔笔的鼻血 并没有吱声 夏娜亲切地问 林默你没事 林默也微笑着说 还不错 说话间悄悄地把 绿色凝胶放入口袋 林默闭着眼睛 满脑子都是刚才打斗的画面 心想经过刚才的 一战五的精神力 终于突破 不仅如此 我和夜恋链接 也更加紧硬 以我现在的精神 说不定能同时控制 两只变异丧尸 忽然一旁的黄毛 微微地发出声音 舅舅五 夏娜 看到受伤的黄毛 跟绿毛说道 去给他包扎一下 绿毛看到受伤倒地的黄毛 无奈白地说道 别毫了马上就来 就在绿毛帮他包扎伤口之时 黄毛眼神凶恶的埋怨 林默当时明明可以救我 你知道被丧尸咬伤后 会变成什么样子 就在刚刚 林默与女友打败变异丧尸后 众人突然发现 被变异丧尸咬伤的蓝毛 只剩下半个身体 还发出微微的求救声 夏娜救了 看到地上的同伴 夏娜在一旁非常难过 缓缓拿起手中的刀 对蓝毛说你安心的去吧 夏娜手起刀落 解决了蓝毛 夏娜边哭嘴里边说 拖得越紧 瘦补越多 看到他这么难受 我才决定解决他 一旁的林默和夜恋不知所措 慢慢的 夏娜捅磨 刚才那只是变异丧尸 你们俩这么快就搞定了 林默笑着说道 别这么看我 我不也挂财 夏娜暗子说 好家伙 他肯定有事瞒着我 忽然一旁的绿毛掉着夏娜 我有事要跟你商量 夏娜问了什么事 绿毛扑着说 我觉得路芯也怕不行 颜色和丧尸一语无疑 再这样下去 他会吃个病 我猜到 绿毛问到我 要不我们带着他 夏娜呵斥说 不行 你没看到 大家都走着他 怎么可能带着 夏娜转身看向林默 林默扭过头说着别看我 我早就说过 他们的事 我一概不看 夏娜分说绿毛给他点食物 让他留在这里 如果我们回来的时候 他还活着 而且没有变异 就带着他 绿毛想了想也行吧 这样总比带个雷坠 夏娜看着墙角受伤的黄毛 跟他说到这个办公室 我们看过很意义 丧尸应该找不到这里 你应该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 我们不能冒这个心 等我们从学校回来回来看 黄毛一脸恶意说着 好 你们很好 夏娜给众人说 我们走吧 离起帮受苦的重伤者解脱 这种抛下同伴的感受 更难过吧 夏娜没有说话伤心地走出房间 其实夏娜现在的选择无比正确 反倒是强抢了黄毛 竟然希望这一群人 为他一个人牺牲 这特么 林默看着墙角的黄毛 一脸失落 房间剩下微微光亮时 林默看到黄毛脸上 满是仇恨的眼神 林默却和黄毛来了一个对视 只听咚了一声房门 一声关闪 林默等人走出大楼 已经到了三中学校门口 一群人看着这熟悉的学校 正在回忆往日学校的快乐时 林默说不太对 这么安静 地旁的绿毛说灾难发生时 很多人都往外逃 只有我们留下来 学校里面丧尸数量可不少 地旁的女友瑟瑟发抖 这间学校发现了变异丧尸 林默一行人来到三中学校门 林默要以下那一群人 分开进入满是丧尸的学校里 去为女友寻找凝胶进化意识 此时的夜恋已经发现 学校满是变异丧尸 林默与夏娜道别后 林默带着满是红光的夜恋 就走在学校 一转眼 他们来到学校电梯处 林默感叹到 居然电梯还能用 话音未落 只见夜恋一个箭步 就冲向电梯口 此时的林默都猛逼了 这是要干啥 林默使出精神丝线 控制住脱缝鱼月 夜恋别去 夜恋被控制后 在林默身旁色色发抖 像电梯这种公立场合 确实有可能出现 变异丧尸 再加上夜恋的反应 八九不离迟了 林默蹲下在地上 捡起一块石头 吩咐于有 一息后吹 只见林默一记 弹指尘封正中电梯暗点处 电梯防护下降 林默开启战斗模式 看着电梯一层一层下降 三二一 电梯住传来丧尸的恐慌 林默分数只有 丧尸一只手 从电梯门处伸出 林默眼神灵力 一说道果然 此时丧尸已冲出电梯 向林默发起攻击 林默一声令吓 上一道刀光闪过 却听到 林默的短刀 被丧尸一把接住 林默笑着 这只变异丧尸的双手强化过 居然可以应接力气 此时林默叫道 夜恋 女友已从后方满眼红光 向丧尸适逢怒及攻击 这块如闪电的红光 穿过丧尸眼眸 丧尸毫发无损 纵身飞跃 向林默发起攻击 林默用短刀挡住了丧尸一击 林默短刀被弹飞了出去 丧尸发出了战斗的吼 正在林默愣身之际 林默使出精神丝线 缠着丧尸的脖子 嘴里呼喊着 夜恋 丧尸的右手飞向半空 丧尸应声跪离 起身后 按着刚失去的手臂 发出了怒唆声音 心里还怕的夜恋脑 说你两个醒闭 找死 此时林默感叹越高级的丧尸越难控制 不过这家伙断了一只手 没有威胁了 林默捡起地上的短刀说 夜恋 我们上 两人一飞冲天冲向丧尸 丧尸被击飞出去 接下来嗖的一声 夜恋对着丧尸凶口一注击 随即林默也一刀挥去 丧尸用灵接住了林默的攻击 夜恋 准备绝杀 两人使出绝杀计三绝感 所有绝技 被丧尸轻而易举地伸开 林默使出精神连接 嘴上吊着夜恋 正在精神丝线缠绕丧尸 脖子难射之际 夜恋从天而降 一招红七宫的绝绝飞龙在天 夜恋丧尸 秀了盒饭 两人贪软坐在地上 呼着大气 说搞定了 夜恋从丧尸后脑 取出绿色凝胶 递给林默 这是新的凝胶 林默用几十年健保经验 单眼看着新的凝胶 嘴里嘟闹道 这颗凝胶比之前的品质还要高 此时夜恋张开那可爱的小嘴 开始卖帮 林默直呼 好家伙 受不了 林默说 现在还不能吃 这里太危险 人没有食物 能不能活下来 夏娜一群人 来到老师和同学躲逼的教室 王老师刚打电话 夏娜就探头进去看到 眼前的场景 一点惊恐 绿毛问夏娜 你怎么呢 夏娜表情惊恐 绿毛探头看往教室里面 洪洪放大 手中的刀掉落地上 整身呕吐 你们居然吃 王老师连忙解释 夏娜 你能来 真的太好 我们不用再过这种日子 夏娜心里十万匹草泥马 奔头而过 握刀的手瑟瑟发抖 还有吃的吗 我们已经好几天 都没吃过正常的食物了 话音未落 夏娜眼路去 一个飞踢 就把老师踢穿了墙壁 老师起身怒吼道 夏娜 干什么 忽然 夏娜应笑着想起林默说过的话 这些人都是主人 你们有手有脚 却宁愿杀掉同伴 吃掉他们的血肉 也不肯冒险出去搜寻食物 实力弱小 要人保护 这是罪 但不思进取 甚至把这些 当做理所当然的事 他想丢在我们部门 那个贱人 我们等他这么随 他居然想扔下我们自己走 扯我 幸存者目入凶光 大家高呼 杀了他 杀了他 只听见一声 杀 一群同学扑向夏娜 夏娜气急败坏 画面一转 林默与女友来到一间教室 教室外买是血子 看着教室里的场景 林默说不应该 这种地方应该会有变异丧尸存 夜恋的异常状态也消退了 难道变异丧尸 真的不在这 林默看着破碎的玻璃 便一丧尸跳窗离开了吗 走吧 我们去其他楼看看 夏娜解决掉几个幸存者 楼道传来救命声 又一位幸存者倒地 眼前王老师和几位同学 害怕极了 杀红眼的夏娜 眼神犀利的盯着他们 突然王老师和几位同学 飞快的往楼下跑去 大家嘴里喊着 快跑 救命 不要过来 夏娜此刻 已经不顾同学情谊 留着你们 丧尸更可恶 又有两个幸存者领合 王老师看着眼前的场景 不要 不要 已经贪乱坐在地上 夏娜 放了我吧 求你了 不要杀我 你要我做什么都行 王老师不断地下那磕头认罪 夏娜一脸凝重说 同样的话 你应该也听别人说过吧 那些被你们无情杀掉的同伴 临死前 也对你说过这句话 夏娜 你听我解释 王老师也领合了 此时绿毛一行人 也跟着跑了过来 看着地上的场景 害怕极了 看着低着血的刀 微风突破夏娜的长发 夏娜还发了 绿毛走过去安慰道 夏娜 你没事吧 夏娜 你怎么了 别吓我呀 后方突然传来声音 更大妹子被丧尸一找 传过胸膛 我们和饭 丧尸开始的一行人 发起攻击 便意丧尸 默论地攻击夏娜 绿毛喊着 夏娜 躲开 眼镜男说到 没有夏娜我就死定了 眼镜男突然将身旁的同伴 推向丧尸 丧尸一踩大损 只听见几声惨叫 龟毛也领了 此时 眼神呆滞的夏娜 恢复正常 拿起手动的刀 直插丧尸胸膛 便意丧尸 发出惨叫倒地 夏级夏娜自身难保 我叫林默 一个普通的高中生 在末日世界 带着女友寻找便意胶囊 就在刚刚一只丧尸 忽然袭来 不讲五个的眼镜 为了自保把同伴 推向丧尸 灰毛领了盒饭 眼镜叹了冷气 解决了 夏娜 我夏娜心里瞪了眼镜一眼 贪生怕死之徒 什么都不用说 走吧 夏娜一行人 缓缓走出大窝 楼上便意丧尸黄毛 居高临下盯着他们 那个姓名都不在 既然如此 就先解决你 黄毛纵身而下 夏娜转身看去 只听见一句 去死吧 夏娜被黄毛一脚踢飞 从半都惊呆了 夏娜艰难地爬起来 跪着的路 陆西 夏娜 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 黄毛抬脚踩在夏娜头上 直接把夏娜 来了个几刀高 地旁的绿毛 拉着刀大声呵斥 陆西 给我放开他 黄毛里都没理他 绿毛挥舞着时 刀冲了手 冲啊 黄毛转身一脚 正攻绿毛胸膛 痛得绿毛跪地突起 我的目标不是你 去告诉林默老子 带男生宿舍等他 后来 杀了下 绿毛缓过神 嘴里骂着 操操操 放开下呢 陆西 你麻痹 眼镜牵起绿毛 别骂了 再骂丧尸要来 眼镜一转头 丧尸哭着追了上 我 一直跟着两个追赶 来到学校教室 绿毛赶紧关上教室门 用立顶的 不断传来擦门声 两人合力找来桌子 椅子递住教室门 绿毛安慰眼镜 这 这样应该暂时安全了 眼镜害怕极了 抓起绿毛问我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绿毛大声呵斥 还能怎么办 想办法找林哥 这 可是 丧尸冲破了教室门 一群丧尸围住两人 糟了 眼镜问怎么办 绿毛把桌子高高举起说 现在不拼 等于找死 听我指令 我说跑 就跑 绿毛心里祈祷林默 你到底在哪里 丧尸发生怒 缓缓走下两人 此刻 绿毛说 就是现在 好 话音刚落绿毛 就将手动的桌子 砸向丧尸 丧尸被击中 绿毛高兴的说到成功了 准备开门出去 刚开门门口 也站着丧尸 还有 丧尸一声怒 就将绿毛把起动机 绿毛感叹完蛋 刷的一声 丧尸倒闭 只见凌莫甩着短刀 出现在叫什么 绿毛喊道 凌哥 凌莫问道怎么救你 夏娜的 你说什么 夏娜被陆星抓走了 他说 你要是不去找他 就杀了他 而且他还变异了 现在只有你能打败他 变异倒是在意料之中 只是抓走萨达 才能出口威胁 说明他还抱有影子 忽然凌莫想起 叶链自从上次进化 有了一种自我意识的苗头后 便一直没有更多病 如果能从黄毛身上 找到一些限子 说不定对夜恋有所帮助 他们在哪 就在男生宿舍 现在就带你去 玉毛哼着哥说快点 要是拖酒了 我怕 夏娜会有危险 我们走 来了 一行人经过学校花园 看到一群丧尸 正在地上干饭 还不断发出 干饭的饲养声和怒吼 眼睛问凌哥 要不我们绕路吧 凌莫说 饥饿的丧尸 会通过吞噬 同类不断的进化 这样的话 变异丧尸会越来越多 此时 正在干饭的丧尸 看到了凌莫一行人 发出愤怒的嘲笑 向他发展不紧 凌莫看着身边的女友 点了眼睛 眼睛害怕地蹲在地上 早 早说了要绕路 直接一把短刀飞出 正在干饭的几只丧尸 救了一群丧尸 地旁的绿毛 高呼着太好了 有凌哥在下那一救 眼睛突然说不对 那只变异的不见 凌莫环顾了四周 变异丧尸从天而降 大家连忙说 凌哥 上面 女友腾空而起 一脚正踢中丧尸脸部 撞到树上 有了凌哥再加上夜恋结 陆星这次只怕是 吃不了多种 我们走 转眼间 大家来到男神宿舍 绿毛说 就是这里 凌莫蹲下抹了抹地上的 血迹新鲜的血 是陆星 他刚才就满身是血 一定是他 不是下那就好 跟着血迹 应该就能找到他了 王成 快点 我 我已经很快了 刚走上二楼凌莫说到 黑暗处一眼明光 忽然 你还是来了 凌莫一行人 为了救下他 来到男神宿舍 凌莫走上二楼平台 发现黑暗处 一双红色的眼睛 盯着他 变异丧尸黄毛说 你终于来了 这家伙 怎么 我这副样子很吓人吗 黄毛眼露凶光 这都是拜你所思 绿毛问凌哥陆星人呢 看来都到齐了 陆星 你这是 你还有脸问 要不是你们多事 我会变成这样 黄毛指着凌莫说 要不是你们让这家伙加入 还非要回学校找人 我会变成这样 凌莫心里想着 一般人被感染后 的确是会变成丧尸 但是他身上的变化 却和丧尸截然了 看来是因为他接触到了 变异丧尸高程度的病 身体无法承受 才会来 凌莫看见了吗 这都特么的怪 你当时明明可以先救我 可你特么的都做了什么 凌莫一脸凝重的说 你还真以为 四海之内进化 我懒得跟你扯 现在我人来了 夏娜呢 当时抛下的我 现在轮到你们遭报应了 夏娜是吧 凌莫感叹 白痴 一旁的绿毛说 要砍就砍我了 凌哥对我们有恩 当初抛弃你 我们也有责任 我把我的手给你 绿毛将刀举起 准备砍下自己的手 凌莫一把拉住了绿毛的手臂 让开 我来 凌哥 你放心吧 他还威胁不到我 对我来说 他不过是话音未落 他见过凌莫 就飞到了黄毛背后 你只是一只蛀虫吧 什么 凌莫大喊 死吧 黄毛的后背就开了一道口 可恶 这一家伙怎么这么强 哦 躲开了 看来病毒对你的体能 有不小的强化 凌莫拿起手中的短刀说道 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 黄毛问人了 转眼间凌莫就来到了黄毛面前 一旁的绿毛感叹 好 好快 蛇误的家伙 别小看我 黄毛的手臂与身体来了一个分铃 最后一次 你把虾袋藏那里了 失去手臂的黄毛说 找得到的话 就尽管去找吧 姓凌的 你厉害 但是也别太得意 我就算是死 也不会让你们好过 白痴 黄毛缓缓走向凌莫 当初抛弃我 任由我被病毒侵蚀 这份绝望 这份痛苦 我要你们也尝尝 黄毛的头和身体又很压 一旁的两人惊呆了 凌莫大声呵斥 快去抄下那 下那被黄毛捆在储藏室 凌莫来到储藏室 一脚降落 大声 下那 看到了被捆绑的下那 问到你没事吧 凌莫将堵在下那嘴里的毛巾 绿毛安慰道 下那 没事了 我这就帮你松绑 下那开口说 不要过来 绿毛问什么意思 凌莫看着下那手臂说鼓 下那告诉大家 我 我已经被感染了 大家看着被丧尸咬伤的手 绿毛说下那 不会的 你不会有事的 绿毛转眼看着凌莫 他平均你 再和我们开玩笑 凌莫你说 是不是 雨豪够了 绿毛愤怒的说 不可能的 下那怎么可能被感染 下那他 一定是哪里搞错了 凌莫扇了绿毛一巴掌 说你清醒点 凌莫看着下那心想 现在还没有到 无计可施的底 如果陆星 是因为被被一体袭击 无法承受高强度的病毒 才导致的腐烂 那下那应该属于二次感染 病毒浓度也会被稀释 说不定还有救 但是这只陷于他最后 是变成像夜恋没 如果和那家伙一样 全身腐烂 就没救了 凌莫呼喊的女人 我们带着下那离开这里 找个安全的地方 女孩被丧失病毒感染后 会变成什么样 凌莫一行人 找到了被囚禁的下那 却发现下那已经被感染 凌莫吩咐女友 赶紧带她离开这 下那哭泣着不用了 已经太晚了 下那捡起地上的刀 一行人大喊 下那 下那将刀放在脖子上 我宁愿死 也不要变成丧尸 继续留着 我只会害了你们 与其这样 倒不如 不如 忽然 下那准备自己领盒饭 夜恋 夜恋空手接白刃 挡住了下那愚蠢的行为 夜恋用力刀飞了出去 刀从眼镜身边飞 眼镜说 喂喂喂 能不能注意点 为什么要阻止我 这样 我只会害你们 也被我感染了 此时下那体内的 适毒起了反应 求求你们 别管我了 绿毛安慰着 下那 你怎么样 林默发现不对劲 躲开 下那眼露凶光 盯着绿毛 滚开 绿毛飞了出去 林默感叹好大的力气 难道她已经开始变异了 不对劲 才过去了二十分钟 会这么苦 和醉酒一样 红着脸的下那 说求求你们快走吧 我快要控制不住自己了 下那晕倒在地 众人呼喊着 下那 下那 绿毛问林哥 怎么办 林默一脸沉默 下那变异了吗 她真的会变得跟陆星一样 林默呵斥 别喊了 我再想办法 下那的手瑟瑟发抖 还活着 林默赶紧阻止绿毛 站住 下那缓缓起身 满身续满怒气 嘴里说着 给我 林默感叹 还有意识 瞬间 下那哭响林默 林默一脸猛逼 喂 我是个正常男人 下那张开嘴 喀拉子离着说 给我 林默猛逼的眼神 心里想给你什么 忽然 夜恋从后方一个过肩衰 直接将下那按倒在地 林默吩咐 女友说别伤害她 下那嘴里一直不停地说 给我 给我 满眼怒气的下那 一直重复这句话 林默拿出变语凝胶 你是要这个吗 下那看到凝胶说 快给我 难道说 她的本能在寻求 能帮助她对抗变异的东西 下那大喊 跑 要裂开了 可不 再拖下去就来不及了 林默吩咐绿毛他们 你们先出去 下那还有叫 真的 别废话 没时间了 绿毛他们走出房间 眼尽安慰绿毛 好了 听林哥的 可是 林默拿出凝胶 祈祷但愿不笑 下那张开小嘴 伸出舌头 吃下凝胶 脸上立刻露出快感 整个脸红红的 起笑了 吃了凝胶的下那 抓着林默的衣服 攀软地跪在地上 给林默 给我 我 我还要 还要 凝胶本身就带有 高程度的病 她的身体 怎么可能承受得住 该不会 要进化了 下那痛苦地喊 好痛 快 我现在就要 只见下那全身颤抖 开弓没有回头剑 只能赌一把了 林默再次拿出 变异凝胶 此时的画面 就像看见美食的你 哈拉子直流 林默一句 祝你好运 把凝胶放入下那的嘴里 下那吞下 第二颗变异凝胶 已经被尸毒弄得 筋疲力尽 倒在夜恋怀中 接下来就 他要给他自己的造化了 眼睛推门进来 大声喊到林 林哥 外面好多丧尸围过来了 什么 糟了 应该是被刚才的动静 吸引过来的 我们这就走 夜恋负责照顾下的 你们各自拿好东西跟上 绿毛说先等等 我要先去取个东西 林默问什么 刚出门就看见 一只丧尸在干饭 林默上前一刀 就解决了干饭的丧尸 大声喊着 快 快走 众尸毒后的下那 刚吃下 两颗便衣凝胶 快感过后 倒在夜恋怀里 此时一群丧尸追赶 林默 吩咐大家带着东西离开 人在生命受到威胁时的潜能 可真够大的 我居然勉强跟上了 绿毛喊着 林哥 东西我拿到了 你是为这个 这个是下那的宝贝 如果丢了 他可要心疼死 起来吧 看你为了下那 也是个拼命三郎啊 林哥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不是因为喜欢下那才这样的 他对我没那个意思 我只是很感激他 毕竟没有他 我估计早死了 雨豪 我知道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先走 一转眼 一行人来到一个酒店 林默吩咐夜恋 把下那带到卧室去 你们几个在门口守着 下那真的没事了吗 下那躺在夜恋身上 睡了好一会儿 突然 下那眼睛睁开目露凶光 林默愣神至极 啪的一声 夜恋被下那击飞 下那蓄满怒气 林默对着大家说 出去 你们出去站岗 等一下不管发生什么 记住 绝对不要进来 林默看着眼前的场景 下那向林默袭来 林默左闪躲开了攻击 夜恋一起制服他 只听见房间里 不断发出打斗声 两人担心时 突然房间没动静了 绿毛说 我们去看看 别过去 林哥说了 让我们不管发生什么 都不要进去 夜恋按着下那 不断发出惨叫声 再这样下去 搞到最后我们 恐怕会两败俱伤 只能试试精神连接了 嘖的一声 下那有了意识 便问到干什么 林默大惊 下那 你开口说话了 下那不断重复自己的名字 林默释放了精神感知 只见满身灵光帅气的王子出现 进入下那的精神空间 林默直呼太美了 这好混乱的状态 他的精神力就如同乱蚂一般 两种不同的意识 在下那体内相互冲击 交融该不会是精神分裂吧 突然下那怒吼一声 管不了那么多了 先建立联系 只听见 咔咔声 吱吱声 无数精神丝线飞向下那 林默大喊给我进去 突然一根丝线穿越星河 直击下那伴随着 嘖的一声 抬起手中的丝线 连接成功了 林默此时 满头大汗躺在床上 已经天黑了吗 居然过去这么久了 看着女友和下那 还好挺过去了 换做之前的精神力水平 肯定撑不过去 绿毛怕下那吃亏 破门而入 下那 看到恢复意识的下那 紧紧抓着下那 高兴坏了 太好了 你真的没变成丧尸 林默感觉不对 别碰她 话音未落 下那也怒凶光 咚的一声 绿毛就被击飞 下那飞起 向绿毛 发起二次攻击 绿毛吓猛逼了 林默突然使出精神丝线 叫着下那 住手 下那停止了攻击 绿毛问 林哥 下那到底怎么了 可能是后遗症吧 我现在的精神力 还不足以控制 夜恋和下那 与她保持精神联系 已经是极限 一旦她受到刺激 说不定还会脱离 你们最好都别招惹她 不然 她就会失去理智 在满是丧尸的世界 女友被带去酒店会怎样 林默为了救下那 把她带入酒店 用精神连接 进入了下那的精神空间 由于精神力固足 林默无法同时操控 两只丧尸 林默让绿毛 别再靠近她 绿毛哭泣着说 她居然变成这样了 比起让她死 或者变成陆星那样 你不觉得 现在的结果 已经值得庆幸了 绿毛问那我以后 是不是不能跟她亲近 林默大声呵斥 刘雨豪 你根本这个时候 还在想这种事 不想了 她现在这样 至少林默不会对她死 再说了 如果不是林默有操控 丧尸的意义 我现在 我妈早就死在夏娜手上 一转眼天飞了 大家轮流休息 林默来到夏娜的房间 夏娜 你还认得我吗 夏娜 夏娜 她手在颤抖 看来 她对自己的名字 还有反应 林默转眼看像女友 夏娜和夜恋一样 都有意识的意义 不过 夏娜的意识 似乎要比夜恋清醒 但也极其不一定 这个 认得吗 夏娜认真地盯着 一下把刀 从林默手里剥了过去 抱在白里 她这是 行了 给我吧 见林默要拿手里的刀 夏娜害羞着退缩到墙上 难道说 她还保留着 对这把刀的执念吗 给我 夏娜一个大脚鸭子 踢在林默脸上 接着 又是一脚 把林默鼻血都踢出来了 不要 林默抹了抹鼻血 有执念 总比彻底沦为 毫无理智的丧尸要好 林默缓缓走到墙边坐下 累死了 女友也走到身旁 先休息吧 明天一早再说 天刚亮 眼睛就跑来敲门 林哥 林哥 出事了 怎么了 林哥 我刚刚看见街上有幸存者 幸存者 这里 我们去看看 林默通过窗户看去街上 一群幸存者 拿着铲子 骨头躲在轿车后面 周围全是丧尸在怒 一红毛喊着 一对二对顶住正面 三对四对特命 话音刚落 大家井然有序地 对丧尸发起攻击 红毛在一步说道 很好 先引这么多 红毛眼神凶恶 一抚头 砍向丧尸 大家先一会儿 找机会突围 有点意思 有人冲在最前 丧尸正面夺杀 有人负责侧命 不仅如此 他们互成鸡脚 彼此照应 虽然个子不强 但整体实力 却嘶吼 林默感叹 这样的团队 才称得上幸存者团队 铁门被砸开 搞定了 我们撤吧 红毛应声 好 调转方向 三对四对往后撤进去 一对二对断后 绿毛喊道林哥 他们来我们这栋楼了 那不是要把丧尸引进来了 靠坑爹啊 画面一转来到楼梯间 两个人拿着铁棍 铁铲在楼道手段 丧尸越来越多 来多少死多少 两人拼命厮杀 快抵不住了 蓝毛问李玉 现在怎么办 先进房间 快 李玉撞开房门 快 大家都往里走 丧尸已经追赶上来 两人领了盒饭 李玉被眼前的场景吓懵了 林默站在隔壁房间看着 绿毛问 怎么样 这帮人应该是想利用这栋楼 拖一下时间 等会从另一边逃跑 绿毛惊讶 另一边 林默拿出收藏已久的地图 这栋楼离大门最近 而且一边是人工小溪 一边是喷泉广场 最重要的是四周楼房之间 都有一定距离 这样不会陷入包围圈 还有好几条逃跑路线 这也是为什么 我会选择这栋楼的原因 绿毛拍着马屁 林哥你真厉害 一声救命传来 绿毛和眼镜色色发抖 下级夜恋和下纳 林默感叹 这么快就来了 绿毛问 怎么办林哥 我们要不要帮忙 外面起码有三十多只丧尸 一开门 我们就会被堵死在这里 怎么办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从另一边跳楼逃跑 跳 跳楼 林默吩咐两妹子 你们先去 把外面清理一下 下纳和夜恋纵身跳出窗外 绿毛喊道 哎 这是四楼啊 两人随着楼外 一条外机奔搭而下 伴随着美妙的身姿完美落地 楼上的绿毛吃惊地看着两人 一群丧尸 咆哮着向两人发起攻击 忽然丧尸眼神呆滞 下纳和夜恋续目击 犹如变身美少女 丧尸都吓得退了两步 丧尸全部领盒饭 楼上的绿毛感叹 好厉害 一根绳子落脚窗外 林默说 好了 该下去 这绳子不够长吧 话音未落 林默已经缓缓了下 下面是草地 摔不死 我在下面只等你两分钟 跳不跳你不及许 门外突然传出 两人吓着 丧尸了 眼睛大喊 没得选了 快走 可是快下来 你想喂丧尸吗 拼了 绿毛翻出窗外跳下 顺着绳子安全落地 起来 我们赶紧离开这 丧尸也从楼下纵身而下 重重地摔到地上 丧尸爬起来发出怒吼 不然 夏娜也对着丧尸吼了起来 夏娜又进入嗜血状态了 是杀了丧尸的缘故吗 林默使出精神丝线 加强对夏娜的务目 现在就不能让她抱怨 我们走 一群人跑着 丧尸不断在后方追赶 大家拼了命的跑 快 绿毛说林哥 你看是那帮幸存者 只见幸存者拿着刀 在跟丧尸搏动 这帮人速度还挺快 林默回头 我们走旁边 免得麻烦 巷口也有丧尸 丧尸怒吼的邪来 靠 先杀丧尸 只见三人冲向丧尸方向 红毛这边丧尸 被全部干掉 轻轻地说 总算逃过一劫 李玉 那边有几个幸存者 在跟丧尸周旋 幸存者 李玉转头 看向林默一群人 真的 丧尸领了盒饭 眼镜和绿毛 也拿着刀与丧尸搏动 李玉感叹 这几个人战斗力相当强 走 去帮忙 绿毛说 林哥 他们过来帮忙了 看到了 我们快点 干掉这些丧尸 两把刀飞出去 所有丧尸应声倒地 朋友 体力不错呀 解决了这么多丧尸 大气都没喘一口 林默喝着肥宅快乐水 鸟都没鸟塌 李玉问 你们住在那栋楼里吧 真的不好意思 连累你们了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要不要跟我们回营地 营地 对 我们建立了幸存者营地 林默看着绿毛和眼镜 他们坐在地上护着大气 叶链和夏娜 现在都成了便衣丧尸 我带着这两个人 实在不是长久之计 虽然 王城我是懒得管 但刘雨豪 这家伙 虽然跟夏娜一样 浑身冒着傻气 但也算逃汉 得给他找个好去处 你们营地在里 营信喜区 怎么样跟我们回去吧 像你们这样的高手 我们老大一定会欢迎 也行 咱们先去看看 麻烦带路了 林默从背包拿着一顶帽子 给夏娜戴上 虽然夏娜现在的状况 还算稳定 但以防万一 还是伪光一下好了 转眼间 李玉说 到了 看起来还不错 我们这里的人 都是轮流指使 在楼上也有负责瞭望的人 要是情况不对 就会组织 我们撤离或者隐蔽 二楼才算得上是 我们营地 只要收起这个梯子 小谷丧尸 根本上不来 刚上楼 李玉便回报二队回归 这次两人受伤 两人领盒饭 眼睛妹子说 一会儿 我安排人补充 并指挥人员 将刚收集回来的物资 放在规定的地方 林默问道 这是做什么 登记战损和收获 我们这边有三队人马 我是二队队长 下集 幸存者营地角色美女 老大登场 在末日世界 拥有两个女友 是什么体验 林默带着女友一行人 来到幸存者营地 刚到就见李玉 汇报今日战损和收获 眼睛妹子正在点算物质 卫生巾十二包 把这个发放给女生们 现在正缺这个 矿泉水六十瓶 火腿长七包 方便面二十包 香烟十条 刚点算完 眼睛妹子 指着李玉就开骂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 少拿这些东西 少抽两个会死吗 林默感叹 这个营地虽然不大 一切都井然有序 这么快就建立起营地的人 不简单 李玉说 走吧 我带你去见见咱们老大 他肯定会欢迎你这样的高手 好家伙 这吃棒棒糖的样子 爱了有目的 房间内传来说话声 李玉今天有新人加入吗 也不给我介绍一下 林姐 你最近是越来越磨蹭了 收集购物资 居然花了三天时间 我还以为你死路少了 林姐 我们那能给你比 这就是咱们营地的大高手 林姐 咱们老大宋天 都得给他面 林默一惊 怎么会 只见椅子 咕噜咕噜地转着 双脚搭在桌上 一个身材火辣的妹子 映入眼帘 王岭 妹子问李玉 这帮人是你带来的 对 正准备去见老大呢 林默心想没错 确实是他 他居然还活着 王岭大喊你 你 怎么 你们跟林姐认识 林姐很强的 老大有时候也管不住他 上次还带着老大 跑回了家 原来如此 看来 王岭在这里地位挺高 呦 这不是夏娜吗 你还没死啊 怎么 戴个帽子 就以为我不认识了 靠 我都快忘了 这丫头是夏娜的表妹 王岭大喊 喂夏娜 你倒是说话 夏娜呆滞的眼神 看着王岭 哼 就知道摆臭脸 也是 你这种人 怎么会那么容易死 不过 看到我还活着 你是不是觉得很失望啊 听这个丫头口气 不仅酸溜溜的 还好像有点委屈的意思吗 应该是夏娜毫无反应 让这丫头不开心了吧 不过以我现在的精神力 很难控制她 做什么反应就是了 见面就跟我摆臭脸 不说话拉倒 等等 你们是谁 我去 当了这么多年邻居 这丫头居然不记得我了 王岭盯着林默说 我好像在哪见过你 林默回忆 也对 以前的我是最普通不过的了 丢到人群里 也不会有人多看你 突然 王岭看着林默腰间的短刀 这是 你就是偷我短刀的那个 你怎么 和夏娜在一起 看什么看 正好把刀还我 这可是我做的 你凭什么拿着 这是林姐的东西 你敢留账 还给她吧 凭什么 王岭大怒 凭什么 本来就是我做的 而且还是 第一把让我满意的成品 你跑到我家店铺里 拿了我做的东西 跟小偷有什么区别 现在 主人让你归还 你还敢问凭什么 小丫头 现在是末世 你一个完全被废弃的店铺 谁都可以走进去 这把刀是我杀掉 变异丧失的战利品 是我出生入死 带回来的 你一两句话就想拿走 不可能 王岭撒娇着 我不管 这是我的 第一个完美作品 你还我第一次 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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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还 不还 两人争吵之时 房间外传来声音 王岭 你又跟谁吵起来了 只见一个目怒凶光的男人走出 哟 今天真是热闹 红毛转头 老大 老大 这是林姐的表姐下拿 前几天去她家的时候 不是没有活人了吗 林默心想这丫头 居然亲自去找下来 还是个外能内热的小傲娇啊 男人突然想到了什么 开口大笑 你也在这 那天 你干掉那只变异丧尸的时候 我也看见了 很厉害 没想到你 居然和王岭的表姐 一起来我们人店 这位就是那天跟你一起的美女吧 这是我们老大宋天 什么老大不老大的 叫我宋天就喜欢 下级林默和绿毛他们分开了 幸存者营地老大宋天出现 两人上前握着手 我叫林默 我和夏娜是朋友 还有这两个小子 都是夏娜的同学 宋天笑着那还真是很有缘分 林默是吧 把刀还我 我说了 不可能 这刀是你做的 但也是我 冒着危险去找出来的 你说要就要 这算什么 你 宋天尴尬地笑着说 别把气氛搞得这么紧张吗 王林 好不容易见到你的表姐 不应该好好聚聚吗 有什么话 咱们坐下来慢慢谈了 你说对不对 林先生 三人坐下 宋天让大家喝茶 别客气 刚刚我听李渔说了 是我们队伍的人连累你们了 这可真是不好意思 我们本来在那住得好好的 你们的人一进来 我们就被迫放弃了住所 换个地方倒也没什么 可惜 我们辛辛苦苦 收集到的物资 都被留在了那 绿毛小声地说着 林哥可真能败 咱们哪来什么物质 眼睛竖起国际手势 让绿毛闭嘴 宋天双手合十致歉 真的不好意思 那林先生 你看怎么办 别客气了 叫我林默就行了 我知道你们阴地人多 物质应该也很紧缺 我也不打算让你们赔 不过这短刀 宋天大声笑着说 小意思送你了 一旁的王林火冒三丈 宋天心想一把短刀 换个能单杀便衣丧尸的高手职了 至于王林 大不了吃他几天白眼 王林一脚踏上桌子 你不帮我 我自己来 突然王林一拳打向林默 林默毫不费力地用手 接住了王林的拳头 也怒杀气 别以为你是夏娜的表妹 我就会手下留情 这是最后一次 凶什么凶 有什么了不起 这里面憋得慌 我出去走走 两人坐着 宋天开口说道 让你们失去了住宿 又丢失了物资 我确实很过意不去 这样吧 我们营地现在也确认 你们要不要加入进来 谢了 不过 我跟他们俩还有事 暂时不能加入你们 这营地虽然不错 但带着夜恋和夏娜的我是不可能加入的 林默看着绿毛 不过我这位朋友 还有些本事 应该可以帮到你们 宋天笑着 哦 你愿意加入吗 还有这位朋友呢 眼镜将手举高 我加入 心里想着 总跟着林默是不可能的 他可不会管我的死活 而且现在的夏娜 可是一只货真价实的便衣嗓尸 很好 只要加入我们 就是自己人不会亏待大家 宋天看着绿毛 这位兄弟有什么难处吗 这绿毛看着林默 林默点点头 点赞 我也加入 太好了 咱们营地总算是加入了新鲜血液 今天要好好庆祝一下 林默老弟就算没加入 但这位夏小姐 不是王林的表姐 干脆今天就留下来吧 不了 我倒是很想让他们叙叙旧 可是我们确实有急事 宋天使出国际首饰 这样吗 那我也不强留三位的 咱们后会有气 林默带着两妹子摆了摆手 再见 绿毛冲出来大喊林哥 有话说 嗯 我希望你能照顾好夏娜 虽然他现在是丧尸 但你也看见 他不会伤害你 如果你能让他恢复理智的话 就最好不过了 就算不能 也别抛弃他 绿毛使出了90度大理 求你了 林默都快感动哭了 在末日环境下 像这样重情重义的人 也算是稀有物种了 林默拍了拍绿毛的肩膀 也好好活下去 林默转身 正准备离开 突然绿毛大喊 林哥 我也会变得比现在强的 所以我想 有一天 我会去找你们 小子 那你好好加油吧 绿毛行着90度大理 送着林默 林默摆着手 再见的几率 应该会很低吧 但一个人活在世上 能有点希望 也算是件不错的事情 王岭站在楼上 看着离去的三人 嘴里说着 别以为 这就完了 我的刀迟早要逃回来 宋天问王岭 你在他身上做了手脚 对吧 要你管 你不帮我 我只能自己出手了咯 唉 这一天天的 下集林默与女友 下纳风起云涌 前方高能 林默和女友 修炼完武学育女心经 他抬头看了看时间 这次修炼时间 还挺长20分钟 突然 林默感叹 这次居然有20分钟 我还没有变成丧尸 难道说 修炼玉女心经 会增加抵抗力 不会变成丧尸 林默抱着女友 太好了 太好了 看来以后的多修炼才行 说是不是 只要以后注意 不被咬到就行 真是太好 失去意识的女友 缓缓抬起水 摸着林默的脸 夜恋 你恢复意识了 这怎么可能 什么情况 我现在并没有控制她 也就是说 是夜恋自己的意识 转眼 夜恋眼神呆滞 这是又变胡思 看来 凌娇对恢复意识 还是有帮助 虽然这不是 一朝一夕能做到 慢慢来吧 不急于这一事 刚修炼完武学 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 这次进化 有没有实力上的进步 怎么测呢 有了 林默在桌上拿出硬币 夜恋 我们来玩个小游戏 用你最快的速度 看能不能赶在硬币 落地之前 把它接住 准备 开始 硬币刚脱手 夜恋就已经接住了硬币 好快的速度 再来 只见林默 同时扔出四枚硬币 夜恋用那完美的身姿 将硬币全部接住 林默感叹 好厉害 这速度 简直就像一头 疯狂的猎豹一样 我和夜恋在进化上 是相连的 既然它的提升 是速度和敏捷 那我这次 会不会是相对应的 有所提升呢 林默摆出姿势 准备来个折返跑 测试下能力 刚一提脚 直接冲了出去 直奔沙发上熟睡的夏娜 好家伙 你可真会选择方向跑 直接就撞上睡着的夏娜 夏娜起身揉了揉眼睛 干嘛呢 还好她现在是丧尸 如果她和之前一样 估计已经一万刀砍过来了 不然夏娜大叫 无赖 什么 无赖 林默按着夏娜 这手感不错 不对 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 她刚才说话了 我 我认识你吗 真的恢复意识了 夏娜也怒红光 又丧尸化了 难道是女性天生的 自我保护本能 刺激了她的意识 既然如此 我再试试看行不行 夏娜直摇头 不 不行 有点效果 既然如此 我必须帮助夏娜恢复意识 我挨两下 不然三下吧 那就这样决定了 不 不要 果然有效果 既然如此 我只有牺牲自己来成就你 林默你就是个老色批 夏娜怒 不要 什么 难道是刺激过度了 夏娜眼怒红光 看着眼前的老色批 果然是这样 看来这种事也是个不能及的 不过今天进展很不错 夜恋有了突破 夏娜也有些进展 是该庆祝一下 可是怎么庆祝你 林默去楼下小麦布 女友喝着酒 里面也整点 虽然两个人的意识 都没维持太久 但是至少都想象着 好一方面变化 这就足够了 相信不远的将来 两个人都能恢复意识 更关键的是 虽然我只提升了速度 但是在面对威胁时 有什么比跑得快更管用的了 喝了酒的林默 觉得头有点晕 打开窗户透透气 这酒还挺上头 我喜欢 忽然 听见楼下传来声音 一群精神小伙在街上游荡 只见一蓝发大妹子 怒吼着走了出来 我还以为是幸存者 原来也是一只丧尸 蓝发妹子 向楼下的精神小伙 发起了攻击 一旁的丧尸都看呆了 对着蓝发妹子 就是一阵吼叫 蓝发妹子 也不甘示弱 又向着丧尸发起攻击 林默站在楼上 总感觉气氛怪怪的 难道说是变异丧尸 此时 蓝发妹子 以被围的水泄不通 林默看着蓝发妹子 本来想今晚来的三屁 看来没机会 下集林默 帮两女友更换衣物 在末日世界 与女友修炼完 玉女心惊 亦能会有什么变化 站在楼上的林默 看着被围控的蓝发大妹子 有意思 其他丧尸居然开始攻击她了 难道是她身上的伤口 吸引她吗 蓝发妹子不甘示弱 直接和一群丧尸丝打起来 她力量比其他丧尸强太多了 普通丧尸 哪有那么大的力气 他们倒是很少攻击头部 是为了保证能吃到凝胶吗 只见 一个头上扎着红色头巾的丧尸 站了出来 直接就开打 混乱中蓝发妹子 硬生倒地领了盒饭 扎头巾的丧尸 假发掉落成了光头 果然光头都比较厉害 站在楼上的林默感叹 还真是一波三折啊 能活到最后 还偷袭成功看来 活着的时候 就是伏地魔 突然 夏娜眼睹凶光 被她伤口吸引过来的 还是说 单纯的对这些有性子 夏娜相对来说 理智算是保存的较为完整了 难道这一幕 对她有什么影响 这种感觉 是渴望 只见刚才战胜的光头丧尸 身上冒着红光 难道她要进化了 瞬间骨瘦如柴的光头丧尸 进化成了斯瓦星格的体额 嗅起了她的弓二头肌 还引来了一群 看热闹的行李 要不测试一下夏娜 让她把这只丧尸 带回来研究一下 算了 夏娜现在还不太稳定 林默叫着女友 叶炼离去吧 速战速决 只见林默 抬起手指 控制叶炼 可以动手 叶炼跳出窗外 绕到丧尸后方 一个重击光头丧尸 就领了盒饭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 压倒性的圣灵 林默吩咐女友 将丧尸带回了房间 戴上手套 接下来就让我好好研究研究吧 就是这个绿色的网状物 布满了丧尸全身 林默拿到鼻子闻了一眼 就是这个味道 和凝胶一模一样 难怪凝胶之间会相互吞噬 而且越精准体积也就越小 说不定到了一定程度 她就变成了极小的一块 而到了这个时候 拥有她的丧尸 也许就会恢复理智 夏娜原本体内的病毒量很少 而且在还没有完全 扩散到大脑的时候 她就连续吞噬了三块农胶 其中还有一块十分精准 所以她思维受到的影响比较轻 虽然都是猜测 但应该也八九不离十了 如果刚才我的推理是真的 那夜恋迟早都会恢复理智 夏娜开口问 你为什么笑 因为我想起了一件事 林默用手指着夏娜 就是那里小了点 小 小馒头也是馒头啊 林默吩咐两女 有将丧尸扔在街上 林默看着女友 真可惜 衣服都被弄脏了 我带你们去换套新衣服吧 说着三人 就来到一间服装店门口 刚推门 五只精神小伙就冲了上来 林默使出精神控制 丧尸立刻就呆滞了起来 两女友上前 就让他们冷了合饭 好了 我们要速度换衣服离开这里 林默牵着夜恋 就进入换衣间 就这套 出来吧 夜恋完美的身姿映入眼帘 这画面太美了 林默转头看着夏娜 夏娜选了一套大红色的衣服 这件不行 太他妈堵了 私下穿给我看应该不错 你穿这件吧 夏娜待着着看着林默 看来你和夜恋一样 不会换衣服 林默伸出大手 那就只有我来帮你了 看着换好衣服的夏娜 我选的女服装不错吧 我选衣服的眼光不会差 换好了衣物 我们走 突然 林默发现门外有三个人 是他们 下集林默控制丧尸整股小姨子 女友换好衣物后 三人正准备离开服装店 发现门外有三个人 林默瞟眼看去是他们 难道是王成把夏娜的情况告诉王领吗 王领说着 去那边看看 不对 王成是个懂分寸的人 我们也无冤无仇 应该不是他 林默看着李玉背上的斧头 不惜血战也要过来 他们到底来做什么 王领突然看向服装店 感觉里面有蹊跷 林默一行人赶紧躲藏了起来 你们过来看我发现了什么 这些丧尸还在流血 应该刚死不久 眼睛拍着马屁说 林姐 你真厉害 王领凶狠地看着眼睛 你是不是骗我 等追上了 他就知道了 要是让我知道你是在忽悠我 我就把你丢下 让你自生自灭 可是 林姐 他们会不会已经走了 怕什么 反正今天一定要追上他们 李玉看着地上的丧尸说 可是我们追上了 也不一定打得过来 你是不是傻 他怎么可能干掉这么多丧尸 肯定是下那帮他的 我出手 他又不会帮忙 我就不信 那个小偷打得过我 反正今天一定要抓到这个小偷 林姐 你慢点 只不过拿了一把刀 又不是你的菊花 至于吗 你要乐意找 就找吧 这么大的城市 我看你上哪找 林默控制夜链跳上大楼 看着他们朝这边过来 果然有猫腻 这牛能知道我的方位 看样子 这丫头还不至于能准确定位 不然刚才就被他抓了 既然如此 林默一行人来到了一家网吧 刚进门 就有两只精神小伙冲了过来 两下就被女友击 跑到楼上通过窗外 看着三人 真是阴风不散 突然 一只丧尸冲了过来 下那正准备让他领个饭 等一下 既然你纠缠不休 那我也不介意给你点苦头尝尝 林默使出精神控制 完全控制了丧尸的嘴动 王领哼着歌 林默控制丧尸 向王领发起了攻击 王领感叹 被偷袭的丧尸 还会用武器 竟然敢偷袭我 去死吧 王领从菊花处抽出短刀 向丧尸发起攻击 丧尸一个后空翻 躲掉了一刀 丧尸居然会躲 这不科学啊 丧尸举起棒子 就上前一重击 好大的力气 可恶 这到底是什么丧尸啊 可恶的家伙 林姐 你等一下 我这就来帮忙 眼镜被吓得蹲着直哆嗦 突然一只大手伸出 掳走了眼镜 红毛跳起 对丧尸发起攻击 李玉 削他 丧尸一个撤步躲开了 躲开后 丧尸手舞足蹈的跑了 他 逃跑了 什么情况 这真的是丧尸吗 丧尸在墙角伸出手 勾起挑的亡领 此时的亡领 已经火冒三丈 两人转头发现 王城不见了 他该不会临阵脱逃了吧 不像 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战斗力 不会自己逃跑 也许是他发现了 临墨那家伙 跑去投靠他去了 也就是临墨那家伙 很有可能就在附近 刚才 那只丧尸太不正常了 行为不明 数量不明 要是再碰上 此时的亡领 已经失去了理智 现在当务之急 先把那只丧尸处理 李玉说 要不别管那只丧尸和王城了 我们快走吧 那只丧尸 好像有智慧你了 这实在太扯了 那只丧尸 可能只是不一样的变异体 刚才还不是被我打跑了 你要不去 就在外面等我 我自己去 红毛蹲下系鞋带 嘴里还嘟囔到 一言不合就动手 灵解也太暴躁了 背后突然出现 一个偌大的身影 红毛也被避忘了 站在楼上的灵墨看着 只剩下王领一个人了 天堂有路 你不走 地狱无门自来投 就给你点教训好了 下集王领 被胖胖丧尸轻轻了 在末日世界 被丧尸打屁股有多惨 王领为了夺回短刀 跟随林墨来到网巴内 刚上楼 就听到传来声音 王领冲入房间 房间全是散落的垃圾 搞什么吗 原来是风 把倒下的杯子吹落的声音 那个家伙一定正在附近 等我搞定丧尸 就轮到他了 那只丧尸 该不会连关门都哄 房间传来响声 果然在这 跟我斗 突然房门响声越来越大 怎么回事 我要被他们吃了 丧尸将王领绑起 放在腿上 这就是 你们要干嘛 住手 给我住手 丧尸抬起大手 就对着他屁股一阵抠打 王领嘴里 不断说着日本话 忽然一只胖胖的丧尸 凑了过来 嘟起小嘴 就要轻轻踏 王领大吼 王的发 胖胖丧尸不断靠近 忽然 王领昏了过去 林墨使出精神控制 让丧尸停止了动静 这就得下阴影了 林墨叫上女友 我们去看看 看着靠着墙的王领 喂 醒醒 王领大叫 别 别过来 你给我冷静点 是我 你怎么在这儿 那两只丧尸呢 林墨指着对面的精神小虎 在哪里 还看见其他人了吗 没有 那是你救了我 没办法 你的惨叫太响了 怎么我救了你 你连声谢谢都没有 大不了 那短刀送你 原来你的命就值一把刀啊 你搞清楚 这把刀 现在已经是我的了 用不着你送 那你想怎么样 我身上也没有别的东西了 对了 我的弯道 我的弯道呢 这个还给我 你别太过分了 短刀我已经送你 你还想拿走我这个 你就是这么对救命恩人说话的 王领看着夏娜大怒 夏娜 我好歹 也是你的表妹 你怎么能帮着外人欺负我 夏娜 我再跟你说话 林墨凑劲 你说谁是外人 注意你的态度 你没资格抱怨他 当你靠着送天作为作福的时候 夏娜凭着他自己一个人 养活了十几个人 你有这种本事吗 不管是从哪个方面比 他都抱你八条街 够了 别以为你救了我 就能这么说我 林墨删了王领一巴掌 你敢打我 打你是亲子 要不是看你是夏娜的表妹 也算我半个小姨子的分量 你现在已经被丧尸撕成碎片了 你凭什么打我 凭我比你强 这个世界靠实力说话 王领退了两步 你不是说我是你小姨子吗 林墨将王领拉入怀里 那得看我是不是愿意承认 你刚刚不是说我是外人吗 这句话我原样奉还给你 林墨摸着王领的脸 听着 我林墨不是什么 十恶不赦的人 但别人拼了命 给我惩麻烦的 我不能保证自己 会不会做出什么事情来了 你想干嘛 我是夏娜的表妹 你不可以对我做那种事 那种事 想的美 我对你这种平板小丫头没兴趣 谁想 小孩是有看的 还有你搞错了一件事 夏娜是我的女 你能不能算表妹的 我说了算 懂了 告诉我 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你别跟我扯什么特殊科技手 我检查过我身上的什么东西都没有 告诉我 怎么找过来的 我不能说 不说 你知道我进来的时候 看到了什么吗 那种滋味 你是不是还想试试 王岭摇着头 不 我不要 你别问了 我说了你也不会信的 信不信是我的事 你先告诉我 我 我有异能 夏娜恢复意识 喜欢上林墨 不是吧 林墨控制丧尸 把小姨子清清了 王岭为了夺回短刀 被林墨整骨了 还被逼问 怎么找到了他们 王岭说 因为我有异能 你也有异能 果然 我看我并不是唯一的异能者 没想到 这个小丫头居然也是 有意思 你的异能是什么 跟追踪我有关系 你相信 先回答我的问题 我的异能是感应的能力 只要被我接触到的物体 我都能放一个 像雷达一样的印记 我自己 可以感应到它的存在 我就是通过这个承担的 所以 当时你跟我动手 就是为了追踪我 我的印记持续不了太长时间 从你离开营地火 我就一直在感应 看你停下来没有动 我才带上 他们两个追了过来 你的异能怎么这么废材 我也不知道 不保我怎么用 都没有什么提升 我能说的都说了 你放我走吧 我不会再找你麻烦了 真的 你可以试试求我 求你开什么玩笑 我王岭这辈子 什么时候求过别人 更何况是他 姐夫 我错了 你啊 就是欠条教 考虑到你之前的行为比较二 我就再警告你一次 小姨子 别再干傻事了 知道了 记住 别做让我不高兴的事情 没有下次 我带着两个女友 正准备要离开 王岭突然叫住了下那 他从身上 拿出一个绿色的东西 说到这是爷爷留给你的 爷爷 发什么呆啊 快带上 我突然转头问 你干什么 没 没事 姐夫 没什么 我就先走了 再见了 我看着下那胸前挂着的 原来是块玉佩 我拿起看了它 这玉佩质地相当上成了 做工也非常精美 她不是王家的传家宝贝 难道她特地讨来 不光是为了抢回她的刀 也是为了送这个东西 给下那 果然是心口不一的傲娇属性 下那拉着我问 你刚才想解决她 刚才 我感觉到 你想解决她 我看着呆滞的下那 心想 我刚才确实对那丫头 起了解决她的心 但她毕竟是下那的表妹 大概也是她在这世上 唯一的气氛了 所以没有下手 下那虽然时常犯病 但暗地里 却在仔细观察 也在认真思考 我开口回答 她是你的表妹 我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也不会解决她的 我不是很明白 下那慢吞吞地说 但如果解决了她 可能我不舒服 不懂 为什么 因为你们之间 毕竟是有血缘关系 下那你应该认出亡灵了吧 不然 你不可能让她接近她 更不可能让她 把这块玉挂到她脖子上 嗯 知道 到时候你就回到以前的 那个下那 我不想变回 以前的下那 她从后方挡住我 我和夜恋是同类 所以不想记起来 你不是同类 但和其他不一样 下那 记住 只能我捏你的脸 但你不能捏我 我笑着 心里太开心了 以后想对我表达有爱的时候 用轻的 你惨了 你退入爱河了 你见过人与丧尸之间的爱情吗 下那恢复意识爱上了临摹 两人靠近时 下那嘟着嘴 感叹这种感觉 有点奇怪 说不出来的感觉 我刚刚只是在指导你 以后你可以自己试试 那我们现在再试试 可以吗 随时都可以 临摹一下就凑了过去 这一次我看看 我是为了指导你 知道吗 好家伙 你这个借口 我给你100分 下那问我 这样可以吗 嗯 还行 你学得挺快吗 临摹突然转头看小音乐 你放心 我不会后此摸笔的 突然我感觉自己的心脏跳得好快 这种感觉和我第一次 和夜恋一起的时候一样 难道下那的甘业 也有类似的效果 我的体力在恢复 连同之前整个人的状态 也变得清明了许多 原来丧尸妹子产出的枝叶 好像不仅不独 反而有很多妙用啊 光看作用 大概和兴奋剂有类似 我搂着两个女友 果然不会是我家丧尸妹子 全身上下都是宝啊 对了 还有两个家伙 李玉被我控制的丧尸 放在了一间旅馆的房间里 以他的身手 要从那里出来 并不困难 至于王成 这家伙颇有小心机 且性格很辣隐忍 原本以为 他到了幸存准营地 至少会暂时安分守己 却没想到这么快 就攀上了王岭这棵大树 有这个家伙在 估计刘雨豪 也没什么出头的机会 说不定 还会因为两人是同学 而被他利用到死 我断开了控制看守 王成丧尸的精神痛苦 而且他知道的态度 一只脱离掌控的上司 和一个 还没有清醒过来的人 严格的来说 我应该是第一次出手解决人吧 虽然是间接 不过如果这家伙不解决 难保以后 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 这一闹 行程也耽误了不少 今天看来是没办法赶路 走吧 先找个地方 咱们休息一会 天渐渐黑了下来 我们来到了一栋楼房 我泡起了一碗酒为的泡面 这感觉好香啊 在末世后 我没少吃过泡面 不过基本都是干啃 像这样做着一碗煮好的 简直就是奢侈 我呼噜呼噜地吃着 哇 这感觉真的太棒了 以前我从来不会觉得 泡面竟然如此的美丽 说起来还真的讽刺 末世前 虽然生活在安全的环境当中 但却极少获得满足感 现在却仅仅因为 一碗方便面 而兴奋不已了 活下去 这是所有幸存者 唯一要考虑的事情 而对于我来说 比活下去更重要的 就是让女友恢复理智 让夏娜也逐渐恢复正常 话说回来 夏娜的战斗力 比起以前提升了不少 看来变异丧尸 也是能使用武器的 而且效果极佳 我突然发现 王岭的弯刀 还在我的身上 我递到夜恋跟前 夜恋你试试这个 他呆滞地看着我 我连忙站起身 从后方顶着他 有模有样地教他 怎样使用武器 像这样拿着灰两下 现在你走到那扇门去试试 只见夜恋手起刀落 整扇铁门都被劈得稀巴烂 果然便一丧尸 使用武器战力更复 夜恋你太厉害了 夏季夏娜被卢走 在末日世界 拥有两个女友有多幸福 刚刚在房间 吃饱后的我 拿起武器 交丧尸女友使用弯刀 只见他双手一挥 一道铁门 被劈成稀巴烂 夜恋拥有了武器 这样的话 他的战斗力肯定会大挡 我搂着女友 走我们今晚好好庆祝一下 我们来个大辈同名 小家伙 你可真会玩啊 第二天清晨 我还在睡梦中 感觉有一响我 缓缓睁开眼睛 看着眼前的两个女友 我去 你们要干嘛 夏娜说 我和夜恋姐都想摇 但我们犹豫了 幸好我醒不早 要不然被他们给咬一口 那我就死定了 行了 收拾一下 我们去收集物资 我站在顶楼 放出精神丝线 远程控制几只湿偶 去超市收集 我吩咐一只 湿偶拿面包 饼干 袋装泡面 另一个抬了一箱矿泉水 还有一只去前方探路 我看着前方探路的湿偶 再往后走 就是市中心的方向 同时控制夜恋 夏娜 再加上三只湿偶 我的精神力 已经开始疲软了 看来 必须找到更多的病毒 凝胶来进化 我记得 这附近 应该有一个新时代广场 那种地方 绝对是一个大型的丧尸窝 说不定可以拼一把 我控制着尸偶来到广场上 找到了 就是这里 我们走 转眼间 我们来到商场的员工通道 这种大型的厂的一楼 绝对不可以贸然进入 在灾难爆发的时候 大多数人都会往楼下冲 所以 堆积在一楼和二楼的丧尸 会最多的 楼上反而有可能成为真空地 我拿出腰间的短刀 员工通道虽然会安全一些 但也不能放松紧 叶脸 你走前面 夏娜你看着后面 从现在开始一步 你不能大意 我们顺着楼梯往上而行 都走到三楼了 怎么一只丧尸都没有玉子 我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我看着女友 他们两个都没有什么反应 难道这座商场里面 真的没有编译丧尸 我在开房门 进入房间 眼前的场景吓得我 丧尸多的 像开眼上不一样 每个嘴里都还哼得哼一般 我赶紧吩咐女友 尽量别说声 如果把这些丧尸群引上来 我们都得玩完 我记得这一座商场的三楼 大部分都是服装店 最深处是一个生活超市 说不定那里会有发现 如果搜完这一趟 他们两个都没什么反应 那这座楼里 恐怕就真的没有变异丧尸了 夏娜在后方叫住了我 灵 我 感觉不好 我正想转头问怎么回事的时候 一个大胳膊伸出 就把夏娜掳走了 我大喊 夏娜 我和叶脸把腿就追了上去 卧槽 翻天了 赶在我眼皮底下抢我的女人 夏季灵末为救夏娜受伤了 糟了 女友被掳走了 灵末和叶脸把腿就追了上去 翻天了 我女人都敢动 只见一只变异丧尸 将夏娜按倒在地 不断发出怒吼声 夏娜也不甘示弱地抵抗 此时我和叶脸追到房间 打开门我喊着 夏娜 叶脸丧尸 转头看向我 在这个时机 夏娜一脚正踢在丧尸脸上 滚 叶脸 就是这个时候 上 叶脸一个闪身弯刀 就直刺丧尸脸颊 丧尸一个后攻番 拖开了攻击 我大吃一惊 这只丧尸居然躲开了 之前的叶异丧尸 虽然战斗力强 但不会对任何攻击做出阻力 这只不仅躲开了 而且身手这么好 我大喊 叶脸 夏娜 你们先退开 会偷袭 懂得隐藏 还能察觉威胁 这只丧尸不简单 我们三人 也将丧尸逼入墙角 难怪整个大楼里 都没有遇见其他的叶异丧尸 八成是被他猎杀干净 他比变异丧尸更强 更聪明 完完全全提升了一个阶段 进阶丧尸吗 正在我愣神之际 变异丧尸大怒 一个剑步怒吼着 向我们发起攻击 大家小心 夏娜和烈恋 同时攻击丧尸 夏娜一剑直刺丧尸眉心 丧尸攻守 接白刃双手 何时夹住了剑 我使出精神丝线 准备控制他 丧尸大吼 我感觉好痛 以我现在的精神力 还不足以影响他 丧尸吼叫 向我攻击而来 我吓尿了 直接一个飞扑 我就被扑倒在地 丧尸怒吼向我咬来 我用手掐着他脖子 太小而磕了吧 我一拳打中了他的脸 滚蛋 此时丧尸愤怒 用力按住我的双手 两个大球 掉在我眼前 好家伙 你这是要干嘛 我感觉自己清白不保之时 大喊 快 两女友从后方对丧尸 发起了总攻 刷刷两身 丧尸两个臂膀 就和身体分了家 丧尸一声咆哮 我见机 一抬脚就把他踢飞到墙上 给老子滚 趁现在解决他 夏娜手起刀落 刷刷两身 便衣丧尸领盒犯 夏娜伸手到丧尸后脑 取出凝胶 来了 我知道 凝胶已经拿到了 我们走 由于刚才的打斗声 大批丧尸顺着楼梯蜂拥而上 转眼间来到房间 我们三人翻窗 窍到室外 两女友扶着我 先离开这儿 来到住所 这件三只鞋在床边 衣服散落一地 我直呼疼 疼 疼 夏娜还是不够熟练 夜恋 还是你来做 看来超碰力还是不够 绑绷带的时候 下手没轻没中的 差点就变成二次伤害 话说回来 那只进阶丧尸 果然厉害 现在夜恋和夏娜进化程度 恐怕都不及 那只进阶丧尸 得想办法让他们两个 快些提升 我先笑着 如果让夜恋和夏娜 同时进化到进阶丧尸的级别 甚至更高 那岂不是爽歪歪 我正神游时 感觉手臂勒得 越来越紧 我去 疼疼疼 刚走神 就控制不住力道了 哎 总算包好了 我起身穿起衣服 我拿起今日战利品 也该纷纷了 我拿出来一看 怎么是克兰斯的宁教 我临摹健保多年这种品质 我还第一次看见 我拿到鼻子出闻了闻 靠 我居然会觉得 这东西很香 不对 我之前明明是觉得 宁教有一股刺鼻的腥味 现在怎么会觉得它香 甚至 甚至想马上把它分下 如果我要清醒点 一定是 他们两个的意识影响到了我 我明明是个正常人 怎么可能会去吃那种东西 两女友坐在床上看着我 直呼 我要 我要 下集我们的目标大学成 在末日世界 两个女友都问你啊 你会先给谁 就在刚刚解决掉变异丧尸 林墨拿着凝胶 两个女友 都同时需要凝胶进化 既然这样我就 来 你们一人一半 我先递给夏娜 夏娜顾及姐妹情 亲手先为叶脸吃凝胶 自己在缓缓吃下 忽然两人脸颊红润 这 这画面 看得我哈拉子不停地流 突然一声怒 两人也怒凶光 我远处看着他们 开始了 进化 果然 这颗凝胶里蕴含的病毒力量 比之前的强太多了 连我都感觉到明显的压力 我用精神丝线控制着两人 坚持住 只要撑过去 肯定会有更大的提升 一转眼三天后 没想到 这次进化 居然用了整整三天的时间 我差点以为 撑不过来了 回想这三天 他们两个都处于 狂暴状态的边缘 我也不敢轻易地使用 精神力探究 好在最后还是撑过来了 万事大自 夏娜突然开口 我想起来了什么 我猛地一转头 恢复记忆了 夏娜指着我 我记得你占我便宜 你捏我脸 还帮我换衣服 借由我洗澡之名脱亏我 这什么情况 你恢复理之后 第一件事不应该是 回顾一下过往 然后感激我所做出的 一系列努力 别说以身相许 好歹也先安慰下 我幼小的心灵 给个奖励 那你还记得些什么 感觉多了很多东西 在脑子里 很多 但好像很模糊 只记得被感染后的事 之前的事都忘了 还是不愿意记起 我觉得现在这样还好 所以你不用这么看着 看来你恢复的挺好 都懂得察言观色 好了 耽搁了这么久 咱们也该出发了 我拿起衣服 目标 大学城 走在这条街上 怎么感觉像红灯区 穿过这条街 就是大学城的范围 只见一只丧尸 缓缓走出 来得正好 我使出精神控制 控制了他 去前面探探路 这片区域 也算是人口密集区了 还是小心为妙 通过前方丧尸探路 走吧 前面暂时没有危险 街上传来阵阵恶臭 下那叫住了我 你不喜欢这种味道 不喜欢 为什么 这个跟你说不清楚 有哪个正常人 不喜欢腐臭味啊 我很喜欢 但是如果林默哥哥很讨厌 我可以假装不喜欢 我记忆中告诉我 作为女人我要这样做 才会让你高兴 我用手拍着头 女人 以前下那脑子里 到底装了些什么鬼 不用这样 还有别用女人称呼自己 你还是个女孩 你现在是丧尸 喜欢这个味道是很正常 是吗 我安慰着他 你是什么样 我都不会嫌弃你的 就像你夜恋姐姐那样的喜欢 这样 有时候我很想咬你 这样也没有问题 我赶紧转移话题 好了 尸偶走远了 我们跟上 突然精神丝线断裂 怎么了 我的尸偶 被解决了 一分钟前他来到英皇酒吧 进入酒吧 咚了一声 尸偶被一根棍子解决了 刚进那座酒吧 就被偷袭了 懂得偷袭 难道是变异丧尸 下那你能感觉什么吗 很远没办法 夜恋也没有什么异常 难道那座酒吧里是人 我抽出武器 好 先去看看 转眼进入酒吧 看着我的尸偶 解决尸偶之后 既没有吞噬他 连凝胶都没有驱走 不像是丧尸所 此时夜恋现在却有了反应 奇怪 难道说 这酒吧里有鬼 这间酒吧难道有鬼 你相信吗 林默一行人 来到英皇酒吧 感觉莫名的毛骨损然 不敢贸然前进 林默使出精神丝线 来到街上寻找尸偶探目 一只包牙酥 在街上游荡 你长得最丑 过来 尸偶随后来到酒吧 我控制尸偶在前面做诱饵 我们在后面埋伏 尸偶慢吞吞的前进 林默开始不耐烦 磨蹭什么 搞快点 此时尸偶心里那个难 我是丧尸阿大哥 我太难了 尸偶受控 进入酒吧深处 林默在后方观察 尸偶抬脚 就踢碎了一间房门 我的尸偶 弄出这么大的动静 里面却还是这么安静 难道真的不是变异丧尸 但是夜恋明显是 感觉到了什么 没有发现 就继续跟我搞破坏 尸偶抬脚 把一尖尖的门砸得稀巴烂 已经是第四间包棚了 如果是变异丧尸 早就映得出来 难道是幸存者 话音刚落 一个黑影闪过 直接向尸偶攻击而去 咔嚓一声 尸偶领盒饭 是幸存者 幸存者大喊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 能在这里活到现在的人 果然都有两下 我缓缓走出 我们称呼 黄毛转头就攻击我 直接动手 是的狼人 他边跑边摸着衣服口袋 他瞬间向我扔出红色的暗器 我举起手中的刀 就将他扔出的暗器劈开 一股刺鼻粉末飞出 是辣椒粉 他从后背拿出武器就想解决我 哼的一声 夏娜打掉他的武器 剑已经架到他脖子上 夏娜正准备让他领盒饭 我赶紧叫住 先别杀他 黄毛喘着大气 还以为死定了 哼的一脚 夏娜将他踢入墙角 他说不杀你 但没说不能打你 黄毛直接吓得发躲 你想干什么 夏娜啪就给了他一耳光 这叫掌嘴 一再发出让我不开心的声音 我就赏你一下 只听见墙角传出惨叫声 此时 夜恋温柔的替我擦拭着眼睛 疼死我了 夜恋羞的红着脸 替我吹眼睛 这感觉太爽了 吹了坏好多呢 我蹲下捡紧黄毛的武器 这东西还真是有心了 这应该是一把普通的磨刀棒 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被削尖了 但是上面却沾满了丧尸的血液 这家伙果然不简单 我转眼看去 墙角的黄毛 已经被夏娜打成了猪头 我吩咐夏娜放开了他 黄毛扯着嗓子喊 你们到底想做什么 我不是故意攻击你们的 不是故意的 那你怎么解释这个 我以为你们知道的 我只是想逃出去 别编了 你对这里的地形很熟悉 分明就是住在这里 我说这些是想把我们引开这里 你这么紧张是被我说中了吧 你想要什么 物资 不怕老师告诉你 我很凶 没有什么量实 我没有什么耐心 少跟我来这套 不想死 就老实回答我的问题 这里还有其他人吗 你想做什么 你就做吧 我得罪了你 你要打我 不要骂我 我都认了 大不要把这条命给你 病骨头啊 你不说 我就自己找 夜店控制住他 好疼 我跟着你走 还不行吗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 是这间吗 这间是仓谱 不 不是 我碰的一脚 这还不成仓谱 这是我放东西的地方 既然被你找到了 你要什么 拿走也行 忽然我发现一间 贵重物存放室 我刚伸手拟开把手 一个身影闪现而来 好快的速度 只见他拿着匕首 就向我指刺而来 糟了 来不及闪躲 我连忙使出精神思险 拼了 匕首靠近我脖子 固足十公分之时 我闪身躲过了攻击 什么人 出来 只见一个温柔 可爱的黄发女孩 拿出匕首走了出来 对着我们说着 放了屎兵 酒吧贵重物存放室 一个黄发妹子 拿着匕首走了出来 此刻出现 截人对峙的局面 我想起刚才的画面 如果不是用精神力 出手影响到了他 我的喉咙就被割开了 没想到 精神力可以影响到人类 不过 似乎只能影响一丝 用来妨碍对方的判断 想控制对方 似乎不太可能 不过高手过招 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 一丝丝的误判 都有可治 不然女孩大声呵斥 放开她 我也不是好惹的主 凭什么 她挥着刀就向我袭来 喂喂喂 现在这速度也太慢了吧 身子弱就别逞起 话音刚落 她就以100米0.01米的速度 直插我眼睛 什么 速度怎么突然变快了 我使出精神丝线 一个闪身躲开了攻击 这个女孩 应该有很严重的病症 身体虚弱成这个样子 还能威胁到 我闪开后 她没站稳 直接扑倒在你 她的速度并不快 但每次到了短冰箱街的时候 她总能在关键时刻 做出反应 这个女孩 应该也是个异能者 夜恋从刚才 就一直处于那种状态 就是反应到了她了 这可是个大发现 这些东西之后再研究 先把这个异能者 制服再说 我使出精神丝线 直接把她缠绕起来 屎兵大声喊 你干什么 快放开她 我一把磨刀棒了 就架到女孩身上 别动 你欺负一个女生 算什么本事 有本事冲我来 你们这一男一女 都有毛病 非要先动手招惹我 你们抓了屎兵 把她打成这样 我动手救人而已 可不是我抓了她 是她先动手的 你看我的眼睛 她要是没向你赔罪 我在这里跟你道歉 你已经打过她了 放她吧 不急 我有试问你 你想干什么 别碰她 别瞎操心了 你没看见她 带着两个美女吗 看不上我的 可是上次 行了你闭嘴 打又打不过 躲也躲不过 我转身问这女孩 你是异能者吗 我刚刚不是想花 是被你的异能所影响 你也是异能者 哎 屎兵这个人是很莽撞 他的做法 可能偏激了一些 但他也是为了我好 能不能先把他放了 可以理解 但这跟我没关系 比起你们之间的破事 我对你的异能更感兴趣 子弹时间 我的异能名叫子弹时间 这个名字是我自己取的 我能在短时间内 提高自己的反应速 就像外界的时间变慢了 子弹时间 这个异能如果用好了 绝对是个大杀器 可以理解成慢动作 你倒挺爽快的 反正你也是异能者 告诉我 也没什么 而且我们都是你的俘务 难道还能说不 这个女孩果然很疼 刚开始 我还觉得这个屎兵 是一个冷静的幸存者 现在看来 这一切都是受他指使 这个女孩 要是身体健康 绝对不会沦落到 躲在这里的地步 画面一转来到他们住宿 拜你们辣椒粉所赐 我现在得在这休息一会儿 顺便研究一下 怎么赔偿我的损失 你不是已经打了太一顿吗 而且还不止一顿吗 你还想要什么赔偿 你看我像个小心眼的坏蛋吗 你的女朋友 我好像在哪见过 是X城大学的吗 你也是X城大学的学生 我记得她 好像是校花吧 你真是有福气 原来我的女友 是X城大学的校花 都说我厌负父亲 进入正题 刚坐下女孩就介绍了自己 她叫林乱秋 使兵他们都是X城大学的学生 你们别怪使兵 他人很好 只不过有点神经过敏 我不是神经过敏 是上次那些人 他们那样对你我担心你 看来 他们应该是遇到过 不太友好的幸存者 我看着女友 末日爆发的时候 刚开始 我也充满了迷茫 幸好有业恋 不然我也不知道 自己是什么鬼样子 林乱秋问我们 你们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也是从大学逃出来的吗 不 我们是打算进X城大学 什么 进大学城 你们疯了 我跟林乱秋 都是前几天才逃出来的 你们居然要进去 我劝你们还是别进去 以你的实力 带着他们逃到郊区去 应该不难 到时候找个偏僻的地方 换一点食物 然后等着国家来救援吧 我暗自感叹 确实是个很有想法的女生 如果没有夜恋和下拿 我也会这么选择 只可惜 他们都是丧尸 离开了凝胶就会活不下去 我有事 必须进去 既然你们才从里面逃出来 跟我说一下里面的情况 也当给我赔偿了 你运气真好 林乱秋之前 就是X城大学自救队的主要成员 学校的情况 他最了解 这个使兵伸手还行 但是头脑却不足灵光 我还没说什么 他就把自己的底派给曝光了 大学里 还有多少幸存者和丧尸呢 学校校失生可能四万左右 现在丧尸不好说 保守估计也有三万 至于幸存者 应该有三千多人 三万 果然是来对了 这么多丧尸 里面得诞生多少变异丧尸 虽然进入大学危险很大 但病毒凝胶也多不胜数 这么说 你对路线很熟悉咯 算是吧 那麻烦 你帮我画一张线路图 我们就两清 不 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什么 那怎么行 学校太危险了 你不能去啊 我拖了很多天了 但是没有起色 反而病得越来越严重 我还不想死 至少不想病死 我可以帮你们带路 但是你要帮我回到学校的医院 我只想去医院找一些药品 总比在这里登死要好 你放心 我不会连累你们了 有个熟悉环境的人带路 确实会节约很多时间 我先说清楚 如果你们在路上自己乱来 导致有危险 我只会考虑我这一方的安慰 好 我答应你 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发 今晚不行了 那大家都在这里住一晚了 回到房间 夏娜和叶恋看着一瓶酒 夏娜说 好像记得这个东西 喝了这个好像会感到很舒服 原来 夏娜以前不是个乖乖女 居然对酒有这种记忆 话音刚落 夏娜已经打开了一瓶酒 咕噜咕噜的喝了起来 她还叫叶恋一起喝 我赶忙阻止 喂喂喂 夏娜你别教坏叶恋 叶恋也拿起酒瓶喝了起来 我忏悔的摸着头 我的叶恋被教坏了 正在忏悔的我 突然感觉不对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抬头看着两人已经喝醉了 他们羞涩着脸 睁开红色的眼睛看着我 还不断对着我邪笑 这感觉不对 我赶紧拉着衣领 你们想干什么 只见两个身影向我走来 好家伙 不会吧 在末日世界 两个女友喝醉了 向你走来 你会害怕吗 就在刚刚夏娜和叶恋喝醉后 两人向林墨鞋笑着走来 只见夏娜靠近 张着嘴就要咬林墨 我去 你要干什么 之前说好了 不准咬我的呀 夏娜解释 我不是咬你 我是亲你而已 我信你个鬼 你是丧尸 你明显就想咬我 此时叶恋也凑了上来 不是吧 你也要咬我 林墨大叫 叶恋 叶恋恢复了一点意识 林墨发现是个好机会 使出精神丝线控制两人 才松了一口气 看来 酒精会唤醒他们一部分的本能 下次可不能让他们喝了 听见房间发出的声音 屎兵冲了进来 发生了什么事 只见两女友坐在林墨身上 屎兵一面羞涩 你 你们继续 说着就把门关了起来 走出房门不知情的屎兵 嘴里还骂骂咧咧 天都没黑 就做这种事 不知羞耻 清醒后的两女友站了起来 林墨也感觉筋疲力尽 吩咐两人以后都不许喝酒了 两人可怜巴巴的答应 林墨看着两人 可惜外面有人 否则咱们就能好好玩玩 夏娜问完什么 游戏什么游戏 林墨摸着夏娜的头 以后也知道了 林墨搂着两个女友 好了 今天早点休息 明天一早还要出发 一早 屎兵来敲门 听到房间发出声音 不会还在做什么 夏娜猛的打开房门 你听什么听 天亮了 我来看看 是不是该出发了 夏娜大声呵斥 看你把人吓了 真拿你们没办法 林墨拿起鞋子 帮夜恋穿鞋 穿上后夜恋 在房中转转圈 画面太美了 林乱秋看到这个画面 感叹你对女朋友不错 还帮她穿衣服 林墨傻笑着 林乱秋改叹 能带两个这么强 还这么漂亮的女孩 她的能力到底有多强 一行人走在街上 林墨不耐烦的 问着还有多紧 林乱秋说过了这条小巷 就是学校围墙了 我们翻墙进去 翻墙 那是我们逃出来的路线 目前也是走那里最安全了 那什么地方 丧尸最多 学校宿舍 刚到转角处 就看见几只丧尸 缓缓走出 林乱秋大喊 小心 林墨一声 上 两女友上前一人一只 就让丧尸里面合饭 使兵嘴巴张的老大 好 好强 林墨转身吹着口哨 得意洋洋的样子 来到学校围墙 林乱秋看着满墙的穴子 还在回想当时逃出来的画面 林墨带着夜恋 以跳进围墙 林乱秋在使兵的帮助下 也翻过围墙 一个不小心滑了下来 林墨一把就抱住了他 林乱秋的感觉很乐意 使兵不干了 跳上墙就大声呵斥 你干什么 被林墨搂着 林乱秋还让使兵别找事 林墨只是扶了我一把 不然我就摔倒了 使兵愤怒的样子 想吞了林墨 夏娜在后方出现 你的表情我不喜欢 使兵瞬间便利 夏娜威胁在有这种表情 我抽你 使兵此时心里 十万匹野马在奔跑 而他只能感叹 自己太弱小 连生气的资格都没 在末日世界学校 这种丧尸聚集的地方 有多可怕 林墨一行人 进入大学城校区 经过一片树林 林乱秋在后面提醒大家 这个树林里 可能有丧尸 让大家小心点 夏娜说着不用担心 林墨感叹 看来现在 夏娜的自主意识恢复挺快 只见丧尸跳出 林墨大喊 不好 丧尸向林乱秋攻击而来 林乱秋使出子弹时间 放慢了丧尸的动作 直插丧尸胸膛 由于力量太小 丧尸一掌 就将林乱秋击飞 丧尸正准备发起 第二次攻击时 一把短刀飞来 丧尸就领了盒饭 使兵看着丧尸大喊 流传他没被吃 变丧尸了 林墨上前 就给了他一眼光 闭嘴 你吼什么吼 再引来丧尸 白痴 林乱秋也责备使兵的行为 林乱秋回忆 这个同学 就是当时他们跑出来 被丧尸咬伤了 没有人管他才会这样 林墨说 你们的做法是对的 这就是漠视 转头只见三只丧尸 缓缓而来 林墨往丧尸方向跑去 留下一句话 其他的交给你们了 此时 使兵背后也站着 三小只其他的 使兵拿着磨刀棒就开盖 嘴里还喊着 我靠 快过来帮帮忙啊 我搞不定这么多 而林墨三人轻松 解决掉了丧尸 使兵感叹 这软饭男 怎么会这么轻松 而他正与丧尸缠斗时 背后一丧尸偷袭而来 林乱秋 上前就解决了丧尸 大声呵斥使兵 战斗时 别走神 别看了 人家是异能者 有这份能力很正常 解决完丧尸林墨 问林乱秋 接下来怎么走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校区 你之前说 要办的是在哪里 我的不急 我记得 你要去校医院是吧 医院里丧尸众多 你真的要带我去 咱们是合作关系 既然合作 自然得有诚意 校医院在学校的最北边 按照我们的速度 最好明天再出发 再往前走 就是校台全道馆 我们可以在那里歇脚 林墨感叹有一个向导 果然方便很多 来到一个十字路口 林乱秋说 右边有变异丧尸 之前我们逃离的时候 就有很多同学死在这 林墨开口 那我们就往右边走 来到草丛 林墨发现 叶链和下纳有感应 这里果然有变异丧尸 没错了 吩咐他们两人小心 只见一只脚粗的 可以比一个人的胖胖女丧尸 抱着乖宝贝 缓缓走出 这什么鬼 丧尸看着林墨 又看了看自己手里的乖乖 直接就扔掉手里的乖宝贝 舔着舌头 向林墨跑来 此时使兵补了一刀 后恭喜加一 恭喜你啊 短饭男 听见后宫二字 两女友不乐意了 顿时火冒三丈 一人踩了林墨一脚 林墨痛得坐地上大喊 你们两个要干嘛 两女友靠前 不准花心 等等 我什么都没做啊 凌乱丘大叫 你们三个在干嘛 丧尸过来了 胖胖丧尸跳起 犹如一辆坦克 直扑而来 两女友转身 给我们离林哥远远的 一人一巴掌击中丧尸 胖胖丧尸 像一个球一样飞向天空 而看戏的三人 不敢相信眼前的场景 嘴巴张老大的露出惊讶 和开心的面容 变异丧尸 应声倒地 两人也摆出了一个漂亮的姿势 即便是在末世 也告诉我们 得罪谁都别得罪女 夜恋和下纳 听见凌莫要找后宫 直接就一人给了他一起 解决掉了胖胖变异与丧尸 凌莫吩咐下纳 拿凝胶的事交给你 此时使兵问 那是变异丧尸 你们这就解决了 对啊 变异丧尸有强有弱 这种算比较一般的 一旁的使兵感叹 这只变异丧尸 让我们死了这么多人 可他们三个这么轻松 就搞定了 凌乱丘问 原来你们三个不只是情侣 还是战友啊 你可以这样理解 凌莫叫上大家 走吧 先去你说的跆拳道馆 转眼来到跆拳道馆 凌乱丘提议去北边的教室 那里可以观察外面 并且方便撤离 一行人来到教室门口 发现里面有声音 忽然教室门打开 原来是老师和一群同学 使兵上前叫着罗老师 老师也认出是使兵 一个高个男站出来 叫着使兵的名字 原来一个小子还活着呀 大家开心的拥抱起来 高个男问着他们怎么到这了 使兵口无遮拦 一五一十的把事情告诉了他 听说使兵从红灯区回来 大家都夸得好厉害 正在一洋洋的时候 一个同学说 你们看是我们学校校花 旁边那个女孩也好可爱 使兵此时邀请凌莫进教室 高个男发现使兵对凌莫很忌惮 便主动上前拉关系 你也是学校的吗 凌莫说我不是你们学校的 路过有点是办吧 高个男不断打量着 凌莫几人 凌莫提议 换个地方休息 凌乱秋带着三人 就离开了走势 使兵也准备跟上去 被高个男拉住 向他要食物和了解几人的情况 看到凌莫们的武器和背包 高个男打起了歹意 回到教室 一番讲话后 同学们都以为凌莫几人在说谎 也要逃出学校 高个男提议抢他们的东西和武器 见众人胆子不够 他拉着一女同学欺负 当同学和老师都听命于自己后 高个男准备去看看 凌莫们在做什么 画面一转 凌莫拿出刚收集的凝胶 给下纳和夜恋服用 两女友还在不断发出发展的声音 凌莫告诉二人别张扬 二人一口同声说 你来喂 我们就不叫 看没有办法 凌莫亲手为两人吃凝胶 谁知两女友和起伙来欺负他 一人咬了他手指一口 而看到这一切的凌乱丘 累了一天和丧尸斗了这么久 还能玩得起来 真佩服他 使兵也来到房间 面对凌乱丘唠叨的询问 使兵不耐烦呵斥了他 两人也默不作声地休息了下来 睡着的使兵回想起来越想越生气 在动手时想起凌乱丘 还需要要治病 为了心爱的人 他放弃了这个念头 觉得以后还有机会 那只他的一切行动 凌莫老已看得赢 居然有人想和凌莫聊的老婆玩游戏 高个男许才 用肮脏的手段 控制了老师和同学 来到楼梯间和使兵见面套近乎 他看出使兵对凌莫有怨恨 想利用这一点了解更多 关于凌莫一行人的弱点 使兵问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 许才回应 大家是兄弟 在这样的末世 还能活着见面 不是应该高兴吗 我找你叙叙叫 使兵听到这话 感叹这小子还算有良心 好事都想到我 许才确定 凌莫一行人 是从红灯区回来后 便知他们实力不容小觑 要求使兵告诉他凌莫的弱点 还有什么特长 被仇恨蒙蔽双眼的使兵 把凌莫是异能者的身份 告诉了许才 你不是他的对手 许才高傲自大说 自己是散打专业选手 还怕他 说着就要帮使兵出气 找凌莫干架 本意却是要抢凌莫一行人的 食物和武器 让使兵和他来个理应外合 看使兵不为所动 没有胆量 他也了解凌莫等人的详细情况 觉得留着使兵会坏了他的事 便从背后 拿出一根水管解决了使兵 使兵的磨刀棒也掉在地上 许才捡起 正好我却把顺手的武器 话音刚落 一个偌大的身影 出现在他背后 许才转身问 谁 凌莫出现 你们的谈话 真的是又臭又长 你是凌莫 从刚才起你就一直在这里 使兵的状态不对 从一开始 我就在注意他 许才拿着磨刀棒舔了舔 来得正好 我先解决你 剩下的就好办 说着就冲上去干凌莫 凌莫使出精神干扰 一个肘击 正中许才胸膛 许才拿着磨刀棒一阵乱砍 凌莫拿出短刀 挡住了攻击 高个男嘴里 还说着等着解决你之后 会好好跟你女朋友交流下感情 听到这话的凌莫彻底愤怒了 我不会让你死得太快的 一个闪失而过 许才的手臂被划开一个大口子 此时他大叫着 不可能你进站明明是短板 你怎么会这么快 连对方的异能都没有搞清楚 就擅自下判断 你的智商比使兵也强不了多少 凌莫捡起磨刀棒 扔向许才肚子 此时他跪地问 你到底想怎样 这把磨刀棒上面沾满了丧尸的血 你觉得被刀击中会怎么样 许才知道自己将会变成丧尸 直接被吓尿 不断祈求凌莫解决自己 凌莫一拳暴击许才脸部 你落到这个下场 只有一个原因 侮辱叶链 许才此刻已经感觉不到疼痛 看着自己的手 没错他已经变异了 觉得自己变成丧尸的许才 认为有实力可以和凌莫拼了 拿起武器就要攻击凌莫 他却不知凌莫的异能是控制丧尸 还没等他动手 自己已经被精神控制 变成了呆萌呆萌的二愣子 高个男许才居然想欺负叶链 此刻已经为他的口出狂言 付出了代价 变成了丧尸 凌莫使出精神控制 控制了他 而教室里 一群师生还在等许才回来 大家还在争吵不休 突然 门外 发着咚咚咚的敲门声 大家高兴的喊着许才回来了 急忙打开教室门 大家还高兴的问许才 动手情况如何 拿到多少食物 总之 这一切都被凌莫 精神链接听的一清二楚 控制许才 直接就解决了一个同学 一旁的还笑着说 你真太会拍马屁了吧 还深深的拘一拱 干脆让老大说一声 爱情平身好吧 哈哈 话音未落 许才抽出水管 又解决了两个 大家喊着 许才变丧尸了 快跑 在门外的凌莫 感叹 果然 这些人都是一虎子 早就想好了主意 准备偷袭我 没胆子去跟丧尸拼 却有胆子抢人的东西 这些家伙都得玩玩 许才几个回合 就解决掉了他们 最后剩下罗老师 他也放弃了抵抗 这样还落得干净 解决完所有的人 凌莫出手 也解决掉了许才 你们让我过去 事情一定能马上解决 凌莫走出 屎兵他领了盒饭 不管你信不信 这是事实 转眼天亮了 凌乱秋看着屎兵难过 而夜恋看着我手上的伤 牵起我的手帮我吹 这样的女友我爱了 走吧 我们还得赶路呢 情绪低落不少 看来屎兵的死 对他影响不小 我们来到操场 到处都是丧尸 我们靠草从遮挡俯身前行 离医院还有多久 看到远处的监楼吗 那里就是校医院 不过望山跑死马 从这边过去 再快也要半个小时 所以求问 还是上上策 前面是什么地方 这是实验楼 丧尸爆发前 很多专业的人 都会在这边逞 这儿属于人口密集区 很多怪物 都是从那里出来的 你和夏娜在这休息 我和夜恋两个去看看 林默和夜恋 进入实验楼 三下五除二的 就解决了大批丧尸 达到凝胶后 赶紧回到操场 回来后 凌乱秋说 好了 我知道你们有事瞒着我 我承认我有私心 一开始 我就只打算 跟着你们到医院 然后活下去就好 但是有个问题 实在是困扰了我很久 既然夜恋也是我们学校的 他怎么会不认识路呢 我不能让他发现夜恋的秘密 他失忆了 失忆 他是怎么失忆的 你该知道的 我会告诉你 不该问的 你也别问 真的不好意思 我不会再问了 跟我来吧 接下来往这边走 忽然 林乱秋 按着胳膊 林默看着他手上的伤 怎么回事 现在你们知道 我不惜代价 也要回来的原因了吧 在末日世界 女友受伤了 应该怎么处理 接下来的画面 只怪鼻血量不够 刚刚林默发现 原来林乱秋手臂受伤 林乱秋 告诉大家 我一个身负重伤的人 留着也是累赘 就算你抛弃我 我也不会说什么 行了 赶紧穿好衣服走吧 说了要带你去校医院 就一定要带你去 一行人刚起身准备走 林乱秋 突然昏迷了过去 糟了 他伤口恶化了 得赶紧去校医院 我们走 叶烈 下纳 你们在前面开路 这次两人不断厮杀 林默抱着林乱秋 直奔校医院 不一会儿到了校医院门口 虽然可能有潜伏的危险 但是相对的物资 应该也不少 林默抱着他 进了校医院房边 现在得帮他处理伤口 要是在疗伤时 有丧失进来就高了 林默使出精神控制 吩咐夜恋 下纳在外手 林默脱掉林乱秋的外套 帮他处理伤口 林乱秋问你做过手术 没有 我缝过袜子 缝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林默凑近 现在也没别人 你就忍一下吧 不一会儿 简单的缝合就完成了 林乱秋起身坐着 疼死我了 羞涩地看着林默 林默 你技术真差 而门外的两女友 也从门缝边偷看 林默打开门 你们干嘛 不是让你们守门吗 我们在监督你 林默拍着胸膛 你们看我像这种人吗 我堂堂七尺男 正人君子 不开玩笑了 要用完了 夜恋你留下来照顾林乱秋 我去三楼找药 像那你去一楼和二楼 顺着楼梯 林默上了三楼 边走边唠叨 居然能忍这么久 不过挺过来就好了 来到一房间 林默打开抽屉 奇怪 为什么到处都找不到药 不然门外就看来挑门 林默转头看去 两只丧尸吼叫着袭来 林默踢飞了一个 正准备拔刀解决黄毛时 黄毛大喊 大哥 我们错了 别杀我 原来是人类 女人缘太好 也是个麻烦事 林默为了跟凌乱秋包扎伤 有话好好说 果然是人类 林默呵斥 少废话 说你们在这干什么 黄毛直接就吓尿了 眼泪哗哗哗的流 我就是躲在这的 忽然旁边男人开口了 你个熊样 你别说了 我来吧 我们是前两天刚到这里了 这处境除了这里 根本没地方可以带 林默火冒三丈 少废话 说重点 真的 我们其实不知道你来了 刚才听到开门声 我们也被吓了一条 因为我们想开门的 肯定不是丧尸 多半是活人 又不知道你来干嘛 所以就想先把你打也都再说 真的 真的 我们只是想把你抓起来 问清楚而已 听起来 他们不像撒谎 林默防缓收气懂道 你们经常做这种事吧 男人摸着头 笑着开玩笑 哪能啦 这不第一次出事不利吗 哈哈 再给我们几次机会 保准做得更熟练 林默放到黄毛你自由了 黄毛吃惊的说 我还以为 你要要挟点 哈哈 什么 你上来一点药都没有找到的 想知道为什么 男人一把蒙住黄毛的嘴 可彭彭 你这个笨蛋 你说这些干什么 你别听他胡说 别理他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林默用精神链接问下 你那边找到药了吗 下纳四处翻找 没有 我都找过了 那你过来和我会合 林默微微一笑 我知道药都在谁手里了 两人正准备离开 谁说 你们可以走了 这医院的药品 都在你们手上吗 二人转头 什么药品 你想做什么 我们什么都没有 你们放心 我不会硬抢 我拿东西给你们换 方便便 此时 两人已经口水直连 男人问你愿意拿多少来换 你们有多少 我们的药品也不多 两人为交换意见争讨 看来 他们还有同伙 但相处得不愉快 林默一顿嘴炮 就哄和彭彭说出了实话 原来 他们被同伴欺压 那两个狗男女 他们趁着混乱 把十几个女同学关了起来 其中 还有一个怀孕的女老师 他们用这些女生 要挟我们 替他们收集物资 给我们三天时间只有三天 如果到时候少一个人回去 就杀一个女生 虽然这些女生 和我们没什么关系 但是我并不想害死他们 果然 他们被胁迫 在末日世界 原来方便面都是稀缺品 林默一顿嘴炮得知 和彭彭他们被胁迫了 男人握着拳头 其实 不光我和和彭彭 还有不少同学 也被强行赶了出来收集物资 和彭彭说 要不是他们投靠了一个超能力者 哪里轮得到他们只手画脚 超能力者 莫非 别人会不会逃我们的 但是我和彭彭不会走 因为我们不想看到 那些女生们 因为我儿子 刚才说要交换物资 也是因为我们 实在收到的不行 最多主要一样给你一份 我们多少也得带些红织交叉啊 林默写成这两小子 看起来是实诚人 但是交易肯定要做 毕竟要务有的多 还有他们说的超能力者 难道说觉醒者 让我先试探一下他 看看他们 到底值不值得信 林默拿出嘴刀 那我如果硬来 男人非常有智慧 大哥 你要是真的硬抢的话 早就动手了 何必轮到听我们说那么多废话 那如果我临时起印 和彭彭拿出武器 那也没关系 我们身上都是丧尸型 你要硬来 我就给自己开个孔子 到时候变成丧尸 你再强 也拿我们没有办法 说着黄毛就拿着武器 对着自己 要试试吗 想不到你们两个 还挺有种的 放心吧 交易可以 但是强抢不是我的风格 林默此刻在一旁尺词 来人上前 大哥 虽然很不想打扰你思考 但是我们想问一下 我们背后的女生 是你的朋友吗 虽然说出来 有点破坏气氛 但是她看起来 好像有点生气 我忘记和你们说了 这个是我的同伴 话音未落 夏娜拔出武器 就要解决两人 糟了 那两个人的装扮 夏娜肯定把他们 当成丧尸了 林默赶紧使出精神控制 两人吓得抱在一起 这是什么情况 要死了 只见刷头当剑气 从两人头顶掠步 书架直接被劈成两半 书飞向半空 两人紧紧相拥在一起发呆 停 停下来了 林默尴尬的笑着 他没有恶 估计是把你们当成丧尸了 我先带他下去 冷静一下 你们也擦下身子 等下带上东西来二楼找我 我们再聊交易的事 好 好的 那个 我说 我知道 男人害羞的说我不别识了 谁 谁说这个 我说的不是这个 我指的是 这两个人 确实比那对狗男女还要强 甚至于有可能和那对狗男女 巴结的超能力者打成平衡 林默回到房间 凌乱秋夜醒过来 这里是哪里 这里是医院 你已经睡了好一阵 有没有因为我 打乱你的技术 这倒没有 反而这一趟不需此行 我听到了不少感兴趣的事情 如果能深挖一些出来 就更好 什么 遇到两人 待会儿见到你就知道 他们这会儿 应该思考差不多 在末日世界 所有物品都必须私藏起来 拥有药品的和蓬蓬二人 准备拿着药品 去跟林默交换零食 在楼道两人因害怕夏娜 为谁先进房间争执不休 此时 夏娜看着两人 两人吓得抱在一起 没想到 眼前这个美少女 是来邀请他们进房间 二人却因为刚刚被吓尿的经历 而不敢进去 房间传来一个声音 进来吧 她不会伤害你们的 还有几个女生 也看出他们需要药品 是为了受伤的林乱秋 正在观察之时 却没曾想 夜恋睁大眼睛瞪着两人 两人感觉 这女孩眼神好吓人 和蓬蓬 还窃窃私欲出馊主意 如果他们要动手 我们就沾丧失血 变成丧失对付他们 林默看出二人的顾虑 主动拿出极品铺子礼盒 你们放心 说了不抢你们 就绝不动手 我和你们也无冤无仇 除非你们想动手 二人已经吓得连忙说不敢 黄毛留着口水 祈求在交换之前 让他能先吃一点 林默也很讲义气 粮食也好 药物也罢 都是用命换来的 我不会白给你们的 说着 还要回答问题 才把零食给他们 原来他想了解 他们口中所说的狗男女 怎样控制十几个女生 男人咬牙切齿的讲述 是因为二人最近 抱上一个家伙的大腿 拉拢了不少小弟 越说二人越气 黄毛也就建议全部说出来 原来是有一位 超能力者的出现 林默继续追问 你们是否见过 这个超能力者 说起这个超能力者 二人都害怕得要命 他们之间发生过一次叛变 没想到 那个家伙出现 瞬间就解决掉了这群人 所以他们都很害怕 男人还记得 异能者有个名字 是个研究生 焦魏俊彦 林乱秋 眼眸突然放大 林默转头看着他 察觉了一些不对劲 却没继续追问 拿着礼品就给了他们 我只要三分级就要 剩下的这些 就都给你们怎样 二人眼貌金光 嘴里只夸遇到了好大哥 林默转头继续看着林乱秋 他便说会把附近的路线图 和丧尸最密集的区域画出来 两人互问未来的打算 林默一心只想 和两个女友活下去 无论世界变成什么样 林乱秋觉得 在末世 还是想寻找自己的家人 提议找救援队 林默却觉得 救援队不靠谱拒绝了 吩咐林乱秋多休息 林默转身听到 黄毛两人在咔嚓咔嚓地吃东西 按着两人的头 让他们出去吃 别打扰病号休息 说着几人离开了病房 转眼来到林默房间 房间发出不可思议的声音 黄毛扒在房外鼻血 都不自觉地流了出来 男人觉得这样偷听不好 拽着黄毛就要离开 黄毛却偷听得意犹未尽 男人咬着牙 其实他都羡慕林默这样有女友的人 而林默在房间 为着女友吃凝胶净化 认为下纳提升变慢了 吃再多也没用 反而林默更期待夜恋的净化 到时候他会变成什么样呢 不管怎么样 在末世活下去 适合于他们的 刚刚林默为夜恋吃凝胶净化后 林默来到病房却发现 林乱秋已经不辞而别 他留下一封信 包括学校的地图 资源 幸存者 以及高危地区都标记了下来 林默也准备离开 黄毛两人却让他留下来多待一天 并嘱咐外面有很多丧尸 林默让二人别担心 他会清理完丧尸 吩咐两人等他们清理完再离开 说着 林默就带着两个女友冲出医院 一阵厮杀后 瞬间丧尸 全部领了盒饭 黄毛二人也看得呆若木鸡 感叹这么多丧尸 瞬间就解决完了 哪怕是异能者魏军燕也做不到 没想到 学校还有这种人物 此时 林乱秋从后方走出 大家都以为他离开了 二人不知所措之际 林乱秋却提议 要跟黄毛两人一起走 长发男子却不想带着他跳进火坑 林乱秋 使出异能子弹时间 长发男子的头发 瞬间就少了一截 看着这一切的二人 却不知林乱秋 也是超能力者 这个逼装的没谁了 其实他的目的是 这二人口中说的狗男女 画面一转 林买一行人来到地图标记点 和平剧院 林买低头沉思 末日爆发那天 剧场爆满的话 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丧尸 原来看似大胆的三人组 也有蹲草丛的时候 正在商量 如何进入剧院时 可能昨晚身体序号比较大 林买没忍住打破身体 丧尸 本能听见这样的声音 组织对吼叫着就看了过来 而三人像木乃伊一样 一动不动地面对丧尸 林买回过神 吩咐女友 直接冲上去解决他们 一阵惨叫 丧尸都领了盒饭 还有五只比较有趣 林买使出精神控制 控制了几人 他瞟眼看去 原来是西游记五人组 看着这画面 林买都傻眼了 感叹真不愧是剧院的丧尸 一个个滋毛炸鬼 不知剧院内部什么情况 林买派了师傅和大师兄 进入剧院探路 而一旁的女友 用手扒拉着丧尸后脑 寻找凝胶 林买认为习惯不好 得让夜恋改掉 说着他还拿出纸巾 喂喂喂 我说小子 你他压的是有多嫌弃女友啊 而夜恋也不知所措 点着那可爱的头 林买拿着纸巾 为女友擦拭着手 并嘱咐吃东西前 要先洗手 说着他还牵起女友的手 直夸自己 擦拭技术不错 突然林买感觉精神链接断裂 原来是师傅领了盒饭 猴子目不转睛地看着师傅 林买吩咐大师兄仔细检查 回来请你吃香蕉 便通过精神链接 看着剧场一切活动范围 寻找敢解决三藏师傅的便意丧尸 看了一圈 他认为这些丧尸等级不够 林买转眼 看向猴子后方 一双诡异的眼睛正盯着大师兄 如果在末日世界 偶遇西游记五人组 你会选择谁成为师偶 就在刚刚猴哥 被后方的一双大眼睛看着 正转猴 轰轰一声 一飞影 达到地上 暴起滚滚灰尘 背后的黑影隐藏了起来 林买通过精神力观察 感叹能有如此强的爆发力和速度 这一定是这季节丧尸 一声吐叫 丧尸出现在猴哥身后 刷的一声直击猴哥后背 猴哥痛得咬牙切齿 而林买痛恨自己无法玩手 并吩咐 其余西游三人进入剧院清场 他和两个女友随后跟上 剧院舞台中央好戏开场 大师兄对变异丧尸 丧尸正准备攻击猴哥 却发现了什么 丧尸犹豫了 猴哥也感觉不对劲 一只大手出现在猴哥身后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像蚂蚁一样被捏住 林买使出了全力 狮偶却动弹不得 感觉这个地方不太妙 话音未落 强体处出现和如来一样 庞大的变异丧尸 难怪猴哥还没动手就被制服了 眼前的丧尸 看到这个大哥 兜下的瑟瑟发的 画面一转 林买这边解决了大批丧尸 而西游三人均以领盒饭 收集了二十多颗凝胶 因为纯度不够 林买决定 必须拿到刚才两只 变异丧尸的凝胶 说着就要进入剧院 而得知遗弃的两个女友 都被庞大的变异丧尸下的发抖 林买看出女友害怕 连忙上前摸着两人安慰 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会保护你们的 林买提议去二楼 上面隔得远不容易被发现 三人找了个位置坐下 准备欣赏这部好戏 丧尸对如来 林买看出 两只丧尸 平常都是各有自己的领地 互不干涉 他们的出现 打破了这份宁静 观看台的林买看到这出戏 迟迟不动手 林买用精神力控制猴哥 率先耍起手中的棒子 先击中如来丧尸的眼部 碰得他 松手扔掉了猴哥 落地的猴哥 对着丧尸崛起屁股 看你把我铺子都搓个洞 话没说完 丧尸就挥着沙包大的拳头 打了过来 猴哥哪里受到了这一拳 林买控制他躲到另一只丧尸背后 女丧尸还没反应过来 沙包一样的拳头击中 丧尸半个身子 女丧尸闻丝不动地接住了这一拳 如来丧尸都猛逼了 这么屌的吗 女丧尸流着血 对着地上吐了一口 众人以为没有受伤的丧尸 没想到牙齿都被打光吐了一地 看细部仇事大的林买在一旁感叹 杠上了杠上了 笑容地开了花 而两个女友不敢直视 躲在凳子后方发动 此时 女丧尸加快了脚步 形成一道漩涡 围住了如来丧尸 林买看准机会 控制猴哥上前控制住女丧尸一动 已经火冒三丈的如来丧尸 举起手掌 一掌拍下去 女丧尸被拍得绝地三尺 如来丧尸怒吼着 正准备发起 第二次攻击时 女丧尸捕出叶子 刺向大丧尸的双眼 造成他双眼失明 观众席传来巴巴掌的响声 丧尸转眼看着观众席的林墨 你可曾听过一招 从天而降的剑法 就在刚刚 看台上的林墨 被丧尸发现了 他昂着头得意洋洋 觉得自己计划已成功 两只丧尸 被他搞得一个浑身重伤 一个双目失明 为了获取凝胶 让女友进化 下一秒 夏娜拿出武器 从后方偷袭 便一丧尸转头 双手和时挡住了攻击 一旁的林墨 伤成这样 还能反胖 无愧是进阶丧尸 此时 全力以赴攻击 两人集齐武器 啪啪几声 大丧尸就被解决 如来丧尸 发出痛苦的惨脏 非然 大丧尸 用出全力拔向地面 一阵跑 风袭来 二人根本无法靠近 林墨都猛逼了 失去眼睛和尖 都还能有这种战斗力 这只丧尸体型庞大 一般的武器 根本对他没有作用 林墨发现他弱点 不在四肢 让女友攻击丧尸头部 只见夜恋双手相叠 夏娜跳上双手 大丧尸也领合法 硬承着 林墨看着手中 深蓝色凝胶 有了这两颗凝胶女友 就能进化 说着 便带着两个女友 离开了剧院 轻心过来的侯哥 爬起来 看到眼前的场景 愤怒不平 开起脚就对着 如来丧尸的球猛快 怎知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侯哥正在得意忘形时 房顶的石头落下 把他压在地上 侯哥 你怎能逃出 如来佛祖的手心呢 另一边 林墨三人来到房间 确定安全后 就准备让夜恋进化 防止夜恋进化 不受控制 林墨事先捆住了 夜恋的手脚 一旁的下纳 像好奇宝宝一样看着 准备好了一切 林墨拿出凝胶 亲手为女友 不用 刚服下夜恋 就脸颊红弱 痛苦难耐 不然 他眼眸充斥着血红色 因为精神链接的关系 林墨也发出痛苦的吼叫 两人都同时进化 二人正难受之际 夜恋吼叫着 正脱了束股 抬脚就踢中了 林墨的下巴 看着眼睛的女友 感觉在这样下去 两人都可忽喜 夜恋狂暴地看着他们 一旁的下纳都被影响了 林墨赶紧气声 突向夜恋 一个吻着亲了上去 而女友也渐渐地 拼近了下来 两人相拥在一起 没多久 夜恋的进化过程就结束了 夜恋倒在林墨怀中 安抚好女友休息后 林墨起身 想探究一下这次进化 有什么不一样的改变 他看着凳子 精神力会不顾有所的飞跃 他缓缓抬起手臂 使出精神控制 凳子飘浮了起来 这次进化林墨 居然能控制食物了 探究了能力后 林墨拿出另一颗凝胶 给夏娜不用 除下后 夏娜也出现脸颊红热 逼着头 难道进化开始了 林墨感觉不对劲 怎么自己感受不到反昏式 赶紧上前查看情况 夏娜流着口水 嘴里还不断念 我已经吃不下了 原来她睡着了 林墨这才放心 将她抱在怀里 第二天 睡梦中 林墨睁开眼睛 看着女友 夜恋爬过来 瞪大眼睛看着她 她开口叫着林哥 林哥正在睡梦中的林墨 反应过来 女友就讲话了 猛地起身看着女友 夜恋 你刚才叫我什么 突然有个妹子这样盯着你 你喜欢吗 就在刚刚夜恋恢复了意识 叫着林哥 林墨猛地坐起身 看着女友 她不敢相信 这是真实 通过再三确认 自己没有听错后 女友一把抱住了林墨 这是夜恋恢复后 第一次开口讲话 两人都非常开心相拥在一起 一旁的夏娜不乐意了 原来你喜欢我们这样叫你啊 林墨协笑着 怎么 你不喜欢 作为女孩子夏娜 也懂什么是矜持 我不喜欢 觉得太肉麻了 此时 两女友凑在一起 既然你这么期待 就勉为其难地 叫你林哥吧 林墨看着夏娜 有时候怀疑你不是丧尸 试了宁娇精神状态越来越好了 夏娜笑着 我可什么 都记起来了 突然 她惊讶地说自己刚出去了一趟 解决了一些丧尸 将刚收集的宁娇拿了出来 林墨拉着她的手 她想知道 宁娇对于他们到底意味着什么 夏娜沉思片刻后 两女友一口同声地说 是食物 就这样嘻嘻哈哈的三人就休息了 转眼第二天 教堂外 一群丧尸在不断地游荡 三人在房间休息被吵醒 夏娜走出教堂 咔嚓几声 就解决了大批丧尸 她抬起手戳着眼睛 还让不让人睡觉 而一群丧尸发现了她 怒吼着 就要冲向夏娜 林墨吩咐赶紧回来 今天他们要前往A1教学楼 看着满地的丧尸 林墨使出精神控制 现在她的能力 已经可以控制20多只丧尸 但要通过这片丧尸群 也比较困难 她拿出凌乱秋花的地图 根据地图走 应该可以避开大部分丧尸 一路上几人不断开路 三人都累得气喘吁吁 林墨提议找个地方休息 来到一栋教学楼 进入图书馆 林墨感觉这里面很阴森 三人缓缓进入 发现一楼并没有什么动静 直接上了二楼 走上楼梯 几人已经被男子盯住 刚上楼还没反应过来 身后一男子 就拿起武器向林墨袭来 林墨一个闪身躲掉了攻击 伸手抓住男子的手 拿出武器 正准备解决他 男人开口喊着救命 林墨才反应过来 原来是人 男人不断地求饶 放了你可以 但是你要告诉我 你是谁 在这里干什么 这里还有没有其他人 男人无计可施 只好乖乖听话 忽然 门外走进三个男子 龙飞派来的人 林墨一把推开男子 让男子跟他们解释 怎知 男人看到兄弟们来了 刚才求饶熊样早已忘记 指着林墨就要报复 说着几人就冲上来要干架 林墨也毫无同情心 直接一拳就击中男子 响荡一声男子飞了出去 其余几人都看傻眼了 刚才发生了什么 老大还不服输 拿起武器又向林墨袭来 林墨抬手就捏住了老大 暗踩在地上 看着他们 既然你们像动手 那我就跟你们玩玩 话音刚落 一个大金牙就走了出来 妈的 吵什么吵 原来这里还有人 有个男人对你女朋友垂涎三尺 你能忍吗 林墨刚制服几个小喽啰 一个金牙男就凶神恶煞地走了出来 看到眼前的场景 金牙男吓傻了 一旁的小弟却说林墨是龙飞的人 一听见这话 金牙男更来气了 林墨也是明白人 这个金牙男才是这里的老大 被踩着的小弟 不停地让老大救他 金牙男也是酒精沙场之人 这种局势自然不敢轻举乱动 立马变脸 又想干什么 为了收集物资不至于这样吧 毕竟我们也算同事 你们这几天来来去去的还不知足啊 林墨听到这话便知 这些人都是金工之女 时常被欺负 看来只有索性顺着她的话接 才能打听到更多学校的局势和秘密 林墨邪笑腾 这就得问你自己了 金牙男看着他呢 这小子到底是谁 一男两女组合也好像不是抢东西 而且他观察到夜恋 夏娜长得很漂亮 如果是龙飞的人 这么漂亮的妞 他不会舍得送人 金牙男猛逼了 到底是什么情况 金牙男又开口试探 魏俊燕 魏哥也联系过你们龙老大 你现在抢我不等于抢魏哥的吗 你们来回跑不嫌麻烦吗 听到魏俊燕这个名字 林墨感觉好熟悉 不就是和彭彭他们提过的异能者吗 看来这一切清楚了 这个学校真正的老大是魏俊燕 林墨决定跟金牙男摊牌 我不认识什么龙飞 只是路过而已 听到这话 金牙男怒了 你不是龙飞的人 那你他妈的敢搞我的人 看着林墨手里的武器 金牙男就拿出武器 大声呵斥 你不是龙飞的人 就不用多费果蛇了 把人和粮食留下 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 林墨笑着 那我拒绝呢 楼上房间冲出了一大批小弟 势在必得的样子 一群人都在嘲笑林墨被吓到了 夜恋担心林墨有事 夏娜主妇别担心 这些小喽啰 交给林哥解决就好 一群人围了过来 林墨指着金牙男 你们喜欢人多欺负人少 金牙男气势汹汹 是又怎样 你有种也叫人 见林墨双手打开 使出精神控制 就让一见识见识 我的小弟们 一道闪电出现在林墨后方 金牙男等人 只听见丧尸吼叫 认为他在虚张声势 入口只有一个丧尸来了 他在门口肯定第一个遭殃 话音刚落 金牙男转头窗户边 出现丧尸 一群人看见丧尸都吓呆住 丧尸从窗户就跳了进来 一群人手足无措地逃跑 大喊快上三楼 拆掉楼梯丧尸就上不来了 众人哪里知道 丧尸被控制后有了思想 两只丧尸配合 一只蜷缩着身体 另一只丧尸是篮球健将 来了一个胯下甲动作 直接将手里的丧尸 抛上三楼 还没同他们 反应过来 丧尸冲刺着血红色的眼眸 刷刷两声 二人就里面合法 金牙男看到这场景 正准备翻窗逃 林墨一个闪身就来到他面前 一群就将金牙男打飞了出去 站在金牙男面前 你刚刚不是说要群偶我吗 怎么现在玩不起 在末日世界会打篮球的丧尸 你见过吗 林墨看着金牙男 你刚刚不是说要群偶我的吗 怎么玩不起了 金牙男骂着林墨 你个疯子 那些是丧尸 我可没功夫跟你陪葬 林墨站在丧尸前面 你说这些丧尸吗 我觉得他们挺可爱 但他们对你好像比较感兴趣 金牙男推到墙角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丧尸缓缓逼近 吓得他握着拳头 金牙男举起他不争气的手 就领了盒饭 而一旁的林墨就这样看着他 这就是贪婪的代价 解决了这些贪婪的人 林墨便吩咐丧尸 去守门 夏娜还在旁边夸着 看吧 林哥很厉害的 我们不用担心了 话没说完 夏娜就被拉了过来 趴在林墨腿上 责怪夏娜 刚才为什么不来帮忙 说着便抬起手 抽打夏娜的屁股 让你调皮 教坏夜恋 喂喂喂 小子 对待女朋友 要一碗水端瓶啊 转眼三人来到楼上 走进一间书房 看来这里就是 他们的老巢 忽然一本书掉地上 林墨转头 难道还有人 便冲了上去 原来还有三个女孩子 被捆绑着 女孩哭泣着 让林墨救他们 看着女孩身上的伤 平常肯定没有少吃苦 这些人根本不把他们 当成人看待 林墨举起武器 解开了他们的锁具 并告诉他们 他只是一个路过的人 霸占这里的那伙人 已经被解决了 这里暂时安全 林墨看出女孩 对他还是不放心 转头他看到桌上有物资 便指着物资 告诉三个女孩 这些都是你们的 随你们分吧 三人不知饿了多久 冲上去就抢分着食物 看到这一幕 林墨感叹在漠视 这些女生手无腹肌之力 是这些人欺负最好的对象 自己又能就多少 感叹着林墨走出房间 左顾右盼夜恋 和夏娜去哪里了 怎知两人在看一只老鼠 还各自觉得老鼠很可爱 林墨低头语重心长地说 你们别玩老鼠了 呃不可心 二人转头看着他 有什么关系吗 老鼠很可爱啊 突然老鼠眼光变红 难道他进化了 只见老鼠抱着头 瞬间就倒下死了 林墨看着老鼠 这小动物 可能无法承受病毒的浓度 为贪吃付出了代价 林墨摸着女友的头 安慰着为小动物 死掉伤心的他们 背后另一栋大楼 却有一个黑影 在后方盯上了他们 在末日世界 手无腹肌之力的女生 应该怎样活下去 林墨刚刚救下三个女生 发生的一切 被身后的黑影窥探着 这个黑影到底是谁 转眼黑衣人来到楼下 探头进去发现 金牙男被丧尸解决了 但他发现 如果是丧尸所为 这些丧尸 为什么不进去 一直在门口徘徊 觉得是有蹊跷 一道光闪过 黑衣人来到楼上 看到地上的这些人 感叹终于遇见好玩的事 转眼来到三个女生的房门外 正在熟睡的三人 并没察觉什么 一个闪现 绿头发的女生 被黑衣人带出房间 他让女生别害怕 只要认真回答问题便渴 女生听懂了他的话 黑衣人便问这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让他用手写出来 女生写出一男两女 他松手放开了女生 你自由了 女生拼命地跑回房间 不断回头看 一个影子穿过女生身旁 女生领了盒饭倒在地上 黑衣人正感叹 学校还有这种人物 林默出现 将武器放在他脖子上 你是谁 黑衣人转头 问人之前 先自我介绍才是规矩 不然 他看到林默的两个女友 大声笑着 这不是夜大笑话吗 原来你们是一起的 既然我们都是校友 话音未落 林默就大声呵斥 我说了 让你别动 在对峙中 林默已经感觉 眼前的人不简单 便主动问 你是魏军燕 黑衣人也承认了 我们应该 没有建功面吧 你来这里干什么 路过而已 该我问了 惊讶那么多人 都是你解决的 林默怎是胆小之辈 敢做敢当 是又怎样 你想试试 魏军燕抬起手 没有我只想看看 物资落在什么人手里 林默便放下了武器 你可以离开了 魏军燕问 林默愿不愿意 加入他们基地 便开始用利益引诱他 林默早已看透 基地骗人的把戏 说着是为大家 却让大家为他卖命 跟大家话大理 最后一个个 都为他牺牲 便回复他 不用了 你只不过是 哄骗幸存者上缴物资 给自己享用罢了 说着便让他赶紧离开 魏军燕看软的步行 便准备应来 自然 无数条光影 在林默身边穿行 魏军燕出现在林默后方 正准备解决林默 林默一个闪身 就躲开了 林默也抽出短刀 接住了这次攻击 魏的手的魏军燕 看着林默 有点东西兄弟 第一次遇见你这么厉害的人 我很欣赏你 现在答应还不晚 林默瞟眼 跟老子滚 听到这话 魏军燕彻底怒了 别给脸不要脸 说着便使出了闪身 瞬间就来到夜恋前方 得罪了 夜大笑话 举起武器就攻击夜恋 夜恋伸出两个手指 就夹住了他的武器 这 这 这特么的开什么国际玩笑 夏娜看到夜恋被欺负 正准备拿起武器解决他 林默吩咐夏娜别出手 这家伙交给我 感动我的女友 你活腻了 拿起武器 就向魏军燕冲去 魏军燕跳起躲开了攻击 林默抱着女友 你没事吧 你怎么这么傻用手去接 要是伤到你怎么办 便多起嘴帮女友吹着手指 这狗粮洒得太甜了 受不了呢 在末日世界 女朋友被别人欺负 你会贴心照顾吗 就在刚刚 夜恋用手指 接住了异能者的攻击 贴心的林默 为夜恋吹手指 一旁的下纳看着这场景 他好羡慕 也想被林默这样照顾 想着想着他就来气 扔掉手中的武器 我也要做一个淑女 转眼林默看着异能者 敢在我面前 欺负夜恋你活腻了 魏军燕捏着受伤的手 这是我的台词 妈的我宰了你 话音刚落 二人都冲向对方 异能者使出疑心幻影 无数个身影将林默包围 林默看出他的绝技 你的异能就是在短时间内 把速度提升到了极限罢了 魏军燕在空中看着林默 你很清楚吗 你知道又怎样 你能抓到我吗 林默闭上眼睛想破解之法 抓肯定抓不住他 但也不代表无解 这种状态 他持续不了多久 他现身那一刻就是机会 正沉思之时 异能者从后方袭来 林默猛地睁开眼睛 机会就是现在 他使出精神丝线 缠绕着魏军燕的手 手臂被控制 武器攻击离林默后背 只差0.01公分 林默转身挥动 手中武器伤到了异能者 魏军燕受伤蹲在地上 表示自己认灾 认怂了 林默看着他 魏女友被伤之事 再怎么认怂他 也不想放过他 魏军燕也知惊天难逃 说出了最硬气的话 在漠视环境里 咄咄逼人 迟早会让你吃亏的 话音刚落 他就将手中的武器 扔向林默 林默偏头就躲开了 异能者趁机跳出窗外 坏事做多了 老天都不帮他 正跳进楼下丧尸窝 瞬间就被丧尸团团围住 其中一只丧尸 拉着他的手 给他做了一道火烧鸡翅膀 他捂着手臂 使出异能逃离丧尸的包围 扬言一定要找林默报仇 林默在楼上看到了一切的发生 此时 叶恋上前 关心林默背部伤口情况 夏娜也凑了上来 让他赶紧脱掉衣服检查一下 在与异能者 交战中林默也受了伤 看着伤口 叶恋抱着林默 帮他热敷伤口 林默觉得不对劲 转头问叶恋 在哪里学会治疗伤口的方法 叶恋托起下八尘丝 他不想供出姐妹 一旁的夏娜 嘟起嘴 得意洋洋的样子 林默知道是夏娜娇的后 便指着他呵斥 叶恋刚恢复意识不久 你不要让他学这么多东西 以后再慢慢教他嘛 在末日世界 同时被两个女生照顾 你羡慕吗 女友正在帮林默治疗伤口 突然传来一声惨叫 林默冲到女生房间 女生吓得瑟瑟发抖 以为绿发妹子是被林默解决 他解释是异能者魏军燕做的 一听这个名字 女生表情变得紧张 原来他们都认识这个异能者 林默问他们 魏军燕的老巢在哪里 女生指着远处 她的基地就在那个方向 游泳馆 两人站在窗边 女生详细地说了 游泳馆附近的建筑 原来游泳馆就在 林默一行人要去的 A1教学楼旁边 林默吩咐诗偶 向游泳馆方向挺进 遇见挡路的格杀物论 林默三人也正准备离开 突然被救的女生抱着林默 祈求她不要离开 希望能带他们一起走 说只要林默答应 他们什么都愿意做 一旁的女丧尸看到这场景 双眼冲刺着对林默的狂暴 林默赶紧跟两个女生解释 我不会成人之威的 而且我有事在身 不方便带着外人 如果遇见幸存者 就让他们过来救你们 女生看着离开的林默 这个男生好有责任感 两个女生以自由 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转眼到游泳馆 长发男在打听魏军燕的下落 游泳馆内 一群人倒的横气竖八 原来长发男羽和彭彭 已经跟随林乱秋 林乱秋来到游泳馆 也是为解决异能者魏军燕 他知道这次有风险 问长发男二人 是否考虑清楚 与魏军燕为敌 二人早已受够了欺负 他心有不甘 不想自己建立的地位 被任何人取代 自己包扎好水壁 躺在地上休息 准备明天带着人找林默报仇 一来可以除掉眼中钉 二来还可以进一步 减少物资压力 一尸二鸟 本知 林默已经来到游泳馆 找到了他 魏军燕正准备逃 林默使出精神控制 将房门关上 哼了一声 魏军燕撞到门上 碰得他鲜血直流 发生这种情况 魏军燕都猛逼了 这到底什么情况 林默告诉他 你不需要知道这么多 因为马上就要解决你了 林乱秋一行人听见打斗声 急急忙忙地冲了过去 来到房门外 他通过缝隙看去 林默与魏军燕对上了 魏军燕跳起哭向林默 草泥马的 我和你拼了 林默使出精神丝线 缠绕着他 又再次躲开攻击 拿出武器 他就打了他一个耳光 魏军燕被打得左右摇晃 他不甘心 怎么会有人比他更强 被打得满身伤痕的异能者 正准备开门离开 打开门 他看到林乱秋 林乱秋给了他一巴掌 他准备攻击林乱秋 拉一个人垫背 打直林乱秋 使出异能子弹时间 放慢了他的攻击 此刻林默从背后解决了他 方当一声魏军燕应声倒霉 坏事做多了 一定会有应得的惩罚 就在刚刚 林默和林乱秋 联手解决了异能者魏军燕 战斗结束后 两个女友才迟迟从窗外进房间 此时黄毛两人也追了过来 看到黄毛二人 林默才明白 当时林乱秋离开只是借口 他想利用黄毛二人 接近魏军燕 找机会解决他 林乱秋 自己也承认他们的目的 也是解决魏军燕 把这座基地夺过来 二人笑着 这么说 我抢了你人头了 原来林乱秋之前就认识魏军燕 魏军燕知道 他是异能者 曾经找他合作过 被林乱秋拒绝后 魏军燕就想除掉他 这样才能稳固自己老大的地位 林乱秋看天色一晚 羞涩着提议 让林默留下来休息一晚 林默看他很有诚意 也就答应了他 转眼 林乱秋 把他们带到房间休息 忽然 林乱想起图书馆 还有两个幸存者女孩 拜托林乱秋去救他们 林乱秋答应后 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房间 房间只剩下三人 夏娜神经大条地看着林默 便叫上恋姐寻宝 林默笑着 这房间一眼就看穿了 哪有什么宝藏 话音刚落 两人已经在房间翻找衣服穿 换好衣服后 夏娜问林默 刚才那个女孩 好像喜欢你 想你留下来 她确切地告诉夏娜 不会留下 这是她的选择 三人在房间嘻嘻哈哈 总之林乱秋 一直没有离开 听到房间传出的声音 她默默地站在房门外 好久好久 第二天 三人一声不吭 离开了游泳馆 林乱秋站在房顶 看着林默远区的背影 再见了 欣赏人 一路上到处都是丧尸 林默自从精神力提升之后 开路这种事 对于她来讲 变得无聊了起来 一行人终于来到了A1教学楼 夜恋感觉到里面充满血腥味 却没有变异丧尸 为了慎重 林默先用尸偶探路 一群丧尸冲进楼房 林默闭着眼睛 同时看十几个视角 站在楼上 他看着丧尸之间相互撕咬 为了拿到纯度更高的凝胶 吩咐尸偶加入战斗 相互吞噬 才能加速进化 林默正在探索丧尸战斗力 突然 他感觉后方有人在盯着他们 转头过去 却发现空无一人 是他出现了幻觉 还是有危险在慢慢靠近 有一个爱而不得的人 心里会有多难受 就在刚刚 林乱秋看着心爱的人离他而去 三人来到A1教学楼 却发现背后有人盯着他们 不一会儿 已经收集了二十多颗凝胶 林默正在整理凝胶数量 却发现两个女友不见了 原来他们也加入了战斗 看来他们本性 无论怎么进化 也都难以磨削 便放任二人去玩玩 话音刚落 咔嚓一声 精神丝线断裂 教学楼内狮偶被解决了一只 林默凶神恶煞地走进教学楼 看着被解决的狮偶 狮偶凝胶没有被拿走 也没有被搜索过物资 仿佛这动静 只为了吸引他注意一样 正思考时 后方丧尸 向他发起了攻击 没有防备的林默中了一掌 重重地摔在墙上 丧尸将房门关上 受伤的林默缓缓起身 这只丧尸不简单 不但会隐蔽 还懂关门 看来 进化程度很高了 看着眼前的女丧尸 林默回想起了什么 她 她是李雅玲学姐 突然 女丧尸也谋冲刺着杀意 一把扑倒了林默 正准备咬她 这是力量之间的抗衡 两女友感受到了林默有危险 林默使出精神控制 让学姐恢复了部分意识 将她衰落在地 林默以为胜券在握了 女丧尸正脱了束缚 林默感叹 这进化程度也太高了吧 她看着女丧尸 好不容易重逢 你就这样招呼学弟 不太合适吧 女丧尸 好像想起了什么 一个不留神 林默又控制了她 拿起武器正准备解决她 女丧尸一个后撤身躲开了 房门被两道剑气击中 夏娜和叶炼也赶了过来 直接就准备与女丧尸开战 以多七首 女丧尸跳出窗外离开了 二人正准备追 林默却让女友别追了 刚才的一番交手 林默对她的实力 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她的实力不在叶炼之下 硬追会得不偿失 林默觉得没有损失 也就不跟学姐计较了 此时 叶炼凑上来 询问林默是否受伤 这画面太有爱了 这么贴心 且漂亮的女友真少 夏娜这个小可爱 也凑了上来 用鼻子闻着什么 你身上有血腥味 但不是林哥的味道 她看着夏娜 也是有口难言了 林默看着窗外 凝胶也收得差不多了 X城大学 也没什么值得留恋探索的地方 说着便叫上女友 林默带着丧失女友 离开了X城大学 看着眼前的二人 这次X城大学之行 他们都有所成长 物资也得到了补充 总体来说不亏 林默抬头看着天空 这次唯一的遗憾 希望能再见学姐一面 三人正准备离开 找一个地方休息 林默转头看着夏娜 你怎么呢 夏娜看着自己的刀 坏了 看起来很失落的样子 失去了武器 她的战斗力 恐怕也会直线下降 林默上前摸着夏娜的头安慰 放心小傻瓜 明天再给你找一把新武器 我不想因为没有武器 让你陷入危险 夏娜提议去她家 正好看看 有没有合适你的武器 林默拿起手中短刀 这把武器是短了一些 三人便缓缓离开了大学城 后方的学姐也跟了上来 转眼 他们来到旅馆 看见房间夏娜高兴坏了 在床上活蹦乱跳 二人感叹 好久没有睡过床了 看着他们这么开心 林默也没有干涉 转身便走出房间 吩咐二人别乱跑 自己出去看看这个地方是否安全 走上楼林默发现一间储藏室 看来这家旅馆 平时还卖各种零食 打开箱子 这次赚大了 真是得来全部费功夫 正高兴之际 背后一黑影闪过 林默转头看去 是学姐 还拿着武器 这次有点棘手了 忽然学姐开口讲话 我 我认识你 学姐已经进化到可以讲话的程度 太不可思议了 林默也不敢大意 毕竟学姐现在是丧尸 她拿出武器指着学姐 我认识你不稀奇 当初你是学校风云人物 我只是个普通人 你会认识我 林默通过精神感知 呼叫两女友 两人许久并没有反应 突然 夏娜眼眸放大 不好 林哥有危险 学姐不知如何回复林默的追问 一道光影袭来 房门被击碎 夏娜和夜恋赶了过来 学姐转头看着二人 举起手中武器 夏娜一箭刺向学姐 学姐用手抓着墙 一个后侧翻躲开了攻击 用力扒拉着墙壁 将手里扔下两人 林默看到这场景 有不好的欲感 再拖下去 肯定会出事 便吩咐两个女友配合她 两人前后夹击学姐 林默使出精神丝线 控制了学姐的行动 夏娜从后方拿出刀把 就给了学姐一击 学姐被砸晕了过去 夏娜正准备拿出她的凝胶 被林默阻止了 为了弄清真相 林默在学姐身上搜出一个钱包 打开钱包 看着一张照片 照片中居然有她的身影 难怪学姐刚才会说 认识自己 夏娜问 怎么处理她 她看着照片 毕竟认识的人 有点不好下手 夏娜斜笑着 看出林默的意图 你就是喜欢学姐这款 林默矢口否认 便抱起学姐 用精神链接 与学姐保持意识共享 精神链接成功后 林默晕晕呼呼 不断嘱咐 别拿学姐的凝胶 她感觉越来越困 便昏睡了过去 面对丧失学姐的青睐 林默会不会救她 刚刚与学姐 保持精神链接成功后 她还不断地吩咐 千万别拿学姐的凝胶 转眼 她醒来 缓缓睁开眼睛 感觉头好沉 坐在床边 他们三人去哪里了 转头看去 夏娜居然在帮学姐洗澡 林默都猛逼了 洗完澡 学姐穿好了衣服 林默摸着头 看着学姐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可能是衣服有点小发 夏娜和夜恋 已经在楼下 林默让夏娜带路 总之她已经不记得家的地址 正在头痛之际 学姐说她记得 百花区太好了 还有个认识路 事不宜迟 林默带着三个女生 就向夏娜家出发 一路上 都是丧尸 几人躲在房间内 夏娜用手拿起一只老鼠丸 被林默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忽然夜恋指着窗外 不远处有浓烟 轰隆一声 所有丧尸狂暴了 几人立马警觉起来 一声 上 三个妹子冲向丧尸 刷刷几声 丧尸全部被解决 这 这么厉害 几人正看着爆炸处 正愣神之际 林默此时 确定是幸存者所为 他们在 故意引丧尸 看着眼前的大楼 吩咐三人 跟着他爬上楼顶 查看远方情况 看着远处 这场景 简直犹如招聘现场 人山人海 刚才的爆炸声 丧尸全部狂暴了 相互在攻击对方 站在楼顶 威风吹过他的身体 感叹丧尸 未来会净化成什么怪物 看着满是丧尸的城市 林默吩咐学姐去查看 学姐转身鸟 都不鸟他 放大眼眸 凶神恶煞地看着他 不爽你也得下去 林默使出精神控制 控制学姐去前方探路 学姐速度极快 很快便穿越了丧尸群 画面一转 一个女孩不断呼喊着 罗恒 丧尸进来了 轰轰两枪 死了丧尸 出现一男子 问女孩准备工作做得怎样 他们准备大量的油桶 想将街上的丧尸 引来通通干掉 女孩提醒男子 拿到街对面物资 才是我们的目标 不要乱来 林默通过精神力 看远处的一切 现场全部都封锁 根本进不去 林默通过学姐 又控制师偶慢慢靠近 希望能打听到一些情况 原来 他们还有接应的同伴 不管他们怎样做 林默觉得 这是个收取凝胶的好机会 下那竖起大拇指问 我们等 他们解决完丧尸 我们去解决他们吗 林默转头就给了他一拳 你脑袋想什么了你 他们是人类 你要赶尽杀绝 受了委屈的下那 抱着夜恋素 人家又不是人类 此时 学姐也回来了 接下来又是一场 有趣的制度环节 有这样的几个女生 陪你打丧尸 你更喜欢谁 林默控制着尸偶 从侧面前行 走到墙角刚探头出去 刷的一声 一根钢筋就射了过来 看着眼前的钢筋 林默猛逼了 能把这么粗的钢筋 当镖枪一样射过来 这人得有多大的臂力 转角处出现一个男子 他大声呵斥 出来 我看见你了 尸偶目合一声 晃晃悠悠的走了出来 男子探头看去 有没有搞错 刚才偷窥我的是丧尸 林默通过精神链接 看着这一切 原来是个年轻人 他不像什么肌肉大汉 能有如此大的臂力 难道是异能者 担心遇见异能者 林默不敢轻举妄动 便控制丧尸往回走 转眼 出现一个女孩 质问男子 丁宇你发什么呆 他转头看去 原来是王领 男子将刚刚发生的事 告知了他 王领不相信 有这样聪明的丧尸 丧尸都被罗横他们吸引了 这里怎么可能 还有丧尸过来 男子义正言辞的说 自己绝对没有看错 那只丧尸 就像有智慧一样 不然 王领想起了 被胖胖丧尸 轻轻的画面 越想越气 他拿出武器就跑了 交代男子 按照计划接应大家 大家准备好了游桶 接下来就是和丧尸决战 林默控制尸偶在楼上看着 原来他们想用爆炸 聚集起来的丧尸一锅端 趁这个空档去收集物资 计划不错 就是稍有不慎 就会功亏一篑 话音未落 一根钢筋又射了过来 尸偶侧身躲开了 这个傻子追上来了 尸偶还没反应过来 又射过来第二根 林默控制尸偶正准备逃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见到你这种鬼鬼祟祟的丧尸 我就不说 原来是小姨子 两人正纠缠之时 尸偶一个飞踢 吃到了王领 二人同时掉下大楼 看见掉落的小姨子 林默感觉不好 救人要紧 控制尸偶伸手邋遢 那只不小心 拉住了小姨子的裤子 由于重心往下 王领裤子 也就被无情地拉掉了 救人心切地红弱 让尸偶率先落地 咚了一声 二人重重摔在地面 尸偶给王领 当了一次肉垫 抬头看去 糟了 要被丧尸发现了 王领还在不断吼叫 再这样下去 肯定要被发现 林默控制尸偶 准备让他闭嘴 这只尸偶抬起手 不断抽打王领 王领转头 这一段时间 连续被打两次屁股 还都是被丧尸打 看着眼前的小丫头骗子 林默也不忍心在欺负他 便控制丧尸停止了抽打 王领还在不断地求饶 我错了 不管你吩咐做什么 我都答应你 小姨子王领 又被丧尸打屁股了 他趴在地上哭泣着 为什么 每次都要被这种丧尸欺负 林默在精神空间也无语了 摸着头感叹 这丫头上辈子 是喇叭金投胎吗 这么吵 狮偶怒吼着 王领转头看着狮偶 明明被你欺负 你凶什么凶 话音刚落 只手就扒拉着他 狮偶张大嘴巴攻击 突然 王领被吓晕了过去 狮偶抱起他 林默感觉现在清静了 得想个办法 把这个丫头交给他同伴 不知道他们计划开始没有 得赶紧过去 大楼处发出战斗声 罗恒在楼上 用武器不断地射击丧尸 一群丧尸蜂拥而上 忽然 油桶着火 轰轰一声爆炸 方圆几里都被震得地动山摇 爆炸冲击到王领他们方向 林默控制狮偶 用身体护住了小姨子 他们的团灭计划开始了 狮偶看着地上躺着的人 好像是小姨子的队友 刚刚的爆炸 把他从二楼炸了下来 没有死 他真幸运 林默抬头沉思 好歹是小姨子的队友 救了吧 就当给小姨子赔罪 看着地上的王领 还是先给他穿裤子 不然不知怎么 和夏娜解释 狮偶刚拿起裤子 一旁的男子醒了 为了节约时间 狮偶碰的一脚 又将男子踢晕了过去 狮偶带着二人离开了 转眼 林语解决了大批丧尸 他看着地上的血字 认为是同伴受伤留下的 不管是谁的血 这人一定被什么东西抓走了 便准备跟上去弄个明白 狮偶带着二人 感觉脸上有什么东西留下来 难道是刚才爆炸时候受的伤 那他们两个岂不是也受伤了 左边男子后背扎满了玻璃碎片 林默链接狮偶转头看去 他们走过的路 地上全是血迹 总感觉不对劲 有人跟着他们一样 画面一转 林默已经将他们送到酒店 并帮他处理好了伤口 并告知罗恒自己是王岭的朋友 就王岭时顺便救了他 二人正聊天时 夜恋和夏娜走进了房间 刚回到酒店 两个女友集急忙忙冲入房间 罗恒看着两人 在这乱世 他也有需要照顾的人 在刚才这么混乱的情况下 他不仅带着两个女人全身退 还救了他和王岭 他也有一个异能者吧 此时夜恋也怒杀意 林默使出精神控制 别急 他没有恶意 便没有饮盘 承认自己是异能者 男子孝着 太好了 邀请他们加入幸存者队伍 原来他们队伍中 还有其他异能者 计划收集好物资去乡下 有田有地 过自力更生的生活 林默认为 他们条件对普通人 很有诱惑力 只可惜 他带着三位丧尸小姐姐 却是想把人类都生存活泼了 并拒绝了男子的邀请 并告知男子 由于一些特殊原因 不能加入一个队伍 林默转身打开房门 一股气息袭来 刀了 过境有异能者 跟上来的丁语 到酒店外 发现血迹不见了 他抬头看着酒店 看来就在附近没跑到 总之 林默已让学姐站在后方监视 学姐准备解决他 被林默阻止 先看看他要干嘛 男子在楼上看到丁语 两人打了招呼 男子告诉林默下面的人 是他们同伴 便叫丁语上楼 这里很安全 男子给丁语介绍 这位是他的救命恩人 还是王领的亲戚 男子露出不屑的表情 依然保持战斗状态 丁语转眼看着夜恋和下纳 好漂亮的妹子 只是这眼神好不舒服 和丧尸一样 此刻丁语才伸出手 与林默打了个招呼 我想问一下兄弟 在附近有没看见 一只便衣丧尸 林默眼神冷户 指着另一个房间的便衣丧尸 丁语质疑 这只丧尸 是你解决掉的 林默说自己看见丧尸 劫持王领和罗恒 就顺手把他们救了 仅此而已 丁语察觉能有这样的能力 看来这个人也是异能者 都没有避讳 林默承认自己是异能者 丁语接住问 两个妹子呢 他们是我女朋友 丁语总觉得林默不简单 心中想还是得提防一下 罗恒跑来 我的女朋友张宁怎么样了 丁语安慰他 没事你放心 我现在就去收集物资 把你女朋友接过来 二人离开后 林默吩咐女友出去 他要帮王领换药 向他凑了过来 我留下来帮你好不好 林默先笑着 别装了 他伤口流这么多血 你口水都流出来了 约有退出房间 林默看着受伤的王领 算你运气好 有我这么好的姐夫 不然你早死一万次了 便准备帮小医子清洗伤口 看着小医子受伤 林默准备帮他上药 便小心翼翼的怕弄伤他 王领却痛得流泪 上次被丧尸打屁股 还有那个傻瓜姐夫救我 可这次林默开口了 一起去收集物资 看着男子比较坦诚 也就答应了他 男子说等同伴到了 他们就要离开这个地方 下纳告知罗衡 你们可以走 王领明天再来带走 男子猛逼的看着二人 不知什么情况 林默也没想隐瞒他 这位是王领的姐妹 我是王领的姐夫 他就是我小子 想不到你是王领姐夫 那不打扰你们了 转眼 丁宇带回罗衡的女友 看着女友 罗衡开心极了 张宁跑上前 就抱着男子 吓死我 我好担心 能做这种事 林默汉都低了下来 此时女友火冒三丈 夏娜说要去烤火 叶恋说要去吹风 张宁看出两人正在吃醋 连忙后退道歉 解释自己太激动了 一旁的罗衡 哈哈大笑 这傻姑娘 张宁握着拳头 人家女友都知道吃醋 你就不会学着点 东就给了她一拳 罗衡头上冒出两个蛋 看着都疼 是真的疼 男子也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 罗衡提议 天色已晚 明天再出发去收集物资 女友拉着她 就离开了 叶恋和学姐进入房间 学姐看着熟睡的网里 舔着她那可爱的手指 在渴望着什么 夏娜出声制止 学姐眼神凶狠地看着她 二人在旁边你一句 我一句地争吵了起来 果然 女人都爱争嘴 林默大声呵斥 你们争吵没关系 如果要解决人类 我可是会处罚大家 至少这个丫头 不能解决 叶恋凑了上来 其他人可以 林默摸着叶恋的头 乖 其他人也不可以 我们吃宁娇 宁娇比解决人更好吃 叶恋红着脸看着她 林哥说的准没错 听林哥的 果然 还是叶恋最懂事 在对比下 这两位小姐姐 简直就是叛逆期的典型案例 林默转头看着夏娜 你留下王林是为了什么 想让我留下她 夏娜露出邪恶的嘴脸 看到她就会想起 小时候一些记忆 那些画面记忆犹新 仿佛就在眼前 你们这个笑容 气氛开始有点不对劲 糟了 男主被其他女生抱着 女友健壮生气了 转眼到了晚上 受伤的王林醒了过来 嘴里叫着要喝水 她起身看着姐夫 可恶 我好歹是个伤员 居然让我睡地板 突然 一双手蒙住了她的嘴巴 原来是她的吵闹声 惊醒了夏娜 担心别人听见 便制止了她说话 两姐妹许久没见 开启了聊天模式 夏娜问王林 你怎么没有回银杏小区 因为在中途遇见罗恒等人 又跟着他们进入丧尸战斗中 虽然这段时间 跟着他们有罗恒照顾 但也受了不少丁宇的委屈 王林问夏娜以后 有什么打算 夏娜没有思考 以后都跟着林哥 虽然以前我们关系不好 但以后别出现在我们眼前了 夏娜说 林走前会送她一份惊喜 说着二人便各自休息了 王林睡着后 林莫起身看着夏娜 刚才你们的对话我听见了 你现在想的 应该和我一样 有句古话说得好 一山不容二虎 继续这样下去 王林的日子不会好过 林莫起床穿上衣服 叫着女友 我们去教训教训丁宇那个小子 在房间找了一群没有见到人 便控制一只丧尸 寻找丁宇 找到后 好好收拾她 原来丁宇一个人在楼顶 丧尸靠近 正准备用手抓她 她一个闪身躲开 随后扔出钢筋攻击丧尸 丧尸侧头躲避 忽然眼额放红 吼叫着就冲了上去 丁宇挥舞着手中的钢筋 刺向丧尸 每次攻击都被丧尸躲掉 咔嚓一声 丧尸用鸽子窝夹住了钢筋 用尽往后一甩 钢筋飞了出去 丁宇看着眼前的丧尸 难道这只丧尸 生前会武功 顽强的他怕丢面 环境再恶劣 也不想叫人帮忙 怕以后没有资格训斥打架 林默通过精神链接控制丧尸 冲上前抱着丁宇又打 又伸舌头 无奈之下 丁宇只好呼救 让罗横过来帮忙 刚呼救 他就被丧尸 一个头肌撞晕了过去 不一会儿 林默他们赶了过来 夏娜提起昏迷的丁宇 林哥放心 我只打他一拳 一招还我漂亮拳 重击他脸部 打完人的夏娜还调侃 这就是得罪女人的下场 林默碰着丧尸 准备演艺出好戏 丧尸一声吼一声 惊醒众人 听到叫声的罗横冲上楼顶 看着丧尸 准备抱起丁宇 他抬手举起武器射击 丧尸一个跳跃 躲开了子弹 二人上前查看丁宇情况 不是有权人的世界 是充满丧尸的末日世界 林默一行人 与小姨子他们分开后 路上全是丧尸 几人便开启了无情的杀戮 学姐果然很厉害 上前几下 就解决一小只丧尸 林默拿出罗横送的笔记 看附近的地形和标记点 突然 夜恋和夏娜叫着他 几人看着战斗中的学姐 二人提议 让学姐跟他们待在一起 也好调教调教他 林默拖起下八成丝 办法是个好办法 话音刚落 他就回过神 等等 刚才说什么调教来着 交给你们倒是放心 但是不要 总想着恶作剧 两人也同意好好教育他 喷的一声 几人看去 学姐摔倒了吗 林默走近一看 妈 是一条蛇 缠住了学姐 难道蛇变异了 学姐用手掐着他 林默大了 等等 别用手抓 丧尸蛇 一口咬中学姐手臂 另一条蛇窜出发出嘶嘶声 张大嘴巴向林默发起攻击 下那健壮双手插腰 用泼腹骂接的姿势 踩着蛇 双脚在蛇身上跳起了舞蹈 不一会儿 丧失蛇口吐均液 暴体而亡 下那瞪大眼睛看着蛇 这就死了 真没劲 贴心的林默赶紧抱起受伤的学姐 此时 学姐眼眸放大 林默感受 他不受控制 精神链接要被挣脱 难道蛇毒激发了他身体的自卫功能 一条条精神丝线控制着他 原来他对于控制的抵触这么强烈 控制住学姐后 林默扑通一声跪地 夜恋和下那抱着他 他却在担心受伤的学姐 上前抬起他的手 被蛇咬的位置已经肿胀发飞 他转头看着附近 得马上找个地方给他治疗 林默看着死掉的丧尸蛇 头顶发出绿色的光芒 拿出武器 取出凝胶 难道这条蛇不仅感染病毒 而且成功变异 拿起凝胶放进口袋 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研究 当务之急 是找个地方帮学姐疗伤 转眼来到一房间 夜恋刚放在他休息 学姐就发出吼叫声 林默转头让夜恋帮忙按着他 夜恋也是可爱至极 按着他的双手 嘴里还卖萌的讲 你不许动 下那这个捣蛋鬼 在一旁做起了奇怪的动作 林默翻找着包 他也不知怎么治疗蛇毒 只找到一块薄片 认为放掉伤口里的黑系 也许就能好 狗狼不断看着他发生 几人在房间忙得手忙脚乱 林默感受越来越不对劲 放大眼眸 冲出房间 谁 谁在外面 在末日世界 任何生物都有可能发生变异 此刻 学姐被丧尸蛇咬伤 林默很担心 正在房间帮他治疗 感觉门外有动静 他冲出房间 却发现走廊外空无一人 治疗完伤口后 几人已经疲惫不堪休息了 学姐全身发热 出现幻觉 梦见丧尸蛇盯着他 紧紧地缠绕着他的身体 他不停地呼救难受至极 爬到林默身边 露出邪恶的眼神 学姐钻进他被窝 林默猛地坐起身 你干嘛 学姐说自己肚子饿 说着就张开那可爱的小嘴 要吃凝胶 林默拿出凝胶递给学姐 他羞涩地说 我要你喂我吃 对女孩子 他还是比较贴心 便拿起凝胶喂学姐 刚服下就痛苦难耐 此时 门外有一双眼睛盯着他们 林默转头大声呵斥 什么人 走出房间 没有任何发现 难道是感知错了 吃完凝胶的学姐 也感知到有危险 看着阴冷的走廊 绝对有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绝对不是普通的变异丧尸 你按我名 吩咐大家都要小心 一起搜索这栋建筑 夏娜和学姐一起 夜恋和林默一起 突然 学姐后方出现 偌大的两只眼睛盯着他 他转头看着 便追了上去 夏娜呼叫林哥 学姐一个人跑了 来到一墙角处 地上散落的 全是一毛一个的纸箱 林默听见叫声也跟了上来 学姐看着墙角 这里有血腥味 四人就这样盯着一毛一个的纸箱 咚的一声纸箱翻滚下来 夏娜拿出武器 挥出一道光影 声音边缘的纸箱被踢开 原来是一只丧尸 林默大喊 大家小心 这是诱饵 轰隆一声巨型 底下窜出一个巨大的身影 夜恋跳起躲开 林默侧身闪避 眼前出现了一条巨大的便衣丧尸蛇 为什么 丧尸蛇会一直跟着它们 难道他盯上的是 林默口袋中的丧尸蛇凝胶 林默认为 和他正面冲突会有威胁 缓缓将手伸进口袋 拿出凝胶 看他的七寸 刷刷抢见解乎屋 正如七寸 丧尸蛇应声倒地 几人看着倒下的便衣丧尸蛇 林默嘲笑 丧尸的弱点就是大吃货 你的凝胶归我们了 在末日世界 生物变异后也能威胁人类 刚刚解决掉便衣丧尸蛇 林默蹲着取蛇怪凝胶 夜恋贴心地为他擦汗 看着凝胶 感叹这次没白来 这凝胶也太他妈大了吧 林默伸手便问几人 你们想吃吗 大家蒙点头 看得哈拉子直流 他转头撇开 三个女人气得直跺脚 大喊 你个大骗子 他摸着女友的头 大家别误会 这个凝胶毕竟是变异动物 体内取出 和普通凝胶 有什么区别还不清楚 等我实验一下 没问题再给你们 我不愿意让你们冒险 转头便想夸夸学姐 刚恢复就让你打前锋 辛苦你了 那只学姐露出冷酷的表情不鸟塌 几人看着地上的丧尸蛇 林默说 她也算你们同类吧 夏娜瞪大眼睛 怎么会是我们同类 她的血液气味 跟我们都不一样 说着 她还不忘调侃学姐 她被蛇咬过 她跟蛇才是同类 明知夏娜在开玩笑 但看着学姐的眼神雨高了 给人感觉也很危险 知道大家都辛苦了 便叫大家今晚先休息 转眼到了第二天 她看见一只丧尸在吃蛇怪 突然 丧尸转头看着她 有点不对劲 这只丧尸的眼睛冲刺着沙怒 话音未落 丧尸一个剑步冲了上来 林默鸟都不鸟她 站在原地等她过来 靠近时 她使出精神控制 丧尸动作停止了 她想起昨晚收集到的凝胶 可以让丧尸试一下 并将凝胶拿给丧尸服用 边控制边观察 画面一转 几人来到街上 到处满视丧尸 林默吩咐学姐 和夜恋保护后面 下那根自己开路 解决大批丧尸来进食 忽然 控制的丧尸没了气息 林默进入精神空间 发现丧尸还在 难道是错觉 或者是吃了凝胶 丧尸懂得控制自己的气息 解决完丧尸 几人来到一座桥 林默问下那回家还需要多久 她也记不太清楚 吞吞吐吐的说 记得要先过桥 为找把趁手的武器 一行四人不断前行 来到一栋别墅前 两个女友看着鱼池里的鱼 正准备吃 被林默制止了 没有观察清楚 前任何生物都不准乱吃 两女友责怪她管了言 还骂她小气 此时 林默感觉后方 一直有人盯着她 难道是她错觉 有三个女生站在你面前 你会思考什么 突然 窗帘处出现一个黑影 盯着她们 林默闪声过去 外面有人 这家伙已经跟踪很久了 她使出精神控制 控制尸偶先看看情况 刚走到转角处 一道光闪过 一个红围帛 戴帽子的变异丧尸出现 夜恋和下那 拿起武器准备追出去 林默让他们别追了 现在对方什么底细不清楚 贸然追上去 没有好处 丧尸逃出房外 挤到黑影跳上房顶 刷刷几声不见了 想起刚才的丧尸 林默汗如雨下 身为丧尸一点污垢都没有 衣服穿着干净 懂得保持清洁 必定已经成为高阶丧尸 感觉越来越不对劲 认为那只丧尸 随时有可能再回来袭击他们 林默吩咐几人 此地不宜久留 一定要在天黑之前 赶到下那住处 几人便一路厮杀 可这条街丧尸 越来越多 没多久几人被丧尸团团围住 林默瞟眼看去 是那只高阶丧尸 他咬牙切齿 会控制尸群 比高阶丧尸更强的存在 难道他是首领丧尸 林默停止了攻击 看着他 女友在一旁保护着 首领丧尸 也在对面看着林默 这种对峙局面 谁先动 谁就会被先解决吗 两人都不敢贸然出手 首领丧尸脚下发力 直冲夜恋方向 林默大喊 威胁 话音未落 首领丧尸 已经来到夜恋深切 这速度好快 林默使出精神丝线 他后退便躲开了 无数条精神丝线 蹦尸而出 首领丧尸 速度极快 根本无法控制住 他握紧拳头 精神丝线越来越多 丧尸被限制了行动 林默转头 拿出武器 小看我可是要付出代价 首领丧尸 一个后空翻躲开 平缓落地 他看着眼前的对手 居然能在零点几秒的 瞬间摆脱控制 然后规避伤害 这小子 有点意思 丧尸刚站直 他衣服在打斗中 蹦开了 林默睁大眼睛 原来是个妹子 他连忙用手拉着衣服 原来是个假小子 他说话了 让女友离人类远点 林默看着他 想起学姐 怎么总遇到这种 性格古怪的丧尸 丧尸指着林默 我不喜欢你 又指着夜恋 我喜欢他 有人贪念女友的美 男朋友怎能忍 张开双手就护住女恋 下那也来凑热闹 想动他 先过我这一关 他低着头 我不是想伤害他 我只是 只是需要一个伙伴 说完就红着脸 看着夜恋 听到这话 就头皮发麻 犹如晴天霹雳 他是什么意思 有人居然喜欢 男主的老婆 身为男人 疏可忍 审不可忍 他低头邪魅一笑 就凭你敢抢我的女朋友 我就奇怪 你为什么一直跟着我们 原来你是个同志 首领丧尸大声呵斥 我猜不是 我只是喜欢他而已 丧尸看着夜恋 大家也礼貌地 相互介绍了自己 原来这个丧尸叫半远 女友越听越生气 大声喊出 我喜欢的人只有 林哥一个 林默看出 这只丧尸失去了人性意识 便抱着女友 向他解释了什么是喜欢 听完后 他羞涩着脸 贪软地坐在地上 难道自己想得错了 想着想着 他也怒凶光 既然他喜欢你 那我只有解决你 再把他抢过来 话音刚落 他就冲向林默 夜恋站出 雾住男影 一套影子分身术 躲过夜恋 和夏娜直奔林默 此时 学姐冲出 要比速度 还不够格 学姐挥动手臂 光影 手领丧尸 跳向空中躲避 从天而降 林默低头斜笑 恭候多时 只见他抬手 使出精神丝线 无数条丝线 从手掌飞出 精神丝线不断追击丧尸 由于他速度过快 总是无法及时控制 男主向他竖起大拇指 不愧是首领级的丧尸 不过 我也不好惹 精神丝线 形成一道漩涡 集中飞向丧尸 他拳头紧握 趁现在解决他 叶链与夏娜 从后方挥舞着武器袭来 刷发两声 首领丧尸 手臂受伤 他捂着手臂 转头看着几人 为什么 他们会防护那个人类 他正愣神之际 林默不见踪影 出现在他后方 将变异丧尸蛇的毒液 拨在他身上 瞬间手臂冒出白烟 他质问 你给我做了什么 林默拿着装毒液的瓶子 你站立已经被削弱 先顾自己 叶链和学姐冲了上来 他吓尿了 不带你们这样玩 他发出愤愤不平 要呵斥 三人擦身而过 这逃跑速度 堪比伯尔特那家伙 直接拉成一条直线 女友正准备追 被林默制止了 他中了蛇毒战斗力 虽下降 学姐能扛过去 首领级的半月 自然也行 硬追上去 可能会两败俱伤 对自己没有好处 这一仗精神力也透支不少 说着林默 这小子就靠近叶链 让女友别说话 帮我恢复一下精神力 学姐看着这场景 嘴里骂骂咧咧 臭男人 转眼几人走出 林默看见地上 有什么宝贝闪闪发光 蹲下扒开草丛看去 原来是凝胶 应该是和半月战斗 划破他口袋掉落出来 居然还有意外之喜 难得 难得 史上最偏心的男主 就是这小子 刚拿到凝胶 他就只拿给夜恋服用 站在一旁的学姐看着 一股难受静涌上 心里十万匹野马在奔腾 几人正准备离开 学姐醋意未消 在后方慢慢吞吞走着 林默转头 让学姐别莫及 赶快 学姐鸟都不鸟他 要比速度 你们算得啥 话音刚落 他就一个人冲在前面 林默看着 这又怎么了 看着学姐跑远的背影 之前关系就不太好 这下好了 意见更大 女人真莫名其妙 转眼 几人来到夏娜住的小区 没想到她 还是个富二代 住这么豪华的小区 夏娜聊起秀法 现在 你才看出本小姐的金贵 她看着夏娜 自卑感油然而生 这丫头家真有钱 我住的可是郊区 而且房贷还有三十年 看出男友尴尬 善解人意的女友透上钱 但现在的林哥 活得更幸福 她低下头微笑着 还是夜恋懂物 不辜负我对你深情一片 看着女友 现在的我有你们很幸福 两人红着脸看着她 转头 学姐侦查回来 指着另一个方向 她家就在那边 她顺着方向看过去 原来是一月小区 那小区房价出了名的贵 夜恋问她如何得知 她颤颤巍巍的说 以前我想过买这里的房子 不过只敢想想 房价太这么贵了 夜恋低下头看着她 你买房跟谁住啊 她一把抱住女友 当然是和你一起住啊 傻瓜 话音刚落 一个大脚鸭子就踩在她脚上 夏娜凑近 林哥 你是不是漏说了什么 她抬起双手 对对对 还有你 我们都一起住 不依不饶的夏娜撇着头 这还差不多 不然我吃了你 林默感叹 做男人真男 便吩咐夏娜赶紧带路 今晚好好休息一下 一行人走进小区 转眼到夏娜家门口 她犹如寿楼小妹 滔滔不绝地开始介绍自家房子 林默抬起头 我只想问一句 我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 走进院子 咔嚓一声 夏娜撬开了房门 走进房间 让夏娜掀开灯 突然 一道强光袭来 她缓缓睁开眼睛 这 这也太豪气了吧 夏娜坐在柜台 欢迎各位大驾光临 夏家刀剑铺 看到琳琅满目的武器 几人久久不敢相信眼前的场景 在末日世界 有这样一家刀剑铺 你最想选一把什么武器 林默上前拿起一把 这武器看起来 怎么有点像道具 夏娜得意洋洋的样子 当然 很多大导演都长期跟我家里合作 二人正聊着 夜恋拿着一件武器在把玩 转头她看着学姐 反手扎了学姐一下 学姐睁大眼睛呵斥 夜恋连忙抬起双手道歉 说自己开玩笑而已 学姐看着她 下次别开这种软笑 林哥会不开心 林默问夏娜 找到没有 这里武器都只是道具 夏娜回想 武器应该在储藏室 几人正翻找之际 背后出现一人 拿着武器 走出对着林默 没有转头看去 此时林默被挟持 夏娜看到男人手中的武器 想起什么 质问男人 这不是我的收藏品吗 你是从哪里找到的 男人转头用武器对着夏娜 我让你别动 林默发现不对劲 大喊 夏娜小心 哼了一声 一只剑飞出 剑从左方直插墙上 夏娜被吓定了神 缓过神来 气得咬牙切齿 从墙上拔出剑 大声呵斥 这是我家 你算什么东西 男人举起武器对着他们 夏娜卖蒙着 求林哥帮他拿回武器 他拿出短刀对着男子 男子乖乖把武器递给了夏娜 他开心的像个没断奶的孩子 原来 这把武器是夏娜小时候的玩具 还是背着家里人 让工匠帮他做了 所以 他很紧张 林默看着男人 这里还有没有其他人 他吞吞吐吐的说 在外面 快回来了 便继续追问 屋里还有没有 男子不敢撒谎 说楼上还有 带着他们上了二楼 他看出男子很紧张 告诉男子 自己不是坏人 突然 一个声音传来 放开杨家 几人抬头看去 跌跌撞撞一个妹子跑了过来 一声 妹子摔倒在地 他伸出那可爱的小手 让众人不许小看他 林默在后方差点没笑出来 妹子起身拿出武器 大声呵斥 让他们放了男子 两个男人会心一笑 男子摸着头 这个笨蛋 原来 他只是个普通女孩 没什么威胁 但这份勇气可佳 男子转头看着林默 大哥 他只是个小丫头 救人心切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看他们没有威胁 林默便放了男子 妹子猛逼了 你们唱的哪出 分不清好人坏人 林默让妹子别猜了 我们也是防备你们 才胁迫的他 那些武器是被你们拿了吗 男子说武器有不少 但是大部分不能用 能用的只有短刀 几人此行是为了长刀 告诉男子 他们想选长刀 男子抬手指着 那就是仓库 所有的武器都在里面 你有没有被人欺骗的经历 原来我们看到的刀剑铺 摆设的全是道具 真正的武器 已经被幸存者藏了起来 顺着男子手指的方向 林默一行人走进仓库 看着眼前这些真家伙 他调侃夏娜 这么多武器 你家是有多好横 几人在仓库各自寻找 夏娜这个机灵鬼 边找边吐槽自家东西 突然 他翻出一把长剑 抽出武器挥舞起来 刷的一声 箱子就被切成两半 林默看着箱子 这断口好整齐 就像天生切开一样 夏娜一把将武器扔过来 林哥 你拿去用 他看着手中长剑 这套没白来 有了他 我彻底站了起来 他问夏娜 这把给我 你用什么 他撇了撇手 放心 我早挑好了 说着就要带二人去看 来到一机关处 按下开关 轰容一声 机关开启 弱大一把武器出现在眼前 林默傻眼了 这 这不是镰刀吗 难道是 白起一留下来的 夏娜伸手拿下 还不自觉地摆出pose 这可是我最喜欢的收藏品 林默是个大头三 开始嘲笑夏娜 你确定要用这把 镰刀比你还高 一天到晚 拿着这个大家伙 你不嫌累吗 夏娜是个实在人 放心 我不会让你们帮我拿 说着 他要表演 从小玩到大的游戏 给大家看 只见 他拿出武器 扔向半空 刷刷着 武器被砍得稀巴烂 地旁的夜恋感叹 夏娜 好厉害 夏娜凑近 这位小姐姐 我不止伸手厉害 那个 把镰刀 游刃有余 我不用担心 他拿不动了 两人都有了武器 一口同声的 说帮夜恋找一把 忽然 夏娜眼路惊光 想起来了 有一把武器 肯定会很适合夜恋姐 转头 她就开始翻找 她拿出一双铁肘 递给夜恋 二人看着铁肘发愣时 夏娜开始表演 她的推销能力 你们别小看这副铁肘 它可大有来头 是我爷爷的爸爸制造 能削铁如泥 特别是夜恋姐 喜欢用撕扯攻击的特点 她用太棒了 林默差点没问她多少钱 这口才好 真好 转眼夜恋 戴上铁爪 卖萌的样 我笑了 我相信你也笑了 夜恋抬手划出一道爪印 瞬间 墙壁就开了几道口 用过后 觉得挺喜欢便收入囊中 林默开始吩咐 用铁爪可以 别随便撕一些奇怪的东西 说的女友害羞着 夏娜还在不停翻找武器 突然 她拿出一把鸳鸯月 她拿在手中 眼神呆滞 爸爸曾经告诉她 这是她最自豪的武器 可现在已经有了镰刀 左右为难 林默看出她有女孩特点 选择困难症 便拿过武器递给学姐 摸着夏娜的头 好马配好安 学姐一定能发挥最大威力 她也不是外人 总不能厚此果笔吧 选好武器 几人便准备离开 几人历尽艰辛 都选好了武器 开启宅男 待妹打丧尸之行 刚刚离开刀剑铺 一身救命传来 幸存者被一群丧尸追赶 两人已经被丧尸团团围住 正在手足无措之际 男主出现 拿出弩射击丧尸 丧尸越聚越多 林默低头邪笑 来得越多越好 话音刚落 便吩咐女友 将他们全部解决 各自刚拿出新武器 正好开光 夏娜与学姐 率先冲上去 跳起飞出剑气 丧尸便领了盒饭 夜夜也不甘示弱 抬手一找解决三小只 大批丧尸冲向林默 她拔出武器 肃力不快 划出无数条光米 丧尸顺间解决 站在楼上看着的小萝莉 呆若目击 这群人 好 好厉害 正看得起劲 她背后出现一根大舌头 缓缓靠近 小萝莉被缠绕掉在空中 一只变异丧尸出现 她将女孩重重摔落在地 伸出舌头与手脚紧紧抱住她 女孩不断呼救 听到呼救声 林默赶来 一到现场 丧尸便领了盒饭 贴心的男主 总能获得女孩青睐 救下小萝莉 抱着她 一个剑步踩着丧尸的头 将女孩送上楼顶 跟男人打听了这里的情况后 她准备救下这帮幸存者 丧尸不断冲击大门 所有人严阵以待 准备与丧尸决意死战 撞击力越来越大 一旁的女孩在指挥大火行动 突然房门被击破 幸存者疯狂四处逃窜 刷刷几声 林默上前丧尸 被集体解决 吩咐大家 先处理丧尸躯体 派人守住门口 幸存者见她如此厉害 大家像打得鸡血 士气高涨 一旁的女友解决丧尸 犹如切西瓜一样简单 这些人都看傻了 好强的身手 他们是怪物嘛 带头的大姐大 看眼前如此厉害的男人 有种是成相识的感觉 大家看着被解决的丧尸 凑上来 有说要拜师学艺的 还有说 已经是他们的粉丝 在末日世界 拍马屁 也同样行得通 大家正聊得起劲 背后传来声音 带头的女人喊 哥 他哭泣着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 居然还能在这见到你 他转头看去 你是嘉宇 话还没说完 女人就跑上来 哥 你还活着 真是太好了 所有人吃惊地看着两人 这大腿抱得 真及时 在末日世界 遇见亲人会有多伤感 女人冲上前就抱着林墨 流着眼泪 一旁的下那看着 林哥还有个这么漂亮的妹妹啊 怕女友误会 她赶紧跟大家解释 这是自己的远方表妹 病毒爆发后 就失去了联络 没想到 会在这里遇见她 女人自我介绍起来 各位姐姐多多指教 我叫小雨 两人便深情相对 刚遇见林哥 见面就欠你一条命 一旁的女友不乐意了 不断发出咳嗽声 果然 女人缘太好 也是麻烦事 男主脑筋也好事 转头介绍 正准备告诉小雨 他们是自己的女友 话还没讲完 小雨就恭恭敬敬敬地喊出 嫂子好 两人也听得脸颊泛红 林墨吱吱吱吱 小雨也是懂事之人 哥你什么都不用解释 我懂的 三人便开始彩虹屁环节 小雨感谢他们对林哥的照顾 夜恋和夏娜 还沉浸在嫂子的叫声中 久久不能自拔 忽然 小雨感觉 背后有一双眼睛盯着她 她转头看去 这位是林墨赶紧介绍 这位是我学姐 两人客气握手 相互示好 她感觉林哥眼神不对 难不成 这位也是嫂子 林墨撇着头 这我该怎么解释 总不能说她 受到血腥味刺激 想把你们都干掉吧 突然 出现一男子 问林墨 你是异能者吧 她也没避讳 旁边的吃瓜群众 你一句我一句 原来她这么厉害 我们跟着小雨也沾光了 小雨凑上前 林哥 你真是异能者 她摸着小雨的头 别这样看我 不管怎样 我不也还是你哥吗 白头男带着大家 跟他们聚上一宫 感谢今天出手相救 林墨上前 举手之劳而已 男子提议 天色已晚 让他们在此休息 想起刚与亲人重逢 便没推迟 听着要在这里休息 两个女友凑上来撒娇 旁人羡慕着 骂骂咧咧地走开了 刚刚被救的小萝莉 走了过来 要感谢 林墨救了她 说着就冲上来抱着她 我就知道 大哥哥不会生我的气 女友气得瞪你 坏我们好事 小萝莉也是个贴心小棉袄 临走前 还送了她一个秋波 身后硕大的黑影出现 林墨汗如雨下 准备转头解释 她只是一个小孩子 你们别一般见识吧 两人扑上来 缓解尴尬的气氛 气得学姐咬牙切齿 不喜欢这样的感觉 学姐掩路杀意 不如一不做 二不休 男主被小萝莉轻轻 女朋友吃醋 想要解决她 她会如何化解这场危机 战斗太疲惫 林墨准备回房休息 刚走进房门 背后一双犀利的眼神盯着她 原来是学姐 她放大眼眸 还没回过神 学姐就一掌袭来 得罪谁 都别得罪女人 她抓住学姐的手 重重将她衰落在地晕了过去 此时 夜恋和夏娜走进房间 吃惊地看着二人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林墨以为是学姐的拖空 也就没有过多在意 夏娜走进房间 看着衣柜 自己心爱的衣服还在 她拿出一件递给林哥 这件衣服 是爸爸买给她的 穿着有些大 一直丢在那里面穿过 让她试试 从没换过衣服的男主 看到新衣服 便穿上试试 没想到 衣服非常合身 穿上更帅气 看着穿上新衣服的林哥 夏娜在想 爸爸是不是把她当男孩的 林墨傻笑的 你本来就不像女生 她低下投入出凝重的眼神 衣服的释放一边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她凑近夏娜 质问今天当着这么多人欺负我 谁出的主意 夏娜跑过去 拉起叶恋的手 是叶恋解除的主意 夏娜问为什么 叶恋解犯错 你就不惩罚她 林墨羞涩着张大嘴巴 不知如何解释 夏娜捏着她 今天不解释清楚 别怪我吃了 直接就给男主下尿了 此刻 林墨火冒三丈 你们又开始不听话了 不可原谅 她露出邪恶的眼神 今天得好好教育教育你们 话音刚落 昏迷的丧失学姐 醒了过来 一把就抓住了她 差点没把她送走 荒荡一声 将她重重摔落在地 她看着学姐 你到底怎么了 学姐上来一顿嘴炮 男主才知 自己平常冷落了学姐 她转头解释道歉 说自己以后会一视同仁 刚准备走 又被学姐一把捏住 威胁她 以后还敢在我面前 做一些奇怪的亲密动作 我立刻解决你 叶恋和夏娜看着 怯怯思语的说 学姐吃醋了 叶恋却在担心凌哥的安危 被欺负的凌莫咬牙切齿 看着两人 平常还说好兄弟 讲一起 看我被欺负 你们也不上前帮忙 果然 女人都爱帮女人 只见她缓缓从口袋拿出什么 原来是一件战袍 穿上战袍化身小凌莫 大声怒吼 你们不帮我 我就自己就自己 说着便冲向学姐 露出了凶狠的眼神 听到楼上不断发出声响 小罗莉看着天花板 男主被丧尸学姐偷袭 小罗莉在楼下听见 第二天说错话 差点丢掉姓名 她到底说了什么 门外传来敲门声 凌莫刚打开房门 小罗莉冲上来就抱着她 她瞪大眼睛 长大了 也要跟着大哥哥一起去冒险 凌莫被吓得哑口无言 只好闭着眼睛说瞎话 现在开始要乖乖的才行 收拾完 凌莫走进食堂 昨晚折腾一晚 现在才感觉肚子咕咕叫 大家都相互照顾 这个白发男子不简单 她想起昨晚完全是噩梦 露出了男为情的微笑 看着他们在商量什么 便问他们这是要去哪里 原来准备去更远的地方收集物资 白发男以前是机关人员 难怪管理能力如此之强 两人走出食堂边走边聊 他们计划收集足够多物资后 去城外生产基地 过自力更生的生活 从头开始 凌莫想起什么 问白发男你们要去的基地 旁边是不是有一个研究所 得到确定答案 凌莫决定和他们一起前往 虽然现在女友进化之路比较顺利 但未来会越来越难走 想起首领级丧尸 他就后背发凉 优胜略胎 试着生存这个道理 在任何世界都如此 画面一转 二人来到基地 白发男将凌莫加入基地好消息告诉大家 一群人高兴坏了 有这种高手 他们就不害怕丧尸了 小语跑上前 凌莫你能加入 我真是太开心了 边说边跑一把抱住他 能和哥一起并肩作战 太开心了 二人正深情相对 背后又传来咳嗽声 两人转头看去 小语结结巴巴 嫂 嫂子们好 小罗利跑来举起双手 当着众人喊 小语姐姐 别紧张 昨晚我听见姐姐们叫都不紧张 凌莫 难为情至极 心里暗想 小罗利 不看你是小孩子 立马解决了你看着众人 他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白发男 看出尴尬 训练起队伍 安排出发前的工作 杨家也在队伍中 跟凌莫打了个招呼 这小子有勇有谋 不错 白发男 担心夜恋他们的安危 建议他们留在基地 话音刚落 镰刀就到了他脖子边缘 另一男子出现 大声呵斥 你赶快放了郭哥 瞬间 学姐眼光泛红 几人露出杀意 难不成这三个女孩也是异能主 他颤颤巍巍的讲 再多找三辆好点的自行车 给这三位小姐姐 小语想起刚才几位嫂子的眼神 感觉刚刚一瞬间的样子 和丧尸一样 小语察觉嫂子是丧尸 一个举动 竟然救了他们 她是如何做到的 离开基地 街上满是丧尸 一行人骑上脚踏车 疯狂前往目的地 小语跟上前 向林哥打听 这次出来目的地是哪里 原来是去武警中队 收集物资 再把粮食拿去生产基地 白发男转头提醒大家 前面丧尸众多 提议走小路 一路上林默很惊讶 一只丧尸都没有看见 转眼 大家到达武警基地大门口 找了辆车躲避 发现丧尸比他们之前过来还多 黄毛提议 干脆先撤 一群人都很害怕 白发男站起身 大家都听我指挥 我们抽签 中了的人引诱丧尸 其余人找机会溜进去 林默看着他们 不用搞得这么伤感 大家跟着我 只见他缓缓抽出武器 杨家看着白发男 我们上去帮他吧 不然他会送一醒 你看清楚 他这么自信的眼神 像会出事的样子吗 话音刚落 杨家睁大眼睛 怎么可能 瞬间丧尸就被解决完 见林默如此利用 大家士气高涨 也冲了上去 叶链加入战斗 夏娜和学姐 也准备活动活动筋骨 忽然 红色轿车下方 出现一双红色眼睛 盯着他们 一行人进入基地 丧尸不断引入 夹在门口 无法关上大门 夏娜低着头 看不下去 冲上前 嘴里还骂骂咧咧 一群废物 两男子看着夏娜 我们没看错吧 他是个女孩子吗 转头林默训诫他 你好歹收敛点 被别人发现 你是丧尸怎么办 要玩待会儿回去再说吗 花台边男子看着几人 他好羡慕林默 有这么多美女陪着他 正幻想时 身后出现一双眼睛 感叹自己 也想拥有一个女友 一只二哈马的跳出 大家转头看去 男子已经领了盒饭 原来是便意警犬 他跳起就攻击而来 林默使出精神控制 二哈速度很快 无法影响他 女友赶忙冲上前帮忙 看情况不对 二哈翻墙就离开了 学姐正准备追上去 被小雨拦住 嫂子别追太危险 夏娜调侃 怕啥 有多少解决多少 说不定还能驯服一只当宠物 白发男看着大家 别议论狗了 要明白我们目的是什么 夏娜很生气 都是小气魂 玩一会儿都不可以 画面一转 二哈回到主人处 主人摸着他的头 记住气味 好好跟踪他们 他抬起手托起下巴 真舍不得解决他 上次的账 我要慢慢来 欲擒故纵 循序渐进让他们付出代价 一行人来到基地 没想到 遇见二哈拦路 狗主人到底是谁 刚进入 林默还在想 刚才的变异警犬 看上去智商很高 夏娜看出林哥的担心 你是担心 二哈会来袭击我们吗 他转头看着夏娜 我们这么多人 诱惑力不低 二哈再没出现 很奇怪 他瞥着头安抚林哥 估计怕我和夜恋警 毕竟我们这么厉害 这个自恋鬼 说的也不无道理 转眼 他们来到物资储藏室 满地都是领了 盒饭的卡拉咪 这里就是武器库 一个声音传来 林默松顶 有变异丧尸 他转头看去 几人冲上去 就解决了丧尸 吩咐大家小心 跟着就行 过了这里就是武器库 拿到武器 大家就安全了 转头让两个女友 和他一起开路 看着两人还蹲在地上 玩小丧 气得他 差点骂脏话 小雨看着林哥的背影 爱慕油然而生 到了武器库 打开锁链 有了这些武器 再也不用怕丧尸了 大家走进仓库 琳琅满目的硬核武器 映入眼帘 以前在电视里 才能看见的 没想到这里都有 今天算是大丰收 不然 林默眼神凝重 大家有没有看见杨家 他怎么不见了 众人议论 他不会去上厕所了吧 有种不好的感觉 林默吩咐大家分头寻找 看见他第一时间汇报 小雨也来追问杨家情况 现在只有一种 非常不好的预感 或许已经凶多吉少 一男子发现杨家 看到眼前的场景 他瘫软坐在地上 是两只便一恶狼 在撕咬他 男子正准备吼叫通知大家 一双大手从背后伸出 他便领了盒饭 回到一楼大厅 他们都没有发现杨家的身影 林默低头沉思 感觉越来越不对劲 小雨不放心队友 还想去寻找 他担心妹妹的安危 提一一起去 夏娜也想跟着 他吩咐夏娜和学姐在这里等 保护大家安全 以防万一 几人在二楼挨着房间 一个个寻找 排查完并没有发现 剩下最后一个房间 小雨正准备打开房门 林默制止了他 用手指了指脚下 是穴子 而且还很新鲜 四人立刻戒备起来 他伸手转着把手 推开房门 眼前的场景不可直视 小雨蒙住嘴巴 眼眸放大 眼角露出了悲伤的眼泪 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 却犯下不可原谅的罪行 是野性难训 还是有人操控 小雨看着眼前 被狼犬分支的众人 他露出惊恐的表情 为同伴流下了眼泪 林默感觉不对劲 是有人故意在针对他们 他叫上大家赶紧下楼 通知郭超 赶紧离开这个地方 下楼把刚才发生的惨状 告诉白发男 现在不管这里有多少物资 大家先撤为妙 来到车库 发现有一辆车 发动汽车 车子久久不能启动 大家担心 发动声会惊动丧尸 话音刚落 丧尸已经蜂拥而上 夜恋雨下纳上前 刷刷起声 这起叫丧尸 男主和学姐 怎能坐视不理 抬头划出两道电器 丧尸根本无法靠近 白发男 吃惊的看着几人 太他妈强悍了 此时 车子已经启动 丧尸被撞的人 养马三 呼叫他们赶紧上车 有了车丧尸 无法靠近 开着车 大家离开了基地 刚离开 楼顶两只二哈 还盯着他们 狗主人缓缓走出 这次又让你逃掉了 原来是首领级丧尸 半月 这次他不敢大意 要做到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担心又被剥毒液 半月站在楼顶 看望远方 感觉有一种 奇怪的气息在城市中 仿佛跟他是 同一类的高级丧尸 画面一转 几人开车 一路畅通无语 小鱼感叹 虽然有了车 却是牺牲了 杨家他们换来的 白发男安慰他 别想了 这是在末世 林末还在后爬 能在他面前 翘无声息地掳走人 对方究竟是怎样的存在 正在发愣 夏娜叫着林哥 你看窗外 车子不断撞击丧尸 他觉得特别好玩 还大声叫着 冲压 他转头就呵斥夏娜 你就不能学学 夜恋解和学姐他们 话还没讲完 转头看去 两人看着外面的场景 更起劲 他下巴都惊掉了 回想起 他们恢复记忆不多 对他们而言 确实是新奇的体验 车子突然停下 大家来到了购物中心门口 白发男提议 进去收集点物资 顺便看能不能救幸存者 商场内 琳朗满目都是斑斑血迹 大家分工开始收集物资 首先选择密封食物 看着这么多物资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感谢男主 此时 下纳凑近 发现有人盯着他们 林末吩咐大家保持警惕 这个商场有古怪 收集完物资 白发男提议 去二楼寻找幸存者 林末答应 让大家跟着他 别走散了 经过一条游乐区 玩偶东倒西歪 不然 林末感觉不对 转头拿出武器 对着他 原来是一个玩偶 装扮的把戏 怎能逃出男主眼神 大声呵斥对方 出来 小萝莉得知 杨家被恶犬咬死 伤心欲绝 男主竟然对他做这种事 玩偶背后的幸存者 察觉自己被发现 转头就跑 大家追了上去 他边跑边 推到路边玩偶足蹈 看来 他对这里的地形 非常熟悉 突然 夏娜冲上前 挥舞镰刀 小子没跑几步 刷了一声 武器 移到他脑袋上方 他瘫倒坐在地下 一群人跟了上来 小子摘下帽子 你们不是找幸存者吗 我就是 原来是个小孩 他看着男主 你好厉害 居然知道我藏在玩偶里 又转眼看着夏娜 你要是不想解决我 就把武器放下吧 姐姐长得这么漂亮 我是愿意 都说牡丹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 夏娜抬手准备要解决他 被林默制止了 他看着大家 做起了自我介绍 我叫202 没有名字 只有番号 说着他伸出小手 挑逗大家 别愣着呢 你们不是来找幸存者的吗 自告奋勇带他们去 这套嘴炮操作下来 大家都被指不会了 夏娜这个大条神经 觉得这个人怪怪的 提议解决他 林哥无语地低着头 让他助手 转眼 一行人跟着他 找其他幸存者 小语很好奇问202 你不怕我们是坏人吗 他露出无所谓的表情 你们手里有武器 还有这么厉害的漂亮姐姐 我干嘛要问 反正最后 还不是要带你们去 林默看着他 幸存者见了不守 这样的幸存者 还是头一回见 砰的一声 他打开一仓库 大家走近 两位幸存者问202 他们是什么人 白发男 做起了自我介绍 我们是自发组织的生存队伍 正在搜寻落单的幸存者 看到是来救他们的 预解高兴坏了 连忙答应 要加入组织 托子哥也同意加入 一行人坐上车 离开了购物中心 在车上 托子哥和于姐介绍了 能为组织分担工作方向 于姐善于做统计归纳 托子哥善于做仓库管理 小语转眼看着202 那你擅长做什么呢 他藐视小语 别问我了 反正我不是蛀虫就行 气得小语咬牙切齿 托子哥开口 202很厉害 他是异能者 听见异能鬼 林默来劲了 问他是什么异能 知道林默也是异能者 他像汤一样 追着问七问八 他一把将202案倒在窗边 让他闭嘴 惹得众人哈哈大笑 此时 他们回来幸存者基地 刚下车 小萝莉就跑上来抱着林默 他看着回来的一行人 问杨家怎么没有回来 大家不知如何答复 男主蹲下安慰小萝莉 他没事 只是暂时没回来 他一把抱住大哥哥哭泣 我清楚怎么回事 我只想知道他离开的时候 痛不痛苦 为了缓解小萝莉的悲伤 告诉小萝莉 不痛苦 就像睡着了一样 此刻他抱着林默 已经哭成了泪人 有异能者加入基地 他一个举动 差点丢掉姓母 安抚好小萝莉 白发男赶紧跟大家介绍 新成员 于兰姐和兔子哥 还有这位异能者 202小兄弟 一听说有异能者加入 大家都不淡定吗 都在讨论 是他强 还是林哥更强 他眼神凝重 这不是郭超的风格 这么迫不及待 把他身份抖出来 小萝莉 直勾勾盯着202 别这么看我 就算你是萝莉音 我也不感兴趣 我的真爱是郁姐 最好25岁以上 小萝莉猛逼地看着他 郁姐是什么意思 他哈哈大笑 正得一洋洋 林默一把拉着他离开了 别跟这种满脑子 思想肮脏的怪人说话 转眼到了晚上 白发男 开始跟大家分享他的计划 怎样去基地种植 如何获得疫苗 听着他们 也要找疫苗 一旁的林默 瞥着眼睛 为了这个才跟他们合作 暂时也没必要泼他们冷水 突然 夏娜头痛难耐 他伸出双手 露出惊讶的表情 感觉刚刚有人钻进脑子一样 他眼眸冲刺着血红色 手爪不断伸长 快控制不住 自己的情绪 要狂暴了 林默咬着牙 怎么感觉有人在窥探他的思绪 精神力被挡 所以夏娜才受到牵连 他转头看着门外的异能者 难道是他在作怪 202做出不屑的样子准备跑 男主吩咐夜恋 照顾夏娜 他便追了出去 刚伸手抓 他使出异能躲开了 这小子还有点本事 他抬起手指 刚开始吹嘘 林默一把 将他提了起来 掐着他脖子呵斥 质问他对夏娜做了什么 看出男主生气 他老老实实交代 说自己只是好奇而已 掐着他的手 越来越用尽 让其老实交代 异能到底是什么 是心灵风暴 一种利用精神力的心灵根基 听完后 心想 这样的人留着有威胁 准备解决他 小子赶紧求饶 瞬间他身边出现精神光团 林默大吃一惊 如此混乱的光团 他也是第一次见 是他本人的原因 还是异能带来的副作用 看202并没有强力反抗 将他放了下来 警告他 再有下次一定解决你 吓得他冷汗直流 结结巴巴的答应 说自己还不想死 转头他又露出不屑的样子 没有找到和自己匹配的欲解前 还舍不得死去 离开的林默看着他 不管喜欢什么 好奇害死人 有空好奇 不如关心自己 以你现在的状态有异能 反而会害了你 学姐吃下丧尸蛇凝胶 会不会进化 原来 一切都是首领丧尸的阴谋 刚处理完奇葩小子 回到房间开门 几个丧尸女友就盯着他 接下来的事 知道大家不喜欢 咱们直接跳舞 学姐想提升战斗力 林默拿出一瘦凝胶递给学姐 自从上次学姐中蛇毒后 就变得有点奇怪 渴望变一瘦凝胶 不是第一次了 既然他渴望 上次也做过实验 没发现什么问题 就将凝胶拿给他服用 刚服下林默就感觉不对劲 学姐要开始进化了 他拉着学姐的手安抚 学姐眼神露出血红色 进化完他抬起手 这次究竟是什么方向的进化 感觉学姐身上邪气和野性更强 也不知是不是与蛇毒彻底结合 他握紧拳头 对着墙 打出一拳 瞬间墙壁破了一个大洞 夏娜惊呆了 好强的爆发力 这也太夸张了吧 学姐提醒夏娜 你仔细看 这不是一拳的事 一拳打出几拳的爆发 他看着自己的双手不敢相信 感觉更强的是身体变轻盈了 反而他更期待野兽凝胶能给学姐带来什么 第二天 一行人前往粮食生产基地 吩咐三人观察四周支援大家 一路上都是丧尸 他们开启车的 突然 一只丧尸冲破玻璃进来 男主拿出弩射击 随后 丧尸越来越多 他跳上车头 掩护大家前行 让夏娜在后车断后 学姐和叶恋 负责游寄周围扑来的丧尸 小萝莉探出头 那我做什么 他抬手就给了他一个脑瓜崩 指着他 你乖乖待在嘉宇旁边就是任务 男子拿起对讲机 呼叫林哥 丧尸越来越多 他跳起一路披荆斩棘 往前方支援 小宇的车 由于地上躯体太多 车子抛锚了 丧尸 直接把车围的水线不通 夏娜正准备过去 跳出一只恶狼 咬住了他的镰刀 车里众人 吓得惊慌失措 远方大楼出现一个黑影 是首领及丧尸半月 他盯着大家 想知道这次进化之后 临墨 他们能有多强 原来这一切都是阴墨 听着嘉宇他们有危险 吩咐前车按喇叭 吸引丧尸 此时 白发南下的汗流加倍 不敢按下 他看出 这小子怂了 拔出武器指向天空 开了一墙 丧尸分拥而至 他用自己当诱饵 吩咐学姐和夜恋 消耗丧尸 半月看着 继续耗下去意义不大 叫回恶狼 转头露出凶狠的眼神 这次算你又逃过一劫 但下次 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面对变异兽的袭击 人类能不能战胜 究竟发生了什么 刚逃过首领 及丧尸半月的狙击 毕行人终于来到高兴区 大家都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白发南怀着忐忑的心情 也拍起男主马 他瞥着眼睛告诉白发南 在关键时 可能站出来 还想男人 突然 202这个神经 从车顶出现 开始调侃男子 大哥一早就生龙活虎 看不出来 昨晚能力很强吗 李白都有被磨成真的一天 节制一点 听到被小子调侃 不乐意了 露出邪恶的样子 一把抓住他 重重的把他摔在地上 提着脚甩着 今天你的嘴和命 必须报废一个 看到小子被欺负 小萝莉凑上钱 又被教训了 他以为萝莉在关心自己 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别安慰我 我也不会喜欢你 总之 萝莉是在嘲笑他活该 气得他 枝牙裂嘴 就这样吵吵闹闹 大家来到粮食生产基地 202看着基地 这么大一家公司 员工肯定不守 不过现在看起来 很多对劲 白发男开始演讲 自己的灭丧尸计划 引丧尸过来用武器解决 小子站出嘲笑他 你说的不是灭尸计划 是找死计划 只要武器一想 前后 丧尸都来 父辈受敌 互相陪葬 男主也同意202的观点 听见大哥同意自己的意见 跑上前 就要抱大腿 白发男都被说牡逼了 不知如何是好 202举手 说他来介绍计划 首先 用汽油当作封锁线 当哨兵 发现问题立即回报 大部队固守此桥 除此之外 我们也得留下一部分精锐 作为大部队的主心骨 毕竟一旦出事 这里就是我们的退路 必须确保这里万无一失 虽然这不是万全之策 但也是目前最优化的方案 听着这小子滔滔不绝 没有想到 这个人来疯 还能想到这么正经的方法 男主一声令下 吩咐众人 2202计划进行 忽然 草丛出现杀杀声 大家开始警惕 相互聚拢背靠背 一只怪物向他们冲击而来 夜恋和下纳冲向怪物 由于速度过快 怪物直接穿过二人 靠近才看见 原来是一只野猪 临摸拔出武器 手起刀落 野猪被击杀 看着地下的生物 这不是普通的野猪 四周传出口叫声 无数双眼睛正盯着他们 男主转头安抚大家 保持镇定 严阵以待 一群野猪自然 缴缓走出 面对这样的阵势 大家举起手中的武器 不断射击一兽 在末日世界 人性会有多邪恶 白发男到底做了什么 此时 一群人被异兽围住 大家严阵以待 他举起双手给大家打气 只要团队坚持抗争 定会人定胜天 一只异兽袭来 看到同伴被袭击 他直接就吓尿了 见同伴呼救 抛下同伴转头就开始跑 一只犀牛向他攻击过来 大喊救命 一道光明里打过 犀牛被男主解决 转眼看着他 怎么怂了 二人转头看去 异兽不断攻击大家 再这样下去 恐怕要全灭在这里 随后林默吩咐夜恋和夏娜 务必全部解决野兽 两人开启狂暴厮杀 夏娜跳起攻击 夜恋也不甘示弱 抬手就使出撕扯 众人看着他们感叹好厉害 他们是女人吗 男主跳上半空 使出无数条剑气 悲情全部被击杀 大家都在夸林默 一旁的白发男星生恨你 解决完一瘦 小萝莉跑上来抱着男主撒娇 女朋友看到不乐意 夏娜露出凶狠的样子 他连忙解释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旁边的人羡慕不已 又厉害 女朋友也漂亮 连小萝莉也投怀送抱 白发男越想越气 感觉是自己隐隆入室 再这样下去 担心自己的位置 会被男主取代 便拿出武器 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 刚准备动手 旁人叫男主 他失去了动手的机会 转眼 他们来到大仓库 放眼看去 全是粮食 还有腊肉 大家高兴坏了 大家都在感谢男主 才有今天的大丰收 跟妹妹交代几句 有事和学姐商量 便离开仓库 回到房间 他拿出狼犬凝胶 递给学姐 想看学姐吃下后 会有什么变化 学姐拿着凝胶 嘴里骂骂咧咧 我只对蛇毒有感觉 学姐正在进化 小萝莉冲进房间 看到大家不想看的贴贴 她红着脸 让萝莉别想歪了 懂事的小萝莉 说自己什么都没有看见 就退出了房间 关上他们后 她瘫壤跪地 没想到 自己有一天会成为 小萝莉眼中的怪叔叔 一周后 大家陆续地将粮食运走 男主悠闲着 在房间做运动 202出现嘲笑他 一个闪现就来到他面前 他跳起 准备使出异能攻击 男主抬手 使出精神撕线 202不通跪地 直呼大哥饶命 只想玩玩 是有正事找他 听见有正事 便没跟小子计较 是郭超教202传话 有重要的是 找他商量 听见白发男找自己 男主立马警觉起来 他会有什么阴谋 男主遇险 老王挺身而出救他 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找他来到仓库 一群人都在夸奖 男主一路上的风光事迹 走近没有看见白发男 便问老王 原来他在监督食品入库 大家看到英雄来了 都高兴不已 男主转头离开仓库 听见大家在议论 白发男的不仁义 他们都看出郭超的嘴脸 诗人心容易 想要挽回救男上加男 转眼 白发男还在指手画脚 所有人对他都非常不满 可大家敢怒而不敢言 见男主过来 他急冲冲地说 他们要去军区 问什么时候可以走 男主看出白发男的心迹 怕影响自己的地位 想早点结束合作关系 反正他们一行人 也要去生物研究所 索性就答应 立即前往 大家准备就绪 离开基地前往军区 一路上非常顺利 并没有遇见丧尸 随后 车子停在军区门口 一行人刚走进研究所 楼上出现一个狙击手 把他们盯上了 他感觉这股气息不对 老王被瞄准 男主察觉危险 一把拉开他躲藏起来 并嘱咐他小心 都没有出现丧尸 难道这里一只丧尸都没有 大家听见枪声都跑了过来 听完解释 正高兴这里没有丧尸 男主眼神凝重 看着对面的大楼 没有大家想得如此简单 没有丧尸 足以证明 这里绝对有幸存者 此时白发男提议 今天先回去 明天再来 大家正准备离开 男主邪校低着头 朋友 丁这么久不出来见一面吗 远处传来声音 算你小子聪明 听到声音 大家立刻警觉起来 狙击手已经瞄准了他的头 一男子发现了狙击手藏匿的位置 就在对面行政楼 对方要求见人类中的领头人 大家都相互推迟 林默回想 强调见人类中领头人 难道对方是丧尸 还是他发现夜恋他们的秘密 白发男已经成了缩头乌龟 这个时候 只有男主大意凛然出面谈判 郭超气的咬牙切齿 狙击手 抬起武器 准备解决男主 讲义气的老王挡在他前面 看着老王的举动 这小子真有种 男主告诉狙击手 能不能单独谈话 一个人上楼不带武器 男子却让他带个女人一起 他会有什么目的 便叫上女友 一起会会这个神秘人 白发男自食恶果 丢掉了性命 他到底做错了什么 就在刚刚 男主代表大家和神秘人谈判 老王提议 找个高处掩护林哥 被白发男阻止 还落井下石 就算有危险 也是他自己的选择 让老王帮他祈祷就行 202察觉下纳他们的怪异 感觉越来越有趣 想深入了解 他们到底是人还是丧尸 转眼 两人正上楼 他打个根体 哪个家伙又在说我坏话 走到墙角 以防万一 他拔出一根钉子备用 来到房门外转动把手 刚走近 就被男人叫主 质问男主 你身边那个是丧尸没错吧 他也没有避讳 便承认了 此时 男主已经用精神控制 让钉子悬浮起来 男人介绍了自己 他叫胡川 也是个异能主 说自己没有恶意 只想知道夜恋他们 靠什么做到外表 完全和人类一样 林默察觉不对 问他究竟是什么人 钉子出现在他头顶上方 夜恋转头告诉男主 这个人身上的气息 和他们很像 男子猛地转头 没错 看清楚我是什么人 男子音量提高 你一定有什么办法 让他维持人的理智 可以用很多东西交换 男主此刻猛逼了 他不可能是丧尸 到底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这家伙 也是有控制丧尸的异能 想借丧尸之口套话 看出男子的目的 便威胁他 老实交代 不然 别怪我不客气 他抬起手 我没有骗你 我确实是异能者 但现在也是丧尸 准确的来说 是附身在丧尸身上 不想一辈子当怪物 得知实情后 男主告诉他 自己无能为力 听到没有办法 他抱头痛哭 说完拉着女友就要离开 看男主不愿帮助自己 抬起武器就要解决他 灵末转头使出精神控制 钉子直插他脑袋 男子倒了下去 这只是他的分身 一定要想办法找到本尊 画面一转 楼下的几人被丧尸狙击 火力越来越强 丧尸会开枪 还有意识 大家解决掉一只 又来一只 不知如何是好 男主出现解决掉完丧尸 告诉他们 这都是异能者所为 白发男胆子小提一离开 男主不这么认为 现在不解决他 会留下后患 附近没有丧尸 可以再让他控制 现在是解决他最好的时候 众人也觉得 男主说的有道理 白发男 看自己说的话 不起作用 心生恨你 大家分头寻找异能者 郭超不想白白牺牲 准备找个地方休息 刚好走到异能者 发现有床有被子 正高兴 走近才闻到 被子味道太大 哪知 异能者已经出现在他后方 真是恶有恶报 聪明反被聪明误 白发男就这样领了盒饭 留下了悔恨的眼泪 男主受伤 有这样贴心照顾的女友 就问你爱了没有 白发男刚被解决 他的武器掉了头 一声巨响 引起大家注意 所有人冲向声音方向 刚吞噬完郭超的异能者 已经恢复人形 他感觉有人接近大楼 透过窗外 发现是临摹一行人 沉迷在吞噬快感中的他 并没有察觉 武器走火 决定和他们来个了结 大家赶到房间 只看见 躺在地上的白发男 聪明反被聪明误 下辈子做人实在点 转眼 他们刚准备离开寻找异能者 背后一道房门打开 异能者出现 拿出武器对着男主 他瞥着眼睛看着对方 呈对质局面 一声解决他 女友冲了上去 几个方向 同是进攻异能者 看无法躲起 他果断开火 拿中男主手臂 夜恋上前 对着他手臂一击 失去手臂的他 疑惑 为什么会被发现 原来男主 早已用精神丝线渗透 整栋大楼 他缓缓抽出武器 健壮 逆能者撒腿准备逃 精神丝线追击而去 直击他的精神世界 他回想起 被同伴当成怪物的经历 一幕幕对同伴愧疚 恐慌 恶行浮现在他脑海 作恶太多 受不了良心的责备 被自己的幻觉吓死了 解决掉作恶多端的异能者 他们回到楼下 刚下楼 男主身体透支 还受了伤 头痛难耐 女友赶紧上前 大家都很担心他 昏昏沉沉的倒在夜恋怀中 大家都赶了过来 看见哥哥受伤 吓得妹妹哭了 吓得她起来 摸着小雨的头安慰 说着说着 便晕了过去 随后 大家搭起帐篷 给她休息 妹妹很担心 一直守护着 不敢离开 不知睡了多久 她起身看着自己 被捆成木乃伊 通过精神感知 听着林哥的声音 在外巡逻的女友 悬着的心 也放了下来 第二天 几人来到车库 老王找到了 胡川改装过的装甲客车 看着新车 这趟转大了 由于白发难被解决 前往研究所的计划 听说可以继续前行 大家都高兴不已 刚准备出发 拿上车钥匙 202和夏娜 这两个神经凑上来 自告奋勇要驾驶 她不放心 准备自己开 由于手臂受伤 又开始渗险 夏娜靠近 林哥你这样不能开车 要做她右手 夜恋吃醋 她要做左手 妹妹一把夺过钥匙 你们这车速够快 狗粮都吃饱了 新车让我来开吧 一行人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生物研究所 史上最惨男主 身负重伤 直接撞开大门 在末世真爽 毁坏东西不用赔偿 将车停进车库后 大家整装待发 开始新的探险 进入研究所 开始东翻西找 突然男主看到一本书籍 这个研究所 果然主攻细胞生物学 他看着女友 这趟来对了 对病毒 自己还是个小白 说不定是以前方式错误 才导致女友迟迟不能进化 正愣神之际 对脚积在呼叫他 二号楼发现血迹 大家匆忙赶了过去 赶到后 他看着地上 这里有幸存者 可能有武器 提醒大家都要小心 话音刚落 他起身晕呼呼站不住 这小子指定有点虚 夜恋上前扶着他 下那也赶紧过来关心 各位观众兄弟 这男主受伤受的不同反响 想尽了其人之福 不愧是最惨男主 202不乐意调侃 大哥 要不咱俩商量一下 以多少分我一个 听到这话 他直接就开骂 刚没走几步 眼前出现一个黑衣 吓得大家一击零 所有人摆出战斗状态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人 缓缓走出看着眼前的男子 难道是研究员 202吓得瘫软在地 指着男子 他感觉这个人很危险 双手染满了鲜血 大家抬起武器对着他 202指着男子 大声呵斥 说你是不是精神病医生 男子摇着头 阿爸阿爸 说不出话 原来他是个哑巴 临摸看男子 没有携带武器 也感觉没有恶意 此时男子主动伸手示好 在默视人心难测 握手前 大家都保持随时攻击的态势 男子看见他手臂受伤 做了个手势 意思是 让大家跟着他 可能是想帮男主治疗伤口 为探亲真相 跟了上去 跟着他越走越深 来到地下室走廊处 男子按下开关 大家前后都被玻璃隔绝 空气中弥漫着气体 他们以为是毒气 男主绣了绣衣服 没想到 这只是消毒水 玻璃外传来声音 欢迎你们来到研究所 带头男人开始介绍自己 他叫赵志 相互介绍完 林默感觉不对劲 到底是哪里他也说不上来 赵志看着男主手臂有伤 吩咐哑巴研究员 哪要帮他处理伤口 二人插身过 哑巴露出惊瞳的表情 难道他想提醒男主什么吗 虽然这群人来历不明 但为了弄清病毒真相 也管不了那么多 林默率先提出 问他们对病毒知道多少 女人看他追问 他们也不想隐瞒 打开屏幕 介绍起他们的研究 这种病毒会吞噬细胞 由于细胞被吞噬 就会改造成另外一个人存在 对于研究员们认为 病毒赋予了人类更强的力量 更完美的身体 难道说 这就是他们的逆向思维方式 人类都怕感染 而他们却想驾驭病毒 高级变异丧尸 蜘蛛女王出现 他们会如何应对 看着缓缓走来的妹子 男主傻眼了 这就是人类干涉的变异丧尸吗 浩宇感觉 不能坐以待毙 举起武器 射击 大妹子被击中 男主转头呵斥她的行为 她气得咬牙切齿 抬手使出精神触手 刹那间飞出 直击浩宇 下那跳起斩断 男主抱起她 吩咐大家赶紧跑 看见触手被斩断 蜘蛛妹子直接怒了 使出无数条触手追击大家 刚才被确定的防爆门 被切成稀巴烂 转眼 来到一房间 大家搬来东西 抵住大门 浩宇肩部被伤 触手好像有生命力一样 男主拿起工具 准备帮她拔出触手 直到最后一根触手被拔出 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老王准备去门外看看 刚探头 玻璃外出现一只大胖丧尸 一声爆炸巨响 丧尸穿墙而入 男主抬起武器射击 吩咐大家赶紧离开 丧尸被击中 身上不断喷出绿色毒液 由于丧尸体型巨大 不敢正面冲突 只有逃离后 在从长计议 逃至一间密室外 大家走进密室 发现这里 原来是丧尸老巢 转眼丧尸 已经追了上来 看着无路可逃 都在说丧气话 男主怒斥大家 都冷静下来 吩咐大家拖延时间 给他时间恢复 只要体力恢复 便可和丧尸决战 众人看着男主的眼神 仿佛又燃起了希望 随后 他们采取游走战术 男主便靠近女友恢复体力 此刻 丧尸已经来到门口 石门被不断撞击 大胖丧尸破门而入 小宇和他们拿起了骑士机 大家被逼近墙角 蜘蛛女王使出触手攻击小宇 202扑过去躲开了攻击 大家与丧尸不断拖延周旋 咻的一声 触手飞出 202被击中 小宇连忙上前照顾 看着大家一个个受伤 男主知道 只有和丧尸女友融合 才能快速恢复体力 融合的贴贴 知道大家不喜欢 咱们跳过 转眼 大家都身受重伤 小宇被触手缠住 他流着眼泪 看着一旁的灵哥 正准备告别 男主融合完上前 大声呵斥 放开那个女孩 抬手就使出精神丝线 穿透蜘蛛女王身体 一个瞬间一动 来到大胖丧尸跟前 将他击飞 恢复过来的男主 上前安慰妹妹 放心 以后没有人会欺负你 看着小宇身上的触手 目露凶光看着蜘蛛女王 你怎样对我妹 我就怎样还你 蜘蛛女王被攻击后 吐了一口磨 两个丧尸健壮都下猛了 男主看着丧尸 现在要给你们两个 好好算算账了 如果有人欺负你妹妹 你会如何对待 看看咱们男主 他刚吸收完羊枝甘露 体力充沛 起身就给蜘蛛妹子一击 然后低下头条斗丧尸 竟敢欺负我妹妹 让两个丧尸一起上 毕竟自己还赶时间 再怎么说 对方也是高阶丧尸 哪能受这种侮辱 吼叫着冲向灵墨 刚靠近 直接左勾拳 大胖丧尸被打得满地爪牙 这时触手接近 他撇头看去 抬手使出精神丝线 直接把蜘蛛妹子缠绕起来 悬浮在空中 嘲笑他 蜘蛛女王被摔个四脚朝天 一旁的众人看着男主 大哥真照得住 三两下就打负丧尸 不过人有些高了 妹妹却乐开了花 你们懂什么 我哥这种叫内涵 他缓缓走向蜘蛛妹子 刚欺负我妹那古静呢 夜晚很长 我有的是时间陪你玩 躺在地上的两只丧尸 相互对眼 妹子起身将触手 伸向手无腹肌之力的人类 敲到光也闪过 触手被切断 雕虫小技 竟敢搬门弄斧 蜘蛛妹子露出诡异的笑容 转头 大胖丧尸气的膨胀起来 肚子不断喷出毒液 原来刚才的攻击 只是想掩人耳目 他真正的目标是吸收同伴 男主拿起武器追了上去 此刻 石门打开 是斯黛拉 让他们别打了 丧尸想跟大家同归于尽 难道这两只丧尸 竟然懂牺牲与配合 斯黛拉 让大家赶紧裹精密道 一声爆炸 炉叶倾泻而出 在关门之际 男主滑步逃出房间 强大的怀力 毒液冲出大楼 赵志看着监控感叹 很欣赏他们的努力 但这一切终究只是徒劳 逃出后 斯黛拉刚上前安慰 男主一把提起他 你没有资格说话 差点害死全部人 质问他 是不是赵志让你来确认 大家有没有被吃掉 他眼睛泛起泪花 没有反驳 让男主相信他 只想借机会救大家 当看到老罗白白牺牲后 赵志已经彻底疯了 今天能牺牲老罗 有一天也能牺牲其他人 他看着斯黛拉 不像在撒谎 夜恋上前 他是普通人 不像异能者 应该翻不起大浪 男主才放手 将他摔在地上 放了你不代表 我会饶了你 毕竟你是从犯 斯黛拉问要怎样 才会放过自己 男主看着他 你把一切来龙去脉告诉我 解决了赵志 就带你离开这里 斯黛拉渴望地看着林墨 我跟你合作 又有一个妹子自投罗网 男主真是厌服不浅 看斯黛拉这么真诚 两人便达成合作 他开始讲述 事情的来龙去脉 末日爆发出 这里也没有什么不同 血腥 暴力 火焰 就像一场噩梦 以前研究所 有一个低温仓库 封存着很多东西 有几十个同事 被丧尸弄伤 大家不忍心解决他们 赵志就提议 把他们关起来 都以为赵志是仁爱之心 为大家着想 才这样处理 最后才发现 同事之间相互吞噬 其中就有最强大的两只 蜘蛛女王和是毒者 发生可怕的变异 一开始 他就是故意为之 他有意能 可以安全靠近 这些丧尸喂养 每天都活在 怪物的恐惧之中 自己受不了 他放声哭泣 小雨上前安慰 听完斯黛拉的讲述 林默又回想起 赵志的豪言壮举 他会带来更大的灾难 越想越生气 男主一拳砸向墙壁 这个杂主 妹妹健壮 连忙问 怎么回事 他气得咬牙切齿 这里没有喂养的东西 丧尸进化 离赵志的目标 还远远不够 接下来 他会带着丧尸上阶猎 完成他的实验 最后 他还会伸手向夜恋 他们这种高阶丧尸 必须尽快解决他 斯黛拉说 还有一个同事在电源室 可以控制整个大楼的电路 此刻 林默有了全盘计划 而这个计划 需要他同事配合 斯黛拉带着大家 前往实验室 到门外 他深入开门 才发现自己的指纹 无法打开 原来 赵志根本就没想到 他会活着回去 夜恋凑上来 让他试试 回过神才发现 他什么时候学会 撬门这种事 男主看着下哪 该不会 又是某人教的好事吧 202转头 看着玻璃房内 发现蜘蛛女王又进化了 还有触手 转眼 门已经打开 男主吩咐202留下 待会儿吩咐大家如何做 话音刚落 束手飞出鸡翠玻璃 202听说 自己要当诱饵 想起要被蜘蛛妹子榨干 直夸男主懂她 大家各司其职 到达指定位置 一声爆炸 蜘蛛女王缓缓走出 看着眼前的新造型 各位观众大哥 该点小行星呢 见男主都幻想触手女王 女友也迫不及待 想进化出触手 大家沉浸在幻想中 蜘蛛女王已攻击过来 202跳闪躲避 嗖的一声 触手飞过来 差点击中她宝贝 瘫软坐在地上 感觉无法躲避 精神丝线缠绕 将她拽了回来 拿出武器递给202 她举起武器 蜘蛛女王射击 子弹被火打开 边跑边问 下一步做什么 没跑几步 蜘蛛就打开了花 看着她乱叫 按照吩咐来到电梯门外 蜘蛛女王 一尽快追上202 精神丝线 拉住她躲开 丧尸直冲电梯 对着大家吩咐 就是现在 所有人收到指令 一气呵成 电梯门开启 由于惯了 蜘蛛女王冲进电梯 进入电梯后 吩咐下那破坏电机 一声巨响 电梯线路被切断 墙壁四周 划出火花直线下降 又曾经惊动赵志 通过监控看去 不好 蜘蛛女王被放了下来 两个女孩为男主 争风吃醋 到底发生了什么 蜘蛛女王 被他们放下附一层 赵志气的呲牙咧嘴 不知如何是好 让他们拿起 射击 此刻的蜘蛛女王 已经净化到不怕子弹 一根触手飞出 哑巴研究员被击中 张腾拿起武器切断触手 赵志被吓得无计可施 只见他眼神凝重 既然你想让我们 自相残杀 那我就如你所愿 他拿出病毒 张腾和哑巴 连忙阻止 一再喝病毒 会变成丧尸 他已经失去理智 还想去夺了往后一枪 他不想自己的付出 功亏一篑 拿起病毒 一眼尽 刚服下 蜘蛛女王攻击而来 赵志 双眼泛红 露出可怕的笑声 他举此光 一个光线越举越大 一声巨响 火花四箭 四周被炸成废墟 张腾趁机带着哑巴 离开了实验室 转眼 浩宇被触手所伤 担心会变成丧尸 祈求男主解决自己 一旁的丧尸女友看着触手 却觉得残留的触手病毒很美味 不知情的202看着他们 能闻出病毒 绝对不是普通人 如果他们是丧尸 也没有吃人的举动 感觉越来越有趣 林默看着浩宇 你不会变异 虽然病毒在你的伤口发作 但你的神志还是清醒的 我想是病毒量不够 没有扩散 低剂量的病毒 能促进体力恢复 说不定 还能让你体质更上一层楼 听到这里 大家都会好语高兴 这小子因祸得福 突然老王大喊 电梯启动上来了 大家立刻戒备 电梯门打开 是张腾和哑巴研究员 张腾祈求让他们救救哑巴 他被蜘蛛女王所伤 又中了赵志的子弹 老王抬起武器就要解决他们 被男主阻止 张腾拿出提取的病毒 如果能救哑巴 这个作为回报 他会说出赵志的秘密 男主看到病毒惊呆了 便答应张腾的请求 接过病毒仔细观摩 原来这些病毒 是他们提取 用来强化机体之用 刚才赵志被逼无奈 短时间内喝下第二瓶 他是异能者 服下后 蜘蛛女王甚至没有碰到他 就重重地弹到墙上 男主终于明白 赵志的异能和引力有关 张腾腿部被感染 他拿出一个地址 让男主帮他寻找儿子的下落 他最后的要求 是不想变成丧尸 男主知道无药可救 便答应他的请求 手起刀落 张腾安然离去 了解对手情况后 他吩咐大家出去等 他带领夜恋他们 去看看情况 一个声音传来 斯黛拉换了套衣服跑来 也想跟着去看看 男主看着他 你穿这么少 一会儿 我会分心照顾你 夜恋看斯黛拉凑男友这么近 他也凑上来 盯着斯黛拉 这是吃醋了吗 男主开启斯黛拉玩笑 你这么胖 一会儿遇到危险 就扔你出去 蜘蛛女王一定喜欢 夏娜神经大条跳出来 你这种就是胖 看我这才叫苗的 这个男主被占便宜 女朋友不乐意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解决完研究所 异能者赵志 看着奋力拼搏的男人 身后的斯黛拉 投出爱慕的眼神 这时女友走了上来 林哥 我们检查过了 蜘蛛女王已经死透了 看着眼前的蜘蛛妹子 男主有个大胆的想法 他拿出瓶子 采集蜘蛛女王血液样本 要做丧尸进化研究 斯黛拉却误会 男主在轻薄蜘蛛妹子 下纳凑镜 林哥在想什么 我可一亲二楚 他在想丧尸 能不能和人类生孩子 听着斯黛拉一阵脸红 羞涩地走开 男主疑惑看着两人 他们又在说什么 收集完血液 刚准备跟女友们开个会 斯黛拉走过来打断 那个先生 要开会注意一下气氛 我只是想提醒你 如果你想要病毒试剂 造制的桌里还有几瓶 你拿去吧 他拿起病毒感叹 这次不枉此行 转眼 一行人离开了研究所 看见他们都安全 大家非常开心 二零二急切地问 大哥 蜘蛛大兄妹 他怎么样呢 能不能说话 可不可以和我交个朋友 可以的话 拜托林哥给我传个话呗 男主直接就给了他一记牛角锤 骂他脑子一天在想什么呢 解决掉可怕的赵志 斯黛拉也要和大家分别了 男主问他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经历过这场灾难 他明白 只有强大自己 才能在末世活下来 想找个地方锻炼生存技能 既然你这样想 就去吧 谢谢 不过在走之前 我还有一件事要做 谢谢你 你真的很了不起 有缘再见了我的先生 这波操作 把他搞猛逼了 毕竟女友还在旁边 转头他挥手和大家道别 男主还沉浸在刚刚的温柔香 下那气得暴跳如雷 这算是女人争风吃醋吗 他看着下那 这位小姐姐 别生气嘛 我又不会偷走他 你担心什么 至少现在 他还是你的 我怎么感觉 话中有话 咱也不好问 听完斯黛拉的叙说 下那更是火冒三丈 扬言要解决这个女人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男主感叹 这个女人 以后也会是个厉害的角色 离开后 他伸手放进口袋 拿出提取的病毒 看着病毒 终于摆脱了赵志 东西也带出来了 他正在低头邪校时 感觉背后有人盯着 转头看去空无一人 认为是自己太累 才产生幻觉 站在路旁 正渴望以后美好的生活 一根触手出现在他后方 换面一转 大家回到幸存基地 看到英雄回来 所有人都跑出来迎接 看他们带回来好多装备和物资 乐开了花 有人突然反应过来 怎么没有看见郭哥回来 男主低头 他已经死了 在军营被幸存者偷袭 他们赶到的时候 已经领了盒饭 大家虽然很讨厌他 听到他离开的消息 大家难免不难过 老王上前 安抚大家别伤心 这么多物资赶紧分了 眼前最重要的是 当下和未来 过去的事 就让他过去吧 听到这番话 男主觉得这一趟 老王和浩宇 心态成熟不少 他也放心离开了 天黑后 夜恋和夏娜 在帮男主处理伤口 看着受伤的男友 他们都好心痛 由于伤口一直没有愈合 林哥 以后我不允许任何人 再伤害你 夏娜进阶首领丧尸 差点出大事 到底发生了什么 男主手臂受伤女友在照顾 可伤口还是无法愈合 夜恋和夏娜都手足无措 这时传来一个声音 学姐走来 拿出一瓶消毒液 让他们先清洗伤口 他看着学姐 没想到还这么细心 学姐转身离开 被冷落的学姐 其实也想照顾他 想起大家开会的内容 他的脸就不自觉红了起来 清洗好伤口 夜恋手脚麻里包扎 被女友这样照顾 男主心里多少有些惭愧 谁知 他们谈话的内容 被202躲在房门外听见 发现果然有很多秘密 正在学习的小萝莉经过 看着偷听的202 不知情的小萝莉 转身骂他偷窥狂 气得他暴跳如雷 202赶紧上前解释 说自己不是偷窥狂 这是观察 观察怪物 是一件让人愉悦的事 他自信地以为 萝莉会听他狡辩 呸 不对 是解释 萝莉笑着说明白了 你不是偷窥狂 是变态 这句话差点没把202送走 转眼 几人刚开完会 男主拿出凝胶 准备让他们进化 通过观察 学姐级别最高 叶恋进化都在肉身 夏娜的进化方向 是精神为主 也许他最适合实验 他拉起夏娜的手 用精神力辅助他进化 男主使出 无数条精神丝线 进入他的精神世界 刚进入 精神光团 在极力反抗 两股力量的对质 使他痛苦难耐 为减轻与有的痛苦 男主放低了精神力 刚转换 精神波动越来越强 再这样下去 他会出事 剩下最后一根精神丝线 也过来了 他们看到男友情绪波动较大 都是同一门加持 唯一的精神丝线 发出耀眼的光芒 大家一口同声喊出 就是现在 无数条精神丝线相撞 进化成功了 夏娜起身缓缓走向窗外 明亮的月光照在他的身上 这画面太美了 突然 他回头望过来 一双不灵不灵的美瞳眼 盯着男主 他大失一惊 你哪里买的美瞳 这眼神跟之前的半月一模一样 难道他进化成首领级丧尸 他也一脸疑惑 由于一直盯着夏娜 他头痛欲裂 夏娜赶紧上前安慰 刚靠近 这种疼痛越来越厉害 这时他才发现 不是太累产生幻觉 是夏娜觉醒了新的异能 他的眼睛有了迷惑能力 听到自己觉醒了新异能 他开心地向着小孩 一把抱住男友 学姐凑了上来 感觉他也不太一样了 这个男主不正经 好事被小萝莉撞见 究竟发生了什么 夏娜刚进化成首领级丧尸 学姐也觉得他有变化 难道说 他也进化到首领级了 夏娜靠近 觉得自己的进化不对 感觉离首领级还差一点 刚准备加持进化之路 小萝莉推开房门 这场面尴尬了好久 男主赶紧起身跟萝莉解释 原来他是来邀请大家 去参加庆功宴 听到是妹妹主持 他很惊讶 发现这次的庆功宴 小宇安排得紧紧有条 也更是一个合格的领导人 看着小宇的成长 让男主离开少了担忧 他起身叫上大家收拾 该走了 听到要离开不参加庆功宴 夜恋很疑惑 他摸着女友的脸 总要离开 留下最好的一面会更好 收拾完准备离开幸存者营地 而所有人都在为这次的收获 开心不已 小宇的表现成为 幸存者中的里头人 转眼 他们来到地下车户 准备开上车 一起闯荡江湖 开车门 发现车上准备了很多物资 突然 202跳出来 让大哥带着他一起私奔 听到这话 男主上前次给了他一拳 你怎么会在这里 丁烧的兄弟来报 林哥他们在车库 可能今晚就要离开 听到哥哥要离开 小宇赶了过去 202还在不依不饶地 要男主带上他 还自见 他会得可多了 实在不行 可以偷电平养大家 他一脸嫌弃 得想个办法 甩掉这只苍蝇 他语重心长地告诉202 好好照顾幸存者 下次见面就告诉你 我的异能到底是什么 听到这话 他高兴坏了 便答应了下来 两人深情地握手道别 车缓缓驶出基地 妹妹和小萝莉站在楼上 目送他们离开 小萝莉以为男主不要他们了 流下了眼泪 小宇安慰他 他不告诉我们 也就是不想看见我们难过 随后两人抱在一起 哭成了泪人 一声吼叫转来 是丧尸的声音 所有人开始戒备 难道丧尸又开始活跃起来了 大家站到楼上看去 是男主的车辆吸引大批丧尸 女友们冲上前 开启了无情的杀戮 丧尸通通被解决 小宇流着泪 明白了哥哥的良苦用心 他想离开前替大家解决周围的危机 这样重情重义的男主 谁不爱呢 二人相互默默道别 再会了 我的家人 你有没有答应过女朋友的事 而没有兑现承诺 离开幸存者营地后 男主停下车 望着女友玩虐丧尸 转头发现 夜恋坐在车里闷闷不乐 他看着弓箭 原来是想玩武器 得到同意后 他侧身到窗外 抬起来射击 同时三只箭飞出命中目标 男主拿出望远镜看去 这也太夸张了吧 距离这么远 还见无虚发 这命中率 着实惊呆了男友 转眼 几人来到城市边缘 刚停车 男主让大家等他 去去就来 这么急 他到底去干嘛了 大家一起评论区猜猜 随后男主回来 告诉大家走错了路 但附近有一个旅游景点 提议先到游乐场 看看有没有变异丧失 听到要去游乐场 夏娜上前就给他一个报报 夜恋看上去比夏娜还要兴奋 原来末日爆发前 他和夜恋约好了 要去这个游乐场 却一直没有兑现 经女友的提醒 他回想起末日前的画面 那是一次美好的约会 女友约他去游乐场玩 男主却在打游戏 沉迷游戏的男主 没有搭理夜恋 女友一脸黑丝静静静的等待 打完游戏后 他才回想起 要陪女友去游乐场 怎知一晚上十点 两人约好明天一起去 夜恋还答应 明天给他送排骨 没想到那次分开 却是女友身为人类的最后一天 男主有些自责当初的行为 他看着夜恋 我们爱的约定 今天兑现 也在这时 大家前往游乐场 刚走没多远 一阵风吹来 这股气势不对 男主提醒大家戒备 附近有首领及丧尸出现 一个声音传来 你在找我吗 男主跳起 摆出攻击态势 定神看去 作者你确定没有话错 变异丧尸 居然是个小萝莉 萝莉上来就开骂 你这个家伙 男主走上前 恶狠狠地教育他 你家大人没教过你什么叫礼貌吗 喂 我说大哥 对方是丧尸 还要跟你说家谱不成 萝莉也是个机灵鬼 我不知道你名字是什么 看丫头有意识 懂点人情事故 便开始套路小萝莉 不要脸的男主 说自己叫帅气哥哥 萝莉指着他质问 帅气哥哥 你是不是过来找我麻烦 看他如此好骗 男主开始得寸禁止 上手站起小萝莉便宜 小萝莉偷窥男主洗澡 被逮个正着 他刚占了小萝莉便宜 又拿出凝胶红片 看到这一幕的女友感叹 有说他好变态的 还有说他坏掉了 更有一声不吭指摇头的 小萝莉觉得不对 一个后侧跳了回去 指着夜恋他们问 是不是被人类胁迫 扬言要搭救他们 这波操作 直接把男主整不会了 感觉他像诱拐的变态一样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 看男主不像好人 小萝莉起身就发起攻击 他拿出武器对着萝莉 击声枪 手臂 刚倒地 他还没缓过神 学姐出现在后方 挥动武器又是一击 小萝莉跳闪躲开 背包却被打掉 瞬间他已经成困兽之斗 他知道双拳难敌四手 留下狠话 下次见面就没有这么幸运 一眨眼的功夫 小萝莉逃跑了 学姐准备追 被男主制止 看着地上留下的书包 打开一看 全是高品质的凝胶 还有消炎药和消毒喷雾 拿起书包 由于天色太晚 他提议明天再前往游乐园 离开后 小萝莉返回寻找自己的书包 发现不见了 便朝着他们离开的方向 追击而去 画面一转 他们来到酒店住下 男主正在房间 悠哉悠哉地泡走 一阵风吹来 他感觉不对 拿起武器走向窗边 发现是白天的小萝莉 隐藏气息过来了 他缓缓拔出武器 准备呼叫女友过来帮忙 八个窗帘发现 只是一个衣架 怎知 小萝莉已经出现在头顶上方 正愣神之际 萝莉向他发起攻击 男主邪妹一笑 就是在等你 男主接住了这一击 看偷袭被识破 他一个后侧身 退出了房间 转头撇了撇手 哥哥是吧 我叫于施然 这态度180度的转换 男主猛逼了 小萝莉伸手让他归还东西 说要带东西回去帮半月疗伤 听见半月 男主更爱气 东西肯定不还了 萝莉没想到 两人有仇恨 看软的不行 准备硬抢 只见他露出丧尸獵牙 威胁男主 多说没用 今天必须解决你 话音未落 学姐出现在他后方 踢中他肚子 男主接着用武器头 击中他脑袋 听见声音的夜恋和下纳 也赶了过来 随后 小萝莉晕了过去 大家出主意 准备解决他 被男主阻止 他要用这个小萝莉 引诱半月出现 你见过人与人之间的爱情 你见过丧尸与丧尸之间的爱情吗 此刻 小萝莉被俘虏 虽然被控制 依然牙尖嘴利 男主告诉他 只想与之做一笔交易 第一讲出半月在哪里 第二带他去见一面 两人见面叙叙旧 如若不答应 会立刻把他解决 看小萝莉嘴硬 只好使用精神控制 扰乱他的思绪 在威逼力诱下 他说出了半月的藏匿地点 在服装城 由于干扰首领及丧尸思绪 差点没让男主虚拨 他坐在地上 看着窗外月光休息 夜晚一行人前往服装城 为了安全起见 男主控制了二十几只小嘎嘎驱使 毕竟对方是BOSS级别丧尸 小心为妙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男主转头问小萝莉 他和半月是怎么相识的 听到这话 罗莉瞬间羞涩着脸 使呼唤 丧尸之间同级别呼唤配偶的方式 他突然看着学姐 难道学姐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学姐说自己呼唤过 只是没有得到回应 呼唤对象是男主 说完走上前抱着他 画面一转 一行人来到服装城门口 避免打草惊蛇 先派了丧尸进去探路 看着男主能驱使丧尸 小罗莉追问他到底是什么人 你不是来找半月叙旧吗 干嘛鬼鬼祟祟 男主没有正面回复 拿出香水 喷洒到罗莉身上掩盖气息 他半月闻到自己 也往身上喷了不少 而女友在一旁嫌弃味道很难闻 下纳还嘲笑他很娘 来到楼上 男主吩咐大家要小心寻找 他怕罗莉吼叫 直接把他嘴巴堵起来 这时半月感受到小罗莉 但不敢确定 认为是感知错了 随后 男主定位到半月的位置 说自己先去探路 让女友们收到信号再赶过来 只见他来到阳台 准备学成龙大哥爬水管 装个叉 他感觉自己身体越来越热 只是去偷袭 怎么还感觉兴奋 来到窗外 看见半月在吼叫 该长的不长 不该长得越来越大 看到这个场景 男主居然对半月神游了 这时他才想起 老王让他晚上再用香水 这也太坑爹了吧 话音刚落 脚下一会儿传出声音 被半月听见 大声呵斥 谁在外面 男主看已经被发现 向女友发出信号 大喊一声 我们上 框档一声 他破窗而入 半月看到是林墨 张大嘴巴吓坏了 男主拿出武器呵斥 废话少说 该算算就账了 丧尸与丧尸之间的爱情来了 冤家见面 分外眼红 男主刚偷描完 现在又要解决别人 这样真的道义吗 半月看对方来者不善 不过 他也不是胆小之辈 在自己的地盘 认为该有点领地意识 男主却因为使用了暗夜香水 此刻浑身燥热 再拖延下去 怕难以战胜 只能采取速战速决的方式 三人蜂拥而上 除了正面战斗 男主还留有后招 让学姐挟持着小萝莉 以备不时之虚 这时 小萝莉感知到不对劲 半月的追求者过来了 再不通知他 赶紧逃就晚了 他却被男主三人纠缠 难以脱身 只见夏娜跳起 对他使出了魅惑攻击 他感觉一阵晕眩 不知什么情况 继续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决定擎贼先擎王 躲开攻击直扑男主 他早就做好迎敌准备 抬手使出精神丝线 将其控制 夜恋一个找机紧随其后 此时半月已经身受重伤 他低头微微斜笑 发出一声狠叫 刷刷几声 一个不知名的生物出现 黑影围绕着男主 是半月的狗子望财 上前就咬住他的武器 望财后退 跳回半月身边 原来之前发生的诡异事件 都是他的狗在作怪 他看着望财 这只野兽进化级别相当的高 贸然攻击 只怕会两败俱伤 不能连累女友 男主缓缓收回武器 呼叫学姐 将小萝莉带过来 半月看着配偶鱼 诗然被俘虏 已经失去了分寸 他告诉半月 做个交易 用萝莉换他身边的旺财 还不断哈哈大笑 夏娜看着 觉得林哥越来越像反派人物 他看半月态度强硬 准备让小萝莉劝劝他 刚开口 小萝莉就让半月快跑 那个家伙过来了 听到那个家伙 半月心里开始发毛 他吃惊地看着两人 那个家伙是什么意思 一块巨石飞向大家 男主走出窗外查看 不断唠叨 半月我终于找到你了 看对方是找半月麻烦 男主并不想掺和 小萝莉低着头 语重心长地说 这只首领丧尸 是在呼唤半月 当初除了他 还有这个家伙也呼唤了 半月选择了萝莉 这个家伙一直在追踪他们 企图夺走半月 听到这里男主惊呆了 丧尸还有情敌 太特么扯淡了吧 嘴巴掌肚子上的 变异丧尸出现 居然调戏男主女友 小萝莉正在叙说 大家发现 红毛丧尸不见了 他从地下窜出 看半月即将被擒 小萝莉跳起想救配偶 丧尸转身点萝莉一击 旺财看主人被欺负 他抓起狗腿 使出一顿打斗摔 旺财直接被击晕 地上的半月 看到心爱的人和宠物被伤 气急败坏 吼叫着冲向红毛丧尸 还没出手 半月被擒住 红毛丧尸指着夜恋他们 这三个女人都是我的 只想做山光虎斗的林墨 听见这话彻底愤怒了 居然敢对我的人 动歪脑筋 他拔出武器 呵斥丧尸 看看你到底配不配得上 这份狂妄 丧尸跳起身 挥起沙包一样大的拳头 攻击他 男主一个后侧步 躲开攻击 正苦恼这只丧尸体型庞大 应该如何解决时 女友出现 前后夹击 刷刷两个声 红毛丧尸发出怒哭 对于红毛 这种攻击只算挠痒痒 他大声吼叫 让你们见识下 什么叫铜墙铁壁 什么叫肩不可摔 他不敢相信自己会被伤 问男主到底做了什么 他拿出武器 我给你上一课 什么叫时代变了 四人一拥而上 抬起武器对着他肚子的嘴巴 没想到这 还是不能伤害他 男主大喊一声 不要给他喘息的机会 一起上 只见他们跳上半空 眼露凶光 红毛丧尸发出愤怒的咆哮 几道光影闪过 这么重丧尸 这下红毛彻底狂暴了 举起38米大刀攻击下纳 下纳腾空而起 夜链使出 全力击中下纳脚底 两股力量汇聚 由于速度过快 光影直接拉成一道直线 大刀都被切成两半 飞向空中 随即学姐出现 将武器从上而下 直刺红毛丧尸 一声巨响 丧尸倒地 直接领了盒饭 由于精神力消耗太大 战斗结束 男主直接倒了下去 夜链赏钱 一把抱住了他 一个稳清上了夜链 其余两人看得哈拉子直流 回过神 男主看着地上半月和旺财 他抬手使出精神链接 瞬间精神链接成功 正与旺财嬉闹时 脑后被重击晕了过去 原来半月是假装昏迷 糟了 男主被挟持 丧尸失去意识后 居然不懂男女有别 半月刚抓了男主 一路逃窜 女友穷追不守 来到一栋大楼 房门内的小萝莉 愤力依靠 这时 男主缓缓醒了过来 看见自己被俘虏 质问半月到底想要做什么 他凑近 让其把男女之间 有什么不同的秘密告诉他 这句话把男主吓猛逼了 这小子难道没有上过生物课吗 讲这么无稽之谈的话 听完解释 半月气得咬牙切齿 知道一辈子都找不出该整的东西 不然 他眼露凶光 准备解决男主 由于刚才一番恶战 精神力消耗太大 男主失去了意识 眼神狂暴 挣脱束缚 盯着半月 一把将他按到 大声呵斥 想抢我的女朋友 还不断追杀我 今天我们俩 在这里做个了断 此刻 男主精神波动较强 直接影响女友战斗状态 小罗利转头看去 半月被俘虏 罗利跳起一个飞梯 将两人分开 他已经不省人事 小罗利抱起他 逃出窗外 夏娜会 房门被劈得稀巴烂 进入房间 看见小林默都被欺负了 正准备追击而去 被男主制止 他看着窗外 半月今天被教训 以后应该不会再出来惹事 随后筋疲力竭 倒在夏娜的怀里 夏娜好像发现了什么 松掉双手 巴唧一声 男主摔了个狗吃屎 他起身 觉得莫名其妙 怎么突然生气了 后方传来声音 转头看去 旺财一把将男主扑抖 开始嘻嘻打闹起来 这狗太逗逼了 他看着旺财 觉得名字太难听 想给他重新取一个霸气的名字 夏娜走出 叫他黑丝 他大吃一惊 不会是那个黑丝吧 夏娜的举动证明 女人生气时 必须要听他的话 不能反驳 这表情 把男主和旺财都吓坏了 只能默默地接受 黑丝这个名字 画面一转 小萝莉 还在为半月被欺负 伤心流泪 半月走出 萝莉以为要去报仇 怎知 他已经放弃了 报仇的念头 他明白了男女须比 也准备让萝莉 去寻找幸福 他哭泣着看着半月 出生入死那么久 不管未来是不是配偶 都决定 一直跟着半月 他拉起小萝莉的手 既然这样 未来我们同舟共济 闯出一片天 两人向美好的明天出发 在末日世界 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 会变成什么样 第二天 一行人来到满是丧失的街道 男主还在感叹 这一趟还是有很多收获 有黑丝带路 大家节约不少时间 走着走着 已经来到了游乐园 夏娜和夜恋 早已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 蹦蹦跳跳进入游乐场 刚走近就听见吼叫声 男主赶忙上前查看 原来这里还有幸存者 女孩看见是人类 也没那么害怕 随后女孩招呼他们进去坐 发现另一个女孩的背影 从来没见过这样皮包骨头的人 在好奇的驱使下 决定进入看看 走进房间 他傻眼了 这里全是一群女人 这些人大多数看起来都营养不良 看男主疑惑 白发女孩转头告诉他 他们这里 还有几个男人 不过出去找食物了 忽然 骨瘦如柴的女人开口 祈求男主能给他们一些食物 其他人也开始有样学样 一个手里抱着小萝莉的母亲站出 说自己可以不要 只希望给女儿一点点 话音未落 这位母亲就跪在男主跟前 小萝莉拉着妈妈哭泣 说自己不饿 让他们把食物给妈妈就行 看着眼前的萝莉 她想起基地的小莲 身为使者化身 男主怎能看到这样的场面 吩咐学姐拿一些罐头分发给大家 看见食物 大家像饥饿的猛兽一样 蜂拥而上 为防止意外发生 大声制止 她拿起一罐食物 递给小萝莉 两人连忙道谢 小萝莉露出阳光般的笑容 这时白发女孩上前 做起自我介绍 她叫白玉 她开始询问男主外面的情况 男主告诉她 外面比这里好很多 只要有胆子就有吃的 她刚准备开口 让男主带他们离开 男主看出女孩疑惑 告诉白玉 可以跟他们画一个地图 等她忙完后 原路返回时 再顺便接他们 听到能出去 女孩双眼冒着泪花 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她告诉女孩 只能带他们离开这里 出去后 要靠自己搜集食物 两人达成一致 白玉不断叮嘱 一定要回来 听见两人的对话 夏娜哇哇大哭起来 她赶紧追问 怎么回事 夏娜擦拭着眼泪 林哥居然不当反派了 这话把男主说猛逼呢 随后 她转头邪笑 说自己的青春结束了 原来 夏娜早知这里有人 一心想让男主搭救他们 她拉起夏娜的手表白 不管你怎样变 我都喜欢 这话听得夏娜 鸡皮疙瘩掉一地 气得男主火冒三丈 扬言要收拾她 夏娜羞涩着 敢收拾我 我就让恋姐和学姐收拾你 男主微微一笑 在一旁嘀咕 你是配偶 夏娜是姐妹 得分相同 你是人类 夏娜是同类 夏娜得一分 我们当然要帮夏娜收拾 下集 女友回想起男主小时候 虚虚可以很远 你有没有难以启齿的回忆 看咱们男主 居然让女友看虚虚有多远 跟白玉交代完后 她带着女朋友一起前往游乐场 不知不觉中发现 黑丝的身躯 好像又膨胀了一些 难不成 以后她会组成什么怪兽 正愣神识 学姐想起以前的事 某次生起一事 男主被叫到台上 接受处分 学姐的提醒 她回忆起来 那次是因为 有个男生 一直对夜恋纠缠不休 就把对方揍了一顿 听到讲述 夜恋凑上前 吱吱呜呜 开始调侃她 我记得小时候 林哥让我看他 虚虚能有多远 听到这个回忆 他真想找个地洞 钻进去 下那路出邪校 凑上前 说他也想看看 学姐吞吞吐吐也看着他 这时 一声踩叫 响彻天空 转眼 游乐场内 一个光头男 和幸存者在寻找食物 原来 他们就是白玉口中所说 在外寻找物资的男人 突然一声吼叫 一男子走出窗外看去 丧尸围了过来 叫上众人赶紧离开 他眉头紧锁 如果碰见高级丧尸 大家都得玩玩 而男主他们找了半天 也只遇见一只进阶丧尸 他转头看向女友 以为夜恋想坐摩天轮 但现在是末世 没有电力 机器无法运行 随后 夜恋拉起他衣角 是让他看鸽子 原来是他多想了 只要女友喜欢的东西 他绝不吝啬 抬手使出精神触手 抓住了他 他看着游乐场地图 没想到动物园 就在游乐场旁边 在那里 肯定有很多变异兽 能收服他们未来 就更强大了 男主越想越觉得开心 准备返回 带那些女人离开 然后再前往动物园 收服异兽 天渐渐黑了 光头男回到住处 踢开房门 嘴里还骂骂咧咧 看他们心情不好 大家吓得瑟瑟发抖 小萝莉哭了起来 妈妈赶紧跟光头男道歉 说孩子不懂事 话音未落 他就挥起拳头 彭彭妈妈一拳 小萝莉看妈妈被欺负 向男人求饶 看他哭哭啼啼 抬起手 又给了彭彭 一个大嘴巴子 看不过去的白玉 上前阻止光头 他更变本加厉 一个白玉一脚 另一个男人看白玉被欺负 上前呵斥光头男 光头对这个男人 还是有一些畏惧 气得火冒三丈 转身拉起一妹子 就要上楼去哄 他们早已是龙中鸟 没有自由 妹子不想再被折磨 便让白玉救她 忽然 一个女孩挺身而出 说自己来代替她 男主仗义出手 再或女孩青睐 解救过程真解气 刚刚挺身而出 代替的女孩叫张杰 她早知难逃命运 跟着光头男上楼去了 白玉哭泣着感叹 这种日子 什么时候才到头 此刻 男主回来了 看到大家一副 无精打采的样子 他们担心出事 都敢怒而不敢言 她看着小萝莉 问她和妈妈准备好没有 小萝莉转头哭哭啼 脸上还有血红的伤痕 一股杀意 显露在她脸上 便继续追问 谁干的 白玉上前 我们不能连累你 她叹了一口气 看白玉不敢讲 转过来问萝莉 是谁欺负你 她蒙着脸 是楼上的杨叔叔 她经常欺负我们 男主摸着她 对一个小孩子都这么狠 不可原谅 她握着拳头 要去找光头麻烦 吩咐叶恋和学姐 照顾大家 叫上夏娜 一起去找他们算账 来到楼梯间 夏娜让她等等 楼上有血腥味 透过窗边 探头看去 女孩准备 和光头男同归于尽 一声惨叫传来 两人急忙跑过去 看见是被欺负的女孩 她站起身 浑身发抖 光头男缓缓走出 她已经被女孩刺伤 对着女孩大声呵斥 看老子今天不宰了你 她握着拳头就冲向女孩 快击中女孩时 一根精神丝线飞出 缠绕她的手臂 控制了行动 女孩脚下一滑 男主一把将她抱住 看到救星来了 女孩大哭起来 祈求男主解决她 光头现在还嚣张跋扈 她瞥着眼看着男子 质问她 是用哪只手打的彤彤 男子哈哈大笑 放心我不会打死她 话音未落 见其拉出一道直线 一声惨叫传出 光头失去了手臂 男主抬起手 对不起 我好像砍错了 彤彤脸上的伤在右边 你应该是用左手打的对吧 另一个男子出现 让他手下留情 大家都是异能者 未来可以一起共同进退 他摆了摆手 到不同不相为谋 今天一定要宰了光头男 突然 他身体被僵住了 难道这就是他们的异能 两人跳起 一拥而上 男主眼眸放大 使出精神丝线控制两人行动 刷刷几声 两人被击中 刚收回武器 背后出现三个小嘎嘎 准备偷袭 一把镰刀从天而降 一声巨响武器落在他们里前 夏娜踩在镰刀上 看着几人微笑 这条道路不通 几人抬头看去 飞 黑色 下那露出尴尬的表情 砸起武器 几道光影 飞出 几人领了盒饭 他走近女孩 力所能及的事情 就别让人帮忙了 将武器递给女孩 光头吓尿了 祈求女孩别过来 他哭泣着看着男人 我求你放过我的时候 你是怎么回答我的 伴随着男子领盒饭的叫声 窗外的月光 都变得明亮了许多 被救女孩爱上了男主 女人缘太好 也是个头痛事 解决掉光头几人 两个小弟跑出来 看着地上的大哥 男主转头看去 问女孩 他们是不是跟光头一伙 女孩告诉他 两人也是被指使而已 讲完后 晕了过去 看女孩身体虚弱 他拿出提取的病毒 给他服用 不一会儿苏醒过来 眼里充满了 对男主浓浓的爱意 男主看着两个小弟 告诉他们 要带白玉离开 是要选择留下 还是跟着一起走 两个二逼行了的大理 听从老大安排 看到他们安然无恙的下来 大家开心极了 小萝莉上前问坏人了 他微微邪笑 坏人已经被哥哥解决了 下纳调侃他 对于萝莉来讲 最大的坏人 难道不是你吗 这话一出 吓得他冷汗直流 随后 男主把大家带出了游乐园 他拿出一张地图 递给白玉 这是我们的基地 照着地图上的小路走 原路返回应该没有丧失 白玉看着他 不知如何报答 男主吩咐小弟 让他们路上要保护好大家 张杰羞涩着脸看着男主 我们还有机会见面吗 正准备回话 身后的女友黑化了 他只好吞吞吐吐敷衍衍了事 就这样 大家愉悦地分开了 男主抬头看着天空感叹 在漠视 谁都活得不容易 长太帅 真遭罪 下纳 不知在说什么 说的学姐 一阵阵脸红 夜恋开始神游 感觉最近战斗力提升比较快 回过神的男主 看到夜恋的样子 他瞬间脸就红了 大家不喜欢的内容 咱们跳过 一行人来到X城动物园 走进动物园 让大家小心 这里有各种凶猛的异兽 一路上还是比较顺利 没有遇见危险 几人开启了聊天模式 学姐恢复很多意识 下纳恢复不仅认识了字 还觉得自己越来越奇怪 感觉身体内有两个自己 一个嗜血 一个冷酷 有时候 自己的举动 让他都始料未及 分不清 哪个才是自己 突然 黑丝听见有动静 起身对着草丛狂吠 所有人开始戒备 一个不知名的生物冲向他们 黑丝摆出战斗态势 生物靠近 他一个找鸡刚好拍中对方 大家认为 黑丝成功时 男主却认为 没有这么简单 一只变异豹出现在大家面前 弱弱强食的时代 变异豹都成为盘中之物 到底怎么回事 几人刚进 就被一只变异豹盯上 难怪刚才速度如此之快 学姐看着这只大花猫 已经等不及了 没等男主开口就攻击上去 一个幽灵爪 袭击大花猫 由于他速度过快 学姐居然扑了一个空 看着这速度 男主顿时来了劲 提醒女友们 这家伙不好对付 不可妄动 只能智取 这时 大家已经对大花猫 团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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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音刚落 便一抱 前方 他低头微微一笑 等的就是你 一个下腰 便一抱 直接撞树上了 下纳和叶恋看着这家伙 都笑他太蠢了 这速度和智商不匹配 男主这才说 在黑丝第一次击中时 就在他身上埋下了触手 通过幻觉的方式 屏蔽了他眼前的障碍物 立的作用是相互的 这一撞击 相当于被一辆高速行驶的跑车 活生生的撞到 估计他已经不行了 几人看着这只傻头青 下纳还在调侃 学姐速战速 绝取走凝胶 男主看着他们这默契配合 觉得之前的担心是多余的 起初他还担心 学姐和下纳他们 不能好好相处 现在看来是自己想的太多 解决玩大花猫 大家继续前行 总之 一只更可怕的生物 也盯上了他们 而残留下来的变异暴躯体 也成为了他的盘中餐 动物园比较大 他拿出地图和大家分析 就在这时 身后危险缓缓靠近 男主已发现有人在跟踪 他转头扔出武器 原来是之前击杀的变异暴 正在发呆 血盆大口已出现在男主后方 转身拿出武器 接住了变异兽的攻击 力量悬殊较大 蛇怪猛的甩头 直接把男主抛向天空 女友担心坏了 学姐飞不过去将他抱住 夜恋和下纳跳上半空 沿路杀意向变异蛇发起攻击 急到剑击击蛇怪 看见蛇 学姐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 也要加入战斗 男主一把拉住他 我留鼻血了 先帮我擦拭一下 听我指示在救人 随后 夜恋和下纳击中蛇怪躯体 蛇怪很大 甩动身躯 直接把两人震开 男主吩咐学姐 救人要紧 学姐接住夜恋 男主抱起下纳跳开 并使出触手埋伏在蛇怪身上 一声令下 打不过 一溜烟不见了综艺 下纳气急败坏 还想找蛇怪算账 他告诉大家 这只变异兽 已经进阶到四级 也就是首领级 如何解决蛇怪 他已经有了办法 接下来 所有人都是配角 变异狗大战 变异丧尸蛇 蛇怪顿入幻境 黑丝为什么成了主角 几人不敌蛇怪逃离后 黑丝出现在蛇怪眼皮底下 他没有丝毫畏惧 只见他行云流水地跳远 但蛇怪身上来回戏耍 每次要攻击到黑丝时 都被轻易躲掉 几个回合下来 蛇怪已经被绕晕了过去 黑丝露出得意洋洋的样子 回过神的变异兽 又开始对黑丝发起攻击 男主发现计划成功 吩咐大家把蛇怪 引到游客中心 那里就是蛇怪的葬身之地 边跑边吩咐女友 战斗时要小心 对人类的智慧 他们深信不疑 转眼来到游客中心 大家选择先隐蔽 黑丝被蛇怪追得屁滚妙流 他们往目标方向跑来 黑丝一个箭步跳进 蛇怪紧随其后 刚进入几人腾空而起 由于四周都是柱子 蛇怪的行动受阻 男主使出精神丝线 让大家不要给他喘息的机会 所有人一拥而上 刷刷之城 即到光影击中蛇怪 蛇怪被四分五裂 一身倒地 灰尘中的几人斗志昂扬 女友不断夸奖男主智慧卓越 不然夜恋被蛇怪缠绕 学姐也被限制行动 男主不知所措 蛇怪不是死了吗 到底怎么回事 难道刚才是幻觉 下纳也被掳走了 四周空空如也 男主瘫软跪地 怎么可能 明明已经击败了他 他正在沮丧时 蛇怪出现在他后方 丧尸蛇甩动尾巴击中男主 重重摔到柱子上 就在身后给他一击 蛇怪摔向柱子 身负重伤的男主起身想 继续战斗 丧尸蛇眼中出现了四人的影像 发出了愤怒的吐笑 站在远方的几人走出 原来刚刚的一切都是幻景 看来这次计划成功了 灵哥利用精神力 不费一兵一卒 解决了四阶丧尸兽 男主露出了智慧的笑容 大家都疑惑 如何在蛇怪身上埋下的触手 男主告诉大家 是在救夜恋的时候 接着又让黑丝挑衅 让他失去理智 所以一切都在计划中 看来现在丧尸蛇 体力已经耗尽了 趁机会去解决丧尸兽 这时的蛇怪 还在幻境中厮杀 起源都在展开 天都飞了 这只丧尸兽 还有体力 在幻境中 他只能攻击 越攻击越焦虑 越焦虑越攻击 此时可能已经精神崩溃 忽然 丧尸蛇没了体力 轰隆倒地 男主看准时机一声令下 就是现在 几人窜出跳向丧尸兽 蛇怪定神看去 被吓坏了 还没回过神 身上被龙树草片 击中 男主使出一刀两断 变异兽被劈成两半 大家用期待的眼神 想看这颗凝胶 到底是什么样子 糟了 咱们男主被女孩避蹲了 刚刚解决掉 变异丧尸蛇 大家渴望凝胶 到底是什么样 一颗粉红色凝胶 映入眼帘 看得他们哈拉子直流 而学姐对蛇怪凝胶 特别渴望 上前就开始卖萌抢夺 为了奖励男主 学姐一个吻就亲了上去 被偷袭的男主 自然也开心 却疑惑 学姐为何会有这个举动 学姐吞吞吐吐地说 按人类的习惯 得到男友的礼物 不是应该有所回报吗 自己没有礼物 所以才这样 为了奖励这次 解决变异蛇的功臣 却发现这里并没有丧尸 男主认为没有那么简单 到处都是烧焦的痕迹 突然 黑丝好像发现了什么 吩咐大家跟着他 看看发生了什么情况 来到楼上看去 楼下火光四溅 全是丧尸 如果里面有幸存者 估计活不了多久 一个黑影出现在他们后方 几只丧尸吼叫着 就冲向几人 男主转头看去 眼神便呆滞 女友们上前刷刷 解决了丧尸 下那质问林哥 刚才怎么回事 突然不出手了 他看着丧尸的脸 原来这些丧尸 被人拳打脚踢过 而且还是心伤 能造成这种伤痕的 绝对不是一般人 用这样的方法 吸引丧尸 难道是小姨子亡领他们 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叫上大家先离开这里 怎知 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被人监视了 而监视的妹子 觉得男主 是他喜欢的类型 几人来到楼下 丧尸越来越多 大家开启了无情的杀戮 男主低头微微一笑 不闹点动静 可能无法离开 他拿出燃烧弹 扔向丧尸 地动山摇 随后 监视的妹子爱着不过 使用武器从天而降 男主看着他们 难道是军方的人 一个跳跃几人落地 红发妹子吐了一口气 都解决完了 看来不需要我们救 他突然转头 做起自我介绍 原来这个女孩叫孙泽亚 喂喂喂 丫头靠这么近 这样好不好 一旁的女友 脸色大变 双眼露着红光 为安全考虑 还是要保持点距离 军方的灭尸计划开始了 为了安全考虑 男主被孙泽亚 一把拉倒墙角 直接给他来了个避蹲 临摹看着他 你们到底在计划什么 男主抱着其他女孩坐腿上 夜晚被女友教训 这也太惨了吧 被刚认识的女孩避蹲 现在两人又凑近摇耳朵 发出的爆炸声 这火力太猛了 孙泽亚 他们果然是军方的人 所有行动 是为了收集物资 顺便解放这片区域 还有就是寻找更多的异能者 两人还在交谈 夏娜出现在孙泽亚的后方 以摸够灵格梅 他转头看着几人 才意识到不对 两人眼神交汇 孙泽亚赶紧对自己的行为道歉 而男主就没有这么幸运 脸都被扯坏了 一个男子来抱 教官想见男主一行人 所谓的教官 同时也是他们的指挥官 带着很多疑问 男主也决定看看 他们到底准备做什么 转眼 一个年轻的黄发男出现 原来他也是异能者 之前那些丧尸脸上的伤 就是他造成的 两人握手以示和平 男子让大家一起回营地 孙泽亚又跑上前抱着他 嘿哟 我说丫头 你也好歹逼下嫌 人家女友还在旁边呢 叶恋他们 你一句我一句 要解决这个作死的女人 男主通过精神链接告知女友 现在别生气 趁现在打听清楚他们的底细 已经派黑司从侧面去打探了 在车上 孙泽亚非要到后面挤 由于地方太小 只能坐在男主腿上 坐在身上那种尴尬 让他内心燥热 他继续追问男主 女朋友是不是异能者 学姐站起身 我是他姐姐 一个嘴巴就亲了上去 看得孙泽亚一愣一愣的 不过错有错的好 这样也能挫挫这小丫头的锐气 画面一转来到营地 官方任务是来收集药物 和解救幸存者 而孙泽亚还是一名佛波乐 原来在这里 还有很多幸存者 刚走近 其中一个女人走了出来 让孙泽亚尽快带他们离开 两人因为回去的问题 争执不休 一个秃头男人上前 叫女人回来 让他赶紧跟孙泽亚道歉 男主察觉这个秃头男 可能是异能者 女人的行为 应该是受秃头男指使 回到房间 孙泽亚很自然地准备洗澡 被男主制止了 你就不能回房间洗吗 孙泽亚还觉得他小气 男主以休息为由 推着他离开了房间 孙泽亚离开后 女友看着他 白天不方便教训你 居然当着我们的面 跟那个小妖精眉来眼去 这时候 咱们男主只想赶紧逃离 嘴里还在不断狡辩 不对 男主却被一眼识破 他看出男主有点实力 想拉拢为他使唤 便鼓动女友使出美人计 他很明白 只要人多就会出现特权阶层 再加上他有异能 就能脱颖而出 拥有地位 而房间内 女友们还在捉弄他 拿起窗壳贴在研究 搞得他不知所措 这时 房门外传来敲门声 这么晚会是谁呢 他打开房门 女人直接扑倒在他身上 小兄弟 我有事想和你说 他看着眼前的女人 这么晚他会打什么主意 上来他就卖萌要男主抱抱 话音刚落 夏娜的镰刀 已经架到他脖子上 大声呵斥 少靠近我男人 有话说话 再动手动脚 就让你没手没脚 女人被吓坏了 男主看出女人的诡计 质问他是不是偷偷派你过来的 有话可以直说 女人没想到 一眼就被识破 开始使出女人的看家本领 一哭二闹三上吊 哭泣着说自己只是个普通人 大家把他说话不当一回事 希望男主帮忙 恳求基地人员 先送他回总部休养生息 如果可以帮忙 随男主使唤 他低头暗自嘲笑 这个秃头 真把我当愣头青 想利用我 真有够傻 这种美人计 只对一般人有用 也不照照镜子 我哪个女友不比他棒 无论身材 口才都玩爆他 他告诉女人 没有加入基地的意思 所以无法帮忙 女人吃惊地看着他 没想到男人会拒绝 说完就关上了房门 回到房间 男主发现 黑丝的精神链接出现了问题 随后他来到黑丝 打开房门看去 黑丝变成了白色 黑丝看见主人高兴坏了 他换毛是要进化的征兆 看起来应该快到首领级了 而体型也越来越小 忽然 他眼眸放大 定神看去 浴缸里有一双腿 转头呵斥黑丝 到底做了什么 扒开帘子看过去 原来是孙泽亚 他还有气息 还好只是撞晕了 性命没有大碍 看来 黑丝是嗅到了血腥味 才追到这里 这没出息的家伙 吩咐黑丝 赶紧到对面躲起来 他抱起孙泽亚 放到床上 转身准备离开 却发现 他的衣服 已经被黑丝咬坏了 没想到这时候 孙泽亚突然醒了过来 如果你救了一个昏迷的女孩 对方这时候 突然醒过来 你猜会发生什么 被救的孙泽亚 突然醒了 话不说 就直接给男主一拳 还破口大骂 受伤的男主赶紧解释 这是个误会 我是来救你的 你忘了刚才发生什么吗 这时孙泽亚才想起 有只便意丧尸狗 冲进他房间 男主留着鼻血看着他 你居然这样 对救命恩人 他委屈巴巴的样子 还是不太相信 眼前这个坏蛋 看他已经苏醒 男主转身便要离开 他叫住了男主 你能把背上的贴贴给我吗 尴尬至极的他 回想起 又是女友的恶作剧 他转身将贴贴递给他 由于黑丝将他衣服扯坏了 他还有一个请求 还想要一件衣服 可以用防弹衣作为交换 拿起防弹衣 他把身上的外衣 脱给了孙泽亚 穿上衣服 他觉得有种莫名其妙的味道 第二天 孙泽亚一早找到了男主 问他加入基地考虑的怎样 他告诉孙泽亚 自己喜欢自由 哪知 孙泽亚还有B方案 就是以物换物 双方交换对方需要的物资 男主低头沉思 这个方案不错 如果能帮夜恋他们 弄几件防弹衣 就可以防患于魏然了 他答应这个方案 并询问以后如何联系 孙泽亚拿出一个对讲机交给他 以后可以用这个交流 但需要找信号好的位置才可以 眼下就有一个任务 可以用三个弹夹 或者手雷作为报酬 前往医药公司 寻找清单上的药品 突然 男主感觉有人在盯着他们 瞟眼看去 可能是秃头那个异能者 随后 孙泽亚集结大批队员 大家一同前往医药公司 一路上 边走边开枪吸引丧尸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男主转头看去 是一家手机店 走进店内 孙泽亚还疑惑用这个做什么 他告诉孙泽亚 选几部老年机来放歌 就能把丧尸吸引到一个地方了 他微微一笑 看不出来 你还挺聪明的嘛 孙泽亚吩咐小弟 去收集老年机 随着声音传出 大批丧尸果然被歌声吸引 提前埋伏的指挥官 看到丧尸过来 一声命吓 无数把武器对准丧尸 就是一对狂扫 丧尸越来越多 小弟来报火力压制 已经饱了 丧尸还在不断增多 指挥官呼叫孙泽亚执行命令 众人从侧面属性武器 也在入战斧 子弹犹如清晨大雨 直击丧尸 丧尸被压制 孙泽亚看着眼前的男主 如果没有他的剑影 在两侧用火力压制 也许会因为轻敌损失一部分人手 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来的 异能者威胁男主 自食恶果 原来刚刚的歼灭丧尸计划 是男主通过精神力 将丧尸驱赶到音乐地点 女友还疑惑 为何要这样帮他们 他告诉女友 这群人是官方人员 多一个朋友 比多一个敌人更好 趁现在这个机会 和他们打好关系 百利尔无一害 更何况官方 还有手撕丧尸的汤姆 加上一批训练有素的战友 所以这次的互费互利很划算 随后传来一声吼叫 他们急忙跑步去查看 看到一个士兵被丧尸攻击 而秃头男 他们贪乱坐在地上 莫非是这个家伙出来作死 害人家士兵来救 男主顾不了这么多 上前使出一刀两断解决了丧尸 女孩还在责怪秃头男 为什么不救士兵 秃头恶狠狠地看着女人 我要是暴露自己 是异能者的身份 就会被强之入伍 以后怎么提前享受荣华富贵 也就只有这种愣头青 才会拔刀相助 听见这话男主来气了 瞥眼看着秃头 直觉就给了他一拳 对着他大声教训 你以为老子没有听见 自私不是你的错 有意能还害人害己 真是让人恶心 被教训的秃头恨得咬牙切齿 指责男主 你也不是什么好鸟 昨晚上偷袭孙教官 是你搞出来的吧 这话一出 顿时把男主吓猛逼了 这家伙怎么会知道 秃头凑近男主耳边 昨晚上我就感受到精神波动 虽然不知道你的异能是什么 但你和那三个女人之间 也有能量链接吧 男主看着秃头暗想 他是能量探测型异能吗 看来以后还要更加小心 秃头看男主神情不对 以为是怕异能暴露 便开始威胁 我警告你 如果不想让其他人知道你的秘密 最好老实点 以后乖乖听话 还指着男主呵斥 以后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男主怎么会被小角色威胁 微微一笑告诉秃头 我再帮你补一句 今天只是下马威 以后有你好果子吃 秃头看他挺上道 还嘲笑今天饶你一命 话音刚落 杀包一样的拳头直击他脸上 把一旁的人都看呆了 秃头趴在地上 还在威胁要去告发 看男主要下手解决他 秃头怂了 连忙跪地求饶 下纳告诉男友 这家伙不能放过 绝对不服气 还会告发你 只见男主露出邪恶的笑容 计划早已在他脑袋中 他使出精神丝线 控制一只丧尸来到 秃头后方攻击 瞬间秃头就领了盒饭 女人还在不断呼叫 只有这样解决他 大家都会以为 秃头只是遇到了意外 孙泽亚遇险 男主再次与官方合作 前往医药公司收集物资 刚刚解决掉异能者 女人坐在地上看着男主 这种解决方式 没有人会怀疑他 此时指挥官走过来 林墨小弟 这里的丧尸清理完了 我们可以继续前进 再穿过两条街就到达仓库 附近丧尸会比这里还要多 孙泽亚告诉他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另外几步老年机 等到了附近再顾忌重拭一次 外围的丧尸应该没有问题 而里面的情况错综复杂 可能无能为力 而男主也不想 他们进入知道他的实力 便告诉指挥官 大家在外帮忙守着就可以了 指挥官和孙泽亚 就呆呆地看着他 女友看出他们两人很疑惑 也许在猜想 这小子是厉害还是啥 提起男主厉害女朋友 又开始胡思乱想了 林墨知道女友在想什么 灰溜溜的就跑了 就不能放过孩子吗 官方的两人看到这个场景 还在感叹小兄弟 真的没问题吗 而孙泽亚心领神会 大家来到仓库不远处 大楼外一步下陷阱 楼上还准备了神枪手埋伏 音乐方面由孙泽亚负责 分开前他还来叮嘱男主 一定要安全回来 抬起手指着他 可别回来的时候少了条腿 心灵相通的两人 尴尬了好久 交代完 他们出发前往医药公司大楼 随着音乐声响起 卧槽 这歌也太劲爆了 好歹也选一首流行音乐嘛 听见音乐声 丧尸蜂拥而至来到狭窄的香港 孙泽亚充当诱饵 丧尸乐剧越多 大家严阵以待在等指挥官的命名 随着一声令下 火力一杠三小组 立即倒闭区域集合拖延丧尸进程 狙击手准备射击 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孙队长 孙泽亚脸不红心不跳地告诉指挥官 别紧张 认识这么久别小看我 只见他拿起武器 一阵厮杀解决了丧尸 随着泉员准备救许 指挥官下令所有火力集中射击丧尸 伴随着一声巨响 丧尸被解决完 而孙泽亚也逃出尸群 躲进掩体房内 而一只高级变异丧尸跟了进去 转眼间丧尸追上了孙泽亚 看着丧尸的举动 孙泽亚感觉这只丧尸不对劲 不敢正面硬拼 得找机会溜 他看到楼道有一个通风口 想利用通风口逃离 哪只举动被丧尸察觉 对着他就发起了攻击 计划被识破 难道这只丧尸有智力 他到底是什么鬼 是丧尸界的爱因斯坦吗 转瞬间 孙泽亚已经被丧尸逼入墙角 下一秒临摹这边感受到他有危险 为了寻找到准确物资 男主和女友开启了视野共享 见孙泽亚遇险 男主使出精神四线 控制了一只丧尸赶往救援 这时的孙队长已经无路可逃 但他想的却是自己还没有谈过恋爱 就要这样被丧尸解决了吗 此刻他脑海中浮现出男主的模样 正愣神之际 丧尸吼叫着向他发起攻击 孙泽亚吓坏了 他不甘心就这样被解决 突然 另一只丧尸出现一拳帮他解除了危机 两只丧尸就这样扭打起来 他吓得瘫软坐在地下 不知怎么回事 一个声音传来 你还愣着干嘛 趁现在赶紧跑 反应过来的孙泽亚 一个滑步穿过丧尸脚下 抬手挥舞手中的绳子 扔出数米之外 绳子缠绕窗户顺着墙壁直接跳上楼底 暗自感叹刚才好险 不过刚才似乎听见一个声音叫他逃走 孙泽亚认为是幻觉 以为是自己的潜意识在帮助自己 露出得意洋洋的样子 这给男主气的 差点没喷鼻血 直骂这个没有良心的女人 而这是他第一次尝试与人类传话 精神力消耗较大 以后还是少用的好 随后他吩咐夜恋解决眼前的丧尸 夜恋跳起一个找机 丧尸就领了盒饭 此刻探路的学姐回来了 并没有发现周边有首领及丧尸 转眼他们来到医药公司 这里出奇的安静 为了安全起见 果然越往上丧尸越多 他们需要的物资在21楼 这一路上去要解决丧尸太麻烦 不上去又看不见药品的种类 如果不上去能拿到药物就好了 忽然他好像想到了什么 可以用精神力让女友上去 再和他们开启事业共享 这样就不会引起丧尸注意 下一秒他们已经来到物资层 夏娜问他能否看见 可他总觉得这样怪怪的 用共享视野低头看去 一血直接就喷了出来 虽然每天都欣赏 但第一视角看去还是有杀伤力 汤姆这边还在很担心 林墨是否能完成任务 官方认为异能者构成复杂 不太好控制 汤姆希望这次合作能成功 孙泽亚回到基地 发现汤姆不开心 他的不开心来自于担心 因为男主那边太安静了 安静的让人忐忑 只要拿物资失败 回去之后 他们提出的以物换物计划 就会被大家否定 孙泽亚看指挥官不放心 决定亲自去看看 叫上两个士兵陪他一同前往 而汤姆拿上武器也要去看个究竟 如果现在是末日世界 人类都怨恨丧失 你会和男主一样包容女友吗 就在刚刚官方一群人出发寻找男主 孙泽亚相信林墨绝对有实力全身而退 他叫住汤姆和他打个赌 赌武士发子弹 他们可以完成任务 一听到有的玩 大家都来劲了 虽然大家都希望他们没事 但现在是末日未免有些担心 孙泽亚转身看着两个士兵 你们也来猜猜吧 看大家还有心情打赌 汤姆笑呵呵的说自己也掺一脚 可他们哪知道男主还在用第一视角正享福吗 转眼官方人员来到仓库 发现这里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 猜测他们已经团灭了 这是一双红色眼睛已经盯上了他们 随着一声落地爆炸 汤姆大喊准备战斗 话音未落 一个肘击就打中他胸口 士兵准备上去帮忙被孙泽亚拦住 别顾着打 就算打估计我们也没有胜算 他们看过去这不是林墨小兄弟的女朋友吗 连刀架在脖子上他一动也不敢动 汤姆看着夏娜 这么瘦小的女生居然能压制住我 他一定是特殊异能者 孙泽亚跑上来一把抱住夏娜 我就知道那小子没有实话 你也是特殊异能者吧 这个抱抱把他搞得不知所措 士兵还在感叹孙队长真幸运 走两步就捡一个异能者 汤姆看着怎么只有他一个人出来 难不成其他人全部已经被解决了 忽然 一个声音传来喊着夏娜 大家转头看去 男主摇摇晃晃地搬着几个箱子走了过来 指挥官难以置信 他们怎么做到不解决丧尸而拿到药品 他还在怀疑林默是走狗屎运 可看着脸色发白的男主 想必经历了不小的恶战 汤姆赶紧上前帮忙拿物资 让英雄好好休息一下 士兵也赶忙上前帮忙 嘴里还抱怨都是丧尸惹的货 不然也不用这么艰难的生活 路过丧尸躯体时 士兵用脚踩丧尸还在骂一群死怪物 看见他们的举动学姐掩路杀意 男主感知到他的意识 用手一把拉住了他 并摸着学姐的头安慰 我理解你的情绪 看到同类被当面虐待有情绪很正常 学姐告诉他 虽然刚才是很生气 可是更多的是因为担心你 看学姐伤心男主一把将他抱住 别想了 你们能一步步进化就好了 忽然学姐看着他 你是人类 你会像那个人一样怨恨丧尸吗 等所有人都怨恨我们 你怎么办 又会怎样对待我们 唯独这一点我很想知道 看男主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学姐正准备转身离开 他一把拉住学姐 答案很简单 这一路走来 寻找解救夏娜的方法 以及和你和谐共煮的方式 回望过去 不仅是你们 我也有很大的变化 但从未变过的就是 以前如何爱你们 以后也会如此爱你们 究竟发生了什么 聚集这么多人 原来是男主他们拿到物资回到了营地 看到这么多药品 大家都在欢呼 又可以安心好一阵子了 孙泽亚迫不及待的 向大家索要打赌的物品 几人看无可奈何 只能怨赌服输 汤姆刚拿出来 他就一把夺过去 还在一旁嘲笑大家 欢迎多多会补 这举动像不像打赌赢了的女人 男主看见问他们在做什么 孙泽亚把打赌的约定告诉了他 这时候男主心里十万匹野马在崩腾 我在外面忙活半天 你们还有心情打赌 孙泽亚拍着他的肩膀安慰 其实我们也是担心你才去找你啊 男主拿出物资单递给他 这是任务的清单核对一下 随即伸手索要报仇 之前说的手雷和武器武就不要了 把我的武器换成消音的就行 孙泽亚看着他 你以为我们是一栋军火库啊 就是因为没有资源才来X层寻找 之前的公式也只是虚张声势而已 今天第二次男主觉得自己上当了 他直接开口要三件防弹被新抵债 孙泽亚果断回绝了他 你想都别想 最多给你一件 我的存货都要被你榨干了 听到这里 男主开始调侃他 你还年轻榨不干的 孙泽亚一脸疑惑跟我年轻有什么关系 回过神来的他破口大骂 你占我便宜 林墨微微一笑 那你把我衣服还我 我就不开你玩笑了 想起被黑丝偷袭的那天 神情更加羞涩 转身过来害羞的说不给你奖礼了 防弹衣只有一件爱要不要 这时男主露出得意洋洋的样子 终于赢一次了 孙泽亚找到汤姆 那小子要追加一件防弹衣当报酬 拿到了防弹衣 还分到部分药品 下一秒孙泽亚靠近 一问最近什么丧尸最厉害 我们去抓一只看看吧 还告诉他这是私人任务 自掏腰包 男主嘲笑他你有什么物资支付给我 他才回想起自己真没有什么东西拿得出手 都被榨干了 两人四目相对 孙泽亚用手抱着自己 红着脸说这个可不行 随后男主一行人准备离开 大家都来送行 林默红着脸看着孙泽亚 孙泽亚也看着他 两人友情地握手道别 互道平安 忽然四周的人都在起火 抱一个抱一个 这给男主都搞肝大了 孙泽亚跑上前一把抱住他 怎么了 那天你就我的时候都抱了 今天还不好意思啊 其实是身旁女朋友在看着他 就这样在戏剧性的道别中 男主带上女友和大家分开了 可这时候 大家喜欢的蜘蛛女王又出现了 男主吞下变异凝胶 会不会变成丧尸呢 刚离开营地 他们就遇见一只变异犬 黑丝上前直接就把他吓跑了 男主摸着黑丝的头 你越来越威风了 虎躯一震 王八之气随之外露 这话说的黑丝转头不高兴了 他正疑惑着谁教的 夏娜羞涩着夸自己教的好 他拿起食物为黑丝 看着黑丝吃饱后巡逻的样子 男主感叹或许在训练狗方面下 那真有点东西 这时男主发现附近就是张腾家 他拿出地址 要去看看他儿子是否还活着 但在这之前要找个地方先安顿一下 官方已经进入X城 这段时间要准备在人类和丧尸之间周旋 转眼几人来到一栋大楼 进入大楼都只遇见一些普通丧尸 高阶丧尸可能已经离开这里 留下的都是残兵败将 男主突然想起什么 转身问大家还记得变成丧尸前的记忆吗 他们一致认为记不太清楚 第一段记忆就是男主 学姐看着他 虽然记忆没有了 但这段时间想起有意思的记忆 男主很疑惑是什么记忆 学姐转头害羞着 反正生不了孩子都是你的错 男主一头雾水 这是种族差异的错 夏娜也出来责怪是男主的错 搞得他吞吞吐吐说错话 你又没事过 这话一出 女友全部盯着他 林哥飘了 来姐姐们教你什么叫低调 什么叫脚踏实地 这可把他吓尿了 你们别当真 开玩笑而已 他一把拉住黑丝陪他去巡逻 叫大家找个房间安顿 脱离魔掌的男主和黑丝认为巡逻最开心 忽然他发现黑丝体型又变小了 而且毛发也变得顺滑了很多 他不会变成人吧 摸着黑丝 他自己都觉得这种想法很荒唐 转眼来到房间 几人已经收拾完 刚走进门 一只手就提起他 直接把他摔成了小林墨 几人凶神恶煞地看着他 原来是肚子饿了 他拿出凝胶递给学姐 还在吩咐学姐要小心 夜恋凑上来想看那个粉红色凝胶 可现在大家等级不够暂时不能服用 夜恋很疑惑为什么不能吃 他只知道吃了会变得更强 下那站出来 我们可以像之前研究所得到的药剂一样 只要稀释到一定程度 就算人类吸收也不会变异 男主钉着手上的凝胶 道理是这样 但这该怎样稀释呢 大家都在思考时 夜恋一把抓起凝胶塞进嘴里 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 夜恋就亲了上来 刚触碰到母巢凝胶 男主就晕厥了过去 眼睛逐渐看不清晰 仿佛掉进地狱一样 随着身体落地 他眼睛充满着血红色的眼眸 难道男主要变成丧尸了 男主拿着蜘蛛女王的血液 用它恢复体力 心中还期待能再次遇见 触碰到母巢及凝胶后 男主失去意识 昏昏沉沉中不知自己在哪里 精神触手也脱离了他 迷迷糊糊间他发现这是夜恋的视线 难道他是被感染了病毒 但意识很清醒 并不像受到感染 这时夜恋吐出凝胶 原来他是用枝叶在稀释凝胶的纯度 想提升男主的身体素质 现在他痛苦难耐身体发烫 学姐靠近闻了闻 没有丧尸的味道 下那这个捣蛋鬼 直接就用大脚丫子踩着他 不像有什么危险和平时差不多 忽然学姐发现林哥全身冒起金光 难道他要进化了 昏迷中意识清醒的男主火冒三丈 与其关心这些不如想办法唤醒我 学姐还在旁边作弄他 随后夜恋站出来护在男主面前 他的样子很难受 不要欺负林哥 他的身体不自觉地打中了学姐 起生气急败坏地看着他 这是你们自找的别怪我 老规矩接下来的内容大家不喜欢 咱们直接跳过 第二天 大家围上来问他的能力有变化吗 想知道有没有变化试一下就知道 他挥起拳头指向他的墙上 转头男主让女友攻击他试试 几人不知所措 看女友疑或让他们先攻击 待会儿再给大家解释 几人同时举起拳头踢进他的后背 他们直接被力量弹了回去 所有人不敢相信露出惊讶的样子 他又伸出手掌张合手指 反应速度惊人的快 这感觉太爽了 如果换做以前你们一拳我都接不住 虽然攻击力没有提高太多 但防御力更上一层楼了 他摸着夜恋的头 丫头这次多亏了你 夏娜凑上来 林哥你不夸夸我吗 要不是我出主意 你说不定睡到什么时候呢 他挥起拳头就给了夏娜一拳 赶紧把我裤子找回来 不然罚你提升战斗力一百次 他看着三人 我是一家之主这件事名副其实 开始训诫大家作弄他 几人露出尴尬的表情 转眼他和黑丝前往天台巡逻 手里拿着蜘蛛女王的血液 还在感叹这个药剂真是个好东西 才喝几滴 昨晚消耗的体力就恢复了 但是总有一天要用完 到那时 上哪去找只蜘蛛女王来提供药剂呢 突然背后出现一双手 正准备抓他 跳起一个闪身躲开了 是夜恋他们 看来灵哥体力恢复了 他们凑上前都在嘘寒问暖 你昏迷的时候我们很担心 夜恋看着他 刚才你躲开到楼顶来是不喜欢我了吗 男主看着夜恋 当然喜欢你啊 听到喜欢几人拉着他就要下楼休息 这男主也太惨了吧 他们却不曾想到蜘蛛女王离他们也越来越近 有人居然敢贪图男主的老婆 结果会是什么 今天一行人要去寻找张腾的儿子 来到B7洞 这会儿黑丝探路刚回来 还带回一个变异犬服辱 这老小子都学会威胁了 看到这只狗男主决定拿他做个实验 拿起武器隔开自己的手掌 变异犬吃了他的血液 他想证实一下体内的病毒浓度到了什么程度 忽然变异犬眼神冲刺着血红色 倒了下去 众人看着这个场景 难道说 男主体内的病毒浓度已经可以感染生物了 变异犬又站了起来 他的眼神变了颜色 就像没有被感染过一样 机能还得到了提升 这让男主松了口气血液没有病毒 反而产生了类似于抗体的东西 做完实验就驱赶变异犬离开了 随后叫上大家继续寻找张腾的儿子 他不自觉地哼着哥走在前面 转眼来到第17房门口 正准备开门发现门上有出电线紧 这个张腾不是盲目自信里面一定有幸存者 下纳冲上去一脚将门踢开 还嘲笑林哥是个胆小鬼 几人顺着楼梯往上 陷阱一个接一个 看到满地的丧尸 幸存者应该就在这一层 话音未落 一个物体就飞向男主 几人正准备发起攻击 此人扑通一身跪地 对不起 我以为是丧尸别杀我 小女孩大哭大闹求饶 男主看着陷阱 这些都是你做的呀 感觉这个小女孩好聪明 小女孩疑惑他们来是想干什么 男主问女孩 你认识张腾的儿子吗 小女孩一脸茫然 不认识 不如你们去问问裴老师吧 他以前就住在这里 女孩带着他们去见裴老师 来到楼上一房间 刚打开房门一个酒瓶扔了出来 一个红发女人出现 李渭 不是让你白天不许上来的吗 你当我的话是耳旁风啊 他看有陌生人上来 便问他们是谁 男主礼貌回忆 我找张腾的儿子 就问问他还活着没有 女人大吃一惊 你们认识张二 听张二这个名字 应该是张腾的儿子 既然得知他还活着 男主就准备转身离开 可这时候一个油腻男人走了出来 一看见学姐男人失了魂 这是哪个国家的模特 这简直是天使面孔和魔鬼身材呀 就冲这身材 今晚我也要好好照顾你们 男主目露凶光呵斥男人 你看什么看 男人瞥了瞥眼 长得好看不就是让人看的吗 看看怎么了 这话气的男主火冒三丈 挥起拳头就直接给了他一拳 几人都看傻了 一把武器扔在男人眼前 再看就把你眼睛挖出来 正准备带着女友走 男人被打不服气 捡起地上的啤酒瓶就要上去干假 刚冲上去男主就兑现了刚刚的话 还警告男人再看另一个眼睛都给你拿了 女人看情况不妙威胁男主 你不能解决他 他是我们老大的舅舅 解决了他让你吃不了多着走 他不说还好 说了男主就想试试会怎么样 他低着头微微邪笑 转身一道光影闪过男人就领了盒饭 下一秒准备离开 人是我解决的跟张儿无关 我就住在前门附近 我等着 下集男主遭遇一群人报复 异能者上门寻仇 被下那当作提升战力后的实验品 油腻男子被解决后 女人恨得咬牙切齿 看到男主留下的字条 责怪小女孩都是因为他带人回来造成的 小女孩听见他要把事情告诉老大吓坏了 女子露出复仇的神情 因为他背后是有异能者撑腰 男主他们走出大楼 下那责怪林哥刚刚的举动很二 学姐疑惑什么时候住在前门了 这时下那另一个人格出现 眼神泛红 感觉来把他们全部解决 男主看着他人格切换了 最近下那切换越来越频繁 从外表来看精神光团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光团内部却明显能感觉分裂 不知道用触手分裂成两个 然后向核心眼神会怎么样 他看着下那 尝试一下或许对你有帮助 男主抬起手使出精神丝线 触手进入下那脑袋 分成两根直达大脑核心 下那发出痛苦的表情 紧紧地抓着柱子 林哥这种感觉好奇怪 他看着男主我快坚持不住了 开弓哪有回头见 男主也痛苦难耐 分裂触手这种是比想象中更难 只见他满头大汗 精神光团还是很稳定 到了关键时刻不能半途而飞 可又觉得自己体力快支撑不下去 夜恋他们靠了过来 我们一起来帮助下那 接下来是老规矩 大家不喜欢的内容咱们跳舞 转眼提升战斗力终于成功了 黑那和傻那的精神核心都链接上了 第一步迈了出去 后面应该就可以慢慢研究 我发现他们这是在大街上提升战斗力吗 突然男主一惊 黑思好像发现了什么 原来是老熟人找上门 其中有两个人是异能者 男主认为来的真是时候 正好让下那试试刚才的成果究竟如何 下那也迫不及待 复仇的几人没有见到男主 便转身呵斥小女孩 老大威胁张二 你肯定知道他们底细 张二吓得蜷缩在地上 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举起武器 不说就别怪我心狠手了 小女孩怕张二被欺负上前拦住了老大 这是要怪就怪我带陌生人进门 饶了他吧 老大举起武器就给了小女孩一击 害死我 舅舅我没找你算账 还敢自己跳出来 男主通过精神力看到这一切 没有想到一个老大 居然把气撒在小孩子身上 吩咐下那前去解决他们 下那举起武器冲了上去 女老大转头 下那挥动手中白起遗留下来的镰刀 一道光影推过 男子话都没说完就倒下了 男主看着下那的动作 速度和身体协调性比以前要好了不少 红发女人看无路可逃 用武器挟持了小女孩 下那看着她 你动手啊 看你快还是我快 女人迟迟不肯动手 她不耐烦了 我说你动手啊 看到这个场景 被截掉手臂的老大站起身 从后方跳起想偷袭下那 下那低头斜笑 一只手上前就钳住女老大脑袋 下的她不知所措 不知自己怎么会被抓到 原来从一开始战斗时 下那就在她身上使出了幻术 女老大刚刚看到的场景 都只是幻觉而已 下那抓住她的头嘲笑 亦不意外 惊不惊喜 瞬间女老大也领了盒饭 下那转身又对着红头发的女人 她吓得撒腿就跑 正准备追被男主制止了 下那觉得还没完够 男主告诉她 你没发现少了一个人吗 是张二不见了 张二追上了女人 纵身跳起扑倒了她 起身拿起武器 坐在红发女人身上 面对百般羞辱她的女人 张二会怎么对待她呢 蜘蛛女王又出现了 汤姆失踪官方总参谋下派任务 张二面对曾经欺负她的红发女人 此刻女人还不知悔改 看见是张二还在不断嘲笑她 就凭你这个胆小鬼都想解决我 你就是个耸包 连你胆子你都不敢动手 张二气急败坏提起她的衣领 你把我当过人吗 出卖我 出卖李威 还把事情推到我们身上 今天的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 解决完红发女人 男主上前安慰 他已经为自己的错付出了代价 张二哭泣着问男主 我爸爸离开的时候痛苦吗 男主一脸疑惑 他如果还活着一定会自己来找我 来的是你 那他一定遭遇了不测 林默回想起张腾的画面 告诉张二 你爸爸走得很好 他是一个值得大家尊敬的英雄 牺牲自己保护了所有人安全 说完男主转身准备离开 小女孩跑过来 我们不能回去了 那个异能者和老大死了 我们回去一定会被暴 我们可以跟你离开吗 只要你让我们跟着你 你就是我们老大 或者是义父大人 张二也跟着附和 你就是我们再生父母 求你了老爸 男主一脸猛逼用手捂着脸 我特么的送封信 这是给自己送出儿孙满堂来啊 看无法拒绝便答应二人 下纳走上前告诉两个小孩 跟着我们可以 但晚上不准出门 因为晚上可是大人的时间 两人一脸茫然 回过神来一脸羞涩不敢说话 交代完张二他们的事 男主吩咐几人看家 他出去办点事 这时他的对讲机响了起来 联络方是官方猎鹰营帝的联络官 询问男主是否接受任务 这次任务官方总参谋 想亲自告知任务细节 总参谋接过对讲机自报家门 他叫苏倩柔 听见是女人声音 男主感叹能坐上这种职位 起码四五十岁 没想到声音听起来居然很年轻 对方告诉男主前两天 他们离开后 汤姆小队就和总部失去联系 想邀请男主参与一起调查 根据最后的情报 这次敌人是一只 如同蜘蛛一样的女性丧失 听到这里 男主回想起 难道是蜘蛛女王 顷刻间神经都紧绷起来了 总参谋告诉他 情报指出不是一只 而是一群 听完对方的讲述 男主猜想难道是 赵志那家伙还有其他的实验体 如果是事实 能收集更多蜘蛛女王的液体 或许是一个机会 如果不解决 他未来会是个麻烦 再三思考后 他决定再次和官方合作 接受这个任务 总参谋听到男主答应 并承诺会安排 官方最强的小队人员 前往支援 男主看着手里的血液瓶子 这次要准备几个大瓶 必须把羊毛都耗光 画面一转 一行人来到国际大厦 进入大厦 林默看见地上的丧尸 来接应的这只队伍果然很强 正在观察之际 一个声音传来你就是林默吧 抬头看去 一个漂亮妹子出现在男主眼前 男主被一只蜘蛛惦记会发生什么 大家期待的蜘蛛女王来了 就在刚刚男主与官方人员会合 这个小队的队长叫夏之宁 而副队长是拥有探测性异能的陈友东 男主把张儿和小女孩交托给官方照顾后 没有了后顾之忧 大家开始对这次行动进行了分析 通过夏之宁的讲解 听取了汤姆小队最后的对话陆依 确实有新型的变异生物出现 根据描述和之前的蜘蛛女王非常相似 男主回想起之前只有两只都非常凶悍 而这次面对的却是几百只任务比较艰难 通过陆依最后的呼救声 男主听出是孙泽亚的声音 他回想起曾经那个古灵精怪的小丫头很伤感 紧握拳头一副誓死拼搏的神情 夏之宁看到男主的表现也很钦佩 本以为他只是一股脑的异能者 没想到遇到这么棘手的任务还能冷静研判 男主吩咐大家休息片刻后 接下来就应该出发办正事了 转眼大家来到汤姆分队出事地点 通过副队长的异能查探蜘蛛女王的下落 精神光团不断在附近穿梭 最后在地铁站深处发现了士兵的躯体 在副队长精神力耗尽之际说出了蜘蛛女王的位置 地铁站 汤姆队和怪物都在里面 汤姆战队都以全军覆没 队长夏之宁立即下达命令不能拖延 大家马上出发 随即大家来到地铁站通道 一只首领级便一丧尸出现挡住了去路 士兵抬起武器射击 可射击对于丧尸毫发无伤 男主愣神之际 丧尸从头顶上方向他发起了攻击 这时候几个队员上前钳住了丧尸 叫大家赶紧进入隧道 隧道尽头有强烈的能量波动 那里才是病毒源头 能打败丧尸母巢的 应该只有队长和林默了 士兵用生命死死缠绕着丧尸 一行人快速跑进了隧道 蜘蛛女王已经察觉着一切 也看到林默在其中 女王驱使丧尸 孩子们 为你们的女王服务吧 记住活人格杀物论 至于那个男人 我要活的 此刻蜘蛛女王 回忆起自己变异的经过 原来赵志被男主解决后 斯黛拉又返回了研究所 他知道如果能得到 蜘蛛女王的力量 就能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 他慢慢拨开了蜘蛛女王的解 一个娇羞的女研究员 出现在他面前 只要把自己身体的血液 换成蜘蛛女王的血液 然后他就会成为一个 有智力的新生物 就在这时蜘蛛女王睁开眼睛 用触手缠绕着斯黛拉 命悬一线时 斯黛拉流着泪想起了林默 蜘蛛女王因此戒失还魂 斯黛拉被感染成为了新的蜘蛛女王 下级斯黛拉掳走男主生小蜘蛛 蜘蛛女王居然要给男主生小蜘蛛 官方队长命悬一线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男主一行人刚进入隧道 就被蜘蛛女王盯上 被驱使的丧尸不断靠近 轰弓一声巨响 队长下支您附近火花四箭 他吩咐大家继续前进 林默看着他 没想到他也是异能者 忙于战斗这时的队长已经透露出疲惫 男主发现不对劲大喊 大家小心 有什么东西来了 一只手持红色武器的首领级丧尸出现 士兵贪软坐在地上让队长快逃 可现在四周丧尸都围了过来 男主正准备拔剑杀出去 夏之宁走上前挡在他前面 这里交给我 只有你和蜘蛛女王打过交道 把他交给你才是万全之策 我选择相信你 你可以让我相信吗 男主转身微微一笑 那就待会儿见 你可别挂了 林默刚离开丧尸就缠上了队长 几个回合战斗下来夏之宁被重伤 丧尸缓缓靠近他 而林默这边一直在寻找蜘蛛女王的巢穴 很多小蜘蛛在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这股强大的力量让叶恋和学姐都开始不舒服 叶恋凑上前倾了他一下 三人都凑过来 林哥不管前面多危险我们都要一起面对 这场景被小蜘蛛窥视到 蜘蛛女王看着男主 他终于来了 如果他连眼前的小家伙都解决不了 也不配做我女王的配偶 蜘蛛妹子缓缓起身 既然他来了 作为主人也应该有点代客之道 无数条触手在接近他们 男主他们摆出了战斗的态势 夏之宁被首领丧尸纠缠 明显敌不过丧尸 身受重伤倒了下去 正要被丧尸解决时 他回想起作为军人的誓言 保家卫国是我的侄子 如果完不成任务 只能说明我做的还不够好 瞬间夏之宁站起来身边出现一团火焰 他拿起武器跳上空中给丧尸致命一击 被我的火焰燃尽吧 首领及丧尸瞬间灰飞烟灭 林默这边被无数条触手攻击 士兵一个个被西光惊弃 这一切都是蜘蛛女王在操控 继续这样纠缠下去不是办法 林默吩咐大家摆出防御战术 让士兵拖住触手 自己单独突围执行斩首行动 交代完后 男主冲破最后一道关卡 刷刷刷几道光影击破蜘蛛王 母巢出现在他们面前 林默察觉不对劲 话音未落 一根触手出现在他后方 他后侧身跳起挥出剑气斩断了触手 刚落地无数根触手缠住了他 蜘蛛女王出现 抓住你了我的小宝贝 糟了 男主被蜘蛛女王打包带走了 女友们立刻追了上去 蜘蛛女王用丝做成茧把男主包裹了起来 难道游戏要开始了 蜘蛛女王居然恩将投报 把男主抓进了蜘蛛检培养小蜘蛛 这时追击过来的女友被触手纠缠无法脱身 男主看着蜘蛛女王质问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他用触手控制住林默 既然你想知道就让他告诉你 瞬间男主进入了蜘蛛女王的意识空间 看见一个女孩 原来是研究所的斯黛拉 还有斯黛拉的父母 从小到大斯黛拉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在末日爆发后 父亲给他发过一条信息 活下去是父亲最后的遗言 看到男主和赵志的战斗后 所以他才想获得女王的力量 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就算出卖灵魂和肉体都在所不惜 看完整个经历男主 才明白蜘蛛女王就是斯黛拉 在研究所一一男主曾是他的救命恩人 这时候蜘蛛女王竟然恩将仇报抓了他 他到底会对男主做什么 蜘蛛女王缓缓摘下命局 我记得我叫子雷 也叫斯黛拉 但我更喜欢现在的新名字蜘蛛女王 他凑上钱 我认识你人类 你体内有我的血 手指还残留着我的味道 所以你是属于我的东西 说着就一个吻亲了上去 蜘蛛女王起身看着他 今天我要吃掉你 转眼女王用蜘蛛丝蒙着淋漠的双眼 进食前蜘蛛女王还讲究仪式感 换上了一套新的服装 男主盯着对手 他的战斗力高于叶恋他们 继续游戏下去一定会被解决掉 可他不曾想到男主 却有同时和三个人战斗的经验 无计可视之时他开启狂暴 融合四人意识共同战斗 蜘蛛女王不敌男主晕厥了过去 男主本想解决他 但身为证人君子 他不想趁人之危 划开了蜘蛛剪逃了出来 还留下一句话 下次见面我绝对不会放过你蜘蛛女王 下一秒女友也追了上来 大家都盯着他 他羞涩着问女友 你们干嘛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这表情像不像屏幕前犯错后的你 三人跑来抱住他 林哥你没事太好了 由于蜘蛛女王亦能被破 四周的蜘蛛剪也随之破裂 汤姆和孙泽亚掉了出来 男主看着地下的两个好朋友 上前试探 有呼吸而且很稳定 看来没有便移 他抱起孙泽亚 这丫头没事太好了 离开前男主拿出准备好的大瓶子 采集了蜘蛛女王的羊枝甘露 有了这些血液 下次一定会变得更强 小蜘蛛能不能延续看到话吧 而隧道外不断攻击大家的触手也消失了 队长夏之宁看着隧道 林默是完成了任务吗 此刻男主带着小队人马 从隧道深处缓缓走不出来 这次战役官方失去了很多战友 队长夏之宁面对同伴的离开心情很复杂 可他选择坚强 三个女友上前盯着男主 其实我们也很喜欢触手 不如我们也好好研究吧 男主惊吓到哭泣 你们放过孩子吧 已经一滴都没有了 男主刚刚和蜘蛛女王玩了好几次游戏 回到营地又被女友拉到房间继续玩 就算钢铁身体也糟不住吧 林默回到房间后直接泪瘫软过去 拥有精神力的异能者真不错 就算累了还能让触手实体化 所以男主能够获得后宫青睐有一定的原因 上一秒他刚夸完学姐董事不黏人 下一秒学姐就走了过来 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学姐凑近他耳边 比起虚无之物我更喜欢有行的东西 正在千军一发之际 门外传来脚步声 男子猛地推开房门 林默兄弟听说你醒了 这一本正经的作姿 着实惊呆了各位观众 男人意识着气氛怎么怪怪的 男主暗自窃喜 来得太及时了 原来是夏队长让他过去开会 林默便跟女友交代后跟随男子离开 两人来到会议室 孙泽亚看着林默脸上立刻露出了羞涩 他回想起夏之宁说过的话 林默听见他被抓 表情特别难看 也不知道是真的关心人家 还是没心没肺的人 这时夏之宁告诉大家 这次会议有两件事 第一之前送去总部的样本 已经有了结果 那些丧尸全部由基因片段而产生的突变 也就是说蜘蛛女王改造过丧尸 这次他只是跑了 还有卷土重来的可能 第二是因为蜘蛛女王这次战役 营地准备在X时 建立少战和隔离带 而我们的工作就是清除丧尸和探查情报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 都高兴又要开始猎杀丧尸竞赛了 男主一脸猛逼 孙泽亚跟他解释 猎杀竞赛最开始是士兵之间的赌局 外出侦查时比谁击杀的丧尸更多 林默微微一笑 不愧是组织还把这种赌局加入日常训练中 而男主刚好和蜘蛛女王玩游戏 得到了净化想锻炼一下新能力 这个猎杀竞赛办的真是时候 比赛不允许异能者带任何武器 孙泽亚身为检察员趁机在男主身上开游 搜遍了他全身 整个搜身过程被门外的女友看见 几人在密谋想解决这个坏女人 男主一脸无赖 争宗吃醋果然是女人的特点 突然林默想起下难异能也刚提升 告诉夏之宁想推荐一个人一起参加竞赛 随即孙泽亚派发的艺人一部手机 用于上传击杀数据 男主已看出这次竞赛并不是训练如此简单 而是想通过训练了解他的艺能到底是什么 本次竞赛是一次能力的提升 还是官方有预谋的针对呢 随着士兵喊出口号 猎杀丧失竞赛正式开始 大家都卯足了净冲出营地 夏娜和林默往不同的方向跑去 这时候 由孙泽亚和汤姆组成官方的林默讨伐队 行动也开始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 队长夏之宁一不蔽体袭击男主 官方组织了一次猎捕丧失竞赛 林默刚刚和夏娜分开 夏娜就出现精神波动 两个人格之间出现了激烈的争动 他静静地看着月光 在林哥昏迷的那一刻 他才明白其实自己一直都保有人类的一面 而凶残的丧失人格是另一面 一体两面的人格结局只会是一个吞噬另一个 融合是不存在的事 但夏娜不想丢掉关于林哥的所有记忆 这时林默察觉夏娜情绪波动很厉害 让他一个人行动 果然还是太勉强了 随即轰隆一声巨响 一只变异丧失出现在他面前 林默瞟眼看去 使出精神丝线控制衡量 重重地砸在丧失躯体上 他拿出手机拍照上传击杀数据 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完成任务去和下纳会合 可危险一步步向男主靠近 官方汤姆一行人在背后盯着他 准备在他收集完数据后抢夺手机 而男主还继续跟一只女丧失在战斗 就在此刻官方士兵鸡肉男从后方出现偷袭 林默抬起脚踢中他的脸 原来他早已发现汤姆等人 随即叫他们都一起上马 毕竟自己还赶时间 看行动已经暴露 汤姆拿起武器攻击上去 林默跳起闪身躲掉了攻击 随后汤姆转身又扔出武器 他使出精神丝线改变了武器方向 其他士兵也跑过来帮忙 三人一跃而起准备同时进攻 男主微微一笑 这种攻击太小而磕了 快靠近时大家才发现攻击的目标是鸡肉男 其实他们早已被精神控制扰乱了幻觉 几人的拳头全部打在鸡肉男脸上 伴随着救命声他们掉进了幻觉黑洞中 战斗完他突然发现自己的手机发出声音 拿出手机查看数据全顾被传出去了 孙泽亚出现嘲笑他 年轻人透过现象看本质 手机不重要 重要的是里面的数据 转身摆了摆手 谢谢老板 爱你哟 他把腿就开始跑 男主正准备追 一把带火焰的武器出现在他面前 你们的私人恩怨我不会干涉 但是他现在是我的队员就另当别论 队长夏之宁拿起武器对着他 出招吧 只见队长身边被火焰环绕 林默也使出了精神丝线 他第一次有这种压迫感 仿佛四面八方都有许多眼睛在盯着他 现在男主的触手也不满整个战场 队长拿起武器直击地面 我要找更强的人 我的梦想是重建社会 我要通过战斗和学习 反馈 沉思 提升自己的能力 林默感觉夏之宁这股气势越来越强 突然队长夏之宁浴火焚身 难道这是要用什么计谋吗 他跳起向男主扑了过来 林默抬手使出精神丝线 可他的理智居然在抵触这么做 看对方使出全力一击 林默很尊重对手也使出了全力 火焰和触手出现了激烈的碰撞 两人面对面短兵相接 半个人最强武器被击碎 队长夏之宁倒地不起 林默脱下衣服盖在他身上 赶紧穿上衣服吧 他羞涩着脸看着男主 处理完队长夏之宁转身离开 现在得去好好教训那个小妮子 下级孙泽亚被强行游泳 男主教训孙泽亚 他以为林默会和他玩游戏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刚刚处理完夏之宁 林默把腿追了出去 孙泽亚一路狂奔来到儿童乐园 心想这种地方他应该找不到 孙泽亚得意洋洋这次竞赛赢定了 忽然他转头看着柜台上的摆剑 感觉好可爱伸手过去拿 刚拿起一个武士玩偶 娃娃突然开口讲话 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 放开我 孙泽亚震惊了 这时柜台上所有的玩偶 全部像活了一样盯着他 孙泽亚很是疑惑 活见鬼 玩具复活了 他回过神来感觉不对 这世上哪里有鬼 难道是某种心形丧尸便于 随即身后一只玩偶用手触碰他 我们是真的鬼 能不能别用丧尸那种低端货来跟我们 这造型直接把孙泽亚吓晕过去 迷迷糊糊间 他嘴里还喊着不要 孙泽亚醒了过来发现是林沫 才意识到是被他愚弄了 看自己是带宰的羔羊 孙泽亚不想反抗 告诉林沫 反正被你抓了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但是就怕你不敢对我做什么 林沫微微斜笑 这可是你说的 别怪我心狠手辣 男主使出精神触手 孙泽亚以为自己产生幻觉 身体有什么在动 刹那间他红着脸 你该不会真的乱来吧 林沫告诉他你别想歪了 我可不打算对你做什么 但你经常捉弄我 今天帮你洗个澡怎么样 眼前出现一个小型水池 孙泽亚看水颜色不对劲 便大声呵斥道 你管这叫洗澡吗 水里是什么鬼啊 林沫哈哈大笑 其实也没有什么指示 给你添加了一点跳跳糖而已 男主隔开绳子 孙泽亚扑通一声掉进水里 他感觉身体被无数只蚂蚁侵蚀一样 举起手让男主救他 眼睛泛起油未尽的泪花 林沫还在一旁得意地笑着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捉弄我 孙泽亚一脸无赖给他道歉 你的意思我以后再捉弄你 你还会这样报复我吗 林沫感觉这话语气怎么怪怪的呢 转眼林沫用推车 把一批伤员和两个女孩带回了营地 吩咐士兵带他们先去休息 士兵都不敢相信副队长似的战败 连队长和孙副队长也不对劲 士兵正疑惑哪里来的碳酸饮料味道 孙泽亚转眼看去 士兵被一个大嘴巴子扇倒在地 还叮嘱大家以后 不许在他面前提碳酸饮料 另一队士兵情不自禁嘲笑 告诉他女人是要拍马屁 说完还要亲自示范 他走到队长身边 夏队长您辛苦了 我替你把外套收起来吧 士兵却不知队长里面根本就没有穿衣服 直接又被打翻在地 夏志宁同样叮嘱大家以后不许提衣服 不然下场就是这样 大家看着很疑惑 林沫到底对他们做了什么残忍的事 林沫好事多作怪 却不小心看见夏志宁洗澡 到底发生了什么 B型人回到营地后 难道这小子把附近的丧尸都掏空了 夏志宁回到房间 很不服气自己竟然会输掉 但这场激烈的战斗 是他前所未有的感觉 这时他脱下衣服准备洗澡 正在他洗澡之际 男主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认为猎鹰营地和他的本心差不多 准备加入他们 林沫来到房门外 敲着房门 由于夏志宁在回想昨日的战斗 便直接起身开门 看到夏志宁没有穿衣服直接惊掉他下巴 这时队长才反应过来 正准备大叫 男主发现门外有士兵 心想大家看见这场面就糟了 他赶紧伸手蒙住夏志宁的嘴巴 夏志宁脚下一滑 林沫一把将他推进房内 他起身赶紧道歉这时的误会 可夏志宁哪里听得进这种无稽之谈的解释 随即出现眼下的场面 男主差点被一刀两断错骨扬灰 而他认为是在保护这位大小姐 不在大庭广东下出丑才这样 男主觉得委屈啊 原本想加入的话还没说出口 发生这种事只能先离开营地 第二天 结束了这段时间的战役 林沫准备告诉汤姆 想带着女朋友前往一室 可大家都希望他能留下来 突然一把武器出现在他面前 原来是队长夏志宁过来道别 并叮嘱男主别挂了 下次见面我还要向你挑战 林沫还不忘调侃他 挑战可以 可要注意别再把衣服烧了 这话把夏志宁弄得脸红耳赤 转身离开叫他无赖 和副队长陈友东告别后 两人向相反的方向离开了 这时孙泽亚在墙边 看见男主离开的背影 莫不作声 夏娜这个导弹鬼上来问他 你不出来送送我们呢 孙泽亚害羞着告诉夏娜 上次就送过了有什么好送 女人果然都是口是心非 夏娜转身离开被他叫主 羞涩着问夏娜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你们三个性格不同 为什么都会喜欢他 夏娜上前抱着孙泽亚 因为没有他 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 以后也会经历更多 所以我愿意为他付出生命 不管我是谁 这都是唯一的答案 说完夏娜就转身离开 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 孙泽亚知道自己输得很彻底 画面一转 前往一世的必经之路 正发生着丧尸朝战斗 士兵一副毫无担心的样子 只见士兵微微笑着 宇文队长丧尸过来了 瞬间丧尸周围出现了熊熊火焰 两个帅气的男子出现 宇文队长告诉身旁男子 我来这里是为了找寻妹妹 任我安排把我吃得死死的 不管怎样没有人能阻止我寻找妹妹 只见他跳起伸手吃火焰 你见过有人叫狗宝贝的画面吗 便一犬黑丝镜化成小萝莉 这到底怎么回事 林默一行人前往一室 可眼前出现一个异能者要找寻妹妹 士兵在感叹宇文队长这么厉害 居然不去竞争参谋长的亲卫 却在这里和大家做苦差事 另一个士兵告诉他 队长是想寻找妹妹才留在一线战斗 他妹妹的名字好像叫做李亚林 这时林默他们也来到收费站 看到漫天的火焰应该是有幸存者 夏娜却异常的庆幸这次不用战斗 夜恋看着平常喜欢恋战的他感觉不对劲 林默也察觉出夏娜的奇怪 上前一把抱住他 不管未来发生什么 我都会保护你 夏娜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想告诉男友 话到嘴边迟迟说不出口 突然四人意识在必经之路上不对劲 来到一汽车旁 听声音感觉是变异丧尸 林默探头看向车内 果然是一只变异丧尸被俘虏 士兵还拿起针对准丧尸 一针下去丧尸就安静了 原来他们在研究丧尸 林默控制丧尸说话让他们住手 士兵听见丧尸会讲话 像发现新大陆一样 高兴坏了七岛八岛的让丧尸继续讲话 可这只是男主的幼敌计谋 他用精神触手盗取了他们的电脑 电脑到手后来到一池合院 翻阅电脑资料 其实官方一直都在研究一谋 可没有成功 很多问题在他脑海迷惑 夏娜为什么又有两个人格的出现呢 忽然夜恋看到电脑上 写着官方第一次实验是丧尸之间的交配 问男友是什么意思 林默继续往下看时 发现不对劲低着头 告诉女友这个不是重点 他们略过 学姐凑上来你还害羞啊 看自己被取笑 站起身就要收拾两个导弹 夏娜看到他们打闹很是羡慕 另一个医师告诉夏娜 你只有半个月时间 就会失去人类的记忆 劝他告诉男朋友 夏娜思前想后 与其让林哥一辈子活在这段记忆里 不如把握好现在 然后笑着消失 他也开心着跑向几人 这是一个灰不溜溜的球飞了过来 啪的一下砸中林默 他定神看去 这东西的精神播场好熟悉 该不会是黑丝吧 伴随着咔嚓声 灰色的球体裂开了一条口 男主随即保持警戒 球身不断发出裂开的声音 一道光冲向天际闪下了众人 眼前出现一个女孩子 男主问女孩你是谁啊 小女孩发出狗叫的声音 画面一转 几人来到住处 夜恋他们帮黑丝洗澡 看着蹦蹦跳跳的女孩 这就是黑丝啊 林默都无语了 这什么逻辑 一条狗变成了一个人 小说都不敢这样写 但他通过精神力波动观察 眼前的女孩确实是黑丝 精神光团联系在一起的证明 绝对不会错 林默此刻还不敢相信 对着女孩咆哮 我就放养你几天你就变了 你还我的拉风拒绝 许仙取了蛇 另踩尘搞了鬼 而林默更厉害把狗变成了人 刚刚男主才骂完黑丝 黑丝跳起来就扑向他 直接跟林默来了一个爱的亲亲 我只能直呼好家伙 男主起身对着黑丝就开骂 赶紧回去不许再乱跑 林默一脸茫然 黑丝到底发生了什么 进化之后进学坏了 夏娜这时候告诉男友 黑丝的进化 只是找到了这个女孩的寄生体 身体由黑丝控制 男主还在疑惑 黑丝的本体在哪里 夏娜扒开小萝莉的毛发 黑丝在这里 本体相互重叠 所以很难察觉 至于为什么要选的女生 可能是因为黑丝本身就是母的吧 林默听完夏娜的解释 有理有据也相信这个说法 随后男主告诉大家 想出去巡逻看一下 这时候夏娜一把拉住了她的衣角 她也想一起去 有很重要的事跟她讲 两人来到外面 林默觉得今天的夏娜很奇怪 不知怎么回事 夏娜支支吾吾地告诉男友 我虽然记得很多事 整理到最后 发现值得记住的事基本没有 但除了林哥 恋姐 学姐 黑丝之外的记忆 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林默看着她 这丫头到底想说什么 夏娜转头接着说 到现在我才明白 不管我是人类还是丧尸 我都喜欢你 不仅仅是作为配偶 也不是你好不好吃 而是我真的很喜欢你 林哥你呢 你是喜欢作为人的我 还是作为丧尸的我 此刻夏娜的另一个人格出现 你不用这么急告诉她 还有半个月时间 而夏娜坚决要讲出心中的话 黑娜看她不受控制 便举起武器攻击夏娜 夏娜转身用武器挡住了 黑娜的攻击 我不会听你的话 什么都不做 就这么毫无意义的消失 夏娜抱住黑娜 不管谁留下我相信 都会对林哥好 但我创造了你 却不甘心就这样消失 因为我太爱林哥了 我放不下她 夏娜一把推开黑娜 我们之间只能留下一个的话就来吧 夏娜让黑娜解决自己 只希望以后她能对林哥好一点 夏娜的人格在意识中对峙 林默感受夏娜精神波动很厉害 而她被夏娜控制住动弹不得 男主想阻止夏娜却无能为力 吵闹声引来了附近的丧尸 丧尸一步步靠近林默 再不起来阻止夏娜就完了 她趴在地上恨自己 在关键时刻不能保护心爱的人 夏娜渐渐在消失 背后是丧尸 前方是要救的心上人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光影飞来 夜恋赶了过来 学姐也受惊神力影响之道出事 两人站出来这里交给我们 她抱起夏娜跳起离开 此时夏娜的情况比她想得更加糟糕 夏娜会不会有事呢 夏娜人格分裂命悬一线 男主到底会怎么救她 她抱起夏娜回到了住处 可门口满是丧尸 林默顾不了这么多直接冲进房间 嘴里大喊黑丝 黑丝还在睡梦中惊醒过来 男主吩咐她解决丧尸 自己要保护夏娜 黑丝心领神会 只见林默使出精神撕险 黑丝一个剑步就冲出房间直奔丧尸 而夜恋和学姐这边丧尸 根本不是对手 这时候林默的精神体 已经进入夏娜的精神空间 两人在夏娜的意识中不断对峙 她的精神世界 已经出现了分裂的状况 这种波动 男主从未见过 伴随着电闪雷鸣 夏娜的声音传出 结束吧 我只不过是一个异类 一个不存在的怪胎 林默被一道道闪电击中 淋漓呼呼间 她看到小时候的夏娜 她被逼迫练剑 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 男主起身一把将她抱住 停下来夏娜 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对不喜欢的事 一定要表达出来 两个人格之间在不断地对话 林默看着两人 都在想被对方解决 她气得火冒三丈 你们都太自私了 根本就没有想过 相互成全对方 不管是谁都不许消失 两人在战斗 根本听不见她说的话 男主狂暴 无数条精神丝线从地下窜出 抬手使出触手 阻止了两人的争动 这个世界不属于你们的世界 既然他带给你们痛苦 我就毁了他 再替你们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这个世界怎么样不重要 你们怎样也不重要 我的世界必须有你们 一个都不能少 这才最重要 两人回想起经过的点点滴滴 定睛看着男友 林默伸手牵起两人的手 试着共存吧 一个做不到 两个人做不到 加上我三个人一定可以 夏娜低着头 林哥你真能接受我吗 我只是一个怪物 只会杀戮 不懂感情 在你身边还惹出很多麻烦 黑娜也在责怪自己 我只会任性 调皮 林默一把抱住两人 你们两个我都喜欢 不管黑娜还是夏娜 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 我不会让你们任何一个人消失 答应我试着共存 我们一起来好吗 三人在亲亲我我 黑斯却在外面保护他们 还在与丧尸战斗 转眼黑斯脸颊羞涩 原来他看到这拥抱的场面 黑斯趴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学姐他们也解决完丧尸 林默告诉两人 分裂问题不解决 还会留下祸害 就趁这一次一劳永逸解决掉最好 随着精神丝线的深入 两人发出奇怪的叫声 这时两人的精神链接被断开 通过触手又重新链接在了一起 两人上前给他一个爱的吻 两人手牵手离开了精神世界 夏娜苏醒了过来 他睁开眼睛看到夏娜恢复了很开心 夏娜这时候给男友出了一道难题 经过我们内部协商 现在已经决定每天 林哥都要上交两份作业才行 只怪你太贪心两个都想要 这时候异能者宇文队长找寻妹妹靠近了 林默要与大舅哥见面了 两个异能者之间会发生什么 帮助夏娜恢复意识后 林默控制一只丧尸去探路 来到收费站见到一大群人 这些人都训练有素 看来官方猎鹰正式进驻了 随后一辆汽车开了馆 车上下来了一个男子 正是男主的大舅哥 他拿起手中的吊坠查看 上面居然是学姐的照片 林默通过精神链接也看到了这一切 他也发现大舅哥手里的照片怎么像学姐 还想靠近偷描使 被大舅哥发现 瞬间狮偶就被一团火焰燃烧 他转头看去原来是丧尸 也就没有理会 林默却气得吹胡子瞪眼 其有此理居然把我宝贵的狮偶给解决了 只是看一眼就这么厉害 他的异能和夏之宁一样了 这时男主还躺在床上感慨 异能者越来越多 看来以后的日子也不好混 他用手抚摸着夜恋 夜恋睁开眼睛用嘴巴咬住了他的手指 早安那林哥 林默正准备回话 夜恋一个嘴巴就贴上来 他看着女友知识怎么了 夜恋趴在身上 没事 我就是想你 就算你在我身边 我也很想你 喂喂喂 能不能别这么撒狗粮 这都给我吃饱了 学姐也凑了上来 我也想你 他看着学姐回想起来刚才大舅哥手里的照片 他不会是学姐的前男友吧 他赶紧抑制自己胡思乱想 电视也不敢演这种巧合吧 随即起身吩咐两人叫醒夏娜 我发现一些新情报 吃完饭以后 大家一起开个会讨论一下 可夏娜好像还在做梦一样 发出一些奇怪的叫声 夜恋叫着林哥 她的情况是不是还没恢复 林默托起下巴沉思 精神光团稳定没有异常 只有一种可能她在装睡 她不慌不忙地叫着夏娜的名字 夏娜看被发现羞涩着脸盯着她 大直男这都不懂 被她这么说 林默好像生气了 夜恋和学姐看情况不妙 牵着手就要离开去照顾黑丝 话音未落 两人已经冲出房间 接下来的贴贴大家不喜欢咱们就跳步 经过激烈的战斗 林默发现精神触手可以呈球状 她用手指弹出击中墙壁 墙上立即出现一个洞 她正高兴之余 被击中的墙刚好是卫生间 而夜恋他们刚好在卫生间洗澡 学姐通过墙洞看到发生的一切游戏 一拳砸开墙壁 拉起她的脚就拖拽了过去 几人再三叮嘱林默别垂死挣扎 伴随着激烈的惨叫男主会不会玩坏掉 画面一转 大舅哥提起另一个男子何耻 我等了这么久还没有我妹妹的消息 我要离开营地 下一秒男子张宇拿出一张照片递给他 你不是要找妹妹吗 我已经有了他的消息我来帮你找 林默与自己的大舅哥动手 差点解决他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就在刚刚张宇告诉宇文队长他帮忙找人 而林默这边在不断控制室友盯住官方行动 张宇也发现最近一直有丧尸靠近营地 急不攻击也不离开 仿佛在监视他们一样 宇文摸不住头脑 我找妹妹跟丧尸有什么关系 张宇却告诉他丧尸身上有他的味道 也有自己的味道 听见这话宇文队长以为他是同志 用害怕的眼光看着他 张宇气急败坏大声呵斥他 你他妈的想什么呢 是昨天我联系上了陈友东 证实之前帮他们的异能者 有一个人很像你的妹妹 宇文听见这话不淡定了 张宇接着告诉他 通过他们的描述 带头人的能力很有可能是精神系 附近丧尸有你的味道或许他发现了你 宇文以为丧尸是妹妹控制的 但他想想不对劲 如果妹妹发现他为什么不来找他呢 话没说完就要带上张宇去寻找学姐 这时的林默发现尸偶又被解决了 他起身告诉女友 可能他的监视已经被官方察觉 让大家赶紧起身离开这里 夏娜还在迷迷糊糊 这大半夜的又要走了 他告诉大家现在被发现会产生误会 让他们穿上衣服马上离开 宇文队长他们已经搜索到附近 看见地上这么多丧尸躯体 这里应该错不鸟 他打开房门冲房间喊着表妹 四合院里毫无反应 转眼林默他们已经来到一大楼前 他们不断赶路 宇文和伙伴也在一路寻找 这会官方看见宇文来到他们的区域 林默发现大楼里有异常 进去查看原来是自己的同学 而另一男子也认识林默 两人因从小就结下仇恨 随即两人便开始动手 对方也是异能者 大楼处发生巨大的爆炸声 声音吸引了宇文队长 几人也赶了过来 不曾想对方也是官方人员 被救的同学彭飞站出来 挡在男主前方 想让他赶紧投 林默使出精神控制 把他拉到后方 随后张宇告诉宇文队长 这个小子身上的异能 和刚才接口味道一模一样 他是你要找的人 宇文此时掩路凶光 你的意思他和我妹妹有关 他以为自己的妹妹被陷害 全身聚集火焰就要攻击林默 男主挡住攻击后 不知什么情况 看对方不依不饶 他使出精神四线 直接把宇文击飞 此时学姐感觉 有种熟悉的味道在附近 宇文看男主很强占不到上风 怒吼一声火焰焰烧全身 他跳上空中使出大招 犹如一只猛兽一般 为了妹妹 大言不惭 今天的战斗你我必须死一个 只见他挺起身躯 火焰四箭使出绝杀计 猛虎十字爆 半时就剧烈的爆炸声 一团火光飞向林默 紧客间四周地动山摇 而一旁的张宇命令士兵上前赶紧救人 士兵还很疑惑我们救那小子干嘛 原来他是想让士兵救宇文队长 他已经被林默的出手捆绑起来 男主正准备解决眼前可怕的异能者 下一秒传来夏娜的声音 林哥等一下 这个人好像认识学姐 大舅哥知道男主身份后 执意要让他和丧尸学姐生小猴子 不曾想他去扮了狗 就在刚刚林默准备解决大舅哥 夏娜跑来制止了他 随后夜恋搀扶着学姐也走了过来 夜恋告诉林哥这个人学姐很熟悉 宇文队长看到学姐大吃一惊 原来表妹没事 听见宇文队长叫学姐表妹 林默双眼瞪得像同龄 惭愧地捂着头 不会真打了自己的大舅哥吧 而一旁的张宇和士兵满头疑惑 这是什么情况 为方便了解更多信息 张宇提议找个安静的地方 在从长记忆 转眼一行人来到住处 宇文看着学姐的背影感叹 真是女大十八遍 越看越有我姑妈的气势 以后肯定是个好母亲 听到这话林默羞涩着脸 大舅哥一把拍住他肩膀 这么久了总该考虑一下 要个小猴子吧 张宇看宇文队长喝多了 在说胡话便阻止了他 林默起身问同学鹏飞 以后有什么打算 现在是默示 他也不知道何去何从 他只想保护身边的朋友罗妮 男主低头沉思片刻 叫了声大舅哥 能不能把我两个同学收入麾下 他想了想现在官方也需要人手 又是妹夫介绍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 两个同学看以后 有了七夕之所向队长鞠躬道谢 夜晚男主和大舅哥来到阳台 林默开口打探官方 是否有做一些特殊的实验 大舅哥直接说不知道 转身就离开了 可林默不好糊弄 跟大舅哥打出了感情牌 这里没有外人你肯定知道 突然他停下了脚步 这个妹夫果然不是普通人 他转头看着妹夫 实验室你都知道 那你想知道什么 宇文队长告诉他 官方却是做过一些丧失实验 刚开始还比较顺利 不过他们太急功近利 居然强行加大了药量 还让实验体靠近家人 试图证明实验成功 最后家人死在实验体的手里 官方内部也有很多害群之马 说完后大舅哥转身离开 在护栏上留下了 和他连线的通讯器和手雷 大舅哥走后 学姐出来问林哥 他会不会帮我们 林默看着宇文队长离开的背影 他会的 毕竟他是个好哥哥 学姐却不懂是什么意思 他一把将学姐抱在怀里 就是家人的意思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 都会保护你的人 画面一转 房间内下纳在教同学 罗尼玩游戏的方法 看他很保守 下纳直接就上手教他 旁边的黑丝心仰难耐夺门而出 看黑丝一声不吭地跑了 两人通过精神力告诉了男友 林默转头告诉同学 自己有事便走出房间 与女友会合后 他开始问黑丝离开的缘故 大家一口同声 我们只是在玩游戏 黑丝就跑了 他感觉黑丝的精神链接很奇怪 吩咐大家在附近守着 自己一个人去找 难不成黑丝要进化 男主很疑惑 玩游戏会促进进化吗 寻到一房间 他打开房门 看到地上的衣服 定神看去原来是黑丝 地上的银色毛发 应该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是他本体释放出来的吧 林默上前扶着黑丝 你怎么样了 黑丝忽然发出惨叫声 此刻的精神波动很强 继续这样下去 黑丝可能挺不过去 林默抬手使出精神触手 辅助黑丝进化 随着进化过程的持续 需要的精神力越来越多 无计可施时 他抱起黑丝放到了床上 他突然回想起 蜘蛛女王当初不吃自己 难道目的是为了 吸收他体内的羊枝甘露 来达成进化 或许首领级丧尸进化时双向 看着奄奄一息的黑丝 这时候他也顾不了这么多 直接就一个嘴巴贴了上去 你见过人狗情未了吗 变异犬黑丝进化危在旦夕 为了帮助黑丝进化 林默一个稳倾向自己的变异犬黑丝 随后使出绝技金色传说 精神力越来越强 黑丝也渐渐恢复 露出喜笑颜开的笑容 伴随着窗外的雨露 进化后两人也泪瘫在地上睡着了 下一秒他背起黑丝与学姐会合 而房间内夏娜和夜恋 还在叫小罗尼玩游戏 林默回到房间一只脚伸了过来 他抓起脚喝赤夏娜 赶紧下来 今天我扮了狗类的 夏娜蹲在他面前 我在这里林哥 他意识到不对劲这脚是谁的呀 瞧眼看去原来是自己的同学罗尼 林默赶紧松开手道歉 而女友还在嘲笑林哥 也会有出丑的一天 他握起拳头给了一人一拳 快把人放下来 你们把他玩坏了 我怎么和老吴交代 随即吩咐两人去帮黑丝洗澡 几人发现黑丝的气味变了 这让男主一脸尴尬 怕大家发现情况 直接把两人扔出了房间 给学姐交代几句后 便准备睡觉 夏娜又跑回来 问学姐林哥出去发生了什么 学姐自然也不会告诉大家 林哥办了不 也就敷衍夏娜这个是秘密 转眼大舅哥来找林默 告诉他有紧急情况 要立刻回营地 说话间他拍着男主的肩膀 至于你的两个同学 我过几天来接他们 而今晚官方空军团就要来了 第二天大舅哥和队伍讲解一番后 还是决定回去 带上妹妹他们一起前往一室 直接通过对讲机呼叫了妹夫 开口第一句话 就是昨晚造小猴子还顺利了 接着一番请客酒席的话 搞得他低着头 他直接挂掉了大舅哥的电话 一早男主吩咐同学 要改一下名字进入官方 直接帮他们取了两个名字 老吴叫吴亦凡 罗妮叫罗永和 这时大舅哥的车 来街上大家前往一室 一路上不算太平静 到处都是丧失 老司机大舅哥开车技术很烂 搞得车内众人人养马翻 他转头看着林沫 车上点你机会都不懂把握呀 谁是老司机你心里没数吗 这话搞得男主和学姐面容羞涩 夏娜还在一旁叫着害怕 让林哥抱紧他 同学在副驾驶都觉得难为情 汽车不断前行 宇文队长告诉彭飞进入营地后 会安排他接近实验室 这是他与妹夫之间的交易 而交易的代价 就是让男主替他们李家传宗接代 眼看离是越来越近 突然所有人察觉不对劲 前方出现了很多丧尸 而这些丧尸都是出来寻找配偶的 林沫还一脸疑惑找配偶来追他们干嘛 他立刻回过神 难道是冲着老婆们来的 难道这就是首领级别的魅力吗 此刻车子停了下来 车头前方出现一只大肚皮丧尸 四周的丧尸也纹身而来 灭练拿起狙击武器射击 可数量众多无法歼灭 这时车顶传来不断的敲击声 不一会儿车顶已经被丧尸右体撕开 林沫抬脚直击丧尸 一个个被抛向空中 随即让大舅哥趁机甩掉丧尸 可大肚丧尸在前方拦住了去路 这正是后有追兵前有闲嘴 大舅哥一个急转弯冲向一座营地 吩咐大家准备汽车 冲破大门后将一条船推进河流 林沫和大舅哥留下来断后 这些小嘎嘎怎会是两个异能者的对手 三下五除二就解决掉大批丧尸 首领及大肚皮丧尸也追了上来 大舅哥的火焰对他毫发无伤 丧尸正要击中大舅哥时 林沫使出精神触手控制了丧尸行动 随着精神触手的攻击 首领及大肚皮丧尸被解决 此时营地对面一个老熟人看见盯上了他们 有人坑女朋友 而林沫却坑自己的大舅哥 刚刚两人还在战斗 和对面的老熟人鱼 释然看见了这一切 由于丧尸越来越多 男主已经很疲惫 这时大舅哥上前来叮嘱妹夫不要勉强 此刻一个帅气的背影挡在他面前 你先走我来挡着 谁知大舅哥只是想用激将法 让林沫使出更厉害的招 早点解决这群小鱼滥下 哪知林沫是个实在人 看大舅哥这么英勇 转身撒腿就跑 这操作直接把大舅哥都整猛力了 转眼间男主已经跑出营地 顺口说了一句大舅子 我就先走了 你是个大英雄 下一秒成群的丧尸围了过来 随着船越离越远 林沫还在嘲笑大舅哥 是你鲜耍的心机 别怪我了 只见大舅哥浴火焚身 使出大招猛虎十字爆 他举起双手火焰冲向天际 一声轰音巨响营地炸成废墟 大舅哥利用爆炸的推力逃出升天 他还在暗自窃喜自己的聪明才智 堪比爱因斯坦转世 由于爆炸力太猛 大舅哥直接撞到河对岸的电杆上 林沫蒙着头 你磕的是个傻子吗 大舅哥眼貌惊心 林沫赶紧上前询问情况 大舅哥猛地起身 为什么一起战斗 你看上去还能这么精神 男主一把打开他的手 这还用问 只能怪你不够吃酒了 大舅哥却不认输 说自己人送外号母牛杀 随后一行人向了是出发了 于诗然发现是林沫一行人 虽然半月不想跟他争斗 但教训教训他没问题吧 几人刚进入城市 就看见前方出现精神光团 林沫愣神之际 一个奇怪的精神光团向着他飞了过来 他立即让所有人隐蔽 有东西过来了 随机传来一个声音 大舅哥 好久不见了 林沫还一脸茫然这小萝莉是谁 回过神来 他才想起是半月身边的小鬼 他立刻戒备拔出武器 你在这里那个女人应该也不愿 这次又想搞什么飞机 于诗然哈哈大笑 半月不在附近 这次是我的主意 我刻意过来报答你的呢 话音刚落 一个傻大的丧尸出现在男主前方 林沫抬起手一拳 就解决了这个小嘎嘎 他缓缓走近于诗然 看打不过他跳起身就溜了 林沫微微一笑 黑丝已经把逃跑的于诗然抓了回来 几人把他逼入墙角 现在可以说了吧小鬼 这场景直接把他吓哭了 这小丫头和以前一样 就算被俘虏依然态度强硬 随后大舅哥来看到他 问这个小丫头什么来头 可以控制丧尸 于诗然正准备讲话 被林沫一只脚塞住了嘴巴 笑着告诉大舅哥 我们以前有些矛盾 大舅哥拍着他肩膀 虽然这是你的家事 但对小姑娘也能下手 我也佩服 我妹妹没有意见 我也能勉强接受 林沫正准备狡辩 大舅哥摆了白手离开了 看大舅哥离开男主低下头告诉他 现在你是俘虏搞清楚身份 看小鬼嘴硬 夏娜告诉林哥把他交给自己 男主走后几个女友开始 和于诗然玩起了游戏 首领极丧尸小萝莉被黑丝附体 竟然想和林沫玩游戏 到底发生了什么 于诗然被俘虏后 大家看他态度强硬不肯说话 夏娜让男主把他交给自己玩 黑丝才玩一会儿就泪瘫了下来 学姐看他玩这么久都还嘴硬 便提议解决他 看他说不说实话 夏娜这个机灵鬼拿下黑丝的本体 看着于诗然 再不老实交代就玩欢迎 他拿起黑丝的尾巴挠起了痒痒 于诗然痛苦难耐 夏娜凑近质问 你们来人是目的到底是什么 这小萝莉依然态度嚣张 你管我们呢 看他不认真回答 夏娜直接上手继续挠 他眼泪花嘟笑了出来 还是不肯就烦 冲着大家怒斥 你们听不懂人话吗 我说过了只是想教训一下大哥哥 和半月没有关系 再欺负我 我就让半月把你们都解决掉 夜恋上前一把抱住小萝莉安慰 他居然会觉得开心 夏娜伸手也准备安抚 被于诗然一只手打开 就在这时候黑丝的本体被打飞 吊在了他头上实现了寄生 伴随着一声惨叫首领及丧尸 小萝莉被黑丝控制 听见声音的林默赶了过来 问发生了什么事 夏娜赶紧道歉说自己不是故意的 于诗然一副身无可恋的表情 变成了呆萌呆萌的样子 男主握起拳头瑟瑟发抖 身为气管炎的男人 他也只能发发牢骚 叹了一口灼气 哭泣着说我的俘虏就这样没了 说不定他还知道一世的情况 夜恋很疑惑一世的情况是什么 林默告诉大家 刚刚找到了消失的异能者 伤势很严重就不了 但是在死之前 他说出了自己是被小萝莉偷袭 目的是为了给某个首领级丧失治疗 几个女友听到治疗 脑袋又浮现出半月和小萝莉不该有的画面 突然于诗然跳起来攻击男主 可黑思控制住他的意识一把扑倒在林默的怀中 他伸出舌头质问男主到底对他做了什么 为什么我不能控制自己 林默赶紧吩咐黑思别闹了 于诗然这才清醒过来 刚清醒他又举起手想攻击 身体不受控制拿起林默的手放在自己胸前 紧紧地抱住林默 这事背后女友黑化了 他抬起手就给了黑思一拳 在你三个姐姐面前玩这出 你是巴不得我死是不是 回过神来的男主假装阵地 这个小萝莉交给你们 好好打扮一下 我去叫大舅哥他们准备闪人 怕被女友收拾他转头就溜了 看男友已跑路不敢生气 几人转身又准备和小萝莉玩玩 画面一转 大舅哥看男主回来 拍着他肩膀嘲笑 小子速度很快嘛 五分钟就完事了 别浪费体力要对得起我表妹 林默一脸无奈 这家伙脑子除了催生 怕是只剩下打架了 大舅哥又问起小萝莉半妥没有 男主一本正经地说 教训了一顿让他离开了 话没说完 他就意识大舅哥话中有话 他羞涩着脸什么半妥了 你在想些什么 同学彭飞拍着他肩膀 兄弟游戏玩多了可要死机 这个道理你应该懂 说话间几人成了难兄难弟 挽着胳膊离开了 不一会儿大家来到宇文队长家中 晚上女友发现林哥不开心 原来他是为了丧尸进化程度而担忧 不知道未来还会遇见什么妖魔鬼怪 甚至丧尸还会学着人类的方式圈养人类 看来丧尸和人类之间必定有一战 话音未落 林默发现女友不见了 还断开了精神链接 他随着气息追了上去 一个黑影闪过身旁 脚下一滑 远远看去门前是女友的武器 上面还带着血子 难道他们遭遇了不测吗 一路上进化升级收后宫 老婆们终于穿上了嫁衣 到底怎么回事 就在刚刚林默发现女友不见了 来到一房门外 看到地上的武器还带有血子 他进入房间 眼前的一幕着实惊呆了男主和各位观众大佬 大家穿上嫁衣盯着他 此时的男主一脸茫然不知所措 并问几人这是要做什么 夏娜扑上来 既然林哥你不开心 我们就让你开心一下了 他看着大家的衣服这是从哪里拿来的 学姐凑上来告诉他 这些衣服是他哥哥的 在后面还有很多类似的衣服套在橡胶模特身上 夏娜看林哥在发呆直接就给了他一掌 你还愣什么呢傻子 没有经历过结婚的男主一头雾水 夜恋看着林哥 我们是丧尸 你是人类 但是我们在一起就没有丧尸和人类 只有恋人 你担心的什么时局 进化 对我们来说都不重要 因为我们眼中你不是丧尸 也不是人类 而是独特的存在 边说夜恋边走上前拉起林默的手 我们想要的是你的承诺 你愿意娶我们吗 还是说你会嫌弃我们 林默一板抱住夜恋 伸出右手挽过下来 左手抱住学姐 一屁股坐在床上 紧紧地抱着三人 整个房间冲刺着幸福的氛围 林默含情默默地看着大家 我是你们的唯一 你们也是我的唯一 夏娜 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女生 虽然平时的女玩是不公 只要我有一口气在 我一定会保护你 学姐 你什么都不需要说 你内向不擅长表达感情 但是我们之间有着默契 足矣 至于夜恋 从小到大的回忆填满了我的脑袋 你是我见过最美的女孩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我都会喜欢你 如果要在这份爱 加上一个期限的话 我希望是一万年 只见林默单膝下跪 将手伸向夜恋 你愿意嫁给我吗 此刻的夜恋已经哭成了泪人 我愿意林哥 他又将眼神看向学姐和下来 你们呢 三人一拥而上抱着他 我们愿意 他看着几人 现在别闹了还有正事要办 几人还责怪他好好的氛围 不许说正事 林默低头微微一想 你们真不懂还是假不懂啊 几人瞬间羞涩着脸看着他 而大舅哥这边帮林默的同学 办理好了入营证件后 安排他们进入了实验室 这时学姐换上了新衣服 夏娜还靠近男友摸着他的脸 今晚我们成全你 说话间就一个吻轻了上去 此刻夜恋也换上了新衣服 夏娜和学姐准备离开房间 两人走出房门 碰见刚刚走过来的大舅哥 大舅哥看到这身衣服 貌似看见衣服的主人 回过神来的大舅哥脸颊红润 我懂啊 转身摆了摆手 还有三个小时你们慢慢玩 哈哈哈哈 转眼他来到自家庭院 还暗自感叹 我这种粗人还布置了这么典雅的地方 大舅哥回想起 曾经和爱人那些快乐的日子 如今衣服妹妹很喜欢 而两人早已阴阳相隔 再也回不到曾经了 他看着眼前的木头人 年轻人都在向前 我也不能走不出来 他取下木头人脖子上的项链 烧掉了曾经的回忆 留下了一句话 再见了 我心中的爱人 大舅哥叛变遇上霸主及丧尸 所有人偷袭基地实验室寻找病毒资料 他们会活着走出来吗 由于前期大舅哥的关系 同学彭飞和罗尼提前进入了实验室 一切准备就绪后 两人已经将实验室内部监控室成功拿下 一行人从四面八方向实验室发起了攻击 这时官方必须遭到不明人员攻击 学姐和夏娜在城西方向戏耍士兵 叶链在前往研究所的道路上拦住了所有车辆 大舅哥远远看却暗自感叹 放在以前我根本不敢相信 仅凭六人就能把猎鹰凝帝倒入天翻地覆 他不得不佩服妹夫的能力 下一秒林末也换上了官方服装准备混入实验室 天色越来越暗 随着一声令下速战速决 所有人都收到了执行命令 率先由内部捣乱开始 彭飞跑进实验室拉起研究员哭泣 赶紧逃跑 杀人了 随后罗尼又上前让研究员赶紧撤 彭飞在他口袋偷取了电子门禁卡 罗尼带着研究员逃出实验室 宇文队长带着换装后的男主假装过来帮忙 士兵他们看见队长来就放心了 两人气势汹汹地进入实验室 让士兵带上研究员先离开 就这样两人蒙混过关进入了内部 彭飞拿出盗取的电子门禁卡 打开实验室的大门 林末告诉大舅哥分开行动收集资料 营地外面则有夜恋他们在把守 这是一个美丽身影出现 远远地就认出了夜恋 士兵对夜恋方形设计 他的夜恋 暗自心想他在这里 那个家伙应该也在 林末这边找到了很多资料 资料上面记录每次实验细节 原来实验室一直在用人类做丧尸变异过程实验 他不敢相信官方居然会用人类做研究 难道这一切都是情报组搞的鬼 他立即将这个情报告诉了大舅哥 大舅哥大吃一惊 我怎么不知道这是 突然一个不明物体落地 伴随着一声巨响一只变异丧尸出现 大舅哥定神看去 他咽了咽口水 原来是个老弱残兵丧尸 这场景把大舅哥都吓坏了 他举起手掌挑衅丧尸 我让你一拳都行 免得传出去说我欺负你 话音未落 丧尸就向他发起了攻击 一个找机由于速度过快 直接拉出一道弧线 光影离大舅哥的发型只差0.01毫米 就击中他 接着丧尸又用左手挥出一招 双手合时击向地面 大舅哥跳起躲开了攻击 后退了几米 这时的他火冒三丈 老女人 谁劝都不好使 今天非把你烤成烧猪 大舅哥刚使出火焰焚烧全身 丧尸也一比一地模仿了他的技能 他看着丧尸这个姿势 这个动作似曾相识 只见丧尸跳上半空形成三角形 使出了大舅哥的看家本领蒙古十字堡 第四周发出剧烈的爆炸声 大舅哥跪在地上 这丧尸到底怎么回事 还能模仿我的蒙古十字堡 罗尼看到冲向天空的火焰 准备过去查看被彭飞一把拉住 我们该继续执行任务 营地外面学姐和夏娜也还在不断和士兵周旋 此刻林默拷贝完数据跟大舅哥发出了信号 马上就过去救你 人还没有到精神触手 已经到达大舅哥身边 触手飞向丧尸将他缠绕起来 林默出现抬起手掌 游戏该结束了 便一丧尸眼睛冲刺着绿色的光芒 也一比一使出了精神丝线 原来霸主级别的丧尸 拥有复制的能力 这次男主会不会输掉 就在刚刚男主使出精神丝线缠绕着丧尸 丧尸也一比一复制了精神系攻击 林默看出了丧尸的异能 闭上眼睛在触手即将到达身边时触手破裂 居然还想用一笔之道环师比身对付我 男主睁开眼睛 我就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林默展开双臂大吼一声 无数条精神触手飞出 丧尸被缠绕动弹不得 便一丧尸也不逊色 挣脱束缚又使出了同样的异能 四周的物体都被触手划破 大舅哥都在感叹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强的精神力 他看着丧尸竟然和精神系打成平手 这只丧尸已经不是普通首领级别 难道说他已经进化到了霸主级 大舅哥又看向妹妹 面对这么强悍的霸主级丧尸还能如此淡定 这个家伙的异能真是高深莫测 突然临默大喊 你个摘旧子别光顾着看帮忙啊 大舅哥跳起身 不用你说我已经在行动 他看向丧尸 我让你见识下什么才是正牌的猛虎十字宝 随着精神丝线缠绕丧尸 大舅哥上前一把抱住他 使出了必杀计 天弦地转 超级无敌惨绝人寰 道德伦丧之 究极十字宝 两人聚成一团火球 爆炸声阵侧四方 火光喷出营地百米开外 战斗终于结束了 大舅哥躺在地上叫着妹夫 你还活着吗 林默躺在地上 你磕的会不会放技能砖坑自己人了 大舅哥坐起身 我要赶紧下山免得被怀疑 我们在山下见 这时神秘的女人出现压在了林默身上 她还没有反应过来 两个球就靠近了鼻子 原来这个神秘女人是半月 这时的半月很疑惑 上次和男主玩过游戏后 胸口两个奇怪的东西就越来越大 刚才大舅哥和男主解决的老女人 居然是半月的奶奶 为了帮奶奶报仇 她准备解决林默 她微微斜笑拿出一块布条 半月看到布条 知道这是于释然身上的 她直接威胁半月 你敢对我做什么 我就不能保证她的安全 半月气得咬牙切齿 骑在林默身上 你来吧 随便你想做什么 她盯着林默 我看书上说男人威胁女人都只为做那种事 林默都无语了 一把将衣服递给半月 少胡闹把衣服穿上 半月提醒她 穿上可以带你把手拿开啊 林默赶紧道歉转身离开 半月问男主你到底想怎么样 林默告诉她 你只要告诉我你来一世的目的 而且在短时间为什么提升这么快 半月暗自回响 提升快是因为奶奶的指导 一开始我们遇见奶奶是想解决她 但发现不是对手后 奶奶没解决我们 后来才知道奶奶是一位老教授 变成丧失后也一直在观察人类 这时半月突然想起来奶奶过两天 还要和另外一个教授交易 可现在奶奶死了 话还没讲 营地房屋剧烈的 官方增援的人也赶过来 大舅哥也在通讯器中让他赶紧后 林默和半月还念念不舍 字幕相对 学姐受伤大家再次遇险 官方总参谋出现救了他们 究竟发生了什么 就在刚刚半月对林默一一不舍 而营地外的夜恋被士兵追击 他一跃而起跳上半空 掉下时撞到罗妮摔了一个狗吃屎 他起身问大家林哥呢 大舅哥告诉他营地倒塌 他还没有出来 夜恋转身就要去救林哥 罗妮一把拉住他别激动恋妹 这时传来一个声音 夜恋不要急我没事 他转头看去 林默颤颤巍巍从树背后走了出来 夜恋上前紧紧地抱住林哥 林默便伸手抚摸着他的秀发安慰 只见男主眼神坚定 接下来执行B计划 该去救学姐和夏娜他们了 画面一转官方营地出现红发女孩 一个女人来抱昨晚猎鹰营地有人闹事 她吩咐女人封锁第三旅和第五旅 及城郊外围 拿起电话找到第五旅的长官 让她立即带领人员支援猎鹰营地 务必严查闹事支援 随即又部署了第三旅和第七旅的任务 一旁的女人都看傻了 这工作效率太厉害了 原来红发女孩就是官方总参谋长苏倩柔 而她的用意并不是捉拿林墨益行员 是有意放过他们 因为她早已知晓情报组在背地里干得非法勾当 情报组和空军团已经准备替代她的地位 所以总参谋将置诸死地而后生帮助男主 随后她叫上女人去跟他们好好上一课 学姐和夏娜已经被士兵团团围主 学姐上前一个找机解决一个 突然按出一个狙击手拿起武器射击 夏娜发现情况不对扑向学姐 子弹从学姐大腿处插身而过 看着缓缓靠近的士兵 大舅哥准备用队长身份救援 没有想到情报组的士兵根本就不买账 现在所有街道都被猎鹰士兵封锁 硬闯必定会造成正面开战的局面 天也渐渐亮了起来 再拖下去不是办法 大舅哥为了救出妹妹准备不顾一切 被鹏飞抱得紧紧地让她冷静点 忽然林墨好像想到了什么 从地面走摆明了是送人头 但是我们可以走下水道 大家觉得这个办法可行 大舅哥自告奋勇由他带路 哪怕走下水道也绝对不会秘密 由于时间紧急大家便准备进入下水道 刚掀开井盖 所有人的身体无法动弹 井盖飞向空中 总参谋走了出来 宇文队长好久不见 大舅哥不敢相信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林墨一脸疑惑他是谁 总参谋看着林墨 你要是死了确实是一大损失 男主觉得他在说风凉话准备拼个死祸 一个声音传来 林哥不要动手他是自己人 下纳跑过来 刚才就是他救了我们 在千钧一发之际带我们从暗门进了下水道 才能平安看到你 男主看着他你到底是谁 总参谋捂着嘴笑话他 你该不会没想起来吧 可我听你的声音就猜到是你 林墨一脸迷茫到底是什么声音 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个红发女孩让男主猜他的声音 这时林墨还在一脸茫然 女孩微微邪笑 看来你贵人多忘事 我帮你回忆一下吧 前天晚上我接到孙队长关于你的报告 没想到这么快就能和你本人通话 林墨张大嘴巴 这嘴巴足以放下一个苹果 你是猎鹰的总参谋长 女孩哈哈大笑 没错 本人苏倩柔 多多指教 男主很疑惑总参谋怎么会来这里 彭飞和罗妮担心总参谋试破他们的身份 可总参谋早看出他们就是官方之前的人员 转身拍着彭飞的肩膀 你别担心我不会告诉别人 便吩咐宇文队长先带大家回营地 大舅哥转身和妹夫告别 带两人去营地避避风头 总参谋告知男主以后遇见什么困难 直接找他都行 林默很不解问参谋长 在这种局势下 哪怕你对情报组有敌意 但为什么会暴露身份来救我 总参谋微微一笑 你还是不相信我对吧 确实也对 换了我也不相信一个高高在上的人会亲自出来救人 这时候总参谋知道男主的艺能可以看透别人的思想 便让他通过精神力亲自看看吧 这时女人跑上来拦阻 参谋长 这绝对不行 别说机密暴露给外人 如果他想对你做些什么 那如何是好 他盯着林默 我相信汤姆和孙泽亚 夏之宁欣赏的人不会错 他摊开双手 答案就在你面前要不要看 看参谋长都这样相信自己 林默牵起他的手使出精神四线 进入总参谋的意识空间 他看见一个老人坐在办公桌前 走进查看 老人告诉参谋长和异能者合作 对我们来说 也许是一次新鲜的变化 参谋长很疑惑 这样就是和空军团挑战 老人让他耐心点 茫然解决高层会引发不必要的麻烦 老人随即写出一个忍字送给他 情报组越出格 我越开心 现在我们的做法下面的人已经很不满了 参谋长以为是让他扳倒空军团 而老人的意思是平衡双方关系 毕竟在末世多个朋友比多个敌人好 看完总参谋的意识后 林默问参谋长到底想做什么 总参谋想让林默帮他前往S市打探情报 转眼三天后 林默还很疑惑为什么要刻意往S市 参谋长大声呵斥 为什么 你觉得我的志向就是占领两个城市吗 随后大舅哥开了一辆车 而总参谋离开后学姐发现林默一直心不在焉 现在他有点后悔来也是 一开始只想找点资料来确定进化 没想到卷入一场政治战争 下那看林默很苦恼 一把抱住他 有什么好怕 我们不是都没有事吗 大舅哥在车上清理卫生室 发现一盒口香糖 只骂林默在浪费人生 大舅哥耍起了小聪明用针戳破的包装袋 这一幕刚好被学姐看见 把大舅哥吓坏了赶紧解释没有什么 这是林默和你们的郁婉欣姐姐回忆起以前的经过 不知不觉我已经更新作品三个月了 从大学城开始我们认识了林乱秋 魏俊彦 林默的妹妹嘉宇 202 还有大家喜欢的蜘蛛女王 这真是一个漫长的旅程 谢谢大家的一路陪伴 这时咱们的男主开着汽车开启了新的挑战 天地之信人为贵 百善之家孝为先 为了奶奶半月居然和林默做起了交易 林默接受了总参谋的指派前往S市打探情报 一路上是夏娜这个老司机开车 由于速度过快把大家搞得人家麻烦 夏娜还独有女司机的特征 把油门当刹车踩 伴随着她脚下的操作 汽车直接冲出悬崖 毅立在石头上方 男主吓坏了 可大家却只惦记小林默的安全 这时夏娜问林哥 我们是不是走错了方向 他瞥了一眼 没有错 但到了约定时间那个家伙怎么还没有来 话音刚落 鱼诗然出现 臭哥哥 你要的人我给你带来了 只见一个身材曼妙的女人出现 告诉大家别紧张 她只是过来交易的 既然很疑惑你之前怎么没有说过 随即林默吩咐夜恋和夏娜去后备 想把黑袋子拿出来 没想到里面却是半月奶奶的躯体 她告诉半月躯体被大量疫苗注射 根据她和大舅哥的推测 所谓的疫苗就是丧尸的血 这句话惊呆了所有人 她伸手取出奶奶体内的凝胶 凝胶已经出现了萎缩的迹象 连手领级的品质都不如 情报组的人只不过是用丧尸的血 抽出来注射在受害者体内 他们的目的根本不是研究疫苗救人类 而是企图造出超越任何丧尸实力的傀儡 听到这里半月狂怒了 我不想听下去 今天是来交易的 看半月发火几个女友不乐意了 难不成你想较量较量吗 半月眼神冲刺着杀意 今天姑且饶过你们 林默看气氛不对一把拦在大家面前 制止了这场女丧世间的大乱动 林默转头看着半月我们来交易吧 半月把奶奶和爷爷的躯体放在一起 点燃了他们推向河流中 半月虽然身为丧尸 却对爷爷奶奶有情有义 他握紧拳头誓言要帮爷爷奶奶报仇 林默走上前安慰他 你是一只丧尸也如此有心真的很难得 如果你想报仇记住眼前的火光 总有一天会燃尽情暴走 而林默和半月所谓的交易 就是把尸体还给他 随后男主们准备离开 半月趴在车窗上叫着林默 一把拉开车门 你们要去S市我和你们一起去 我不认识路 林默看着他问凭什么 他眼神爱慕盯着男主 我们再来一次交易怎么样 于是然带来了黑丝 他说我帮你从实验室救出来的 把他还给你做场交易吧 林默想起黑丝虽然是一只狗 但怎么说也玩过游戏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见死不救 便答应了半月 大家疯狂挤进车内 林默带着六只丧尸出发了 车内人太多挤得大家受不了 夏娜开怀大笑 没关系 人越多我车技越好 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位绝美女子要装扮成兔子呢 就在刚刚夏娜这个老司机开车前往S市 一路上障碍物被撞得满天飞 突然夏娜叫着林哥要撞上了 林默看到这一切早已麻木不想理会 可夏娜声线越来越大 林哥这次不是之前的小撞击 前方是加油站 回过神来的男主一把握着方向盘 你怎么不早说 夏娜吓得赶紧用双手捂着眼睛 这操作确定了他就是个老司机 车子不断驶向加油站 正在千军一发之际 车子没有了 离加油站只差十公分停了下来 夏娜看车停下后高兴地手舞独倒 我就说会出现奇迹吧 男友甩了他一个白眼 这次是车刚好没有 下次再让你开车 我就是个王八蛋 夏娜嘟起了可爱的小嘴 责怪林哥没有包容心 还想让两个好姐妹 替自己打包不平 半月在后方若无其事地告诉夏娜 别叫了 由于你车技太棒 他们下车去吐了 夏娜指着半月 你看他不是好好的吗 还是有人欣赏我的技术吧 下一秒大家转头看去 半月在进城前就已经晕厥了过去 叶恋和学姐还坐在地上没回过神 一口同声地说 下次绝对不能让夏娜开车了 这是一只奇怪的兔子出现在大家面前 叶恋和学姐觉得很可爱 回过神来的两人二话不说就追了上去 兔子见状撒腿就跑 林默一眼就看出兔子是人偶假扮的 随即也跟了上去 男主吩咐大家分开包抄 兔子见无路可逃慌张了 一个剑步跳上工业建筑 表演起了走钢丝 半月微微一笑 一群大笨蛋追个兔子都追不到 三人赶来后 兔子已经被半月抓住踩在脚下 兔子转头祈求大家不要解决他 他什么都愿意做 转眼大家把兔子带回加油站 兔子蒙着头哭泣 我只是想弄点汽油 我的异能就是能跑 一点用都没有 随即林默呵斥他 现在你是俘虏我问你几个问题 兔子看男主不解决自己一把拉住他的手 羞涩着脸告诉林默 你要去哪里我都带你去 刚好我也想离开这个地方 这时几个女友看兔子拉着林默的手 发出危险警告 几人还没动手 半月一只腿就伸了过来 男主赶紧制止 便继续问兔子女孩 红旗志旅场听说过没 听到这个名字下的女孩惊慌失措 你要去那里 我可帮不上忙 随后兔子回忆起末世爆发后 场内发生过一次爆炸 那边的丧尸都被烧死了 半月很疑问 烧死了对你们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吗 他越说越激动 本来以为是件好事 没想到三天后 爆炸后被烧掉的丧尸变异成一种没有皮肤 但是身体可以容敬履的变异物主 而且红旗志旅场所在的位置全是化工厂 产生的连锁反应根本无法想象 还不知道里面有多少变异丧尸 听完兔子女孩的讲述 林默终于明白参谋长为什么不直接派部队来 这个S是问题大了 女友何鱼释然顿路幻境 兔子女郎居然是坏人 到底发生了什么 林默一行人刚来到S市就发现不对劲 可已经接了官方任务 面对再大的困难 男主都会坚定走下去 毕竟还有三个女朋友需要他 随即林默一把拉住兔子女孩 让他帮大家带路 虽然兔子女孩满脸不愿意 但看对方人多势众也只好委屈自己 这次换老司机林默开车前往 快靠近这旅场是车子好像压到了什么 男主定神看去 发现有个东西粘住车子轮胎在撕咬 大家刚下车 就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随后林默使出精神丝线攻击对方 原来是一只变异丧尸臭臭尼 可幻化各种形态 精神系攻击还对他无效 男主看着眼前的怪物无计可食 下一秒半月冲上前 让我来 他使出了一招劈裂腿 喂喂喂 出来打丧尸就不能多穿点吗 伴随着霹雳啪啦声 丧尸被踢中树脚 林默看情况不对 让半月赶紧撤回来 看着满地的臭臭泥浆 大家背靠背 半月很疑惑这家伙总杀不死 男主却不这么认为 只是没有找到丧尸的弱点罢 为了不打草惊蛇便吩咐大家先撤退 男主不想连累兔子女孩 让他先逃跑 几人往场区方向跑去 兔子女郎露出了邪恶的微笑 身边出现两个小弟 随后大家进入工厂遇到丧尸 夏娜上前使出一刀两断 解决了几只小嘎嘎 半月看到这场景 还嘲笑他们平常都如此洒脱吗 男主协笑着告诉他 你也喜欢吧 半月气急败坏 指着林默就开骂 别以为合作在一起就是伙伴 别忘了我和你还有心仇就狠 林默转身对着半月 要算账我随时奉陪 气得半月暴跳如雷 兔子在远处看着他们 我不知的妻子已经开始行动了 两个小弟不知所措 他向两人解释这行人能力 在黄老大之上 正好帮我们铲除眼中钉 三人受进口中黄老大的折磨 有这样的机会自然同流合污 转眼男主身边出现了一阵烟雾 突然他感觉精神波动很强烈 叫住女友别前进赶紧撤回来 这时夜恋感觉身体不受控制 学姐和夏娜也晕厥了过去 林默看着两人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于诗然也晕了过去 林默看着半月昏昏沉沉 叫着她的名字 一把拉住她的手 半月跪倒在地浑身无力 由于时间紧迫再拖下去不是办法 林默回想只能采用最原始唤醒意识的方法 他露出黑恶的嘴脸 举起手抽打半月的屁股 随着一下又一下的抽打 半月苏醒了过来 直接就给了男主一拳 怒骂林默是个大坏蛋 然后两人决定扶起他们先离开 再从长记忆 此刻晕倒的几人顿入幻境 学姐穿起校服被欺负了 做梦每个人都会做 玩游戏的梦你做过吗 就在刚刚夜恋 学姐 夏娜 于诗然几人晕局过去 顿入了兔子的幻境中 这时学姐被兔子拉住双手欺负 学姐红着脸 别这样兔子 每天我衣服都好不容易扣上她 突然兔子后脑被打了一下 夏娜站出来呵斥兔子 不许在大庭广众之下欺负学姐 兔子对着两人吐了吐舌头 知道了两位姐姐 便叫上大家一起去游乐园坐摩天轮 夜恋意识中叫着林哥 我们约好的事吧 忽然夏娜质问夜恋林哥是谁 夜恋也满脸疑惑 为什么自己会叫出这个名字 但意识中她觉得似曾相识 这时候大家都觉得 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梦里一夕都记得男人在保护着她们 而夏娜蒙着羞涩的脸 做起游戏的梦 忽然大家都同时觉得 这种感觉很舒服 兔子却气得咬牙切齿 没想到那个男人 出现在几人的意识深处 兔子急忙叫着大家 喂喂喂 姐姐们真花心 现在不是已经有我了吗 夜恋托起下巴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 更重要的人不见了 兔子女郎张开双臂 别想了我的姑娘们 现在这个世界多美好啊 只要大家听我的 一定会很幸福 这是林默派半月出去 寻找施法的人 但每次要接近时 都被此人逃掉了 男主看着眼前昏迷的几人 这不应该是丧失所为 一定是人类干的 突然林默想到一个 救大家的办法 但是需要半月配合 她建立精神链接 扩散精神力形成绝地反杀 画面一转 兔子女孩这边还在施法 两个小弟急得 像热锅上的蚂蚁 不断催促她完成没有 兔子不耐烦地呵斥两人 没看着我正在做吗 两人很疑惑 尝试改造对你来说 不是轻轻松松吗 而且我们还把能量借给人 为什么还需要这么久 兔子女孩也很不解 明明让他们进入了我的世界 但是我就是无法让他们相信我 甚至还差点一度醒来 两个小弟追问 是不是那个男人搞的鬼 如果是这样 两人准备先下手为强 兔子看着制旅场 不要轻举妄动 我们的目标是黄老大 不要消耗太多体力 只要坚持的够久 他们肯定是我们的人 那个男人翻不起什么大浪 林默这时准备和半月开启精神链接 男主警告半月 精神链接对于我来说百利而无遗憾 但是你要想清楚不要后悔 半月微微一笑 一把拉住林默的衣服 一个嘴巴直接就亲了上去 游戏开始 林默为了救女友和小萝莉于释然 与半月开启了精神共享链接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随着精神触手击中眉心 男主化身帅气的白马王子 进入半月的精神世界 刚进入他就听到一个声音 女生怎么了 女生就是不能打架 一点都不想女生 半月曾经被一群人围着教训 接着男主又看见红毛丧失 为了寻找配偶逼迫半月 半月宁愿被解决都不会妥协 突然林默感受到很强力的精神波动 半月活在阴影中不能自拔 他瞥眼看去这小丫头 心里藏着这么深的包袱 身为对手 男主都觉得半月可怜 将手伸向半月 作为合作伙伴我信任你 希望你也能相信我 把你心中的痛苦引导给我 他摸着半月的头 我能感同身受 你以后不会是一个人了 半月哭泣着盯着林默 伸出了他倔强的小手 我能相信你吗 林默用额头挨着他 千真万确我值得你托付 伴随着一道光芒闪烁 两人的精神链接成功了 这时半月还是很逞强 不要以为你能进入我的精神世界 就以为我会为命是从 林默转身坐在凳子上 我也没打算对你做什么 由于半月是首领级 丧失精神力消耗太大 男主晕厥了过去 身体发烫精神也有些不稳定 危难之际半月 舍去了女孩的羞涩 用病毒帮林默治疗 忽然林默眼睛充满着血红色 嘴里大喊我要补充羊枝甘露 半月看到他惊讶的样子 我不是在帮你补充吗 此时半月眼睛变成了爱心 小林默瞬间充满了力量 全身血脉膨胀 吐出一道光线 半月眼里全是林默的样子 两人玩了和上次一模一样的游戏 他此刻终于明白 为什么一直忘不掉林默的真正原因 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 男主站起身告诉半月 不管发生了什么 我都会一直陪伴着你 兔子这边还在不断使出幻术 两个小弟还在一旁护法 这时候林默通过与半月链接 触手已经找到了兔子们的所在地 通过传回来的画面 男主已经知道是三个精神力者在作馆 林默自然知道精神力者的弱点 只要长时间使用就会精神疲惫 在关键时刻把精神力击中成一个点 就能击溃他们 只见半月缓缓闭眼 将弩巢病毒激活帮助男主提升精神力攻击 半月看着天空问了男主很多问题 样子好像要为林默付出自己的声音 他很明白自己的身份是丧失 下一秒半月哈哈大笑 如果每次见面你都是专门来找我该多好啊 林默察觉到不对劲 但正在使用精神力不能分心 半月发出一声惨叫 这让男主心痛不已准备停止使用精神力 半月一把拉住他的手放在胸前 不要停 我知道在你心中我永远不会是业脸 但是此时此刻我就是你的半月 一个能决定自己结局的女人 半月居然想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救大家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伴随着精神触手不断飞出 直接来到制旅场附近 两个小弟被触手击中 兔子还在幻境中带着大家前往游乐场 忽然他意识到不对 脚下出现一抹红色的光圈 天空无数条强力的精神触手飞向兔子女孩 他还在疑惑时已经被触手击中 口吐红墨水 转瞬间无数条精神丝线缠绕着他的身躯 随后夜恋醒了过来 所有好姐妹都醒了 大家很似疑惑 我们做了一个梦吗 林默告诉大家这次多亏了半月 才能让大家脱身 于诗然看半月受伤 哭泣着跑上来叫着他的名字 一把将他抱在怀里 他以为半月领了盒饭 男主这才告知小萝莉 不用担心他没事 最后时刻我切掉了与他的精神契约 因为反吞是我也受伤了 但保住了半月的性命 随即吩咐女友照顾半月 他要出去一趟 大家叫住他 林哥你要去哪里 他转头怒出杀意 这件事你们不要插手 夏娜和学姐抱着他应要跟上去 你受伤了我们不放心 而最懂男主的只有夜恋 拦在大家面前 我们要相信林哥 我们照顾好半月 等他就行 这时的兔子女孩像战斗了几十个回合一样 扶着墙前行 他意识到男主追了上来 他还不想就这样死去 接着一声爆炸兔子被炸飞数米之外 林默出现在灰尘中 他看着眼前黑化后的男人 一屁股坐在地上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开始祈求男主饶了他 哪只兔子女孩嘴巴上求饶 被地里使出了攻击 一把武器直刺林默胸膛 可他发现居然刺不进去 男主一把拉住他的手 具象化的想象真是好用的能力 原来在破除兔子幻象的时候 林默早已在他身上埋下了恐惧的暗示 所以刚才兔子看到的一切都只是幻象 看兔子死不悔改 一道光影闪过 兔子就失去了一只手臂 他趴在地上瑟瑟发抖 兔子还想做最后的挣扎 跳起身使出精神丝线 四周发出无数爆炸声 他被击倒在地 林默一步步靠近 对于你犯的错误 解决你太便宜你了 我要折磨你的肉体 然后再进入你的精神世界继续折磨 突然兔子女孩哈哈大笑 你永远不会明白弱者为了生存 所需要忍受的痛苦 他放大声线 你告诉我 我和罪之友 林默居然对兔子女郎生出怜悯之心 忽然兔子不断后退 嘴里还念叨 他来了 我们都完蛋了 远处传来邪笑声 原来在手下眼里 我是如此吓人 居然在客人面前口无遮拦 真是个没礼貌的家伙 只见男子抬手一指 一道绿色的光芒飞过男主身边 击中地上的兔子女孩 刹那间他的皮肤被腐蚀 兔子不断求饶 转头的功夫 他已经化成一堆白骨 林默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 男人做起自我介绍 我是S氏化工区老大 大家都叫我黄老大 我不是人类 我是丧尸 为救星上人 林默用身体护住了他 究竟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就在刚刚S氏的老大出现 林默看着眼前的丧尸男人很疑惑 黄老大告诉他 兄弟别误会 我是收到老同事的信过来的 可不是来打架 只是为了交易 此刻昏迷的半月醒了过来 于诗然很担心半月伤势情况 可半月听林默出去了 不顾伤势转身就追了上去 下那看半月的紧张程度 心里有些醋意 这时黄老大还在问货带来没有 林默微微一笑 看来这个家伙就是半月的交易对象 可到底交易什么他一无所知 看男主不说话黄老大有些不耐烦了 对着他咆哮 不要以为我很有耐心 赶紧把药给我缓解痛苦 老太婆是不会骗我了 你不会把他搞丢了吧 如果没有药我就吃掉你 林默看着兔子的白骨心里头皮发麻 这时候黄老大还在不断地威胁男主 哪知林默也是倔脾气 不会向谁低头 黄老大哈哈大笑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偏要闯 你可知道我是化工区的王 转瞬间瘦大一只眼睛分身出现在黄老大身后 跟你两个选择 一是把药拿给我 二就是跪下来求我 突然一个声音传来 黄老大你要的东西在这 让外面的东西滚蛋这药就是你的 黄老大斜笑着 太好了 终于可以摆脱辐射的痛苦 他转眼看向半月 居然想尝尝女人的味道 黄老大说交易要加码 让两个女人留下 半月还想用奶奶威胁他 黄老大放出狠话 在化工区就算老太婆来了也不是我的对手 凌末一把拉住半月的手 他们是我的人你问过我没有 半月羞涩着脸问男子 你在说什么 凌末一脸无奈 你是个傻瓜吗 我是在糊弄那个家伙 凌末举起手提包将东西摔到地上 交易取消 黄老大彻底愤怒 凌末也不是省流的痛 挑衅对方 我正好憋着一股气没地方出 半月嘴巴都吓成了O型 也走上前呵斥黄老大 我早看你不爽了 小萝莉也跟上前瞎起哄 黄老大气急败坏 只见他聚拢分身 怎知凌末早已通过精神链接 让女友在外面攻击分身 夜恋还带着强火力武器不断射击 这种打击让夜恋有一种快感 可无论大家如何攻击分身 都会自动恢复 几人都很疑惑怎么打不死 黄老大也看到了这一切 还想调戏男主的老婆 话音刚落 触手击中黄老大 他得意洋洋地告诉凌末 你的精神攻击对我是免疫的 只见黄老大跳上半空挣脱触手 一股强大的力量向男主袭来 半月奋不顾身挡在凌末前面 这股力量越来越强无法胀 突然半月大叫 凌末用强硬的臂膀抱住他 一道绿色的光芒击中他的后背 身为玩过游戏的女人 男主怎会舍得他受伤 位居首领级的丧尸 半月站起身想还手 黄老大抬起手半月就被震开树目之外 他慢慢靠近用手抬起他的下巴 乖乖地躺了一会儿就来伺候你 半月吐了他一口盘 我才不会从了你 还是一行人中最强的 还拯救了大家 半月正在命悬一线的时候 突然一道光影飞来击中黄老大的手艺 此刻他发出了惨烈的叫声 凌末挥动手中武器 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以为我只会依赖精神力 现在就拿你来练练手 听到这话黄老大坐不住了 抬手就使出绿色的精神光团攻击男主 光团形成一道漩涡正要击中凌末时 他身前出现一块巨大的石头挡住了攻击 男主微微一笑 你没有发现这里少了一个人吗 此时黄老大才意识到小萝莉不见了 他转头看向窗外 鱼释然正在施法 身边被紫色的光芒缠绕 石头被控制在半空 在来S市的车上夜链和小萝莉聊天时 讲到自己的异能是可以操控石头 其他人没有听进去 可被细心的男主发现了这个秘密 转眼灵默告诉黄老大 你以为我看到你解决兔子的时候 没有做一点准备吗 黄老大被气得呲牙咧嘴 又使出了同样的异能 再次被小萝莉移山倒海的物体挡住 男主走上前 你可听说过切尔洛贝利核电站爆炸 就是用石头直接将电站整个疯了起来 今天就让你尝尝这个滋味 只见黄老大身边出现无数块石头 限制了他的行动 他张大嘴巴大喊 聚合体来就自己 聚合体转头看去 可三个丧尸女友怎会让他离开 几人跳上半空 每人攻击聚合体一个部位 他根本无法脱身 随后林默拿起武器 向黄老大发起最后一击 黄老大张开双手还想挣扎 林默来到他头顶上方 眼神泛红举起武器直刺黄老大 转瞬间黄老大的躯体膨胀了起来 武器刺入他的身体 他还在哈哈大笑 哪怕是死我也将永远是化工区的王 伴随着剧烈的爆炸声 男主也被震开数据之外 见林默危险半月上前一板紧紧地抱住他 两人看着黄老大的躯体吞噬在大火中 这个难缠的家伙终于被解决了 而工厂外由于黄老大被解决 聚合体也随之化成一滩液体 大家正准备离开 小萝莉跑来告诉男主 里面有块石碑有奇怪的变化 林默走进查看 上面写着一排排的文字 两人定神看去 原来是黄老大的记忆 黄老大刻苦读书三十载 早已是博士学位 终于获得全省出名的化工基地工作 默示爆发后他被丧尸咬伤 失去了记忆 在他的记忆中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要清醒过来 于是他战胜意识恢复 他想努力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丧尸 在他苦苦哀求下 官方同意收留像他一样的丧尸 他回去将这个消息告诉大家 还为即将出生的孩子开心 本以为一切即将过去 可没想到官方空军团用飞机将化工区炸成了废墟 在大火中黄老大的妻子离开了 孩子也没保住 黄乐涛也在那天死去 一道绿色的光出现告诉他人类是不可信的 他仅靠着绿色的光唤醒了自己 誓言要将人类踩在脚下 黑四居然控制小萝莉和夜恋他们玩起了游戏 究竟会是什么样 刚刚解决掉化工区的黄老大 得知他生前靠一道光延续生命 半月回想奶奶都没有告诉过他这道光是什么 现在男主脑袋全是疑惑 如果那道光是另一位异能者 再加上空军团袭击化工区 他们为何会这样做 问题太多 他只好拿出相机拍下石碑的内容 回去和董参谋一起研究 为了怕内容曝光 林墨临走前把石碑坟毁了 他看着废墟中的黄老大竖起了中国友好手势 转眼他与女友们会合 夏娜迫不及待地靠上来 解决了怪物 现在是不是轮到我们了 可林墨告诉女友 今天太累了打死都不想玩游戏 半月在一旁只有羞涩着脸色 画面一转大家回到住宿 夜恋告诉夏娜今天我们和林哥分房休息 毕竟今天她也够累的了 夏娜跑上前就要戏弄夜恋 此刻半月一个人在欣赏夜景 学姐走了过来问她在想什么 半月不想理会 学姐一把握住她的脸 学姐一掌 你要是找麻烦我就不奉陪了 学姐转头告诉她 你别误会我是来感谢你的 下次见面希望不会再动手 半月转身便离开了 她回到房间小萝莉在洗澡 半月准备和她一起 被于诗然叫住让她等一下 哪知半月直接就闯了进来 小萝莉只好退出浴室 原来黑丝和于诗然达成协议 要和半月玩游戏 两人正在思考时 半月从背后走出问她怎么没有水 吓得小萝莉一机灵 把暗夜香水倒在了黑丝头上 说着半月就准备睡觉 让小萝莉一起休息 小萝莉担心黑丝固守规矩欺负半月 这时三个女友从房间出来寻找男主 夜恋还在心疼林哥 夏娜却在嘲笑姐妹不能宠男人 学姐也跟着附和 就是男人不能管 要榨干 林莫知道女友会出而反而 早已经离开房间 翻窗进入另一个房内 刚进去就看着没有穿衣服的半月 两人露出惊讶的表情 忽然半月让她别说话 不然大家都会交代在这里 一个红色眼眸黑影叫着半月的名字 半月被吓得瑟瑟发动 原来是用了香水的黑丝控制着小萝莉 她发现了夜恋他们一步步靠近 眼神充满着爱的表情 经常玩游戏的几个女友躲在桌子下 大家都很疑惑为什么要躲起来怕她干嘛 突然黑丝发现了几人 拿出道具问姐姐们 你们房里的这些东西该怎么用 便一犬黑丝乱玩游戏被男主教训 她到底做了什么 身上洒了暗夜香水的黑丝控制小萝莉 找到三个姐姐 她用锁剧嵌住了下那 学姐很不解她怎么知道大家的弱点 忽然她反应过来眼前的不是小萝莉 是黑丝 黑丝转头看向学姐 你猜对了 刚才我使用了凌歌的药水后 一时变得很混乱 但是整理了一下 记忆就让我想起了答案 而这种答案在凌歌的记忆中就能找到 她手拿鞭子就要和姐姐们玩游戏 学姐被打到无力反抗 她又转头看向夜恋 伴随着夜恋的呼喊 凌莫冲了进来 使出精神丝线控制住了黑丝 瞬间她的脑袋上方就冒起了白烟 眼神看到无数只小鸟 被欺负的夜恋倒在凌歌的怀里哭泣 男主很是头疼 你们半夜三分不睡觉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什么主 几人一身疲惫说着下次不敢了 转眼到第二天 大家准备出发 夏娜这个老司机又想开车 直接被凌莫拧起来一顿臭骂 男主开着车离开了化工区 一路上他都还在回想那道光的事 他们离开化工区后 随后来了两个官方人员在化工区查看 发现黄老大的反应消失了 男子提议回基地 而女人告诉他 能解决黄老大我对这个人很感兴趣 随后两人开着飞机追了上去 不一会儿飞机就跑在了大家前面 女人吩咐对必对士兵前去侦查 凌莫已经发现被跟踪 让大家躲藏了起来 由于躲避时间太长 夏娜和夜恋像见到新世界一样 大喊憋死我了 男主看着空中盘旋的直升机 原来是空军团的人 不管他们是什么目的还是谨慎些的好 突然下纳走了出来 凌哥唤我来开车了吧 话音未落 一招霹雳掌就击中他脑袋 下了边哭边抱怨 哪个年轻人不想开车吗 看小丫头生气了凌莫上前用手摸着他的头 别哭了 大不了回去我让大舅哥搞辆车 我再教你 由于车子抛锚几人只能步行离开 可背后出现一只丧尸钉上了几人 转眼大家来到X城外围 男主吩咐今天先休息 小萝莉走上前很疑惑 又休息 人类真麻烦 话没讲完一记牛角锤敲在他头上 凌莫握起拳头呵斥 你欺负姐姐们的事还没和你算账呢 小萝莉被打跳起身就要攻击男主 黑斯立即控制小萝莉的意识 扑倒在凌莫怀中 随手他提起小萝莉交给半月 管好你的证人君子 正准备转身离开 半月叫住了男主 我有话给你说 两人来到阳台 原来是半月要离开大家 但在离开前 他想将小萝莉交付给凌莫照顾 半月不想带着于诗然继续冒险 小萝莉是他一生中最想保护的人 夜恋狂暴进化失去控制 凌莫用爱化解了一切 半月把于诗然交托给男主后 伸手告诉他算一次交一把 下次见面我再还你 凌莫也随即伸手答应了半月的请求 半月手臂往身后一拉 他抱着凌莫 其实我很舍不得离开你 半月在他怀里哭成了泪人 他安慰着半月 你要照顾好自己 别做傻事活着最重要 大家看着半月渐渐远离的被 小萝莉千万分舍不得离开他 凌莫按着他的头 半月只是去做重要的事 相信他会回来的 于诗然哭得稀里哗啦 下一秒他让夏娜和学姐先照顾小萝莉 转身叫上夜恋单独去聊聊净化的事 来到房间 他拿出一颗霸主几母巢和两块首领几母巢凝胶 在服用前男主牵起女友的手 他担心冲击净化会带来副作用 只见他抬手使出精神触手 帮助女友刺激身体 这样会更容易吸收凝胶 夜恋一副享受的样子 凑上来送了男友一个秋波 做好一切准备进化开始 刚开始进化夜恋就痛苦难耐 他看着女友如此痛苦 想让女友停止进化 夜恋张大嘴巴告诉他自己撑得住 随后吞下第二颗凝胶 伴随着火吊手 房屋周围的玻璃全部被镇死 凌莫也被弹出数米之外 这时的夜恋处于狂暴状态 举起锋利的爪子就要攻击男友 此刻红墨水四溅 夜恋已经彻底脱离了掌控 他看到倒在血泊中的男主 回想起了什么 小时候两人就是最要好的朋友 凌莫会经常因为玩游戏不理睬他 正因为这样每次夜恋都会生气叫他大坏蛋 以至邻居叔叔都叫夜恋灵家小媳妇 在凌莫心中一直都很爱夜恋 从前是 现在和未来也是 突然两人贴贴在一起 听到爱的真言 夜恋慢慢恢复了意识 留下了幸福的眼泪 忽然夜恋侧身又叫他一声大坏蛋 此时门外一个黑影也跟踪上了这个气息 官方的人员也顺着脚印追了上来 凌莫也视察到不对劲 他发现是官方的人 直接出现控制了女人 原来这个女孩叫露西 得知化工区的老大是男主解决的 一把拉住凌莫的手就放在两个球上 嘴里还说着你让我找得好辛苦 男主得知露西是空军团的人 身为证人君子他也要摔开女孩的手 士兵看凌莫对露西无礼 抬起武器就准备要射击 下那出现挥动手中的镰刀 直接将武器切成两半 这时凌莫吩咐女友将露西押回去 他要好好盘问 下那被伤 男主气急败坏帮女友报仇 得知露西是空军团的人后 男主吩咐女友把他押接了回去 回去后就逼问露西跟踪他们所为何事 露西很惊讶问男主对空军团是否有什么误解 越说凌莫越生气使出精神撕线 你们所谓的大局就是搞内斗 挑拨离间 顺便背后捅到 露西被勒得喘不过气 支支吾吾的说跟着你没有恶意 只是侦查工业区 跟踪你只是发现黄老大死了 想拉拢你这个人才 越说触手越紧 露西也不知道 只了解对方是丧尸 突然夏娜受伤跑了进来 露西放开触手 一把抱住夏娜 夏娜颤颤巍巍地说刚才被人偷袭了 她摸着男主的脸留下了血子 露西握起那沙包一般的拳头 放下夏娜就准备去帮女友报仇 女友一把拉住她的衣服 露西你刚帮恋姐提升 再加上对方很强你不要去 这时露西走了上来 或许我可以帮你 但条件是放我一条活路 林默转头露出不屑的表情 你在跟我谈条件吗 我凭什么相信你 露西告诉男主自己也是异能者 只见他抬手就召唤出一根大金条子 男主的触手被金条吸附在上面 林默看被威胁心里很不满 吩咐夏娜先回去休息 教业恋和学姐跟自己一同出去 话音刚落 精神触手飞出只差击中露西 合作前男主便给露西来了一个下马威 想解决你随时都可以 最好安分一点 又拉起男主的手 放在两个球上 你越强越吸引我 你要什么要求都行 林默露出无奈的表情 别这样我女朋友还在 露西也懂男主的意思 随后两人出发去救那个黑影 转眼到了晚上 两人来到军方驻扎地 士兵看到两人正高兴之际 一条黑影飞来士兵救领了盒饭 露西准备出去救人被男主一把挖住 伴随着惨叫声又一式兵领了盒饭 露西看着士兵一个个牺牲心中五味杂沉 只能默默流下眼泪 她一拳砸向墙壁 低头责怪自己害死大家 不是她一意孤行坚持要不行 他们就不会死 林默看着露西 如果你只会抱怨就没有必要合作 随即露西使出异能 我的能力是心灵求尽 只要付出一定的体力 就能锁死对方的能力 并告诉林默 其实她早已知道黑影丧尸的位置 只是无法靠近 露西转身准备绕到前行 被林默一把拉住 现在绕过去至少一个小时 便说自己有个方法吸引对方的注意力 用自己当诱饵 让女友趁机靠过去 这时黑影丧尸出现了 黑影丧尸便身机假怪兽 女友们绝地反击 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在刚刚大家准备去袭击黑影丧尸时 没想到她已经来到附近 只见她抬起双手控制垃圾 刹那间无数块木板碎石飞向拦主 林默若无其事的样子 伸手就捏碎了木板 右手拿出一只记号笔 用上老司机熟练的姿势打开笔号 随手在木板上写上文字 眼神犀利盯着对手 使出玩游戏的手速扔出木板 黑影丧尸都猛逼了 脑袋微微一侧躲开了攻击 木板被钉在墙上 赫然写着来继续的挑衅字样 这时黑影丧尸彻底被激怒了 他发出愤怒的咆哮 身边的石头聚集在半空 还没等男主反应过来 无数块石头就以高速飞行的速度直击临摹 见惯大场面的男主哪里怕这种攻击 微微邪叫使出精神触手 击破了高速飞行的试快 又对着丧尸比出了国际友好手势 此时女友这边也赶了过来 看见露西知道她是空军团的人后 夏娜还嘱咐姐妹们少跟奸细交流 听到是空军团的人 夜恋有些不放心男朋友 夏娜摆了白手告诉恋姐 放心 只要有利用价值管她是不是奸细 而林默已经和黑影丧尸大战了108个回合 彼此都还没有奋出胜负 越打男主越来劲 不仅躲避及时 还时不时地挑衅对手 黑影丧尸苦恼至极 明明对手是自己的玩具 反而被对方愚弄 她再也待不住了 用手握住塔料 提起重达上千斤的铁架 使出全力扔向男主 露西看到这场景都担心林默的安危 大喊快跑 半死的轰隆一声巨响 黑影丧尸以为胜券在我 露出得意洋洋的笑声 露西张大嘴巴呼喊着林默 背意旁的女友制止 你不怕对方发现我们吗 别小看我们林哥 睁开你眼睛好好看清楚 下一秒林默毫毫发无伤地 从滚滚浓烟中走不出来 收起武器 瞥眼看去 又切了一些无用的东西 露西下巴都惊掉了 这人是个怪物吗 夏娜告诉他 说他是怪物也差不多 但此刻最重要的是抓住那个小子 这时他们已经来到龙下 使出瞬间一动来到楼顶 一眼踢开房门 冲了进去 终于找到你了 丧尸抬起双手 难怪那小子站着让我打 原来是吊虎离山之计 女友们这才反映过来 黑影丧尸原来是个小孩子 他跳上墙顶 别以为我只会丢丢垃圾 不然你们会死得很惨 一身爆炸黑影 丧尸变身机甲怪兽 抠起拳头就攻击大家 三人跳起身躲开了攻击 几人在怪兽面前 犹如一只蚂蚁 这使出绝技 熔岩撞击 几人被震开树米开外 爆炸声震侧四方 大楼落了 他看见几个人还活着都很惊讶 对着夜恋就开始调戏 大姐姐跟我走吧 你和我一样有被先知处性的潜力 三人都看傻眼了 夜恋也是固执 除了凌哥要去的地方 我哪里都不去 看软的步行他准备硬完 转眼小子又化身成战斗之神机甲怪兽 跳起身边使出了绝杀剂 露西送了男主一个大礼物 直接坐在他身上 就在刚刚机甲怪兽 向女友使出了绝杀剂熔岩撞击 凌莫微微斜笑 直接一拳就把机甲怪兽击飞撞到墙上 他缓缓靠近 把你口中的先知告诉我 我就给你一个痛快 机甲怪兽不服气 起身又向男主发起了攻击 凌莫抬手使出精神触手 直接缠绕着怪兽 伴随着一声巨响 男主开始威胁丧尸 竟敢偷袭下呢 还想诱拐夜恋 我看你就是个小学生不知死活 只见怪兽缓缓退去石头铠甲 露出了邪恶的微笑 大言不谈嘲笑凌莫 我看你才不知死活 我的超重铠甲可不是抗打这么紧难 就凭你那些触手和刀还破不了我的防御 就这样你还想杀我 此刻躲在一旁的露西使出了异能心灵囚禁 瞬间大楼四周全部被笼罩了起来 小子的铠甲脱落 异能消失了 凌莫摔掉衣服就要上去干架 他拍了拍手掌 我忘了告诉你 楼下还有一个伙伴 他的能力是让人和丧尸在一定空间失去异能 听到这话小子直接被吓尿了 汗如雨下 颤颤巍巍的质问男主想干嘛 男主露出大人欺负小孩子的姿态 在节节里大家都没有一枚 就比比拳脚吧 为了不欺负小孩 凌莫主动提出让丧尸一只手 小子背下的六神无主 撒腿就开始跑 不断呼救 跑进楼道丧尸不断叫着先知的名字 先知曾告诉他 按他的方法就能天下无敌 可现在小子失望了 转眼他来到厕所 关上大门 蜷缩在地不断祈求先知救他 此刻小子已经精神异常 嘴里不断求饶 还准备说出先知的真正身份 随着惨叫声 丧尸被先知解决 听见声音女友赶了过来 以为是凌哥所为 大家都很疑惑 到底谁还在结界中 凌莫在想陆西在地下室 也不可能会赶过来 难道还有其他人在这里 突然男主感觉身体在颤抖 一个瞬间一动 凌莫在大家面消失不见了 伴随着下落 陆西送了男主一个惊喜礼 直接坐在了他的身上 这是陆西告诉凌莫 自己进入空军团之前的事 原来陆西是F镇的人 末世爆发后 他被困在了空军团 加入空军团后 他的第一个任务 居然是炸过F镇 这种灭绝人性的事 陆西自然不会答应 想脱身后告诉家里人 可当陆西回去 是一切都太晚了 他的故乡大火整整 烧了三天三夜 陆西的家人 朋友都牺牲在大火中 他为了报仇返回了空军团 从那以后 官方指派的任务 陆西都不再抗拒 但没想到 官方的清洗运动越来越激烈 他早已厌倦了 这种杀戮的生活 陆西祈求凌莫 带着他离开这个地方 黑司即将再次进化 可需要斗地主刺激 才能对他有帮助 究竟会发生什么事 刚当陆西讲述完 自己的故事后 晕倒在陆墨怀中 喂喂喂 这是在霸王硬上弓吧 男主也是暖男 直接抱起他 就要回房休息 碰着一声 夏娜一脚踢开房门 这场面就像发现 打扑克现场一般 几人火冒三丈 看着男朋友 陆墨假装镇定 微微一笑赶紧解释 一顿大忽悠女友 听得一愣一愣地相信了 随后大楼掉落 无数建筑物 男主叫上大家赶紧离开 没走多远 轰隆一声巨响 大楼倒塌了 这时下那质问 官方人员黑斯呢 男子随手一指 那个小妹妹说 很困去休息了 此刻男子露出可怕的表情 不知道怎么回是 小姑娘头上的 布娃娃毛发越来越长 好比看恐怖片一样 凌墨听见这话 查局不对劲 赶忙跑过去查看 黑斯已经裹成了一个球 转眼到了晚上 大家都在烤火区呢 凌墨还在回忆 白天楼内还有其他人吗 露西告诉男主 能在结界内使出精神力 一定超过她一能两倍以上 听完解释 林默又回到房间 查看黑斯的情况 此时下那发现 黑斯气息越来越弱 面对这种情况 男主也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背后出现一个黑影 几个女友把她拉倒在地 男主一脸猛逼地 问大家想干什么 下那趴在地上 让她看黑斯现在的情况 转瞬间 进化的剪已经变红了 此刻男子 才明白下那的用语 只要斗地主 就可以刺激黑斯进化 大家看着进化的剪越来越弱 既然这个方法有用 完场游戏必不可少了 林默放声哭泣 黑斯 你这是要玩死你的主人啊 这男主也太倒霉了吧 几人斗了好几次地主 大家发现黑斯的红光消失了 下那凑上来告诉她 难道说刺激不够 在她耳边刚讲几句话 黑斯进化的剪 又闪耀着红色的光芒 林默一脸迷茫 反应过来的她 这才发现是被女友套路了 此时男主已经出现精神恍惚 可女友认为到手的肥肉怎能飞 林默被大家按住动弹过多 学姐拿出平常常使用的道具给她看 吓得她六神无主 下那羞涩着脸问林哥害怕了吗 只见她微微邪笑 你们几个小丫头 似乎误会了什么 她抬手使出精神控制 几人被缠绕了起来 此刻林默眼眸露出红光 今天一定要好好处罚你们 让你们知道谁才是大小王 下那和学姐嘴里还念叨 果然和我们想的一样 夜恋用手轻轻戳了戳男友 爱慕地盯着她 世界遇见古代僵尸会是什么体验 男主刚斗完好几次地主 扶着墙去找露西 刚见面她就伸手向露西 所要带她离开的报仇 官方男子却不乐意了 露西可是个爽快人 直接就答应了林默 下意识女性的直觉 露西质问她看起来 怎会如此虚弱 听到这话 男主愤怒地咆哮两人 你们说谁虚弱了 我只是上厕所脚麻而已 而墙边上的女友 只能发出呵呵的笑声 林默讲述完转头回房间 露西二人满头问号不知所措 刚走到墙边一只手就拉住了她 几个女友已经等候多时了 既然你是一家之主 那就再教育教育我们吧 这时她伸手叫露西搭救 可根本没有人理会她 她哭泣着被拖着双脚离开 嘴里还在呼喊 再也不当一家之主 第二天林默神情呆滞地 将物品清单交给露西 看完清单全是一些重型武器 为了离开露西 也只好叹气答应她的要求 接着几人就开始出发了 哪知大家被四个神秘人盯上 伴随着一声怒吼 丧尸上半身就共成了冰块 这种花里胡哨的异能 在男主面前就是个小菜鸡 随后刷的一声 丧尸上半身冰块就失去了 林默拿起武器在前方探论 随后楼上一道红色的光芒出现 异能者使出了绝技 修罗领域 此异能会让结界内的人产生幻觉 一行人刚前进不远 露西发现不对劲让大家停了下来 她正在四处观察时 背后出现了一双手 随即传来哈哈大笑 原来是一只南瓜丧尸 而士兵这边更夸张 出现了一只巨大的熊猫丧尸 在追赶大家 小刘背下的六神无主 头脑晕眩 一直在安慰自己这是幻觉 他蜷缩在柜子背后 屋外蹦蹦跳跳地进来 一只笔带吸血僵尸 喂喂喂 作者你是不是画错了漫画 男主身边更了不得 出现一只丧尸张着血盆大口对着他 林默定睛看去 一把拉住他的手 用镜拉到身旁 原来刚看见的一切都是幻觉 男主眼前的丧尸 居然是自己最疼爱的女友夜恋 夜恋苏醒过来后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林默看着他 好歹你也是只首领及丧尸 魔抗居然这么弱 这段时间已经中了两次幻觉了 他摸着女友的头安慰 此时施法者在楼顶府 看着一切的发生 这时露西还在被南瓜丧尸 追着乱跑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 他转头看向丧尸 使出异能心灵囚禁 夏娜也遭遇到了不测 他眼前的丧尸 长手长脚 一定吃了不少增长激素 夏娜跳起身 使出镰刀攻击对方 随着一声爆炸 露西被震开 但对方很强悍 硬听赞不到铁 只有寻求其他人帮忙 夏娜挥动镰刀 将露西的心灵囚禁 异能踢成了两岸 夏娜略战上风 正准备追 他突然想起 刚才丧尸的异能 很熟悉 好像在哪里见过 在结界中 最享受的也许是学姐 一个人在厨房 准备了美食 他精心地为林哥 准备了五毒销魂 骷髅蘑菇汤 林莫满口谎言 给女友夜恋 穿上了二次元服装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就在刚刚 学姐为林哥 准备了一锅 五毒销魂蘑菇菇汤 没有想到学姐 在幻境中 居然梦见把黑丝也炖了 还指着黑暗汤料说 男友喝了一定不会生气 抱起黑丝 剩下的躯壳 还开心故意 说要帮他洗澡 而男主这边 在结界中 被墙挡住了去 他用手触摸着墙壁 用精神力探究 从反馈来看墙是存在的 但为何会是 像水面一样拨动 他却很厚 这时夜恋又产生了幻觉 张大嘴巴留着哈拉子 那我觉得林哥很好吃 是不是也是幻觉 男友赶紧蒙着他的眼睛 抑制住夜恋胡思乱想 突然夜恋开口问男友 在幻境中自己是什么样 林莫转头羞涩着脸 看着一旁 哪有什么样 还不是跟现在一样 其实在男主眼里 已经让女友穿上了 二次元服装 夜恋看男主的表情 有些不相信 随即再三确认 林莫却不敢承认 两人转身在街上走着 夜恋很苦恼 一点变化都没有 难道是自己没有吸引力吗 这时施法者看到 两人感叹这次遇到的对手 居然不受幻觉的影响 随后男人露出可怕的神情 既然无法对付 心中又有了另一个猎杀计谋 林莫二人没走多远 就看见了夏娜 男主叫着夏娜的名字 怎知夏娜直接就往大楼里面跑去 看女友跑进去 两人也跟了上去 正在四处寻找时 在他们头顶上方 出现了一双红色的眼泪 林莫刚进来一把武器 直刺他头顶 他抬手就握住了对方的手 另一只手上前 就掐着对方的脖子 原来此人真是夏娜的模样 由于用力过度 差点没让夏娜领喝饭 难受之余的夏娜 赶紧吞吞吐吐的 向男友道歉 但掐着她的手越来越用力 夏娜都流出了眼泪 但林莫根本没有松手的举摸 只见他眼神犀利 看着眼前的女友 看对方没有了气息 还言语挑衅对方 这个时候你还准备装下去吗 刚刚还是夏娜模样的人 露出了邪笑 幻化成本体 你对自己人警惕性都这么高 真是个可怕的人物 男主继续唏嘘对方 只怪你演技太差 我的夏娜可不会跑 哪怕遇见怪物 都会迎上去战斗 男人哈哈大笑 下次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哪只精神触手 已经爬满他的身躯 可眼前的身躯 就是一个虚影 男人做了一个 白白的动作准备离开 可真有如此简单吗 林默微微一笑 想离开你问过我吗 身为精神系异能者 男主自然懂得 如何击破这种精神系 忽然四线便 红泪住了他的脖子 触手钻进男子的肌肤 而这种方式去攻击 会消耗大量的精神力 可在此刻 男主根本就不在乎这些 只想折磨眼前的异能者 因为男主是个 有仇必报的人 林默进化触手变粗 而女友夜恋却害羞了起来 到底怎么回事 就在刚才男主用精神触手 准备解决男子的时候 男人在最后一刻 切断了精神体练节 而本体受到了 强大的反吞噬攻击 他难受地捂着胸口 拿起提升战力的药丸 就咕噜咕噜地吃了下去 吃下后男子全身颤抖 誓言要找男主报仇 回过神来后 男子拿起对讲机 就开始呼叫兄弟 通话刚接通他想了想 这样告诉大家有点丢脸 随后又放弃了叫人的举动 拿起衣服走出房间 一个人去报仇了 而林默这边 夜恋很担心 他会消耗太多精神力 男友看着他 告诉夜恋自己没有觉得疲惫 反而有一种很撑的感觉 刚才的战斗触手 就好像在吸收 对方的精神力一样 甚至触手都变粗了不少 察觉后男主抬手 试了是精神触手 缠绕了一只丧尸 伴随着吸附触手 就像变大了一般 原来他的触手 有了吸收的变化 可真在他高兴之余 忽然觉得头痛欲裂 精神触手破裂了 他看了看自己的手掌 也许是触手吸收太多 还未消耗 到达了极限 他握紧拳头以后 再也不怕精神力溃满了 这事夜恋好像想到了什么 有了触手的进化以后 吸收我们的羊枝甘露 是不是更方便了 说着两人就开始玩起了游戏 此刻露西还在幻觉中 被南瓜丧尸追赶 他躲在一辆车下 以为甩掉了丧尸 可下一秒就被找到了 一个在前面跑 另一个在身后追 两人就这样你追我赶 露西发现前面没有路了 他也不知道眼前的电梯能不能 死马当火马 一锤着按键 电梯居然是好的打开了门 可电梯里出现了另一只丧尸 并经看去居然是只小丑 还拿起武器威胁露西 话音未落 小丑丧尸就向露西发起了攻击 露西根本没反应过来使一能 千军一发之际 一个重物飞来击中小丑丧尸 夏娜走上前 我不知你们为什么要自相残杀 但你抢我的人头就不对 小丑丧尸起身微微一笑 这可是你自找的麻烦 两个人和小丑就这样敌对着盯着彼此 而小刘这边不断地呼救 原来他被一只巨型丧尸追 丧尸嘴里还不断叫他小老鼠 小刘纵身跳进窗户 丧尸也跟了进来 没一会儿小刘已经无路可逃 他不断求饶 丧尸大哥有什么我们好商量 何必动刀动枪的呢 此时的小刘已经吓得张大嘴巴哑口无言 随即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你们知不知道身为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压力有多大 原来他们是闯入房间 打翻了学姐精心准备的爱心午餐 此刻的学姐气得咬牙切齿露出杀意 夜恋在幻境中参加了变装游戏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巨型丧尸在厨房将学姐准备的精心午餐毁掉后 学姐拿出疯藏已久的武器鸳鸯越来招呼丧尸 转瞬间丧尸就失去了一只手臂 他又伸手拿起武器 跳上半空大喊 香叫你个巴拉 你还我的午餐 一旁的小刘下的瑟瑟发抖 解决了巨型丧尸 学姐露出了笑容 还暗自告诉自己不要生气 林哥不喜欢 小刘缩手缩脚的准备溜掉 被学姐一声喝住 你留下来帮我做晚餐 要是林哥吃不到晚餐 我就解决你 而男主和夜恋这边出现了更糟糕的状况 走着走着 林墨定睛看去 忽然间女友夜恋换上了兔子服 一会又变成了燕尾服 一会又是职业妆 淑女妆 这看得男主红墨水都不自觉地流了出来 虽然中了幻术 男主却觉得很享受 清醒过来 他发现自己也被影响 正愣神石背后传来一个声音 我的礼物你还喜欢吗 虽然男主嘴里没说喜欢 可画面说明了他很满意 这时男子开始威胁林墨 你的同伴现在很危险 要求他们就跪下来求我 听到这话他微微邪小 伸手一抓就捏住了男子的分身 在精神吸异能者面前 怎能逃出男主的手掌心 林墨眼神冲刺着狂暴 男子被吓得面部扭曲 林墨用力握紧拳头 啪的一声 分身强行切断不见了 画面一转 夏娜和露西这边 都以为对方是丧尸打的男姐 只见夏娜跳起身 准备攻击露西 露西使出异能 攻击的人突然成了小丑 小丑被震飞数米之外 他不断跑夏娜也紧追不舍 这时露西感觉 眼前的南瓜丧尸很熟悉 夏娜也感觉到 长爪怪丧尸也好像哪里见过 小丑感叹两个女人真难缠 随即叫了帮手 夏娜和露西都感觉一样 转眼看去电梯口出现一个矮 原来矮子和小丑是异物 出来就嘲笑小丑 连两个女人都对不对 看帮手来的两人都大言不敞 尽快解决两个女人好去吃饭 随即四人成了对峙局面 看着两人都是丧尸的夏娜与露西 此刻居然联手对抗小丑两人 另一边为了让大家尽快恢复 林默追上了男子的本体 男子以为时间很长了 再强的精神力也该耗尽 他想一击毕生 随后扶下了大量的强笑品 扶下后他露出了邪恶的笑点 突然刷的一声 叶恋一个找机就攻向男子 见状他抬手使出一门 叶恋被控制 男子高兴之余 精神触手飞来击中了男子肩膀 林默双眼泛红狂怒 可男子也是个暴脾气 抬手使出无数条绿色的光芒 两股精神力碰撞在一起 发出耀眼的光芒 叶恋眼睛盯着光芒发呆 光芒越聚越大 叶恋发出了惨烈的叫声 接下来叶恋到底怎么了 叶恋失去理智 林默不顾生死相救 或许这才是爱情 女友叶恋刚刚被幻觉干扰 学姐还在幻境中 坐着五毒骷髅蘑菇汤 等着林哥回来 小刘被迫营业当帮手 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小命不保 突然学姐眼冒绿光 幻觉被解除了 第一时间她就发现了林哥有危险 小刘听见她叫喊 以为自己做错事跪在地上求饶 此时的学姐哪里还有空理她 跳出窗户就离开了 夏娜和露西也都清醒了过来 两人看着彼此都很惊讶 难怪之前大家都有种熟悉的感觉 这时小丑和矮子发现男子的幻境被破了 随即两人准备先下手为强 话音刚落 矮子就领了盒饭 原来是学姐赶过来了 大家都意识到夜恋的精神力足对劲 林哥也有危险 随后几人决定速战速决解决小丑 小丑不断求饶 可她忘记了得罪谁都别得罪女人 三人看着被解决的小丑感叹 如果不是清醒过来 大家都会出问题 学姐看着两人 现在不是想的时候 再不快点就要出大事 夜恋这边看过精神力光芒后满头大汗 男主上前查看 夜恋突然狂暴 伴随着吼叫 男子和林默都诧异的害怕 突然夜恋一个找击打中男子 直接把男友击出数米之外撞到墙上 男子都吓傻了 这个女人疯了吗 夜恋哈哈大笑 下一秒又开始攻击男子 一个走击打中她下巴 紧接着又是一脚跟上 好像武林高手一般 随着力量的冲击 男子直接被踢向天空 男子落下后夜恋上前 又一掌封住她的脖子 一声怒吼男子便领了喝饭 这时候夏娜和学姐他们也赶过来 夏娜上前一把拉住夜恋让其助手 夜恋转头眼目红光 两人看到都像猛烈了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只见夜恋怒出不屑的样子 一拳就击中夏娜 下一拳又攻击学姐 刚准备发起第二次攻击时 露西使出意能限制了她的行动 刚以为可以操控夜恋的露西 却不曾想到她直接就破除了露西的心灵结界 还没回过神夜恋以来到她身后 露西一个后退躲开了攻击 受伤的夏娜和学姐 潺潺巍巍地叫夜恋住手 可狂暴的她根本就听不进去 伸手就压着夏娜和学姐 拍起手准备解决两人 一条精神丝线飞来缠着夜恋的手 清醒过的男友站了起来 她已经认不出深爱的灵哥 眼怒杀意 夜恋的眼中看到的灵哥都是可怕的模样 可为了女友她相信夜恋会恢复 直接跑上前抱住她 女友流着眼泪叫着灵哥的名字 失去了生命她也要保护夜恋的安全 她再次不顾一切地抱着女友贴贴 其他人在一旁看着傻傻发呆 爱化解了夜恋身上的两股精神力 林默抬头看去又是那道绿色的光芒 夜恋被绿光纠缠男友夜晚保护 两人开启斗地主 千万别看到最后我怕你受不了 男主用爱驱散了绿光后 随即他想使出精神丝线攻击 丝线刚接近绿光精神触手就被击碎 大家眼看着绿光消失 这场劫难会继续吗 画面一转 官方派出飞机来接眼睛小刘 上了飞机小刘才松了一口气 林默随口让她别忘记自己的报酬 因为有男主的保护小刘总算没有牺牲 君子之间的交易小刘答应一定兑现沉默 官方人员离开后 陆西便问绿光有没有头绪 林默告诉她 那道光应该就是黄老大记忆中提到的 可男主更在一小子嘴里说的先知 夜晚半会的 夜恋被吓得不轻 紧紧地抱着林哥 男主也很贴心在房间安慰着女友 夜恋在男友怀里不断说着害怕那道光 听到绿色的光 夏娜嘴巴都成了O型 学姐却问是绿色的吗 林默低头问学姐你见过吗 学姐说自己在幻境中 就是被一道绿色的光芒唤醒 学姐认为这道光并没有那么简单 可能是因为三人中夜恋是纯丧尸 而夏娜和自己已经晋升到首领及丧尸 所以那道光一直盯上了恋姐 可能和精神力有关 听着大家的解释 夜恋越来越怕 男友用手安慰完夜恋 准备转身让她好好休息一下 大娜和学姐也很懂事 两人四目相对后转身就离开了房间 大家离开后夜恋进入了梦乡 刚刚的一切是夜恋变成丧尸前的记忆 伴随着吼叫男友抱着他 他被自己的梦下哭了 嘴里不断说着害怕 还没等男友谎不舍 夜恋就直接吻了上去 他用手紧紧地抱着林默 而男友却认为今天的夜恋很主动 两人热情高涨自然要开始斗弟子 只见男友让他抱起 扔到床上 夜恋不断说着害羞的话 此刻的林默根本听不进去让他别说话 他用手搂着女友 我千辛万苦才找到你 不管未来怎样我都会对你不离不起 随即男主化身金色传说的小林默 女友含着精力风雨的眼泪哭泣 深情的两人想起了小时候的场景 夜恋从小就不后悔选择林哥 而男主却永远是夜恋的保护者 这种轻眉竹马的爱情小电影爱 逗完地主女友静静地躺在林默的怀疑 突然男主想起黑丝的箭 火急火燎地跑出门外 刚开门就看见雪茧不下呢 原来两人一直在门外偷听他和夜恋斗弟子 听到男友的质疑 两人也想起黑丝的箭忘拿了 随后几人赶忙跑去寻找 可此时黑丝的箭已经破开 小萝莉与黑丝的合体到底会有什么变化 黑丝与小萝莉合体进化 进化过程终于势然将能量用来变大 他的能量到底变大了多少 就在刚刚黑丝的箭被破两人不见踪影 几人解决了异能者男子和小丑与矮子后 他们的同伴追了上来 来到楼里大家发现男子已经领了盒饭 小丑和矮子死在停车场 来人中的女孩用手戳了戳地上的男子 确认他已经没了气息 男子质问着女孩几人怎么被解决的 女孩不耐心地说 我不可能看一眼就什么都知道吧 大家觉得女孩的异能会是什么呢 随后女孩拿起电话给老大汇报情况 电话那头的大哥 却是个肥头大耳的男子 一看这身打扮就知道是个爆发户 他拿着电话听着属下的汇报 大惊难问女孩是否能查到是谁做的 女孩通过分析确定是异能者所为 正疑惑时 两人发现了男主一行人的踪迹 怕被发现两人躲在墙角不敢大声说话 随即女孩把情况告知老大 并希望派人支援 大惊难露出邪校 给我盯紧他们 马上派人过来 而林墨几人是出来寻找黑丝两人的 随即来到一房间 黑丝早已不见 只看到遗留下来的姐 哪只黑丝在门后躲着准备偷袭 小萝莉咬紧牙齿 看准机会 跳起身吼叫着就向主人发起了攻击 嘴里还喊着向王者低头吧 男主伸出手掌 一把就把鱼释然凝了起来 小萝莉慌乱的手舞足蹈 明明是教训你 怎么变成被你教训 男主随后嘲笑小萝莉 你进化后就不能把技能点加到脑子上了 小萝莉一脸不屑 这次融合我变化可大了 还让林墨看看 其实在进化前小萝莉就有预感 所以在突破时她就一直默言 变大变大变大 效果还是很明显 各位观众伙伴觉得了 听到这里男主一脸黑线 下一秒就怒吼道 好不容易进化 你就不能把能量加到其他地方吗 叶恋在一旁捂着嘴偷笑 看到女友笑了林墨开心不已 一把拉住她的手 爱慕地盯着叶恋 你恢复正常太好了 下娜哈哈大笑 现在恋姐恢复了 黑思和小萝莉也成功进化 真是皆大欢喜 她爬到男友的背上呼喊着庆祝 叶恋也举手赞成 学姐也表示同意 小萝莉也觉得值得高兴 可怎么庆祝她很疑惑 回过神来的男主 直接惊掉了下巴 你们说的庆祝该不会是斗地主吧 他痛苦地吼出了反对 今天是男主艰苦斗地主的第288天 男主在末日世界升级打丧尸 收的后宫全是女丧尸 而他们每天都要玩游戏 就在刚才大家为了庆祝又准备斗地主 在回家的路上遭遇了丧尸围攻 女友上前就准备上去干她压的 男朋友一把拉住她的手 拿出一串鞭炮让她带着 如果遇见危险就点燃通知大家 看到林默如此贴心地对待女朋友 露西也觉得眼前的男人很细心 难怪你能抛到这么多妹妹 男主微微一笑 你是不是说错了 露西听到这话一脸茫然 回过神来的她满脸通红 张大嘴巴就问候了她祖宗18代 可林默早已经跑得不见综艺 画面一转 学姐这边已经在和丧尸战斗 只见她侧身一击 紧接着又使出武器攻击 丧尸被切得细巴烂 还没等她缓过神 身后却出现了偌大的一个身影 她转身看去 丧尸叫着学姐小趴菜 可话音未落 背后有人给了丧尸一击 丧尸便领了盒饭 原来是下满 救了学姐后 她还对着学姐做了一个俏皮的动作 我救你一命 今天晚上林哥归我 学姐露出一个不屑的表情 并说到痴心妄想 两人正在交谈 怎知刚刚解决的丧尸并没有死 后背长出了嘴巴 伸出舌头缠住了下落的武器 随即她跳上半空想挣脱 由于力量悬殊武器被死死的拉住 剑撞夜恋拿起一根水管就冲了上来 她眼神泛红使出全力击中丧尸的舌头 这下丧尸彻底撬变得了 晚上夜恋也想和林哥斗地主 随后质问夏娜 刚刚我救了你 你要怎么报答我呢 夏娜听到这话 马上就上前和恋姐玩起了双球大战 我只能知乎好家伙 男友转头看着两人 呵斥夏娜不准欺负夜恋 林默在不断与丧尸战斗 于是然看男主的异能有变化 蹲在他身边问 大哥哥是在干什么 林默告诉他这是在吸收精神力 听了他的讲解 小萝莉意识到问题 那现在的你不就是无限体力了吗 男主斜笑着 我当初也这样想 可哪里知道现在的丧尸好多都没有觉醒 根本没有东西可以吸 看大哥哥很无奈 小萝莉摸着他的头 不要沮丧你再开发开发 说不定就像一个发电站一样 能输出精神力替姐姐们恢复 林默一把就蒙住小萝莉的嘴巴 别乱说 要是让他们知道我体力的变化 以后我就会被炸成人干嘛 边说着话 林默的手在小萝莉身上就没停过 突然小萝莉转身就叫他大坏蛋 我就知道你对我没安好心 男主一脸坏笑 你看黑丝头都扭过去了 他可很愿意了 小萝莉告诉他 黑丝是发现有人跟踪才转过去了 难道他们会遇到危险吗 男主在末日世界升级打丧尸 收的后宫全是女丧尸 而他们每天都要玩游戏 林默听于诗然讲过后 才意识到自己被跟踪 小萝莉插着腰得意洋洋的说 你要是求我 我就告诉你他们在哪里 林默随手搂住于诗然的腰 让他别声张 赶紧躲起来 跟踪的两人发现行踪被暴露 女孩通过异能 已经发现林默和小萝莉已经追了过来 两人来到一大楼外 男主一脚撕开玻璃 直接走进大楼 于诗然指着头上的黑丝 他说肯定在这里 两人四处寻找 跟踪者在角落下的瑟瑟发动 女孩则很自信的说 不会被发现的 他屏蔽了周围的气息 男子却提议通知老大吧 女孩给了他一个白眼 我说不用你没听到吗 男子满脸的苦笑 两人争吵之际 林默已经出现在男子后方 拿着武器威胁着他们 给你们两个选择 一是联系上家替我勾出来 二是当忠诚被解决 下一秒传来无数个声音 我们选第三个 把你解决问题就解开了 女孩抬头看去老大的增援来了 随即走出两个凶神恶煞的男人 质问男主 原来我们幻境制造者艺术家 就是被你解决的吧 林默一脸猛逼 回想谁是艺术家 突然他想到 就是那个让夜恋狂暴的男子 这些人居然是一伙 忽然林默拿武器的手被击中 武器掉落在地上 刚准备伸手去解 胖子男人就冲上来发起了攻击 他伸手拿出武器 直接就向林默挥卡了去 随后悲剧反转 胖子男人被精神力击中 身上多了一个窟窿 林默用手轻轻一推 男子轰隆一声倒地不起 只见男主眼神犀利 精神触手飞向两人 你们想好选择什么没有 楼上的小喽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大家还七嘴八舌地 在议论胖子男人被解决了 此刻另一名男子发出指令 大家准备开枪射击 楼上 在精神戏异能者面前 这种攻击就是小场面 他手踹裤都漫步在枪林弹雨中 转眼看着满地的灰尘 大家以为男主应该被解决了 怎知刚刚的子弹 全部被精神力控制住 接着男主藏了一个响指 子弹全部掉落在地上 还没等众人回过神 林默已经向他们发起了攻击 随着精神力的吸附 一个个人被吸成了干尸 这时所有人都被吓得四处逃窜 男子见状逃出大路 刚到巷口 两个黑影出现在他面前 男主在末日世界升级打丧尸 收的后宫全是女丧尸 而他们每天都要玩游戏 林默刚刚经历了枪林弹雨的攻击 发号命令的男子逃出来 就遇见夏娜和学姐 看对方是两个女人 男子露出坏笑让他们滚开 还想调戏两人 话音刚落 两人一道光速闪身穿过男子 一个漂亮的姿势男子被伤 随后丧尸追了过来 伴随着一声惨叫男子便领了喝饭 这时男友也追了出来 几人会合后 突然黑思问露西怎么没看见 大家这才回过神来 发现少了一个人 男主低头沉思 他的能力应该没事 夜恋却很着急 林哥要救他就要赶快 男主立即和所有人交代 分东西南北几个方向寻找 接着大家开始出发寻找露西 而露西正在被一名男子追赶 此刻他躲在暗处拿出武器准备自吻 可他拿来拿去都觉得不自然 他想模仿林莫拿武器的样子 想着想着 男主的虚影出现 握住他的手叫起了他用武器 嘴里还叫着他露露 可他转头看去 巷子里空无一人 正愣神识 来人找到了他 露西冲上去就准备解决对方 武器划伤了黑衣人的脸部 黑衣人掉以清新器的火帽三丈 他一脚就踢中露西的腹部 大队重重地摔到墙上 来人原来是只老鼠 他慢慢靠近露西威胁 正准备解决他事 突然对讲机叫着老鼠汇报情况 他拿起对讲机和老大通话 讲话中还不断拍马屁 说给老大抓到一个羊妹妹准备献给他 此时露西流着眼泪哭泣 他想起曾经无力救自己的家人 他很自责 可家人的愁眉抱就要被解决他不甘心 通完话的老鼠定睛看去露西不见了 他开始四处张望 随即露西出现在他后方露出凶狠的眼神 他趁其不被跳上空中拿起武器就要解决老鼠 武器接近他0.01公分时 老鼠一个侧身躲开了攻击 露西使出全力不断反击 老鼠挥动武器快击中露西时 他使出异能挡住了老鼠的武器 一个瞬间一动又绕到他后方 接着又给了老鼠一击 突然老鼠不见了 他使出的异能隐身术还不断用言语嘲笑 露西低头不语 确定老鼠方向后 脚下用力 举起武器应声而上 直接刺中老鼠的眼睛 老鼠跪地不敢相信他怎么能发现自己 露西看着他傻笑 第一次攻击你时 你脸部的伤口就在不断流血 你能隐身难到你的血也可以吗 露西将武器放到身边 刚才你不是要帮我吗 此刻看看谁办谁 一声惨叫老鼠被解决 听见叫声林莫赶了过来 看到地上的黑衣人 男主不敢相信是露西所为 看着露西安然无恙 林莫转身就准备离开 可露西跑上来一把抱住了 快安慰安慰我 男主在末日世界升级打丧尸 收的后宫全是女丧尸 而他们每天都要玩游戏 他不仅和丧尸玩游戏 还要和其他人类女孩一起玩 露西惊吓后抱着男主 他安慰着露西 你已经做得很好 别哭了 此刻这个区域的老大大金男 看所有小弟都不回复火冒三丈 一把按着身旁的女孩就要泄火 看这才是生活石 突然门被一脚踢开 正在泄火的大金男咆哮着 是哪个不知趣的人打扰我 定睛看去原来是个绝美的女子 于诗然赶忙跟大金男道歉 不好意思我打扰你干活了 看到如此绝美的小萝莉 大金男哈拉子不停地流 坐在山寨王一般的凳子上 和小萝莉客套起来 怪自己吓到他 还要请于诗然吃棒棒糖 听到有吃的小萝莉很嘴馋 萝莉告诉大金男 他很挑食 只喜欢大哥哥买的棒棒糖口味 一旁的女孩看到这一幕下的放声尖叫 于诗然呵斥两人 现在还不赶紧跑 想陪他一起被解决吗 随后脚步声传来 迷倒万千女孩的男主出现 这世道连猪都满口仁义道德 看到眼前的场景 林默转身责怪小萝莉真会玩 也不怕长出一堆包包 男人还在挣扎地问两人是谁 大言不惭地说小弟回来要收拾他们 男主微微邪笑 你不用等了他们回不来了 转眼间大金男就吓得瑟瑟发抖 他卑微地爬着前行 林默用手拿住他的头 质问附近还有没有饿舌 这气势大金男都被吓哭了 大哥求你饶了我 我就是个小毛贼 话音刚落 这也太解气了吧 大金男从囚牢变成祈求被解决 为何林默要如此对待此人 只因为他派出的人 让夜恋他们尝尽了骨头 解决晚反派大金男 几人也准备今晚睡个好觉 林默拿出一块毯子递给露西休息 果然是个暖男 露西接过毯子问 你给我了 你们怎么办 他指着毛毯说只有一招 我们五个人分不云 还不如给你一个人干 夜恋和夏娜跑来 我们可以抱在一起取暖的 这狗粮洒的露西尴尬到不行 由于近几天不断战斗 大家都睡得很死 可露西翻来覆去都睡不着 可他也明明很累 但他总想起使用武器 使林默握住自己的手 于是然迷离呼呼间起来 嫌弃大哥哥丑 随着跑到一边 把露西挤过去挨着了林默 男主翻身就把露西抱在了怀里 林默坚持斗地主的第二百九十五天 假如你身边睡着一个心爱的人 你会选择做什么 就在刚才黑丝把露西挤过来 挨着了林默 睡梦中的男主多少 有点假装睡着的成分 露西伸手想拿开她的手 可林默用镜紧紧地抱着她 嘴里还说学姐吃胖 这给露西气得火冒三丈 嘴上还咬牙切齿 但她回想起刚才林默的举动 心里还是有一丝爱慕 毕竟面对喜欢的人谁能抗拒呢 只见毯子飞向半空 露西直接就给男主贴了上去 接下来自然是打扑克了 转眼到第二天 欲神杀神 不放过任何小姐姐的男主 但没出门打怪升级 转眼她跳起身就解决一只丧尸 女友们击杀丧尸的姿势更是美不可言 刚加入的露西也融合得不错 没一会儿肾化危机来袭 林默腰部隐隐作痛 小萝莉还问她怎么回事 这时的她满头大汗 觉得全身无力 她很奇怪 昨晚本来休息得很好 为什么会这样 玩过游戏的露西背对着她不敢去胜 几人不顾一切继续开启前行之路 随后出现一只首领级变异丧尸 露西看去认定是只丧尸 可拥有精神力的林默却不这么认为 却说眼前的丧尸是个人类 她很确定对方的精神力没错 不过为什么外貌如此丑陋 她不得而知 随即丧尸向他们吐出舌头发起攻击 紧接着又举起手掌跟上 手掌快接近林默时 她使出精神丝线缠绕着丧尸 女友们看到这是个机会 跑上前几道光影飞入 丧尸便领了盒饭 露西盯着丧尸 还不敢相信眼前的丧尸就是个人类 男主很确定自己没有看错 为了查探究竟 她用精神触手钻进丧尸肚子里警察 两股精神力交汇时 林默眼神出现了重影 下一秒她觉得眼神越来越重 昏迷了过去 所有人不断叫着她的名字 转眼林默来到一个不知情的地方 她左顾右盼着到底是哪里 四周空空如也 突然 她定睛看去是X城大学 此时的男主很疑惑到底发生了什么 忽然一个娇嘀嘀嘀的声音叫着林默的名字 她回头看去眼前的妹子居然是凌乱秋 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明明她之前的馒头很小 到底吃了什么变这么大 林乱秋也是不知所措 赶紧抱着双手 羞涩着脸呵斥她看什么看 林乱秋也发现林默变了 没有胡子还换了套衣服 个子也变小了 肌肉也没了 两人说话都异常的奇怪 林默听不懂她说什么 林乱秋却以为男主发烧了 还用手试了试 接着她凑上钱 你不是昨天才出发吗 林默被吓坏了她到底说什么 随后林乱秋将任务简报递给她看 她看到简报 瞬间瞳孔放大 上面写着2035年 7月3日 难道林默穿越了吗 假如有机会让你去未来 你最想做什么事 就在刚刚男主来到了2035年 林乱秋很奇怪 林默三十几岁的人了 为什么还穿年轻人的衣服 这时她晕晕乎乎摇晃 而林乱秋以为她在装酸 嘟起那可爱的小嘴生气 上前双手就在男主脸上拍打了起来 原来她是想让林默清醒一些 随即林乱秋伸出她的小手 叫着男主指挥官 大家都在等你呢 回到住处 林乱秋把整个经过告诉了林默 在20年前丧尸越来越活跃 全国的幸存者基地在这场失潮中 几乎全部沦陷 幸好在林默的带动下解决了这场危机 但最近大家为了物资种植水源开始出现内斗 而男主为了大家出去寻找淡水 听完林乱秋的讲解 他叹了一口灼气 他看向窗外 难道自己真的穿越了吗 抬头看去那道绿色的光还跟着他 男主回想难道是刚才解决丧尸的幻觉 林默随后质问林乱秋下那等人去哪里了 听到这话他沉默不语 忽然基地发生一声爆炸 林乱秋意识不对劲 让林默赶紧躲起来 接着林乱秋才讲实话告诉男主 来人就是你最熟悉的人 他转头看去 果然是自己的三个女友 夜恋叫着男友的名字 让他赶紧出来 此时的他一脸猛逼不知怎么回事 林乱秋这才告诉他三个人点名要解决 而夜恋三人已经成为堕落者的首领 这一句句戳心的话听得林默难受 这幻境该搞什么飞机啊 随即他抬手准备使用精神力 他发现自己的能力消失了 而夜恋他们三人发现了男友的藏身之地 还没等林默回过神 几人就向他发起了攻击 一声巨响 还好有林乱秋救了他 在关键时刻林默百思不得气解自己的异能 为何用得出来 愣神之际下那的镰刀已经掐在他脖子上 还威胁男友乖乖投降 他定睛看去眼前的不是像他 而是黑辣 接着又是一声巨响 灰尘中出现三个人影 三人却站在男主这边 夜恋几人露出不屑的表情 看到眼前的场景 各位观众小哥哥小姐姐回忆起他们没有 画面却惊掉了林默的下巴 还没等众人回过神 蜘蛛女王率先发起了攻击 雪姐上前用武器挡下了攻击 而下那和半月也打了男姐的嘴 嘉宇还在质问嫂子夜恋 为何要这样对待林哥 此时的夜恋根本就听不见任何人的话 冲上去一个找机就攻向小雨 在一旁的男主气得咬牙切齿 林乱秋拉起他的手让他趁机会赶紧逃 边跑他边解释 告诉林默在大战后他的异能就消失了 讲话中他听见林乱秋提及病毒 忽然他好像想到了什么 停下脚步 他是听说林乱秋也感染了病毒 为了大局他顾不了什么颜面 冲上去就一个吻亲上了林乱秋 有一种恢复精神力的方法 叫和欢双修功法 你可曾听过 就在刚才林默知晓病毒能帮助自己恢复后 为了大局他直接一个吻就亲上林乱秋 强行作死的下场 就是男主直接被林乱秋扒击 山飞撞到墙上 林乱秋生气地质问林默 难道你一天到晚只想这种事吗 就算你想也好歹换个地方吗 此时一块石头高速飞向林乱秋 林默大喊小心 千军一发之际男主使出了精神刺线击碎了石头 林乱秋瞬间傻眼 你的能力怎么恢复了 男主握紧拳头 果然吸收病毒这个方法有效 他看着林乱秋 如果能多吸一些羊枝干露 或许能完全恢复 林乱秋好像也明白了什么 两人来到一间衣物室拔起了斗地主 而另一边的蜘蛛女王和学姐 还在不断地战斗 指尖下那挥舞着手中的镰刀 一道剑气飞出 半月一个后侧步就躲开了攻击 小雨不抵嫂子叶恋的能力 已经失手被擒 她大喊着嫂子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难道你忘了我们吗 叶恋好似清醒一些 可下一秒她直接一找拍在墙上 叶恋流下了眼泪 她跳起身准备解决小雨 一根精神丝线飞来 缠住了叶恋的手臂 迷倒万千女孩的男主出现 大家都不敢相信 林哥恢复 随即她用手将叶恋抓进怀里 不断地质问 她为何要同事操歌 下那都看傻了 随后传来一个声音 让她赶紧跑 下那使出全力挣脱了 精神丝线的控制 接着甩出武器 隔断控制学姐的丝线 两人一个剑步 就丢下叶恋离开了 男主准备将叶恋带回去好好谈谈 叶恋却百般地不情愿 转眼已经过去了三天 大家都很担心房内的两人 而男主就这样盯着女友 叶恋却一句话都不肯说 无论男友如何搞怪逗她 叶恋都不为所动 无计可视下男友翻窗跳了下去 叶恋通过窗户看到倒在楼下的男友 她放声哭泣 我不告诉你 你也不用这么傻 我不想这样对你 我明明是最爱你的人 为什么你要被迫我做 做不到的事 突然男友从后方抱住了她 傻瓜我知道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 你都会担心和在乎我 因为你真的爱我 叶恋转身两人深情地相吻在一起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两人像分开很久的小情侣 林默在女友耳边小声地说道 今晚在重要的时都想放一边 叶恋能好好陪陪我吗 忽然叶恋一把推开她 男主的嘴巴被咬出了血 这下男友真的失望透顶 转身伤心着准备离开 假如你的女友百般刁难你 还把你的嘴巴咬伤了 你会转身离开 还是继续跟她争执呢 男主生气后准备转身离开 正在转动房门把守时 突然女友叶恋叫住了她 你吩咐我们一定要解决你 你都忘了吗 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打中男主 他很诧异子为什么会这样做 原来大战爆发时 大家都遭受了攻击 林默为了所有人的安危 融合了体内的病毒 由于体内阳之甘露太多 身体出现了结晶 她已经有无法控制自己的状况 就连小萝莉都被传染而亡 她让所有人都别靠近自己 不想眼睁睁地看着女友一个个被感染 下那哭泣着 我们好不容易走到现在 你怎么可以这样 叶恋和学姐也不希望林哥抛弃她 可无论大家如何说 她都坚定不准几人再靠近她 叶恋准备伸手拉她 她开启狂暴震飞了两人 露出可怕的结晶面孔 男主告诉几人 我就是想保护你们才不让你们靠近 她意识到自己的病毒 有一天会吞没整个世界 正义的男主绝对不想让这种事发生 她吩咐三个女友去寻找 可以解决她的方法 用余声阻止她毁灭世界 听到这种话大家自然不同 但叶恋懂男友的委屈 答应了她的要求 下那和学姐还在怒骂叶恋无情 甚至学姐还上前扯住叶恋的衣服 叶恋流着眼泪看着林哥 无论你做什么决定 既然我爱你 我都会答应你 听着叶恋的讲解 她认为女友不像在说谎 而且幻境者也不可能知道她所有的事 林默用手捂着头 到底发生什么事她也不清楚 叶恋看着身边的林哥反而很开心 因为眼前的男主好像还没有被感染 突然她好像想到些什么 抬起手回响 林乱秋对她外貌说过奇怪的话 难道这个世界中还有另一个自己 此时下那和学姐被结晶吸收着能力 幻境中的另一个男人哈哈大笑 忽然一声巨响 大家定睛看去不知总 下那和学姐已经被结晶吞噬 邪恶的反派林默出现了 半月和小雨看到眼前的男主都惊讶 她为何变化如此之大 还没等两人回过神 她就使出精神丝线控制了他们 小雨惊讶地看着眼前的林哥 而邪恶的男主露出笑声 我就是在利用你们吸引这些纯女人前来 吸收她们的能力来完成进化 林乱秋还在以为眼前的男子是林默 还质问她前天晚上玩游戏的事 还没等她说完话 精神触手已经抵达她面前 林乱秋身上的病毒也是她埋下的种 这时一道光影飞来 斩断了贾林默的触手 她放声大笑 果然是最厉害的女人最讨人喜欢 贾林默脚下用镜 冲上前就和蜘蛛女王正面交锋 四周发出巨大的爆炸声 随着战斗声消失 贾林默和蜘蛛女王都有受伤 女王的皇冠掉落在地 蜘蛛女王认为自己已经完成击杀 哪只贾林默的心脏部位都已经结晶 全身上下只剩下头部可以攻击 可贾男主不会给蜘蛛女王第二次反击的机会 他抬手用精神四线将所有人缠绕在半空 此刻 兽系 精神系 人类精华 初代丧失病毒 变异体都齐了 只要吸收完几人的异能他将战无不胜 假如有一个人和你长得一模一样 你最想让他帮你做什么事 就在刚刚 二十年后邪恶的林默控制了所有人 正在他想取出凌乱丘体内的病毒幼苗时 却发现他的幼苗被排出了体外 他破口大叫 这不可 这时 正义的男主出现了 还没等假林默回过神 他挥舞着武器划出一道剑气 向另一个自己发起了攻击 此刻 两个林默成了对峙的局面 随后夜恋赶了过来 告诉大家眼前的男主 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林乱丘瞪大了双眼 不敢相信眼前的人 就是自己曾经朝思暮想的林默 夜恋也露出羞涩的表情 仿佛回到以前 与男友四处征战的日子 假林默头部被伤 蒙着脑袋 冲着男主大骂 你居然敢吸收我 好不容易培养的病 他微微一笑 如果你是我 就应该明白得罪我的下场 假林默也是个倔脾气 看来两人一战必不可省 假林默跳起身就攻向男主 四周发出剧烈的爆炸声 每一次攻击都被林默轻易地鼓了 只见他抬手使出精神丝线 假林默没有丝毫畏惧 侧身就切断一根触手 反手又切断一根 一个后空翻又躲开了背后攻击的触手 次次攻击都落魄 假林默好像知道男主的精神力方向一样 没一会儿他就满头大汗 气喘吁吁的样子 不知如何是好 看精神器攻击无效 他伸手拔出大宝剑 一个闪身来到假林默的身边 他露出邪恶的嘴脸 用神圣手臂接住了大宝剑的攻击 紧接着抬脚就踢中男主的腹部 他直接飞向空中 假林默插那间已经绕到身后 一道道影子分身 不断围着男主袭击 难道咱们男主会在这里领合饭不成 他全身被击中 无法动弹 缓缓落地 假林默也准备使出最后一击 夜恋大喊灵哥 灵乱秋也跟了上去 战场上的巨石都被炸成了稀巴烂 男主已经失去了战斗力 他抬起满是鲜血的手掌 看了看 不是自己的血 定睛看去 原来是灵乱秋挡下了最后一击 他的异能子弹时间放慢了动作 才救下心爱的人 男主抱着他让其别说话 想帮他治疗 可谓是一晚 灵乱秋拉住男主的手 用手摸着他的脸 其实你离开X城大学的时候 我就爱上了你 但我知道你不属于我 前天晚上你那么容易 就与我斗地主 会不会觉得我很随便 我不后悔救你 时隔二十年 我看到你的第一眼 我还是那么的爱你 刚才夜恋告诉我你是以前的灵哥 我很开心 我终于等到了我想等人 再也不用面对满是深仇大恨的灵梦 你依然是我心中无所不能的男人 话音刚落 灵乱秋手掌落地领了盒饭 看到此景 夜恋拼命上前与贾灵墨纠缠 男主抱着深爱的灵乱秋 久久不能释怀 随即拖着满是伤痕的身体 缓缓前行 他仿佛听见灵乱秋 在身后叫着他 再见了 我最爱的灵哥 夜恋被贾灵墨袭击命悬一线 究竟发生了什么 灵乱秋被解决后 夜恋为了报仇 不断与贾灵墨纠 只见他双眼泛红 来到贾灵墨的身后 他一个反手就掐住了夜恋的脖子 大骂他蠢活 原来两人也保持着精神练剂 夜恋的每一步行动 都逃不过他的法眼 随着呼吸越来越困难 夜恋流着泪吞吞吐吐的说 你不是我的灵哥 灵哥不会如此对待自己心爱的人 随着伤心感 眼泪划过脸颊 夜恋狂暴大喊 把灵哥还给我 陆志生将贾灵墨震出数米之外 他若无其事地落地笑着 刹那间夜恋已经动弹不得被控制 贾灵墨抬起手 准备解决心爱的夜恋 伴随着一声巨响 男主出现 将女友抱着救了下来 接着将他送到安全的地势后 转身拿起武器准备 和另一个自己大战一场 此刻贾灵墨还在嘲笑死去的凌乱胸 摊开双手 摆出欠打的样子 灵墨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怒气直接拉满 剑撞贾灵墨使出精神丝线攻击 男主也使出了同样的阴谋 可他每一步行动都在掌握中 贾灵墨用机械手掌瞬间就倒了下来 用犀利的眼神盯着男主 我要告诉你多少遍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你的每一步行动和想法 我都一清二楚 话音未落 贾灵墨脸不被上 原来男主秀中还藏着一把武器 而这种想法是凌乱秋曾经用过的招式 自然给了贾灵墨一个措手不及 紧接着男主对他发起了第二次攻击 到剑气拔中他手臂 随后又割开他的大腿 数条剑气在贾灵墨身上飞舞 刀刀直中药牌 只为让其偿还女友和妹妹阻止 下一秒男主大喊 最后一击是为了蜘蛛女王 可以想不到 他只是轻轻地点了贾灵墨肩膀一下 突然男主手臂被限制了行动 他举起机械手 准备给灵墨一个痛快的人 还没等他动手 贾灵墨眼神失去光芒 哄哄放大 原来是蜘蛛女王 从后面用转插进他的身体 贾灵墨已经被吓得胡言乱语 伴随着蜘蛛女王的一声怒吼 贾灵墨被分成两半 很稀朴 两人看到地上的躯体 男主跪地庆幸双灵大战 终于结束 忽然蜘蛛女王发现不对劲 无数条触手向他爬了过来 男主准备上前阻止 他挥动蜘蛛脚将灵墨击飞 他的身体已经无法行 转眼间蜘蛛女王就被洁击吞噬 贾灵墨露出脑袋 说着第一个进化完成 他满身全是紫色的光芒 好比最酷炫的机甲怪兽一般 男主都不敢相信 被劫成两半都不死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 他也固捕了三七二十一 跳起身再次发起攻击 贾灵墨只是轻轻抬起蜘蛛脚 就倒下这一击 难道这就是男主的序命呢 一个人为何会幻想出另一个自己 多半是因为称痴贪念 就在刚才双灵大战一触即发 明显男主不是对手 贾灵墨抬手一挥 他就被摔了出去 狠狠地撞在岩石上 灵墨已经失去了战斗力 而对方的力量越来越强 他的眼睛已经出现了重叠的影响 或许是因为失血过多 男主背地用手撑住浑身是伤的身体 正在他准备放弃之时 一双虚影的手握住了他 虽然你我只有一次快乐 我认定了你 男人绝对不能说自己不行哦 原来是凌乱秋的精神光团在为他打击 突然男主瞪大眼睛 既然物理方式打不过 自己还可以攻击精神事件 贾灵墨走上前开始嘲笑这个没有实力的笑 跳起身准备用最后一击结束这场战斗 男主通过精神力查看到对方的母巢 摆出战斗态势决定拼命接下绝集 由于两人速度过快 剑气都直接拉出两道颜色的弧线 随着红色液体的喷出 男主受伤 贾灵墨还在对以洋洋的打响 转眼他就意识到不对劲 自己的母巢被击中 全身如闪电般破碎 伴随着一声大喊 我只差一点就能同龄整个世子 结晶冒出白烟飘散在空中 这次双灵大战终于结束 男主也身负重伤 他希望幻境赶快过去 忽然传来一个声音 这就是你未来的宿命 临摹定睛看去 又是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男人 男人告诉他这就是我的未来 也是你的未来 男主不敢相信 明明对方已经死了 为何又再次出现 男人拍着他的肩膀 我不是刚刚的人 应该算是复活后的你 这越说男主越猛逼 男人告诉他 之前他们发生的一切怪异现象 如夜恋暴走 都是他想通过这种方式警告男主 未来他会看到心爱的人一个个离去 眼前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消失 才能改变未来的一切 听到这样的话 男主放弃了抵抗 男人抬起武器就砍向男主 清醒过来的林默一把抓住武器 武器击中他的肩膀 男主深知在幻觉中 一切动作都只是幻想 无计可施打开了传送门让其离开 紧接着巨大的吸力将他粘住 男主不甘心被眼前的另一个自己摆过 紧紧地抓住传送洞口 破口大喊 你记住人终究是活在自私 贪婪 攀比中 但也正因为这些才算一个人的念想 男主带着不甘心掉落镜传送隧道 他睁开眼睛的第一眼就看到了路西 大家都还在与丧尸战斗 为了改变世界的命运 他双眼露出杀意 用触手解决了眼前的所有卡拉咪 未来不管是神还是丧尸 我命由我不由天 如果你知道未来会与女友分离 你会告诉他事情吗 穿越回现代的林默仿佛心事重重 大家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一言不发转身就告诉所有人很累想先休息 男主在会房间的路上 出现幻象三个女友都倒在了血泊中 他赶紧用手拍了拍脑袋 急急忙忙地向房间走去 回到房间好似很久没休息一样 直接就躺在了床上 突然下那出现叫着林哥 林默睁开眼睛看着几人 三人看出男友不对劲 便贴近身边安慰他 学姐不断地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可预知未来的结局 他又怎么敢告诉几人 男主抬起下巴名思苦想 真的没有方法改变命运吗 越想越深入 林默赶紧摇头一直自己继续想下去 夜恋看出男友并不想说 一把就抱着男友 只要你在我身边就很好了 下一秒三人集体凑了上来 猜想林哥应该很久没有玩豆地主的原因 果然女孩可爱起来是真的可爱 憋屈很久的男主嘴里吐出光芒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他也不管未来怎样 活在当下最重要 起身双手摩擦大喊 游戏开始 可这时候无外另一个自己对他的举动感到很失望 转眼林默以一敌三惨败 跪地求饶 哪知刚在玩游戏的时候 几人的胖刺被扯坏了 这会儿学姐和夏娜还要让男友帮他们来 林默却开始耍起无奈要休息想明天再去 两人对着他就破口他骂 气管炎的林默自然无力反驳 三人还摆弄起那幽敏的身姿 这画面看得男主只摇头 还没回过神就被女友踢出了房间 出门的他只能扶着墙前行 来到大街上目标自然是要找超市才能买到东西 没一会他就来到超市 琳琅满目的胖刺出现在他眼前 一个人走着他还在自言自语说自己是第一次 情不自禁的他直接就上手试了试材质 可他觉得这种款式日常穿还是有些奇怪 他在超市想寻找正常一些 边走男主鼻血就不自觉地流着 感叹这里怎么没有正常一点的款式 吐槽到底是哪个王八蛋设计的 忽然他眼睛放光终于发现了正常的样式 伸手就拿起胖刺 但他回想几人应该让他拿的是内衣 就在这时手拿胖刺的男主听见有声音 并经看去原来是露西 露西告诉男主 你手里的胖刺是我的 林默还拿起来仔细端向女范 这场景给露西脸都整羞涩 为了缓解尴尬露西哈哈大笑 没有想到拥有三个女友的人居然不会挑选衣服 露西直接笑得人羊马蓝 男主也算是个高情商 直夸露西笑起来真好看 接下来男主会有什么想心思吗 如果女朋友让你去帮忙买内衣 你会不会去呢 就在刚刚不会买的男主 不小心拿着了露西的胖刺 两人避免尴尬开启了玩笑 看男主不会挑 露西主动说帮他挑选 听到他这样说林默高兴坏了 突然露西伸手问男主尺码多少 这话犹如晴天霹雳击中这不中用的男人 露西很诧异 你该不会不知道吧 转身他就跟男主普及了内衣对女孩子的重要性 听完这一番介绍 男主好像懂了很多 却又什么都不清楚 露西看他很不懂 便提出帮他的忙 转头他就吐了一口气 自己居然会帮情敌挑内衣 可为了心爱的人又怎么选择呢 说完露西就准备根据平常的观察来挑 他拿起几件总感觉不太合适 林默已经被挑选各种大小样式压得喘不过气 看样式太多都不合适 露西又去仓库继续寻找 突然 他想到一个好办法准备亲自试给男主看 随即露西穿出一件运动装 这件应该适合叫下拉的女生 接着他又换上一件兔子型号 这件可爱 适合夜恋 翻来找去知己 终于找到一件适合学姐尺寸的款式 随后又是一件黑色的 看着不断更换的露西 林默觉得意犹未尽 正在愣神时 一个黑影向他袭击而来 伴随着一声巨响 眼前出现一只变异野猪 两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林默 他侧身看着对方 居然进化了 这时他手上被野猪的唾液灼伤 伸手就拔出大宝剑 必须在野猪喷出毒液前一击击中 男主拿起武器就朝变异兽发起攻击 林默摆出一个漂亮的姿势野猪就被撇成两半 听到声音 正在换衣服的露西探头出来问怎么回事 男主转头准备让他先别出来 下一秒露西直接摔到在变异兽的毒液中 见状男主急忙跑了上去 看见眼前的场景林默直接就脸红了 原来是他的衣服被毒液侵蚀 被盯着的露西羞涩着脸 两人张大嘴巴气喘吁吁的就开始跑 来到游泳池旁 男主不顾一切抱着露西就跳进水里 露 露西露出脑袋呼吸 全身被毒液烧伤 林默抬手就将他按在水里 让他憋出来 水下的他快感觉呼吸不过来吐着泡泡 在水中的露西看到心爱的男主 没一会儿他直接缺氧 千军一发之际他用手拉着林默的衣服 直接把他拖入水中 两人在水中就开始急救措施 男主一把推开露西 问其干嘛 露西憋着嘴巴好像告诉他氧气快没了 经常玩游戏的男主直接就懂女孩的意思 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呼吸 光用嘴还不够 露西还用脚缠绕着男主 这姿势多少有点水中芭蕾的感觉 两个人同时掉进泳池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就在刚刚为了给露西解身上的毒液 两人掉落在水池中跳起花样芭蕾 可能是在水中待得太久 两人露出水面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尴尬至于林默转身准备离开 露西好像有些失望 跑上前就一把搂住男主的身体 我爱你 转身两人亲吻在一起 伴随着再来一次的请求 两人在水中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第二天整理好他们准备返回住所 露西也要和大家道别了 二人四目相对 好像有很多话要说 话到嘴边都没有说出来 只是羞涩着脸默默地依回对方的意思 为了缓解气氛 林默转身摸着脑袋 这时 夏娜跑上来抱着男友 林哥 没想到你这么会挑胖词 大小刚刚好 学姐和夜恋都认为男友很细心 可林默一句话都不敢讲 心里暗想 如果让三人知道是露西帮他们挑的 自己还跟他在泳池打扑克 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明天的太阳 他对着三人傻笑 细心道也谈不上 只是有点废体力 听到废体力几人下巴都惊掉了 不想穿帮的男人赶紧抑制女友别胡思乱想 收拾好就启程 露西挥着手和大家道别 几人看出露西并不想离开 男主更不敢正面目送露西 突然直升飞机来到空中 大家以为是空军团来接露西 他竟只投向飞机 一个士兵露出头让他站住 他拿起火箭筒就对着露西 你的间谍 我以官方命令立刻解决你 话音刚落 一顿扫射对着他开枪 看被发现露西转身就开始投 士兵接着扔出一个手榴弹 炸弹在空中爆炸 发出耀眼的光芒 他准备使出异能 却没想到异能已经失效 在千军一发之际 他会想起心爱的人 露西流着眼泪准备扶水就起 此刻一条条精神丝线飞来将子弹划破 精神丝线包围着露西 迷倒万千少女的男主再次出现 空中又出现一辆直升机对着他 这种小伎俩在男主面前就是小趴太 开始攻击飞机 飞机瞬间就失去了平衡 空中的人员气得大骂 这半路居然杀出各城咬惊 独眼男人命运 解决他们 士兵和独眼男一跃跳下飞机 看到两人的举动 男主都惊叹 果然是训练有素的士兵 这也正好是士空军团的实力 独眼看林墨躲都不躲 认为男主看不起他们 拿出一个烟雾弹 直接向他扔了过去 烟雾弥漫在空中 独眼男大喊 准备突击 士兵举起武器就开始跑 伴随着一声声射击 林墨用触手护住自己 看子弹攻击无效 敌士兵扔出手榴弹 请你吃个波罗蜜 男主没有半点躲避的意思 用眼神瞟了一下 精神触手包裹着手 举起手轻轻的就将手雷握住 敢空手接波罗蜜的男人 你见过吗 男主到底有多厉害 他拿着手雷还在嘲笑士兵 还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一次性拿出来让我见识见识 独眼男吩咐士兵拖着林墨 他去准备重型武器 随即几个小卡拉咪 拿起武器就冲了上去 林墨反手就擒住一个士兵 拿起对方的武器导弹 B13这个型号 在荒野求生中我见得多了 真实的还是第一次见到 海水飞对着士兵射击 假许他就是个睁眼瞎 一个都没有击中 随手扔掉武器 这个东西不适合我 紧接着使出精神触手 向士兵攻击而去 两人吓得六神无主 大喊怪物 话音刚落 两人便隐恨西北 独眼男看到气得咬牙切齿 拿起看家武器就瞄准了林墨 一个偌大的火球飞向男主 他召唤出触手形成网状 准备接住炮 怎知冲力太大直接穿透触手 千军一发之际 男主用尽全力挡下火球掉落在地 陆西走上前告诉他 这是官方的重型家伙 独眼男看没击中 还在邪校 下一击你就没有这么好 转眼林墨已经来到他身前 双眼露出红光 挥出一道剑气独眼男便领合法 解决完几人 几个女友也跟了上来 他们把周围的危机全部解决完了 林墨盯着陆西 刚刚我又就迷你 你是不是要补偿我 听到这话陆西羞涩着脸如何补偿 男主露出坏笑 他是想让陆西教夜恋使用武器 此刻陆西有些失望 但对方是自己喜欢的人 自然也没有拒绝的理由 随后林墨告诉众人 他想返回动物园 寻找动物病毒帮助学姐进化 画面一转大家来到动物园 突然所有人发现林哥不见了 定睛看去 跟这么多女孩一起 男主自然少不了悲心力 这给他累得大喊 不是说好的男女平等吗 谁来平平礼啊 几个女友赶紧跟林哥道歉 但手一点都没有动的意思 林墨立即吩咐大家分摊一下 哪知几人相互对视后 转头就跑去围着陆西 学习武器使用方法 男主也只好拖着疲惫的身体 跟了上去 刚走进动物园 一双红色的眼睛又盯上了他们 男主察觉不对劲 这种感觉和上次一模一样 难道又是被蛇怪盯住了 怎知前方的女友已经被蛇怪跟踪 几人直接就和蛇来了个亲密的打击 学姐看到蛇就像切蛇羹一般简单 陆西听大家说还有更大的 直接就被吓得哑口无言 夏娜和叶恋还在那里 比划上次遇见的蛇怪有多么大 听到两人的对话 陆西更加惊恐 都快吓哭了 几人开始嘲笑师傅 难道你怕蛇 陆西为了挽留面子 还假装镇定说自己不怕 下一秒她耳边出现一条小蛇怪 吓得她哇哇大叫 灰溜溜的就跑了 原来是几人对她的恶作剧 小萝莉看陆西往动物园深处跑了 几人发现不对劲跟着进去 陆西一路奔跑 嘴里还在大叫 忽然她脚下一滑直接掉进一个深坑 正在她摸着脑袋喊着时 眼前出现一双红色闪着光芒的眼睛 看向了她 在末日世界的熊猫到底会有多可怕 你肯定猜不到 就在刚才陆西被两双不灵不灵的红色眼睛盯着 直接就昏迷了过去 昏昏沉沉的她大哭了起来 在树林里乱走 突然脚下被自己最害怕的蛇缠住 吓得她放声尖叫 小蛇怪就这样盯着她 她也就这样盯着蛇怪 直接盯到了晚上 陆西黑眼圈都凸显了出来 无计可失下 她抬脚踩中了蛇怪的身体 痛得她伸长了脖子 陆西蜷缩在地上流着眼泪 转眼她醒了过来 不知现在身在何处 看向前方 红色的眼睛还在盯着她 陆西直接被吓退了几步 正抬手准备使出精神力攻击时 放声大喊呵斥对方不要过来 突然一双手出现拉住了她 原来是男主制止她 千万别使出精神力 陆西抬头看去是心上人 流着眼泪一把 就抱住林默大哭了起来 看着哭泣的女孩 她也不知道陆西到底经历了什么 伤心至极的她还不忘报仇 让男主帮自己解决掉蛇怪 林默一脸黑线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哪里有蛇呀 两人看向山洞 是一只变异大熊猫 直接惊掉陆西的24K探合眼 这时林默告诉她 自己刚进入动物园就发现不对劲 但她不像上次一样主动攻击野兽 而是悄悄躲起来观看 没想到所有的野兽都往一个方向看 原来他们都是去找熊猫打架 令男主大为观止的是 变异熊猫好像有一种特殊能力 可以反弹所有攻击 来挑战的野兽都负伤而逃 变异熊猫却被四根铁链牢牢锁 听完心上人的讲解 陆西明白了刚才为什么林默要阻止她发动精神力 她提议先离开在从长记忆 可男主却认为现在是最好的击杀时机 不能使用精神力攻击成为二人的困扰 林默微微笑着 伸手准备拔出大宝剑 人与熊猫之间一战即将开始 只见男主眼神放了 一个闪身就奔向对手 熊猫也不甘示弱眼神充满杀气 接下来男主挥舞大宝剑就禁止屁下熊猫 便一熊猫抬起手 铁链直接与剑碰撞在一起 拔出金属撞击声 一旁的陆西瞪大双眼 这个家伙居然挡住了 削铁如泥的大宝剑一击 伴随着一声怒吼 熊猫彻底愤怒 以偌大的身躯站在男主面前 举起爪子就砸向林默 在一个后侧跳躲开了攻击 接着又是第二击 再次被灵活的男主闪拍 便一熊猫抬高爪子好似 想拍死眼前的小狗 男主自然也不是泛泛之辈 侧身拿起武器也迎了上去 一声剑气滑过 陆西开心地笑着 坎中 此刻男主又挥起第二击 几次攻击都与铁链撞击不断 林默退回路西身旁 看着眼前的熊猫 他感觉不对劲 好像被这个家伙戏甩了 想借助攻击砍断加锁 林默看着变异熊猫身上的铁链 随着画面他发现加锁直接练击着底 一张蛇怪张开大口窜了 假如你的女朋友看到你抱着其他女孩 她会不会生气呢 林默发现熊猫的加锁链接到地面 对方不依不饶地向男主发起攻击 飞起拳头直接降临墨鸡飞树 由于对手力量太强 她用脚踩中岩石才停了下来 这时她握件的手都瑟瑟发抖 身经百战的人怎么可能在这里认怂 咬紧牙齿跳起身又向熊猫攻击上去 几条光影闪过完美若链 熊猫大吼 按住受伤的手臂 刚才的攻击好似起了效果 铁链上都沾染了熊猫的血液 不然听见你 四周飞行疯狂逃窜 学姐在树林正寻找路西 瞬间她眼神定住 好像被蛊惑 摇摇晃晃的她倒在地上 学姐竭力的捂住胸口 这种感觉好似有人在呼唤她一样 随着声音的方向 学姐直接走进了下水道 随着不断的声音 隧道内异常的安静 只听见滴答滴答的水声 忽然和水中窜出一个黑眼 原来是一只蛇怪 还没等血鬼喝过 蛇怪就向她发起攻击 她低头沉思 猛的睁开双眼 一把就按住了蛇怪的七层 用劲把她的头按进去 学姐露出嗜血的样子 原来是同类 以为我会被你声音迷惑吗 我可是一只首领级丧尸 还残留了人类意识 学姐按着蛇怪的手 反手用力 直接就把蛇甩飞了出去 怎知蛇怪链接着地面上的熊猫 强大的通知力 直接把熊猫拽跑 铁链勒住熊猫的脖子 喘不过气来时 两人不知所措 力量越来越大 地面都出现了猎雨 伴随着山奔地裂 林墨跑上前一把抓住路西 两人紧紧冒在一起 由于地面的裂缝面积很大 熊猫和两人都掉进了深渊 转眼学姐不断叫着林哥 她睁开眼睛不知身在何方 依偎在学姐的两个球上面 路西转头看向男主 你忘了刚才你为了救我 我们一起掉进了地方 此刻她才回想起 质问大家熊猫怎么不见了 两人赶紧让其小声一点 原来熊猫在水里 学姐告诉男友 熊猫发疯似的在寻找蛇怪 听见蛇路西无处安放的手 又不淡定 学姐让她别害怕 学姐一把扯住路西的衣领 你还不好意思 刚才你抱着我的心上人可解了 这话让林默汗如雨下 自己上前请罪 学姐大人 我为刚才的行为认罚 回去贵个榴莲啥的都没有问题 但你千万别生气 学姐一把拍着男友的脸 凑了上去 我不会吃醋 爱你都来不及呢 三人坐在地上 学姐跟林哥讲述了自己刚刚也昏迷了 昏迷间她梦到要与林哥为敌 学姐很伤心地抱住男友 林默察觉不对劲 难道他们都能看到未来发生的事吗 林默在路西面前亲吻学姐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男主正在愣神使 熊猫发出嘶吼 几人被吓得一击灵 定睛看去 熊猫抱住蛇怪 双方竟然打了起来 林默心生一计 待会找机会击杀两个变异兽 便吩咐两人按他的指示准备 虽然他们不懂 但也明白林哥的话没错 两只变异兽打得难解难分 四目相对 突然蛇怪张大嘴巴向熊猫发起了攻击 男主看准机会手起刀了 蛇怪的七寸被砍断 凝胶飞了出来 林默跳起身完美接住凝胶 看着手中的极品凝胶 这趟总算没有白跑 还在高兴之余 熊猫的黑影已经出现在他的背后 熊猫双眼泛红就向他发起了攻击 估计可是下男主拿出武器 挡下了这一击 直接被震开数米之外 他看着解开束缚的熊猫 好像力量都变强了 自己拿件的手被刚才的一击震的发动 这时林默才发现铁链还练接着蛇怪 一切谜题终于解开了 原来蛇怪寄生在他身上 所以之前熊猫无能为力 熊猫不堪羞辱猛力攻击男主 好似要置其余死地一样 林默只能左右躲避无还手 此刻他插腰看着眼前的上股熊猫 插腰的手被攻击震得麻痹 接下来他开始嘲笑熊猫 虽然你很厉害 但你低估了人类的力量 伴随着叫声 雪姐和露西两个黑影飞过 一人击中强陷眼侧 水流犹如洪水爆发 露西也很通情达理 还反过来安慰她 夜晚 露西一个人在阳台发呆 她的手好像受伤了 是被蛇怪的液体捉伤 正在神油之际 林默出现在她面前 问其在干嘛 露西没有告诉心上人实情 便找了个借口说在看风景 聪明机智的男主自然也不太想起 转身摆了摆手就离开了 露西有些失望 此时房间内 几个女朋友在洗蓬蓬 雪姐告诉大家他们遇见熊猫 几人听到熊猫就来尽 不断追问可不可爱 每人心里都在幻想自己的认知 在门外听到大家谈话的男主一脸 她正幻想自己进去的下场时 被女友开门撞个正短 所有人直接上手就蒙住了她的眼睛 认为会玩游戏的扣一 不会的扣二 假如你在和女友斗地中 被别人打扰会是什么感受 就在刚刚林默被女友拉住 大喊小萝莉救自己 她转身鸟都不鸟地离开 可就在这时水中的熊猫既然没有死 发出怒吼 听到声音的男主察觉不对劲大喊 大家都听出是熊猫的声音 随即林默叫上女友冲了出去 边跑边吩咐此一兽凶猛要小心 接着她大喊一声 上 熊猫扑通一身跪地 不断跟男主磕头 这场景她都被整不回了 直接变成了呆萌呆萌的二愣人 熊猫上前抱住她的脚 夜恋还在说风凉话 林哥 这就是你说的凶猛异兽吗 所有人搭起篝火议论为何会这样 女友都觉得熊猫很可爱 以为男朋友在说谎 林默有苦说不出啊 熊猫好像也喜欢上主人一样 紧紧地抱住她玩耍 这突如其来的事好让她不知所获 看林默很排斥自己 熊猫张开嘴巴 咿呀呀的不知说些什么 由于语言不通男主也很无奈 于诗然上前指着熊猫 你是想谢谢她对吗 熊猫猛地点头 大家看着小萝莉 你听得懂她讲话吗 她摆出得意洋洋的表情 原来是合体中的黑丝告诉她的 可林默很疑惑 之前她还想解决熊猫 为何会反转 小萝莉与熊猫在旁一番咿呀呀的交流 众人不知她俩讲的是哪国外语 经过黑丝详细翻译 原来是蛇怪寄生在熊猫身上吸收她的能量 还好林默和学姐出现击杀了她 算是帮熊猫报仇了 所以她未来想跟着救命人员 听完男主气得咬牙切齿 之前还想打我 现在来投诚 你想搞什么呀 熊猫气急败坏 手舞足蹈责怪男主 是你先动手的 我才自卫还手 面对这样一只凶猛的异兽 女友们多少还是有些戒备 听到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 身为一家之主的林默做出决定 用兽不赢 一兽不用 随即抬手使出精神丝线与熊猫建立了练剂 突然 男主察觉不对劲 瞟眼看去 露西晕倒了 男主看到露西手上的斑斓不对劲 转眼到了第二天 有了熊猫的加入 小萝莉和露西坐在她背上前行 可少有坐一兽的露西 出现了晕车的迹象 林默很细心上前查看 看到她的斑斑颜色越来越深 神经大条的男主不断乱猜 难道是病毒感染 或者是来大姨妈 搞得露西一阵阵羞涩 吵吵闹闹间大家进入动物园深处 里面各种异兽繁多 还没回过神熊猫就解决了一大批 有了这只上古神兽 大家还落得清闲 在一旁休息 林默看着受伤的露西 心里还是有点心疼 露西被病毒感染 她会变成下一个后宫吗 结束了动物园的战斗 大家来到城镇 熊猫小白盯着小萝莉 她还有点害臊 原来是小白看到了地上的丧尸胳膊 男主上前就给了他们一拳 并上前教育他们 堂堂首领及丧尸去捡那些低级的东西干嘛 突然她转头看到不对劲 觉得露西好似发现了什么 可露西盯着地上的胳膊一油未尽 还认为很美味 但她以为是男主想试探她 她快速回想自己没有接触到病毒 应该不会被感染才对 想着想着她被一个声音惊吓 两人眼神都不对劲 露西以为林默发现她可能被感染 男主却担心她和夜恋之间的精神链接被露西发现 两人都怕自己的小秘密被知道 这时夏娜跑了过来 原来她不认识地图 他们好像迷路了 林默看着地图让女友别着急 确定方向后她带着一群妹子又开始前行 刚走不久 背后一群人也跟了上来 原来他们是空军团的人 白发男叫小杰 随即又走上来两个女孩和一个光头 问其有没有发现什么 小杰在历历微风中看着地上的丧尸 回到车里告诉大家他们往X市去了 哪只男主一行人又迷路 他告诉大家顺着路走就能到F市 露西表示有些怀疑 夏娜也凑上来小声地说着 林哥我们已经绕了三天 听到女友这样说 带路的林默都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天空渐渐黑了 几人准备找个地方好好休息 男主告诉大家 趁现在有地方睡好好享受享受 离开这里都是荒芜人烟的地方 听到晚上能享受 几个女友眼貌精光 几人已经很久没享受过林哥的专业服务 看到女友的表情男主直接下来 还没等他回过神纪人的手就跟了什么 他赶紧摆了摆手 说今晚不行 一旁的露西粗意大法 扭头就跑 夏娜经历上次用蛇下露西 看到他这样走掉心里难免有些担心 而男主却没有放心上 心里这样想但林默还是起身跟了出去 刚出去就被一块东西砸到头 定睛看去露西在打击丧尸 还嘲笑丧尸是负心汉 看到这个场景男主一脸无奈 夏娜和叶恋也追了出来 问他为何不去帮忙 向道里传来声音 打死你们这些臭男人 两个女友都知道露西好像生气了 林默还在说风凉话 他应该是在更年期 深夜男主回到房间拉起学姐的手 他发现学姐的感知更强了 突然叶恋闯了进来 林医生 我很不舒服能帮我看看吗 这是男主坚持斗地主的第327天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夏娜要让林默帮他揉胸口 还没等他说完话 夏娜直接就将男主抱住 这时叶恋也在一旁 说着自己不舒服 可此刻的林默被夏娜纠缠着 叶恋娇嘀嘀地说 林医生我心跳很快 你帮我看看吧 哪知学姐也换了件衣服 凑上来说自己的病还没有看完 接下来只听见房间传出惨叫声 画面一转 突然熊猫发出叫声 接着往房门外走去 给女友看完病的男主 还在睡梦中一游未尽 他猛地睁开眼睛 直接从床上坐起来发现不对劲 林默看了看手里的精神撕险 发现小白的精神波动很厉害 随即他开启了视觉转换 下一秒看到的却是小白在撒尿 这画面直接把男主变成了屁的玩意 忽然熊猫一声大吼 直接冲进了树林 刷得一声树林中一道光影飞过 男主被吓尿 小白躲不掉了 可他低估了上古神兽的能力 熊猫抬手就握住了武器 光头使出全力砍下 小白跳起身再次闪避开 光头像发疯一样穷追猛打 这正是彻底惹怒了小白 他随手捡起路边的一块石头 就扔向光头 伴随着一声怒吼 小白挥起沙包一样的拳头 嘴弓向对手 一记熊猫拳击中光头胸膛 男子直接被击出数百米之外 林默一声令下 拿下这个人头 小白直接扑了上去 光头睁开眼睛发乱 用武器挡住了拳头 刹那间光头才看清 自己的对手原来是只熊猫 光头也不是善类 直接拔出大宝剑想击杀果宝 舒可忍审不可忍 光头眼神犀利 探气势不对 男主通过精神链接 吩咐小白撤回来 男子看出有破绽 挥动着武器发起了猛攻 几个回合下来 小白泪坍在里 光头看出了熊猫是丧尸 他不讲武的一件 偷袭刺中熊猫 这件刺穿了熊猫手臂 背伤的小白露出杀意 小萝莉赶来看宠物被欺负 不顾三七二十一 上前踢中光头脸部 大声呵斥对方 居然敢伤我小白 我一定要解决你 男子看形似不对 好汉不吃眼前亏 他举起大宝剑哈哈大笑 小妹妹 伤你宠物很抱歉 但我不准备服务 毕竟我是个怪叔叔 最后他一箭砸起了一面 直接开溜 小萝莉骑上小白就要追上去 男主赶过来让他别追 可他们打上瘾 不听主人的话 气得临摸咬牙切齿 追上去的小萝莉边跑边喊 还在调整光头不是音许 光头哈哈大笑 想杀我 门都没有 跑到一大楼外 他抬头看着楼底 接应的人来了 接下来他们会遇到危险吗 临摸遇险 他能逃过这一劫吗 就在刚刚光头跑到一座大楼外 发现接应的人来了 故意引诱小白和于诗然追他 哪只狙击手已经瞄准了小萝莉 男子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扣动了扳机 命悬一刻时 子弹在空中直接爆炸了 爆炸声惊醒了于诗然 原来是夜恋在暗中帮助了他们 并嘱咐他不要停下来 有狙击手在暗中 光头看计谋被识破 直接就开溜 小白他们也继续追了上去 开枪的男子微微邪笑 以为在暗处阻止他的是露西 随后两人展开了强力的火力比拼 男子恨得咬牙切齿 每次开枪都被夜恋截断 只见他在空中不断追击 子弹都用紧 男子扔掉手中的手枪 举起狙击枪以为胜却在握 向于诗然发出了致命的一枪 男主控制丧尸上前刚好挡住了子弹 小萝莉回头看了看地上的丧尸 他知道是大哥哥救了自己 为了抓住光头不顾一切又追了上去 光头自知不是对手只敢躲避 边跑边呼叫队长救援 队长早知他们不是一两个人 再来的路上空军团已经告诉他 露西身边有临摹的存在 男子决定情贼先情亡 他使出了精神力找临摹 在一栋大楼外他发现了男主的身影 二话不说举起手中的武器果断开枪 子弹正中影子的头部 瞟眼看去 没想到是一只丧尸 转眼 刚刚在射击的时候男子位置暴露 变恋也是人狠话不多 直接开枪射击对方 男子手中武器掉落被击准 光头发现不对劲 下一秒小白也托了上来 扑通一身光头也领了别犯 小萝莉在一旁哈哈大笑 这就是戏弄我们的下场 此刻一直在暗中的林墨出现 小萝莉很疑惑刚才那枪为什么没有击中他 而是丧尸 他告诉于施然 是利用精神力附体才让男子上当 就在这个时候地上的光头突然开口说话 原来是这么回事 两人盯着地上 光头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 露出可怕的神情 大言不惭地说要解决男主 没让大家想到的确实 站起来的光头居然是白发队长寄生 他还大意凛然地说牺牲队友是为同胞报仇 原来队长的异能是可寄生在任何人的身上 听到这种话林墨没脸地笑了 贪生怕死之徒还在这里说大话 男子也不想多废口舌 拿出武器就对准林墨 还没等他回过神 他脚下用尽 挥起武器就发起了攻击 男主都被吓尿了 光头紧追不舍地攻击 此时两人靠近四目相对 林墨有危险 男主胸部被伤 他会遗憾在这里吗 就在刚刚两人四目相对 光头转身就拔出武器挥出一道剑气 林墨后退躲开了攻击 于诗然看情况不对 骑上小白就冲了上去 转身挥起武器就击中熊猫 他直接被击飞数米之外 小萝莉看宠物被欺负 露出丧尸獵牙 飞起身就扑向光头 林墨看对手实力不容小觑 挺身而出挡在于诗然前面 光头的剑气将其击伤 虽受伤但他保护了同伴 小萝莉心里非常难过 林墨强忍着疼痛 让他带上小白先去和夜恋会合 可于诗然担心他再次受伤不愿离开 男主大喊赶紧走 这个家伙有问题 在这么短的时间 身体素质提升如此之多 不仅速度 体力和精准度都和之前完全不能赢 留在这里会让我分心 去找夜恋他们过来帮忙 随后小萝莉离开 他决定和光头决意死战 男子却嘲笑他很傻 居然帮丧尸殿后 原来白发男子的异能不仅仅是技生 连对方的性格 技能 意识都能完美地继承 现在的光头可直接面对精神吸异能者 男主都不知对方怎能知道他的软度 光头直接又发起了攻击 林墨也不肯认怂 直接拔剑相互比 两把武器短兵相接 发出清脆的撞击声 以利器男主不是对手 而光头早已明白 没有被控制的丧尸林墨好比失去了左右手 光头得意洋洋大喊 要送男主去见佛主 这时的林墨已经精疲力尽 大口哭着大气 紧接着男主拳头一挥 武器被触手缠绕从后方直刺光头后背 他微微一想 这就是你自大的下场 这时满身触手的林墨走出来 上前指着他的眉心 一箭解决了眼前的大麻烦 因为白发男之前爆出自己的能力是技生 被解决后他的本体被找到 自认为不会死的白发男非几想抢夺男主的身体 面对虚拟体林墨自然有办法 用精神触手控制了他的行动 随着手中触手用力 白发男的本体被分成四分五裂 这样还不足以解决他 本体正准备逃 被赶过来的露西使用心灵囚禁限制了他 他手里还拿着C4炸弹 林墨接过炸弹 用意能把炸弹送到空中 随着一声爆炸白发男子便隐恨吸引 一切都恢复了平静 几人回到官方驻扎地 找到了很多物资 大家看着一瓶黑黑的东西猜测 林墨一把拉着叶恋的手 小家伙这是巧克力 男女之间表达爱情的甜蜜食 都会相互送的礼物 听到表达爱 下那满脸露出羞涩 叶恋以为男友会将巧克力送给大家 林墨居然动手打了露西一个耳光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大家都还在为巧克力的事开玩笑时 男主突然发现一个对讲机 正在那里琢磨 电台发出了声音 原来是空军团的人 在呼叫派过来的白发男 林墨也是不怕 直接通过电台告诉对方 光头他们已经被解决了 毫不忌讳的说是自己干的 对方露出得意的笑声 看来你也是一个胆大的主 两人相互问候对方的情况后 空军团放下狠话会在派人来 在交谈中 露西得知伙伴被官方解决伤心欲举 在男主的分析下 曾经的露西团队人员都凶多吉少 听到分析 露西再也坐不住了 起身就要去救同伴 林墨一把拉住了他的手 让其冷静 露西很气愤指着他的女友呵斥 如果是你的女友有危险 你会做事不理吗 男主沉默不语 越听越气愤 挥起手掌就打到露西的脸上 因为我在意你才不让你去送死 你的忍耐程度只有这点 算我看错了你 露西只能默默哭泣不知如何是好 她想起离开的家人 哭泣声更大 林墨也是个大直男没有哄哄的衣服 发泄完情绪 露西很坚强盯着他 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吗 女人的变化直接惊呆了林墨 她也是很有眼光的男人 知道空军团会再次追击他们 与其去找对方不如等他们乖乖上门 但继续这样下去 更可能会连累大舅哥和家喻 干脆我们干场大的 解决掉追击的人 直接去F市 瓦解掉对方 抢夺资料 转眼回到住所 男主刚洗完早走出浴室 听到有人敲门 露西穿着漂亮的衣服站在她面前 她害羞地问林墨自己好看吗 见惯大风大浪的人 自然面对这种事很在行 为了缓解尴尬 她嘲笑露西人设变化太大 露西一脸猛逼 我就不能这样打扮了 看女孩生气 男主也懂分寸 盯着露西并说道 打扮没有问题 但你突然露出伤疤不太合适吗 露西手足无措不知什么意思 反应过来后大叫男主坏蛋 她有些伤心 没想到穿坐如此的美丽 却没有听到想听的话 看她有些生气 无奈的男主也只好夸她好看 这时露西双手放在身后 祈求心上人解决自己 这话吓坏了她 露西慢慢道出了实情 都是因为自己把大家卷入了官方的争斗中 如果她被解决了 还能跟对方解释不是间谍 换上这些漂亮的装扮 也是想做一回真正的女孩 话没说完露西就扑向了林默 她会达成心愿吗 假如有个女孩向你扑过来 你会怎么选择 就在刚才林默打开房门 露西就向她扑了上来 直接整个身体都贴了上去 这给男主汉都吓出来了 她通过精神力探究 发现露西却有成全之意 林默心里正在盘算 做了爱人就做不了朋友 得想个办法糊弄过去 她张嘴就提起了上次偷袭的事 直夸露西表现得不错 可露西以为男主讲的是 两人打扑克她没有睡着 一下让她不知所措 气急败坏的露西大嘴巴 直接扇到林默的脸上 转身摆了摆手就离开了 被打的男主更是一头雾水 到手的肥肉没有吃还惹一身骚 转瞬间三个女友出现在 她后方叫其名字 责怪她在上面做见不得光的事 吓得林默瑟瑟发抖 几人逼迫男主讲出两人的关系 还没等她剿面 不对 是解释 直接被三个女友拉进房间惩罚 伴随着一声声惨叫 可怜的男主坚持斗地主的第三百三十七天 第二天空军团的人追了上来 一路勘察 男主也是精明 早就安排了丧尸出去监视 得知敌人来袭 他准备和这群小嘎嘎玩玩 男主控制丧尸找到了几人 丧尸对着天空发出了一声怒吼 几人发现不对劲 丧尸从四面八方向几人一拥而上 这一切都是林默的安排和指挥 士兵看情况不对准备拿武器射击 被红发男子阻止 让其换上兵器 随即汇报给了上级 大家被丧尸包围 男子开始翻阅资料 才得知男主能驱使丧尸 指挥官命令几人停止行动 派出直升飞机接大家 哪知这一切都在男主的控制中 派来的飞机破降点都被丧尸包围 随着一声爆炸 飞机被摧毁 红发男举丧地跪在地上 下一秒丧尸又围了过来 来接应的飞机一架接一架地被解决掉 红发男临记忆动止着最高的建筑 让大家赶去那栋楼坐飞机离开 可兄弟们早已被丧尸追上 死伤惨重 大家只有掩护队长离开 他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来到飞机上 大喊赶紧逃 可飞机上的人早就被解决由下那看守 他拿出镰刀就放在男子身上 毕生惨叫红发男子便晕厥了过去 迟到赶来的士兵健壮以为他被吓坏了 谁知红发男被男主戏弄成为了丧尸 原来这一切都在林默的掌控中 丧尸人山人海的向空军团进发 里面的人还在吩咐不能让丧尸进来 谁知红毛被控制先一步进入 他正准备攻击时 被赶来的白发队长解决了 他立刻发现不对劲 难道是在红毛回来的飞机上有猫腻 打开飞机场地果然发现了男主准备的发射器 正得意计划被试破时 咱们聪明绝顶 迷倒万千女孩的男主出现 他们会展开激烈的争斗吗 认为林默会输得扣六 认为白发队长会输得扣九 面对空军团的挑衅 林默会怎么解围 刚才纪谋被白发男发现后 两人争锋相对 而他得知一切都是男主布局引诱自己出来时 男子脸都黑了 而他的计划就是斩首行动 男主二话不说 使出精神丝线攻击白发男 他被丝线紧缠绕着脖子昏迷了过去 他带上男子坐上飞机离开了营地 林默的下一个计划就是瓦解空军团走路 身边有路西的帮助自然会有不少的情报 画面一转来到S城 这里有大舅哥 汤姆和孙泽亚 而总参谋只派了大舅哥一个神秘任务 他看到任务非常高兴 因为他可以和林默并肩作战了 在去的过程中 他还拉上了小鸭鸭一起 林默这边由于抓了白发男 被空军团用飞机四处寻找 而他已经有了全盘计划 控制白发男就是其中之一 随后他故意放回了痴痴呆呆的男子 士兵见他回来以为是丧尸准备射击 被身边的黄毛阻止 发现是李指挥 回到营地白发男已经失去了记忆 由于官方内部竞争厉害 回去的白发男被软禁了起来 也顺利地让李指挥混入敌方 他的计划就是让已经丧尸化的白发男去解决高层 李指挥被带到牢房后 看管的黄毛借故去开小差 正好给控制白发男的林默有了事业共享 在四周寻找出口 正准备逃 必行三人来到牢房 是想在李指挥这里了解情报去邀功 正因为这样男主顺竿爬 说要见到高层才愿意讲 气得胖子男人想吃掉他 拉起衣领就威胁白发男 男主看时机成熟便告诉他 自己遇见一个精神细异能者 听到这里胖子更气愤 特别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男子拉着他的手 除非你帮我跃高层不然我不会讲 胖子气得咬牙切齿 转身便准备离开 放下狠话 如果你到时候放不出半个瓶 别怪我不客气 暗处的林默窃喜 火爆的消息绝对刺激 兵分两路 露西来到F市 找到了曾经队友呆的位置 刚打开房门 一个男人哈哈大笑 定睛看去原来是林默的大舅哥 两人都不知所措 见面就准备动手 露西以为伙伴被解决 大舅哥以为对方想试探情报 刚使出火焰 张宇过来阻止了争斗 通过解释原来都是同道中人 露西还在责怪自己 背叛空军团连累同伴 转眼大舅哥送了他一份礼物 汤姆和孙泽亚抓住了出卖露西的小子 被抓的小子被吓得什么都说 露西追问男子到底是谁指使屠杀F市 让他成为无父无母的孤儿 终极BOSS丧尸女王出现 夜恋三人会如何面对 就在刚才出卖露西的小子被抓住 为了保命他交代了所有恶行 原来是露西团队的伙伴出卖了他 听到这话露西沉默了一会儿 吩咐大家把小子带下去 走后同伴准备安慰一下他 露西冲着同伴发火 看到这个场景 大舅哥和小亚亚以为出卖他的不会是男朋友吧 大家都被吓到了 这时候露西颤颤巍巍的说 志远原来是他的弟弟 就算是亲戚露西也不会放过 转眼几天后 胖子准备带着白发男去见空军团高层 可现在的胖子根本不知道白发男已经被男主控制 还在得意洋洋的大笑 兵分三路 夜恋几人来到一个废弃工厂 下那是个暴脾气 一脚就踢开了大门 眼前出现一只丧尸女王 女王哈哈大笑 你们还是来了 想必就是你们在收集低阶丧尸 到底想干什么 三人二话不说 拿起武器就冲了过去 你不需要知道 把你身边的丧尸交出来就行 看被威胁丧尸女王自然也不会死 连忙站起身 三人为了破灭空军团这次势在必行 双方开启了大战 朋友们 漫画已更新到最近 按照平台规定 不能与漫画同步跟 我会在平台更新后 持续给大家解说 接下来我会选择一部新的漫画 我希望有粉丝朋友们给我建议 大家想看什么漫画把名字打在评论区 我会根据几个平台选择 点赞最高的漫画进行解说 想看什么的大家在评论区告诉 林默带着白发男会见空军团高层 蜘蛛女王出现会帮助谁呢 就在刚才 丧尸女王与夜恋三人大战至极 另一边传来好消息 大舅哥等人也做好了部署 回到家乡的陆西看到了小时候的照片 想起了很多回忆 默默地在一旁哭泣 孙泽亚看到这一幕 上前安慰 坚强的女人命过头擦干眼泪 不没有用 只有消灭空军团 帮父母报仇才能告慰父母 他转头强忍着微笑告诉大家 我们出发吧 大舅哥 孙泽亚 陆西三人组 形成的第二支援队也奔赴空军团总部 而我们也终于见到了空军团的高层 高层也在等待胖子团队带白发男来 想了解清楚男主义行人的底细 转眼胖子带着白发男来到了高层的办公室 他刚准备拍马屁 谁知高层直接问候了他祖宗 我没有问你别说话 胖子直接被吓得哑口无言 一旁控制白发男的林默默不作声 原来胖子没有完成上级指派的任务 破坏了领导统一全省的野心 高层手举武器 一声惨叫 本来想来邀功的胖子 便隐恨西北 目睹这一切的男主 深知这次龙坛虎学很危险 突然 高层转头叫住了白发男 没有吓到你吧小李 你不是第一次见 至于这么怕吗 男主也只能迎合胖子该死 现在团长只想知道案是发生的一切 而夏娜他们这边 已经在几个回合降服了丧尸女王 他更愿意交出手下的丧尸 在夜恋的一声令下 所有丧尸小弟整装带发向着空军团前进 今天会是空军团的末日吗 而第二对大舅哥们刚出发 就遇见了士兵 在大舅哥一顿大忽悠下士兵就放行了众 他们首要解决的对象是情报组 而早就拉下仇恨的大舅哥 等这一天早已迫不及待 林默这边已经混入内部 团长给他安排一杯饮料 咱们男主自然也不是泛泛之位 找了个借口搪塞了过去 在交团中更是胡编乱造 透露林默的行踪在X 团长也没有怀疑真实性 夜黑风高夜 正好办大事 天空电闪雷鸣 下起了大雨 大家喜欢的蜘蛛女王也随之出现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今天会是空军团覆灭的日子吗 原来蜘蛛女王的出现 是为了吸收士兵的精气来喂养小蜘蛛 而这只小蜘蛛的来历 大家能猜猜吗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小蜘蛛已经茁壮成长 X成一半的地界都被他征服了 这时老熟人半月出现 蜘蛛女王看着半月 两人连番交手没有奋出胜负 半月倔强的性格准备争个输赢 而空军团内部 控制白发男的林默 跟团长道别后想去部署袭击计划 刚转身准备离开 团长叫住了他 让其今晚就在总部休息 由轻微队保护他 男主怎不知高层想软禁自己 看无法推讨 也只好答应团长的要求 随即林默用精神链接 告知夜链等人现在的情况 白发男怒吼一声 轻微对男子直接被解决 随后林默想小萝莉交代计划不变后 他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出发总部 刚出发 对讲机传来声音 是孙泽亚问其遇到什么情况 他告诉第二队 按照计划行事即可 随着时间越来越近 十二点整大家会从四面八方袭击总部 林默眉头紧锁 小笔弓上剑一触即发 紧接着倒计时声响起 夜链 夏娜 小白 小萝莉 学姐 汤姆 孙泽亚 大舅哥 路西 等待着最后的命令 还差最后两秒 脾气火爆的大舅哥直接掀翻桌子 袭击空军团的计划开始了 林默也来到了团长住所外 他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满城的丧尸已经包围了左部 士兵刚准备去通风报信 夏娜的镰刀飞来直接解决了对方 两人已占领城墙 丧尸已经破墙而入 空军团的营地已经被飞来的炸弹焚烧了起来 而大舅哥这边已经掌控局势 他们这次的任务是负责收集资料和情报 关于研究丧尸的资料都在大楼顶层计算机中 夏志玲在总参谋的安排下也赶过来支援 路西带着队员不断往上 可一切都被顶层监控看得一清二楚 不曾想到情报组的高层居然是路西的弟弟 下一秒 林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到团长办公室门外 林墨一脚推开房门 团长背对着他 你就是林墨吧 或者说你就是李浩队长 难道他们的袭击计划已经被团长发现了吗 下一集男主身陷险境 所有人身陷险境 他们会被解决吗 就在刚才林墨来到了团长办公室 怎知团长早就看出了计谋 但他很疑惑 男主是使用易容术还是其他能力 怎么做到和李浩是同一个人 这时候男主还在得意自己的计划成功 不过团长绝对不是小于臭侠 今天的局面他早就不数了 接着他按下手里的开关 一股电流从天而降 郑重男主 瞬间林墨就被电击倒 使不出力气 原来只需要通过增幅器 提取电锡易能者的能力 改变电压后输出的特殊电能 就能在短时间屏蔽易能者的易能 难道咱们男主要在这里倒下吗 林墨想使出精神触手 根本无法运用 而团长还在一旁数落着他 一声吼叫传来 男主瞳孔放大 转眼间团长变身成多眼丧失怪兽 紧接着跳起身就要取林墨性命 忽然变闪为名 路西他感受到了一阵刺痛 孙泽亚还在问他发生了什么 他用力捂着胸口 总觉得好像要发生什么大事 汤姆和孙泽亚看他不放心 不断地安慰着路西 下一秒传来笑声 一张红色的网出现笼罩着几人 大家请客间失去了异能 甚至不敢相信情报组 有这样能力的高手 这时路西才告诉大家 这个人是他团队的人 伴随着奸诈的笑声 路西的弟弟带着几人走了出来 躺在地上的大舅哥还在叫嚣 想和路西的弟弟一对一挑战 此时几人都是瓮中之鞭 惹得对方大笑 就在众人都束手无策时 路西强忍着使出了异能心灵瘸净 把弟弟封存了起来 束缚大家的结界也被解除了 路西和弟弟异能相同 两人都被传送到了别的地方 汤姆刚想去寻找路西 被一个女人站出来挡住了群 大舅哥被一个白发老头缠着 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 直接被老头击飞 孙泽亚都吓坏了 眼前的老头真是老人家吗 速度如此的惊人 汤姆还想拉持久战 老头摸了摸胡子 瞧不起老年人可要吃大亏哦 大舅哥苏醒过来 被老头子教训他自然觉得被羞辱 双手蓄力火焰 直接向老头发起攻击 可老头速度极快 大舅哥的每次攻击 都被对方轻而易举地躲着 接着老头用手接住火球 全身泛红 大舅哥被噼里啪啦的声音打中 老头使出了绝杀计 苍龙出海 大舅哥被重重的击中砸在墙上 老头子缓缓逼近 汤姆和孙泽亚见状想上前帮忙 女人拦在两人跟前 话音刚落 一道光影飞过 话都没讲完 二人就被击中 女人来到他们后方 他们根本不敌对手 接下来几人会败在老头和女人的手中吗 小萝莉受化很严重 夜恋替他输入大量病毒 究竟会是什么样 就在刚才大舅哥几人被控制 而空军团总部火光冲天 丧尸嘶吼着 士兵顽强地用武器反击 由于长时间射击 枪管都发烫了 丧尸攻破了障碍 士兵们犹如暗板上的菜 这时 天空下着大雨 电闪为明 林墨已经被控制动弹不得 团长花生丧尸捏着他的脑袋 随后拧着他的衣服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把男主重重地摔了出去 紧接着他又跳起身 准备发起第二次攻击 团长按下手中的开关 一股电流直击林墨身体 原来在这个房间 团长针对他早已设下机关 眼前的团长丧尸 便是我们知晓的实验室哑巴 他背叛了赵志坐上了今天的位置 他正隔一扬扬时 将林墨高高举起准备解决 忽然 天空电闪雷鸣 精神触手穿进团长的身体 他跪在地上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明明没有启动装置 为什么自己会被攻击 男主颤颤巍巍地起身 告诉团长想知道 为什么让他回头看看 他转头看去 原来是闪电 林墨才到处拾起 他控制闪电烧掉了团长的电压装置 误打误撞 反而把团长电瘫在地 受尽折磨的男主 慢慢上前准备解决眼前的大麻烦 在另一边 夏娜和学姐不断地追击士兵们 但两人发现夜恋不见了 谁知夜恋和小萝莉躲在一个墙角 二人脸颊还微微泛红 因为小萝莉长出了尾巴 夜恋告诉他别担心 可能是你和黑丝融合才会这样 于世然大哭大闹 不想再变成狗 夜恋看他哭得伤心 一把将他拉进怀里 萝莉一直哀求恋解救自己 夜恋根本就没有什么办法 忽然他想到学姐都没有变成蛇 或许是林哥的羊枝甘露 抑制了病毒泛滥 想到这里两人似懂非懂 小萝莉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就亲上了夜恋 夜恋直接把他推开 为什么你和夏娜都要这样偷袭我 小萝莉委屈巴巴地说 我是想恋解身上 也许还有大哥哥的味道 听完解释 为了小萝莉 夜恋认为这样还不行 慢慢地脱掉身上的衣服 随即告诉他 我慢慢教你 但他再三主妇于世然 这件事要跟林哥保密 听到这话 他的尾巴都不自觉地跑了出来 事后 夜恋体会到了半月的感受 正当夜恋回头询问世然情况时 他突然出现了狂暴 疯狂地吼叫着 大舅哥命悬一线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就在刚才小萝莉和夜恋 玩了游戏后 发生了狂暴 而另一边孙泽亚和汤姆 被大妹子追着跑 一道剑气飞国 汤姆和孙泽亚便被击倒 大妹子看两人没有反抗之力 便打电话给老头子 告知他已经搞定了两人 老头子心想还不如个女人 电话那头的大妹子 不断催促老头 赶紧解决大舅哥 大舅哥看到这个场景 觉得对方没把自己当回事 气得火冒三丈 手里聚集火焰攻击对方 怎知被老头轻松接下这拳 他没想到对方会如此厉害 超过100度的火焰拳 他居然可以紧紧握在手中 老头瞟眼看了看大舅哥 小伙子 拳法修炼的重点是精神和抑郁 只有面对过风暴 迎接过真正的淬炼 才能蜕变成强者 紧接着老头子手中发烈 只听见咔咔声 大舅哥的手臂被凝成了麻花 痛得他放声大叫 不仅如此老头还在一旁嘲笑 接下来老头使出了灵犀意志 以百米冲刺的速度直指大舅哥 瞬间手指击中大舅哥眉醒 伴随着一声破 大舅哥被弹出数米之外 老头满手血腥看着大舅哥 他假死过去 后听到他们的阴谋 他们想一并解决猎鹰团队 老头正在神游之时 大舅哥全身冒起火焰 他转头看去 没想到大舅哥还没有死 强者之间的对决就这样开始 只见大舅哥手握火焰大 如果我们两人今天只能留下一个 那一定是我 这时孙泽亚和汤姆醒了过来 两人对大妹子发起了攻击 千军一发之际 汤姆上前用尽全力 使出一击右勾拳打中妹子里 随着一声巨响 汤姆晕了过去 随后队长夏之灵赶过来 他急忙问孙泽亚吗 汤姆缓缓睁开眼睛 直向对面 他以为孙泽亚死掉了 痛哭起来 哪知孙泽亚没有任何事 一把推开他 看到两人没事队长 也露出了喜笑颜开的笑容 窗外下着大雨 露西把弟弟传送到了屋外 弟弟不知所措 露西开口就咆哮对方 你为何连同胞手足都不放我 去投靠敌人 弟弟告诉露西 现在是末世 只有跟着空军团 才能吃香喝辣的 我也没有必要听死去父亲的话 气得露西使出异能 划伤了他的脸 这正好惹怒了弟弟 同时他也使出异能 露西被禁锢动弹不躲 伴随着一声大笑 弟弟瞬间来到露西深浅 他会就此陨落吗 帮助露西深浅 帮助露西深浅 帮助露西深浅